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罗汉赶到现场的时候啊 手里就提了一把五连发 身后浩浩荡荡跟着上百人 看那样是做足了准备才来的 罗汉大步走到人群怒视着傻哥 大嫂你别乱来 要是玩真的 咱们谁都玩不起 你想明白了再说话 哎呀 傻哥把手指头搭在扳机上 语气很是平静 你吓唬我呀 罗汉皱着眉 我说的是实话 没吓唬你 傻哥挠挠头 我觉得你就吓唬我 我不喜欢别人吓唬我 真的 别人一吓唬我吧 我去得放糊涂 我今儿一放糊涂呢 就听啪的一声枪响 子弹擦着麻子龙大腿飞过去了 傻哥气呼呼的说 你扛开你扛开 你扛开你扛 让你别吓唬我 你这手都让你下多数了 这要走火打上麻子龙 算你的 说实话 那时候罗汉真有笑场的迹象了都 你这逼能不能装得清新脱俗点吗 麻子龙浑身直抖 哀求的看着傻哥 大傻哥 大师哥你别乱来啊 大师哥 你躲了躲了躲了 要不是麻子龙在你手里 我今天非得弄死你们 傻哥把枪收回去了 不耐烦你说 放人 然后赶紧滚毒 没事别上这边晃悠来啊 下次你再来 当心有来无回 鬼龙知道傻哥这句话是说给他听的 现在的局势确实容不得鬼龙乱来 如果今天傻哥不来救场 那死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了 白宝国会在乎麻子龙的命吗 压根就不能啊 只要是白宝国知道这边的事 估计就得亲自带队来 然后麻子龙啊 就成为烈士了 做好事不留名 拿自己的命换鬼龙的命啊 之所以傻哥到现在没打电话 给白宝国报告情况 原因就是这个 白宝国绝对不能知道这边的事 如果他知道了 百分之百会让傻哥带队 连鬼龙带麻子龙一起给帮了 哟呀 下次我还真得来试试啊 看看这地方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吓人 鬼龙一脚把麻子龙拽了出去 笑呵呵地往后推了两步 罗汉一步上前把鬼龙挡在身后 跟傻哥对视也 大嫂 做人哪 别太目中无人了 这句话该我送给你吧 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啊 赶紧滚蛋 罗汉没再放什么狠话 吃起了当 带着鬼龙就走了 连头都不带回的 看着这浩浩荡荡离去的一群人 傻哥松了口气 然后走过去把麻子龙扶了起来 傻哥一脸担心 不吓唬吓唬他 他得得寸进尺 到时候别说放你走 那孙子指不定会给咱们惹多大麻烦 你没受伤吧 麻子龙本来对傻哥有点怨气 可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豁然开朗啊 是啊 鬼龙那孙子就是个得寸进尺的人 如果不把他吓唬住 他还要挟大傻把自己绑走了 那咋办呢 麻子龙发自肺腑地说了一句 谢谢了 大傻哥 要是没您呢 估计今天我就得栽那畜生手里了 鬼龙不是好对付的主 以后你遇见他 千万别轻举妄动 傻哥叹了口气 帮麻子龙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想要命令万事好事 说明你有伤尽心 但是你要拿自己的命去拼 不知道 知道不 还明白 马子龙点点头 他现在对傻哥那可是心服口服啊 那行 那我先回去了啊 以后有啥事处理不了啊 你给我打电话 都一个社团的 互相帮忙忙应该的啊 行 谢谢您了啊 可惜是吧 当傻哥转过身要走出人群的时候 忽然间他发现白宝国就站在人堆里边望着自己 真的呀 傻哥这种很少会产生害怕情绪的人 在那一瞬间吓得浑身都是冷汗 白宝国怎么会在这儿 白宝国大笑着 走了过来 目光复杂的看着傻哥 大傻 事办的漂亮啊 你觉得罗汉怎么样啊 傻哥愣了一下 没想到白宝国会问这个问题 还行吧 挺能打的 你就装吧 我感觉他跟你不相上下 这也只算是挺能打 白宝国 你可别瞎说啊 就是罗汉那孙子 我又不是没跟他打过 他有几斤几两 我还不清楚 白宝国拍了拍傻哥的肩膀 那就行 你可是咱们社团的顶梁处了 得挪把力啊 必须的 白宝国 你啥时候过来的 刚才你咋不出面呢 鬼龙前脚刚走 我后脚就到了 本来想让你留住他 多好的一个机会 留住他 麻子龙就完了 说真的 麻子龙是个无辜的外人 没必要让他把命赔事 不知道 以后有机会 搞死鬼龙那孙子 听见傻哥这回答 白宝国深深看了傻哥一眼 点了点头 好啊 那我就等着你干掉鬼龙 杨明丽万的那天 白宝国究竟知道多少 他是不是看透了 吴师爷的局 或许这个问题啊 没人能给出答案 除了白宝国自己 但不得不说的是 白宝国这人确实很聪明 哪怕他没看出什么 更深一层的东西 也照样摸透了傻哥 此时此刻的想法 白宝国认为傻哥是在拉偏手 想要借机跟麻子龙交好 这个猜测 毫无理由 但白宝国就这么感觉 而且他坚信自己的感觉 没出错 至于大傻 为什么跟麻子龙交好 原因应该有很多 是想当东河贵之内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大混子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目的 白宝国还在猜 鬼龙 你他妈欠我人情啊 傻哥回去的路上 不停地擦着冷汗 跟鬼龙打电话的时候 语气充满怨气 他妈请我吃顿好的 你知道不 鬼龙在电话那边 哈哈大笑 没问题 别说吃饭 老子请你瓢一年都行 你什么时候 对麻子龙他们动手啊 过几天吧 行 到时候你通知我一声啊 第二枚棋子已经落下 白宝国能不能发现 这一招暗棋啊 还是个未知数 拉拢麻子龙 再借着鬼龙的手除掉他 然后让大傻举着 为麻子龙报仇的大棋 将麻子龙的手下呀 多多少少收一些 在自己门下 稳赚不赔的买卖 吴师爷是最喜欢的 吴师爷在不好局的那天 就跟傻哥说了 咱们这个就叫戒东风 你不能再装傻了 也别再真傻了 如果你不会演戏 你跟你哥 还有我们这些个兄弟 都会死得很惨 吴师爷觉得傻哥 是个大智若狱的人 但二哥却坚信 他是真傻 傻哥究竟是个 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他们谁都说不清楚 大傻 你死了 咋没事了 鬼龙在电话那边 大声喊着 很快就把 还在发呆的傻哥 给叫醒了 啊 刚才没注意咋的了 你不是说 王海静今天叫死了吗 你知道他怎么死吗 我咋知道 我又不是动手的陈九山 哪能知道那么多事 知道王海静 会在那天死的人呢 满打满算 在海城也不会超过十个 据说王海静 被狱警找到理由 带走之后 他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在那天晚上 王海静笑呵呵的 跟在几个狱警身后 走进了那栋狱警 专门用来办公的大楼 不是说 我老大来探险吗 来这干啥 带头的狱警说 有人要见你 谁呀 上去你就知道了 那狱警滴水不漏 王海静沉默了 皱着眉 一言不发的琢磨着 是谁要见自己呢 如果是自己的老大王半仙 或是冯驼子 要见自己 那肯定不会选择 在这见面 一般都是去探监师 如果不是他们的话 还能是谁呢 能在这个地方 找自己见面的人 肯定来头不小 到底谁呢 直到王海静 走进那间空荡荡的办公室 他才明白 看样是自己玩大了 陈九山手里拎着根钢棍 笑容极其冰冷 姓王的 我今天送你上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王海静最自豪的事啊 就是他这辈子没走错过旗 从他入道开始 直到出事的那天 他也就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 他不该招惹小东北一伙人 第二 他千不该万不该 去动赵头的家人 海城里可不光 他一个人有脑子 也不光他一个人能打 论脑子 他不如吴时也 论能打 连二哥他都比不上 他拿什么跟二哥他们斗啊 更何况 二哥跟白道的关系错综复杂 确实不是王海静 能够想明白的 哪怕王海静 他们的势力 在监狱里也不算小 可他得罪了陈海波之后 在监狱里跟二哥斗 那无异于是以卵击石 当他看见陈九山握着钢棍 站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王海静确实后悔了 王海静叹了口气 无奈地看着陈九山 既然能让这么多预警带我过来 看样子你们能量不小啊 没想到我今天会栽在你们手里 真是人倒霉了 喝水都得塞牙缝啊 陈九山非常客观 不是你倒霉 是你找死 王海静耸了耸肩 也是 要是给我个机会重来 我肯定不招惹小同辈 一子落错 满盘结束 这是我大哥经常盯住我的话 看样子 今儿是要硬眼 看你是个汉子 给你留个诠释 见王海静没有半点惊慌失措的表现 陈九山忍不住对王海静高看了几眼 王海静一笑 谢了 话音一落 王海静毫无欲照地朝陈九山扑了过去 没等陈九山有所反应 他的拳头就已经砸在陈九山鼻梁子上了 王海静怒吼着 但老子还不想一个人死 你得给老子陪葬 对于必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死亡 有的人会选择无奈接受 而有的人则会奋起反击 王海静不想接受这个现实 说真的 他有点输不及 力气挺大的 陈九山一步不退地站在原地 用左手抱紧了王海静 而右手则紧紧握住钢棍 捅进了王海静的后腰 看似止不住地血从陈九山的鼻子里边流出来 估摸着他那鼻梁骨是蛇了 疼得他一个劲地倒抽冷气 不由自主地流着眼泪 五官都快皱成一团了 王海静愣愣地看着前方 不应该呀 平常人挨了这一下都得倒 你怎么还站着呢 他已经没有力气回头再看陈九山了 目光很快变得涣散 陈九山问道 你混这么久黑道 输过几次 一次 还是两次 气不清了 王海静本能般地回答 眼睛慢慢地闭上 整个人猛地就瘫软下去 再无声息 就在这瞬间呢 陈九山站在原地晃悠了几下 扑通一声 然后朝后一仰 也倒地上了 陈九山把王海静推到一边 满脸痛苦地抬起手擦了擦 从鼻子里流出来的血 才输了一两次 怪不得斗不过东北阁 妈的 要是这孙子再撑个几秒 先倒的就得是我 半分钟后 外边站岗的狱警 在陈九山的呼唤下进来了 赵头看见陈九山的惨状 忍不住皱起眉毛 没事吧 他把你放翻了 陈九山用手捂着鼻子 声音沉闷 要是我真为他放翻了 我还能跟你们说话吗 赵头赶紧带我上医务室吧 好像我鼻梁鼓蛇呢 据说陈九山被赵头等人 送进医务室的时候 二哥的表情非常难看 因为前一秒 他还当着王瞎子那样吹牛呢 说陈九山干掉王海静 一定很轻松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把那孙子送去见阎王 结果陈九山鼻青脸肿回来了 那场面不是尴尬 两个字能形容啊 完全是让二哥 泪流满面的节奏啊 你也不带这么大脸的吧 王瞎子皮笑肉不笑的 看着二哥 小董妹 继续吹啊 吹啊 刚才不是说陈九山 多牛逼多牛逼的吗 这撒的了 这德行就回来了 哈 意外 肯定遇见意外了 九山 你说是不是啊 陈九山也很无奈 很配合二哥 那孙子偷袭我 我也没想到 他太阴了 听见没 我就说了 肯定是意外 那个 现在咱们监狱里边 想对付的人 貌似好像只剩下捉麻子了 王瞎子冷笑 那孙子 肯定吓坏了 他本来就胆小 还敢在外边跟你们玩啊 我得找个机会把他弄死 只要来监狱里 搬我的人都死光了 那就不会有人随随便便 找我麻烦 杀鸡尽喉啊 啊 这招有点老套 但很管用啊 二哥并不知道的是 他这边在琢磨着 怎么对付周麻子 而周麻子那边 也在琢磨怎么对付二哥 周麻子没退缩的意思 真的 他很清楚 自己是什么样的处境 退无可退呀 既然他已经被塞进了苦谣 对付二哥了 那么想要没完成任务 就出去 显然不可能 就算他顶头上司找关系 去给白道求情 白道也不可能 会放周麻子出去了 陈海波本来就 看不惯他们 还能把他们放出去 必然得为难死他们呢 周麻子算是想清楚了 要么小东北死 要么自己死 只有这俩结果 可是现在 想要弄死小东北 也不容易吧 白道摆明着帮他呢 就在王海进 被处理的那天傍晚 孙邦来到了第一监狱 探周麻子的见 孙邦见到周麻子的 第一句话就是 王海进死了 周麻子显然不知道 这消息啊 说死了 啥时候死的 我咋不知道啊 他只知道 王海进被御警叫走了 然后没回来 本来周麻子以为 王海进见人去了 就像原来那样 偷偷摸摸去见自己 社团的顶头上司 但这次 孙邦摸摸摸摸摸揸摸树 动手的人是谁 我不清楚 但这事跟陈海波 你小心点 周麻子 哆嗦嗦嗦 点头说好 麻子 您该知道 夜长梦多 这四个字的寒意吧 知道 肯定知道 小东北现在半死不活的 躺在一屋室 肯定没啥沾斗力 保护他的人也就那么几个 不可能跟外边一样 二三十号天天跟着他 你趁这机会 叫上人干了小东北 偷袭他 只要你办成这事 我马上找关系 把你接出来 周麻子不说话了 额头上的冷汗 不停的往外冒 孙帮笑了笑 老大说了 只要你办成这件事 你就是咱们社团的堂主 想明白没 隔了能有个半分钟吧 周麻子点了点头 好 就是因为周麻子这一点头 第一监狱里最大的那场暴乱 也就由此开始了 有人曾经说过 海城监狱里的每一场暴乱 所包含的东西太过复杂 暴乱并不是那些犯人的义曲 而是海城白道与海城黑道的明正暗斗 周麻子回去之后就开始安排 一会儿去医务室 你们别管预警啊 也别管那些拦路的义上 趁现在没关门 咱们赶紧去办了这事 要不然就得等明天了 有个混子忽然就问 今天就办小东北 这 是不是这 是不是这操之过急了 你懂个屁 玩的就是突然袭击 夜长梦多知道不 周麻子骂骂咧咧 然后用手背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冷汗 多带点人 分皮过去 有人问他 路上那么多人看着呢 不怕打扫惊蛇呀 没事 咱们这栋楼离医务室最近 跑过去 也就一分钟 只要咱把小东北给做了 自然就得平步青云的上尉 孙帮哥可来找过我了 这事他亲口跟我讲的 上尉 这就是这些混子最需要的东西 所以他们听完周麻子的安排之后 都没反驳 而是很激动的开始准备 一会儿要用的家伙 周麻子是个聪明人 可他只是个半吊子的聪明人 他那脑子没吴师爷那么冷静 连王海进他都比不了 或许他在那时候 就已经把从小到大的某句话给忘了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虽然前几天有人陪着二哥住一物室 可二哥还是觉着寂寞 说白了他就是心里不平衡 妈的我受伤了 我躺着是休养的 你们说说笑笑坐床上打牌 你都玩呢 但现在不一样了 陈九山也躺在医务室里陪他了 二哥幸灾乐祸 哎呀 你说说 王海进咋真牛逼你 一拳头让你脑震荡了 陈九山无奈的解释 真是他玩偷袭 估计他也清楚自己要死了 临死之前爆发了呗 我现在这鼻子还疼呢 等过几天 我还得让那医生给我复位 指不定把我疼成傻样 哎 你说说为啥你一疼 我咋这么开心呢 九山你说这是为啥 陈九山不敢开口了 因为他怕自己一张嘴 就是骂街的脏话 你他妈就这么记仇吗 不就是前几天当你的面 打了两回扑克啊 至于吗 老大快走 干什么呢 造反呢 把东西给我放下 第一句话 是走廊那些犯人喊出来的 他们呢 是来陪床的 但无奈啊 烟引上来了 又觉着这个病房里边 闷得慌 跑出去抽烟了 二哥从他们的声音里边 听出惊慌失措的异味 而且听得非常清楚 第二句话 是某个熟人喊出来的 赵头 有人见着赵头之后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 老大 怎么办 来之前喊得凶是一回事 但你说 真遇见玉境头头之后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做贼心虚 这可是众人皆知的道理 那些被周麻子 叫来袭击二哥的人 全都亲身体验了一次 啥叫真正的心虚啊 赵头瞪着眼睛 干什么呢 不要命了是不是 压根就不在乎 敌人跟自己的数量 是三十比八 别看周麻子他们人多 赵头还真不怕 这群犯人会动自己 他们不敢 周麻子咬着牙 赵头 麻烦您让让路呗 现在已经是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虽说他没想到 会在这碰上赵头 可现在他也不能回去了 草都被打了 小东北他们那几条蛇 还不得被惊住啊 以后想要干掉他们 那更是难上加难了 赵头面无表情的 看着周麻子 语气狠着病了 麻子 你要说你睡迷糊了才醒 就过来闹腾来了 我现在放你走 这可不是能给你们闹的地方 医生护士预警 随便哪个 你们只要是误伤了 就得赔命 周麻子一笑 小东北不是医生护士吧 他也不是预警吧 但他是病号 你们有仇有怨 我给你们机会 等他离开医务室 你们自己解决 赵头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张牌子 禁止喧哗 都给老子安静点 全都管回去 周麻子咬紧牙 给旁边那两个犯人使了个眼神 那两个犯人很是年轻 估计他们也刚进来不久 那种混混 无法无天的气势 还没让监狱给磨下去 所以他们可不害怕赵头 见到周麻子给自己使眼神 他们也明白什么意思 二话不说 冲上去把赵头就制住了 拽到了一边 周麻子红着眼睛 赵头对不住了 他冲着自己带来的这群犯人汉 给老子进去弄死小洞呗 赵头在第一监狱当了这么多年的差呀 再穷雄极恶的犯人他也见过 但硬是没见过一个敢跟自己动手的犯人 今天他也算是长见识了 周麻子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赵头气不打一处来的大吼着 周麻子直接假装没听见他的话 拎着钢棍直接往二哥所在的病房走 沿途那些拦路的人呢 都让他带来的这些手下放翻了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一共放翻了七个 其中五个是东和贵的犯人 其他两个是狱警 或许是因为周麻子有点神游天外的缘故 等他带来那些手下 打翻那两个狱警的时候 周麻子才反应过来 可一切都晚了 你们干啥呢 好操 周麻子看着那个正捂着伤口 痛苦声音的狱警 就感觉蛤蟆根都炸起来了 不是说别动狱警吗 你们他妈想死啊 老大我没动他呀 是啊 我们就制住他 没捅他 听着乱糟糟那些声音 周麻子站在原地晃了两晃 脑袋里边一阵天旋地转呢 乱了 什么都乱了 这次的事肯定不会善聊 这群畜生啊 不是提醒你们别动狱警吗 这他妈不是给老子找麻烦呢吗 周麻子满脸杀气 既然他们都走到这一步了 只能搏一搏 他握紧钢棍 带着人朝前走去 如果办成了这件大事 老大他们一定能把我保出去 如果办不成 那就真死啊 这些无法无天的手下 不光给周麻子惹来麻烦 更让他坚定了要杀二哥的决心 二哥不死 他就得死啊 等他们走到二哥病房前的时候 忽然发现门并没关着 而是驱掩着 见到这一幕 周麻子表情顿时一变 急忙带人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病房里空空如也 窗户大开着 似乎在给周麻子他们 说明了二哥的去向 跑了 卧槽 周麻子跑到窗边朝下一看 只见陈九山跟富贵 搀扶着二哥 正一拳一拐的朝二号楼跑 注意啊 你们他们愣上 在周麻子带队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二哥他们已经跑到二号楼的楼道口了 陈九山担心的看着二哥 老大你没事吧 没骨折吧 刚才他们从楼上顺着阳台翻下来的时候 二哥因为身子虚没什么力气 一不小心手一划 从二楼掉到一楼了 当时他真有种上不来气的感觉啊 索性没什么大事 要不然还没等周麻子动手 自己就先去阎王殿报到了 没事 九山赶紧叫人 富贵把狱警喊过来 就说赵头让周麻子给绑了 二哥疼得满头都是汗 说话的时候表情却很平静 这次咱们要借这机会 在第一监狱里边插起立棍 富贵跟陈九山并不清楚二哥的意思 可他们还是本能的按照吩咐去办事 过了大概半分来钟吧 二号楼的巡逻的狱警全下来了 每个人满脸的不敢相信 小东北 你说赵头被周麻子绑了 你逗我们玩呢吧 是啊 借周麻子一摆个胆 他敢绑赵头 就在二哥要跟他们解释的时候 监狱里忽然响起了一阵警报声 在听见警报声的同时 那几个狱警的脸色全都变了 小东北 我认你吗 周麻子已经带队赶到二号楼外了 见二哥正在楼道口 跟几个狱警聊天 他气得眼珠子都红了 老子今天就弄死你 周麻子还是第一次这么憎恨一个人 如果不是小东北 他就不会走到这么冒险的一步 二哥怒吼着 赵头呢 他一拳一拐的往前走几步 远远的看着周麻子 你他妈赶紧把赵头放了 要不然我弄死你 周麻子这时候已经口不择言了 眼里满是杀气 他没事 把你有事了 有狱警就开口劝二哥 小东北 你们别乱来 我们这马上就到 你千万别在这时候跟周麻子起冲突 脚合进气你就麻烦了 在这个狱警说完这话的第一瞬间 周麻子已经带人冲上来了 看样子那是急不可耐啊 他们什么都不怕 就怕二哥再跑啊 所以他们在往二哥这个方向 跑过来的时候 目光全都放在二哥身上 盯紧了二哥的一举一动 二哥把那些狱警挡在身后了 眼底隐隐闪过一丝喜色 你们的人还没来 你们就得栽在他们手里边了 周麻子果然按照我的猜测 走到这步了 那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老大 人都到齐了 听见陈九山的声音 二哥深吸了口气 心跳猛的快了起来 给我拦住他们 千万别让他们把狱警同志给伤着 听见没 知道了老大 谁都想不到那天的第一监狱的暴乱 无论是哪边的人干掉了小东北 都能拿到一笔天价的仇气 这个消息在很多人入狱之前就知道了 但今天是动手的时候啊 这一点他们是不知道 也是由周麻子自己编造的 谁都知道周麻子是个胆小如鼠的人 既然他能干出这种事来 那就代表着这事确实安全 而且有好处可捞 所以在听见警报声响起的同时 他们就开始翻嘀咕了 他们小东北跟周麻子已经交上手了吧 如果就这么让周麻子干掉了小东北 那我们不是白进来了吗 自己老大都死了 自己也算是一脚陷在这苦窑里的一滩烂泥里了 就算能出去 那都是好几年后的事了 如果不抓住这机会立功 自己不就亏了吗 这么想的人大多数都是属于 和胜旺啊 湖南帮啊 朝鲁帮啊 这些社团 之所以说群龙无首乃是大计 则是因为啊 没有一个领导者 剩下那些乌合之众就得乱成一团 以至于没人约束 以后就得做出一些个无法挽回的事了 没错啊 这些犯人本来就是黑社会 唯利是图 无法无天 现在脑袋一热 那会做出什么样的事都有可能了 咱们带着人过家 干掉小东北就算立功了 快点的 别让周麻子强牵了 越来越多的犯人拿着家伙涌出了间楼 而警报声则越来越响 那种尖锐的声音似乎撕破天机 当狱警发现暴乱已经制止不住的时候 二号楼外边少说都聚集了两百多号犯人 弄死小东北 快他跑二号楼躲起来了 冲进去 冲啊 周麻子笑得疯狂至极 他知道自己的这步棋走活了 无论周麻子在事后会不会被白道追究责任 反正他是把垫背的人都拉上了 要他死 那就一起死吧 二哥站在楼道里大吼着 你们是不是都他妈疯了 见陈九山跟富贵啊 已经被周麻子带人给围住了 急得他一个劲的跳脚啊 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压根不能跟人动手 没力气 头发晕 只要有胆子加入战场 不超过半分钟就得让人放翻了 说实话 二哥并不是怕死才不进去 他是怕自己成为陈九山他们的累赘 如果二哥被人包围了 陈九山和富贵肯定拼了命的去救他 但他的身体状况可没逃出去的可能 只会连累陈九山他们送命 这群犯人恐怕是真的疯了 每个人红着眼就往那二号楼这边冲啊 对于响彻监狱的警报声恍若未闻 至于那些狱警 各位应该知道啊 人有一种本能 平常自己不敢干的事 要是有人带头 还有一堆人跟着做 那自己肯定就不会不敢做了 甚至还会兴致勃勃地 抢在别人头楼办这事 当第一个狱警被周麻子他们放翻之后 剩下的那些狱警可就毫无威慑力了 基本上不到半分钟啊 全让这些犯人给放翻了 这次暴乱 最害人听闻的地方就在这一点 每一个被放翻的狱警 都让后边跟上来的犯人踩了几脚 也许他们是无意的 也许是故意的 这谁都说不清楚 狱警竟然活生生地被犯人踩死 恐怕这个结局 他们谁也想不到 陈九山知道今天的事不小 一个大义 那就得让自己这一票人全都得搭在这儿啊 所以陈九山做出了最明智的决定 不跟这群疯子硬拼 一边往二号楼一推 一边找机会关上铁门 带着富贵他们 想从包围圈里杀出去 二哥彻底急了 他们其他狱警怎么还不赶过来 这些狱警如果有配枪的话 那么想解决 或者说暂时镇住这场暴论 还是很容易 可无奈的是 这间监狱里从未发生过 犯人敢对狱警出手的事啊 而且上边的人都清楚 这所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什么样的犯人 所以也害怕那些无法无天的犯人 夺取武器跟人玩命 才不敢安排这狱警配枪 除了那些港楼上的人 有配枪之外啊 包括兆头在内 从不会带着枪在监狱里边晃悠 陈九山私声吼着 老大快跑 我们挡住这群住上 你赶紧跑啊 陈九山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先前他还准备啊 边打边退 然后关上门躲起来 等待狱警的支援 但他万万没想到啊 周麻子等人已经彻底疯了 当周麻子发现陈九山 在往后退的时候 二话不说 叫上几个不要命的混子 冲上去 拼命拽住了陈九山的胳膊 陈九山咬着牙 不停地用钢棍 抽打那几个犯人的脑袋 可这动作 却让那些人拽得更紧了 破于无奈 陈九山只能选择了 最绝的一条路子 陈九山猛地抬起手来 用钢棍插进了 某个犯人的脖子 然后往外一抽 又向另外一个犯人的脖子捅去 最先挨了陈九山这一记的那个犯人 直接哆嗦几下 软瘫瘫地就撒开了手 毫无声息地倒在地上 在见血的时候 所有人都疯狂了 特别是靠在陈九山身边的几个犯人 不顾一切地用手上的家伙去捅陈九山 索性陈九山反应算快 而且旁边还有个富贵帮忙 才勉强躲过了几下要命的投袭呀 虽说陈九山在这阵乱斗之中 没受致命伤 可他胳膊上肩膀上 还是让某些人用钢棍呢 捅出几个窟窿来 九山 富贵赶紧往里跑啊 二哥大吼着 看见陈九山跟富贵旧伤未遇 又添心伤 他真是急眼了 二哥他们这边的人 算起来不过六七十个 跟两百多人拼 完全没有半点胜算 但现在呢 不得不拼呢 不拼就等于死 老大 你先走 雨精马上来了 快点走啊 大哥你愣着干什么 东北哥 这儿我们挡着 咱们拖住了就赢了你 快走 从娇胜手到现在 过期了刚刚两分钟 警报声足足响 躺了两分钟啊 而院子里这些红着眼的 混子也跟二哥的手下 打了两分钟 越来越多的犯人捂着伤口 倒在血泊 有的人还能站起来 有的人这辈子可能 站不起来了 伴随着三声枪响 二号楼外边聚集的 这些犯人 不约而同的停下来 在监狱里边有人开枪 这意味着什么 要么就是有狠人把枪带来了 要么就是狱警来了 二哥转头一看 在距离二号楼战场外 不远几十米的地方吧 聚集了五六十号狱警 这些狱警可不是 赤手空拳赶过来的 他们可都带着枪 最先开枪的人呢 就是站在这些狱警前边 喊话的人都给我住手 第一监狱的监狱长 刘正刚 刘正刚曾经想过 答应谢厅长跟陈海波之后 自己这监狱究竟会乱到什么地步 但不管怎么说 就算再乱 也不该乱成这样 看着二号楼外边 血流成河的场景 刘正刚眼前一黑 身子止不住晃悠了几下 这次监狱的暴乱 别说海城 整个绳里边也逃一回出现 要是这事处理不好 在外边造成影响 恐怕刘正刚这乌纱帽 就真保不住了 都住手 把手里的武器都给我放下 全都把东西放下 刘正刚眼里布满血色 这么多年以来 他还是第一次这么愤怒 气得浑身都哆嗦 赵队长 你给我盯好了 谁敢动 当场击毙 听见这一嗓子 二哥直接双腿一软就坐地上了 周麻子确实被低估了 他所引发的这场暴乱 确实把二哥这种亡命图吓得不轻啊 二哥满头的冷汗 笑容里边只有庆幸 妈的 总算是赢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这场暴乱 还是被监狱方给终结了 只要是参与了这场暴乱的犯人 全都被加了三至六年的刑期 几个头头 没被加刑 直接 政府给判了死刑了 据说周麻子 在得知自己结局的时候 笑得非常开心 压根看不出来 他原来是个胆小如鼠的人 之后周麻子 在被枪决的那天 对几个狱警说 这么多人陪着我死 还有这么多人因为我 而被加刑 老子心里舒服 不得不说呀 这孙子算是彻底的心理变态了 看别人不舒服 他就舒服 但这点也是有原因的 周麻子应该已经绝望了 特别是他在知道 孙帮跟刘罗锅 保不住他的时候 他才算是想明白 按照孙帮这孙子的话来看 只要周麻子干掉小东北 就能保他 要是干不掉 那就没办法保 可仔细一琢磨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孙帮跟刘罗锅算个屁 谢厅长能不能保住周麻子 那还得看陈海波同不同意 现在陈海波在保小东北 如果小东北死在周麻子手里 那陈海波肯定是恨不得周麻子马上死 在这种结果眼上 谢厅长还想从陈海波手里 把周麻子保出来 你做梦去吧 更何况谢厅长会为了一个黑社会 去得罪陈海波吗 较直都想都不可能啊 说白了 孙帮跟刘罗锅只是在利用周麻子 事实也的确如此 他们根本没想过 要在事成之后保住周麻子 他们也保不了 他们只是想把周麻子的欲望激发出来 然后让他去跟小东北玩命 赢了自然最好 输了他们也不赔 孙帮从来不在乎周麻子的死活 他只在乎的是二哥的死活 可能他是这个世界上除了谢长安之外 最想要二哥死的人 原因有二 第一 二哥不顾一切的干掉了他的表弟孙玉生 这个杀亲之仇 孙帮可记得清楚 第二 二哥可得了王庆山的遗嘱 要干掉他呀 或许第一点并没有第二点重要 总而言之 孙帮是铁了心要干掉二哥 一个被小东北这样的狠权盯上 那以后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得脑袋搬家 当然了 他如果想要干掉二哥 那也得等二哥出狱 因为这次的事真闹大了 陈海波满脸疲倦的 坐在二哥面前笑得非常开心 这次你们的人运气不错呀 靠着协助狱警平息暴乱的功劳 一个都没被夹刑 反而还有几个被减刑了 厉害呀 有时间去谢谢小赵吧 他说了 要不是你们保他 他就死在周麻子手上了 虽然我知道这是瞎扯 但上边的人却觉得这是功劳一切 二哥试探着问 那我还得做多久啊 他眼里隐隐的有些期待 能被减刑不 陈海波无奈的叹了口气 谁都能被减刑 就你不行 对不起 我尽力了 没事 三年而已 我能熬过去 二哥笑了笑 转开了话题 以后 我在监狱里边 应该安全了吧 陈海波站起身 走到二哥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很安全 我敢保证 这以后的几年 没任何人敢在监狱里对付你 见陈海波说的这么肯定 二哥自然没有怀疑的理由 点了点头 谢谢了啊 客气了 陈海波凑到二哥耳边低声说 外边的人是进不来 可监狱里的人 我不一定能管得住 要是有人不要命 想弄死你 只要外边人进不来就行 监狱里的那些杂碎 我能搞定 等我伤势痊愈了 我就慢慢地 教那些孙子做人 好 有心气 几天之后 第一监狱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该被加刑的加刑 该减刑的减刑 没有人敢在这时候 再来对付二哥 真的 没有人有那个胆子 他们算是明白了 在监狱里边 最可怕的不是小东北 而是加刑啊 谁都不愿意 再被加个四五年的刑啊 所以二哥在这时候非常安全 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让他休养生息了 鬼容嘴里叼着根烟 搓着麻将 不耐烦地 问电话那边的大疯子 你到这边没 马子龙那孙子 就在发篮那边收账呢 你敢给老子盯紧点啊 大疯子乐乐呵呵问鬼容 知道了鬼哥 你手气咋样 我刚走的时候 哎呀你叔的老惨了 别他妈咒老子 你弟弟跟罗汉 已经到阿雄那边了是吧 哦 刚给我打电话 他们都到了 那就行 只要他们敢露头 直接给老子砍死他 记住 你们一定要用枪啊 等大傻子过来了 你们见机行事 明白了老大 挂了电话 鬼容把烟头吐在地上 用手揉了揉眉心 看了一眼坐在自己对面的 这个聪明人 我听说小东北在牢里出大事了 是出大事了 但他没事 有事的都是那些他想要对付的人 那就好 要是他死在苦谣里可就扯淡了 哎你出来的时候没让人盯上吧 我就纳闷了 鬼容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是你来找我打麻将 又不是我自己找什么人来 没错 坐在鬼容对面的 就是吴师爷 今天一早 他接到鬼容电话 鬼容说自己想打麻将 缺个牌鱼子 让吴师爷来冲个书 吴师爷也是觉得呀 没什么事可干 不去打牌的话 自己待着也是无聊 于是就答应了鬼容的邀请 偷偷摸摸的来到一家茶馆 跟鬼容打牌了 再见着鬼容之后 吴师爷就后悔了 感情他们是打两人麻将啊 等鬼容一边打牌 一边给吴师爷解释 吴师爷才算是明白 鬼容的用意 今天呢 就是干掉麻子龙 跟阿雄的日子 请吴师爷过来呢 就是为了让他帮忙 看着局势 给鬼容啊 参谋参谋 免得到时候啊 办出问题来 可就麻烦大了 吴师爷 你知道我为什么 要挑麻子龙他们下手不 柿子专挑软的你啊 不拿麻子龙他们下手 你还能拿谁下刀子 鬼容面露无奈 挠了挠头 语重心长啊 我本来是准备干掉 所有东和贵的堂主 只留下你们 那多好 白报国不中用你们 那就没人用了 你疯了 吴师爷一愣 显然没猜到鬼容能想出 这么丧心病狂的主意 他是不要命了吧 我原来真这么想的 可惜啊 小东北把我劝住了 他说白宝国就是头狮子 现在正打盹呢 你要是把他整醒了 我肯定就得死 你怕白宝国 吴师爷似笑非笑地看着鬼容 觉着这孙子跟自己开玩笑呢 鬼容啊 眯封了个眼睛 神色很复杂 我不怕 但我怕小东北说的话 小东北从来没骗过我 我每次听他的话 就没吃过亏 所以我信他 那天道上 注定会发生许多大事 而有的人 在发生大事之前就有预感了 肥犬坐在自己的车上 好奇地看着 蹲在街边抽烟的罗汉跟小疯子 哎 那不罗汉吗 他不在自己地盘待着 来东和贵地盘赶上 肥犬呢 是到这边赶一个饭局 看见罗汉跟小疯子 纯属是意外 当然了 他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特别是看见罗汉背后 背着枪袋子 他就更意外了 这是来闹事的 肥犬还在琢磨 罗汉他们此行的目的 忽然一回头 就看见东和贵的堂主之一 阿雄 带着几个人 从某个会所里走出来 与此同时 罗汉跟小疯子都把嘴里叼着烟呢 都吐出来了 然后站起身 奔着阿雄 他们就过去了 他们一边跟在阿雄背后 一边把五连发从枪袋子里掏出来 这时候肥犬终于明白 他们是干嘛来地了 肥犬把脑袋 从车窗里伸出来 喊了一声 阿雄 背后 背后 小心啊 罗汉当时是反应最快的一个 没等阿雄转过头来 罗汉直接一拉枪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就因为肥犬这一嗓子 直接让罗汉把肥犬惦记上了 你们跟东河贵关系也不咋地啊 感情老子要扮他们的人 怎么得你还在那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啊 在罗汉他们得手的下一秒 从街道两边窜出来 二三十号那的家伙的混子 甚至有的人呢 还拿着五连发 满脸杀气 冲着罗汉他们就过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 那天真是罗汉命大呀 让人追着砍了三条街 愣是没追上 可见混黑道的第一重点 那是能跑 能打那都是第二重点 快打电话给龙头 熊哥死了 马的是圣衣安的罗汉 赶紧追上去弄死他 肥犬看着街边乱成一团的混子 摇了摇头 开着车走了 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呀 跟着阿熊这废物混饭吃的混子 果然都是废物 有这时间磨叽 你还不如开着车 从另外一条小道追过去 现在就自乱手脚 你们还混啥混呢 那些混子也注意到了肥犬 但没一个人敢拦他 毕竟他没参与这事 而且啊 他还在罗汉开枪之前 提醒阿熊 明显不是敌人 肥犬拨通了九龙东的电话 语气里边有些落寞 老头 今天东和归又死人了 九龙东满不在乎 谁呀 那个废物堂主 阿熊 哦 谁把他杀了 九龙东表现得很意外 虽然说阿熊跟麻子龙 是出了名的废物 可他们怎么说 那都是东和归的堂主 杀了他们 就算是彻底 跟东和归决裂 敢明摆着得罪东和归 还不怕跟东和归 彻底决裂的人 整个海城啊 能数出来几个呀 别说是其他不知名的角色 就是九龙东自己也不敢随便这么干的 生涯安的罗汉 还有小疯子 大街上给阿熊来了一枪 那孙子直接就没气了 妈的废物 你先忙吧 我找白宝国聊聊去 九龙东说是找白宝国聊聊 实际上他就是看热闹去了 东和归现在算是新河区的龙头社团 就因为这社团站得高 所以九龙东看不惯 特别是想起白宝国 平常的屌的不行不行的样子 九龙东就来气 现在圣一安摆明了 要跟东和归玩绝的 这热闹 九龙东必须得看 最好两边打个你死我活 打的是两败俱伤 然后伏计出来捡便宜 那多好的事啊 打吧 打呀 全死光了是最好啊 疯子哥 马子龙来了 你们都给老子把眼睛放亮点啊 别让他跑了 大疯子狠狠抽了口烟 看着十几米开外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不动声色的把手放在插在后腰的手枪上 就在这个时候 大疯子忽然发现 马子龙站在原地不动了 拿出手机似乎在接电话 大疯子很仔细的观察着 马子龙的一举一动 见马子龙接了个电话 脸上很快出现一种害怕的表情 大疯子当时就明白了 这电话很可能是东和贵的人打过来的 按照这个时间段来看 罗汉他们应该是刚干掉阿雄 马子龙貌似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了 否则不会随便露出这种表情啊 十五米 这距离应该能干掉马子龙吧 大疯子在犹豫 见马子龙没有往自己这边走 而是从另外一边走了 大疯子也就没机会犹豫了 只能咬着牙跟上去 随着大疯子一起来办这事有三个 加上大疯子自己一共是四个人 虽然人数不算多 而且都是三个走的 被马子龙发现的几率啊 确实很小 可大疯子却没有半点的掉以轻心 很警惕的跟在马子龙后边 然后慢慢的加快脚步 忽然马子龙发现了一件 让他又惊又喜的事 马子龙啊 没往自己的滩口走 反而在前边的三岔口右拐 朝着东河贵大傻的地盘走过去了 这条街距离大傻的地盘很近 那不行最多五六分钟 就能走到大傻地盘上 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 无秘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大疯子在这时候放慢了脚步 偷偷摸摸地掏出手机 给大傻打了个电话 大傻哥 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啊 还没动手啊 动了手就往蓝山路跑 我好在这边接住你们 不用往你那儿跑 现在马子龙就往蓝山路走呢 你一会儿来个偶遇 我趁机弄死他 然后就看你表演 哎呀 行 这可轻轰多了 鬼戎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干掉马子龙他们 原因有很多 但最重要的一个呀 就是傻哥被白宝国派去蓝山路收账了 蓝山路是傻哥地盘之外的一条街 跟傻哥的地盘接壤 可不属他管啊 应该算是东和贵的直属地界 接上那十几家会所 那就是白宝国的摇钱书 白宝国安排傻哥去蓝山路收账的事啊 就是在东和贵内部会议上说的 听见这个安排的人很多 包括马子龙在内 这就是让鬼戎啊 下定决心的原因 如果大傻不能及时的出现在事发现场 然后啊 做一些仗义的举动 那他要是想从马子龙手底下拉走人 明显不容易的事 但他要是出现的太凑巧 那可能就让人心生怀疑 白宝国的这个安排 则是给了傻哥能够及时出现在现场的理由 所以说呀 鬼戎可不是炮筒子 那也是个玩脑子的 这话绝对有道理 这孙子打的算盘太精了 在蓝山路的一家会所外边 傻哥很凑巧地遇见了 从街口走过来的马子龙等人 阿龙 你怎么上这来了 傻哥 我这不是想着你在这边收账吗 就溜达过来看看你 我点事想跟你说 赏个脸一起吃顿饭呗 你说这话就客气了 傻哥挠了挠头 等我收完这一笔钱 搞定了白宝哥交给我的事 咱就吃饭去 好嘞 你先忙着 见马子龙点头 傻哥也笑了 转身走进了旁边的这家会所 马子龙想跟傻哥聊什么呀 这个貌似没人知道 在这次的事过后 吴师爷也推测过 马子龙很可能是想跟傻哥呀 拉近点关系 套套近 上次马子龙啊就得罪鬼龙了 他可清楚鬼龙是什么人 那就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所以在得知阿雄 死在了圣野安手上的时候 他就害怕的厉害 因为他是看明白了 鬼龙压根不出东河贵 说不准下一个鬼龙要干掉的 就是马子龙了 在东河贵里 能跟鬼龙等人硬碰硬的角色 满打满算不超过四个 白宝国 吴师爷 大傻 老伯子 如果小东北没入狱的话 那小东北也算一个 老伯子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没恢复啊 吴师爷这人又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感觉信不过 再一个说 他毕竟是个白纸扇 而白宝国对马子龙没什么好感 一直都是不冷不热的晾着他 唯一能让马子龙有安全感的人 那就只有傻哥了 所以他想找傻哥拉关系 让傻哥保他 还是有一定理由 可惜他还是漏钻了一点 就算一切现实都变成他想象的那样 难道傻哥就真能保住他 傻哥是能二十四小时贴身护着他呀 还是能靠一句话就镇住鬼龙 让鬼龙不敢动马子龙啊 那都不可能 说到底 只要鬼龙体了心要杀他 别说是傻哥 就是二哥跟傻哥加一起保马子龙 照样保不住 鬼龙可是什么都不管不顾 那是个亡命徒 他会怕谁呀 马子龙对身边的手下说 你去 提二十万现金过来我有用 订好的包间一定要订最好的啊 顺便给我买两瓶茅台去 钱我出 那手下点点头一溜烟跑了 过了几分钟 傻哥从会所里边走出来了 而马子龙在这时啊 笑容满面的迎了上去 就在这时候 就听得砰的一声枪响 马子龙直接惨叫一声 往前一扑 顺势趴倒在地 背后上全是血呀 见到有人当街开枪 周围的行人立马尖叫着做鸟兽散 不过眨眼的功夫 这附近的行人可全都消失了 傻哥瞪大眼睛 大疯子 你他妈敢动我们社团的人 傻哥说着把随身带着的手枪掏出来 没等他开枪呢 大疯子再度拉了枪穿 冲着傻哥连放三枪 大疯子冲着几个手下吼 快撤 快撤 别跟大傻子交手 咱打不过他 快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傻哥在大疯子开枪之前就有所察觉了 见他的手指放在扳机上 使二话不说往后就窜去 当枪声响起的时候 傻哥已经躲到一旁的柜台后边了 大疯子打出去的子弹压根没打中他 不得不说 这确实算是一高人胆大了 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 大疯子还真不敢开枪演戏 一个不小心就得把人蹦死 但对傻哥而言完全不用顾虑 反正他怎么都躲得开 只要自己开枪的动作稍慢一点 动作幅度大一点 让他有反应的时间就晚了 傻哥见大疯子带人跑了 赶紧冲着那几个麻子龙的手下就喊 妈的你们看啥呢 跟我追啊 你们跟着我走 其他人留下 打电话给龙头说这边出事了 赶紧安排人送你们老大生医院呢 知道了傻哥 且不说新河区黑道 被罗汉等人呢搅和成什么样了 光是东河柜内部 彻底乱了套了 在得知阿雄跟麻子龙被盛义安下了黑手 东河柜之中 除非傻哥跟吴师爷 其余人都是人人自危 生怕自己就是盛义安的下一个目标 特别是与傻哥 他们相比实力较弱的匹子臣和黑兵 更是进入了草木结兵的状态 白宝国在得知自己社团的两个堂主被黑了 反应很是激烈啊 鬼容要玩大的是吧 老子陪他玩到底 他现在呀几乎都想要杀了鬼容全家泄愤 等他把情况又仔细问了一遍 立马松了口气 阿雄是死了 麻子龙没死 只是重伤 现在貌似抢救回来了 伯子 跟我去医院一趟 看看麻子龙 白宝国骂骂咧咧给自己穿上外套 表情极不耐烦 这个废物 他们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不过现在还不是他该死的时候 一次性死了两个堂主 东和贵的士气必然会滴落到一个让白宝国不想看见的地步 这对于东和贵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一个堂主 士气也遭受巨大的打击 可好歹比死两个强吧 在医院里啊 白宝国见到了傻哥跟吴师爷 怎么样了 吴师爷脸上满是无奈 伤势很重 现在还处于危险期 盛言玩的挺突然 在我们谁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事办完了 真是 这时候白宝国把目光放在傻哥身上 我听说你追大疯子去了 追上吧 傻哥摇了摇头 没追上 有车接用他们 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我把这事的处理权 全权交给你跟吴师爷 务必给老他把脸给我打回来 没问题 我一直看不惯鬼戎那孙子 这事你交给我 保证给他们个教育 白宝国面无表情点点头 问吴师爷 小东北那边的事都处理好了吧 好 已经安排好了 我又塞了些人进去 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 白宝国表情复杂 那就好 那就好啊 最初啊 他是想在监狱里 让二哥彻底消失 可没曾想到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会变得今天这么复杂的地步了 可以说白宝国想在监狱里干掉二哥 或是用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 让二哥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纯属不可能的事 第一 二哥有脑子 第二 二哥有身手 第三 陈海波和李书记已经明确表态 现在第一监狱经不起大风大浪 谁再敢在里边搞事 谁就得死 但说实话 现在的情况已经让白宝国很满意了 哪怕小东北没死 但这三年的时间 足够让白宝国想出其他对策 更有充裕的时间 来压制傻哥他们这个坛口的发展 白宝国在看望了马子龙之后啊 急匆匆的就离开医院了 看着白宝国离去的身影 傻哥喜行余色的跟吴师爷对视一眼 都笑了 可惜啊 马子龙没死 可不是咋的 傻哥跟在吴师爷后边走着点着头 看见傻哥情绪有点不对 吴师爷看了他一眼 其实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傻哥又点了点头 嗡了一声 实在狠不下心来做这事 我让人帮你做 这事办成了 对你的帮助很大 知道吗 我不是狠不下心 我就感觉这么办 有点丧良心 你混了这么久的黑道 还不明白吗 当初有人对付你跟你哥的时候 马子龙站哪边 他就是个墙头草 你对他有用 他才会来找你 你对他没用 那孙子恨不得一脚 把你踹得远远的 他现实的狠啊 我去见我哥一面 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吴师爷不说话了 他知道 唯一能劝动傻哥的人 就只有小东北 于第二天中午 傻哥孤身一人去了第一监狱 在探监室见住了二哥 这次傻哥的计划 二哥都是清楚的 所以看他来了 二哥就问 事都办妥了 有个人没死 二哥皱着眉 你没做了他 狠不下心 感觉这事办得 有点丧惊天良了 毕竟他跟咱无冤无仇的 二哥安静的 听着傻哥的话 过了大概 有十来分钟的样子 傻哥也安静下来了 既然做了这事 你会不开心 那就别做了 二哥笑了 跟小时候一样 看着傻哥的目光 露出了一种 对于弟弟的宠溺 咱们还不用做到这个地步 等我出来 照样带牛逼 傻哥愣愣地看着二哥 也不知该说什么时候 眼睛红得厉害 咋的了 没啥 哥 我先回去了 有时间过来招牢了哥 我在这待着挺无聊 二哥最近的伤势 已经有所好转 可脸色还是有点白 黑眼圈有点中 说起话来 还是有气无力 额头跟脖子上的 几处心伤 在傻哥看来极其显眼 不知道为什么呀 看着二哥这副惨状 还带着满脸的笑容 傻哥 真有种心酸的感觉 哥 你放心吧 等你出来了 董和柜里 就咱一片天了 有没有咱的天不重要 你跟我这几个好兄弟啊 都好好活着 这才最重要 这几年春节 我也没办法回去 你自己看着办 有机会尽量回去看看 别让爹妈 走挂你咱们 知道了哥 就在那天晚上 傻哥带着钱东来 去喝了顿酒 具体他们喝了多少呢 这个有点说不明白 因为他俩自己都记不清了 但从钱东来是 爬着出酒馆的情况来看 估计俩人最少喝了 好几斤白酒 还是那种高度数的冤僵 可见傻哥平时说 自己谦卑不倒 绝对不是追牛逼呢 钱东来爬着出去的时候 他是走着出去的 步伐很稳 表情很冷静 如果不是他身上 带着一股子酒气 恐怕真没人知道 他喝了酒了 傻哥在电话里 跟吴师爷说 吴师爷 我上医院办事了 说这话的时候 傻哥非常冷静 仿佛是没有半点 情绪掺杂在里边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 想明白了 哦 想明白了 或许是酒精的作用 才让傻哥冷静了下来 但这种作用 明显是有限的 当他进入 马自龙的病房 拔掉了 马自龙的管子之后 傻哥忽然就哆嗦起来 说到底 马自龙跟自己 真没有什么仇怨 自己要杀他 也是因为 某些见不得人的理由啊 我不是讲道义吗 我不是下散烂的 那我怎么可能 干出这种事来呢 傻哥觉着自己脑袋 有点晕 看着气息 慢慢变得 微弱的 马自龙 感觉有点 下不去手了 在那个时候 傻哥想起了很多 跟自己打过交道的人 那些人的样子 不停地 在自己的脑子里边 盘旋着 迅速地 在脑海里浮现 又飞快地 消失的 无影无踪 这些人里啊 有活人 也有死人 其中 在傻哥脑海里 出现的最为 频繁的面孔 就是那个 已经逝去的 海城道义人 王庆山 道义 就像是黑道的 道德底线一样 纯属上是听着有 但实际上 没有的东西 王庆山 为什么会死啊 很简单 就因为他讲道义 所以他被这个世界 所抛弃了 如陈海波所说 王庆山真的不适合 生活在这个时代 因为他讲道义 活在如今的黑道之中 讲道义 必然会处处树敌 举个例子 就像啊 在你的生活圈子里啊 所有人呢 都在做同一件坏事 只有你不做 你说这是你的道德底线 所以你不能干这样的事 那么其他人 必然会把你排除在外 吴师爷觉得有个词 用来形容王庆山很贴切 举世皆敌 王庆山让人害怕 但也让人尊敬 王庆山让人害怕 但也让人尊敬 可以说生活在那个时代的 黑道混子 都深深记住了 那个来自于 东三省的东北王 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遗忘的 像傻哥这样的人 更是会把王庆山 深深的刻在脑子里 因为他讲道义 他不是下三滥 所以才把王庆山当作了 古典流氓的精神之术 在傻哥办事的时候 他会想 如果是王庆山 他会怎么做 此时此刻 在傻哥的脑海里 王庆山不停地出现 不停地消失 这意味着什么 恐怕傻哥自己也说不清 傻哥手里拿着枕头颤抖着 头上已经满是冷汗 病房外 就是马子龙的手下 病房内 就只有傻哥跟马子龙 傻哥很犹豫 也很痛苦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的决定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杀他 还是其他的什么 就在这时候 马子龙忽然睁开眼了 迷迷糊糊地看着傻哥 傻哥 你怎么来了 哦 你好点没 傻哥的目光 有些躲闪 似乎马子龙没注意到 傻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虚弱地点了点头 感觉那花有点晕 傻哥 你帮我 医生叫过了一下吧 傻哥咬了牙 他知道 自己再不动手 就没机会了 咋了 傻哥 你咋的了 马子龙啊 对不起了 听见这话 在下一秒 马子龙的表情就变了 从迷惑 变成了惊恐 傻哥用手里的枕头 捂住了马子龙的脸 紧紧地闭上眼睛 身子颤抖个不停 对不起了 马子龙 我这辈子 欠你条命 傻哥紧捂着马子龙的脸 靠着自己的天生蛮力 硬生生地 制住了还想反抗的马子龙 他在杀马子龙 但他也发自真心地 在跟马子龙道歉 这一切看起来 极其矛盾 可放在傻哥身上 这一点都不矛盾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马子龙 我对不起你 你的家人 我会帮你照顾 你放心走吧 等傻哥发现 马子龙已经不再 有动静的时候 他猛地坐在了 床边的椅子上 手里拿着的枕头 顺势掉到了地上 马子龙的双眼睁得很大 眼盘里边满是血丝 看起来极其吓人 到了死 马子龙也没能 把眼睛闭上 你死了吗 傻哥 自言自语式地说的 慢慢地把耳朵 凑到马子龙的胸口 确定没有心跳之后 他才松了口气 可能 每一个政治的人啊 在第一次 做坏事的时候 都会表现得 跟傻哥一样不堪吧 真的 傻哥 从来没这么害怕过 等傻哥冷静下来之后 他用手帮马子龙 把眼睛闭上了 然后又把管子插回去 把现场尽力恢复成 马子龙死前的样子 仔细地检查了几遍 傻哥确定没有任何 遗漏的地方之后 这才壮着胆子 推开门 走出了病房 有个混子凑过来 一脸担心 大傻哥 龙哥好点没 今天他醒了一会 说让我们听您的安排 帮他报仇 您看 这事交给我 傻哥笑容僵硬 你们老大 也够不给我面子的 我进去坐了半天 招了好几声 他都不搭理我 他睡觉呢吧 要不我帮您 把老大叫醒了 不用了 我就过来看看他 他没事就行 鬼龙他们真是活腻背了 当着我的面动人 老子非得拆了他骨头 这手必须得报 前面那医生来给老大做检查的时候 老大还说呢 必须得弄死鬼龙 解恨 医生好像都检查完了吧 傻哥问着 他还真有点怕医生一会又过来再检查一遍 然后发现马子龙已经死了 是啊 今天都差不多检查完了 本来一会还有一回 龙哥觉得麻烦 他说他想好好睡一觉 那混子喊是无奈 然后啊 就让医生别再来了 说明年再检查 哎呀 他想好好睡一觉 那就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其实我点担心龙哥的身体 他危险期都没过 就让医生别过来检查 你说 傻哥拍了拍那混子肩膀 他就那酱脾气 没事 他肯定能熬过去 好 在那天晚上 傻哥第一次抛弃了自己所尊诚的道义 虽然他在事后又及时捡了起来 可这件事让傻哥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果给他一次机会 他绝对不会杀麻子龙 真的 绝对不会了 2000年11月1号 清晨 麻子龙的死被医生发现了 经过简单的步骤判断 医生说这是正常死亡 昨天呢 他能醒过来说那几句话 哎 纯粹就是回光返照了 而就在这天下午 无事也派人去银行 给这几个医生转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美其名曰 辛苦非 2000年11月2号 这是麻子龙去世的第二天 由傻哥带队领着麻子龙的原班人马 直接杀进了圣义安的地盘 在这次大火聘当中啊 罗汉大疯子 不多不少都挨了傻哥两刀 而傻哥也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 放了点水也分别挨了罗汉和大疯子两刀 虽然他挨了四刀 看似有点吃亏 可他明白 罗汉他们都是留了手了 没往要命的地方看 而且刀上的力度没想象那么大 总而言之吧 这次傻哥算是彻底成名了 一个人顶住了罗汉和大疯子 这两员圣烟猛将 整个海城能有这本事的人 满打满算能有几个 2000年11月3号 傻哥在简单的包扎处理之后 休息一晚上就出院了 在病房外边啊 等待傻哥的可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足足二三十个 这些人里 可不光有傻哥堂口的人 还有麻子龙的人 他们来接傻哥出院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 他们想跟着傻哥给麻子龙报仇 第二 他们不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办了 得知麻子龙的死去 白宝国就把他们的堂口空了下来 说是过段时间呢 再来整理麻子龙堂口 是搞一个新堂主呢 还是把他们的堂口的人呢 都打散 把人分别送到别的堂口 这一点呢 白宝国并没说清楚 就因为他没说清楚 这些混子才迷茫 除了麻子龙之外 他们不知道还有谁能当自己老大呀 毕竟他们这堂口里边 没什么能人呢 想要找一个可以服众的新大哥出来 不容易 至于说被遣散到别的堂口 谁愿意啊 那还不如跟着大傻哥混饭吃呢 他可是咱们东河贵最狠的角啊 抱着这种心态 他们找到了傻哥 并跟傻哥说了他们的想法 听完他们的想法 傻哥倒是挺震惊 因为他发现这一切都在按照自己的计划走 而且比计划里的步子少了很多 顺利了太多太多了 傻哥当时就开口了 啊 要不 你们跟着我混 2000年 11月10号 傻哥他们这个堂口的大厅里摆上了香炉 里边插满了香 正中间放着一座观光巷 一共16个混子 在香炉前站成起牌 手里都拿着一炷香 恭恭敬敬看着坐在香炉旁椅子上的傻哥 傻哥冲那些人说 我哥不在 我替我哥收你们入门 这16个混子 可不全是麻子龙的人 还有一半是阿雄的人 他们这俩堂口的关系一直都不错 在得知麻子龙的那些手下 找到傻哥这个下架之后 他们也动了心思了 想要攀上傻哥的高枝 对于这种人呢 傻哥一直都是来者不拒 干脆啊 一股脑全都收了 大家可别认为 说无邪根大傻 他们搞出这么大阵仗 就收了16个混子 这得不偿失啊 你可别以为 加入傻哥这一门的 只有16个人 这16个人都是 原堂口 红棍级别的人物 手底下管着的人可不少啊 那多的 手底下得100来号 少的也得三次十啊 简单来说 这一次加入傻哥堂口的混子总人数 超过1000人 1000个能打能杀的混子什么概念 要知道东和贵 匹子臣的堂口 都不一定能凑出这么多 能跟人火拼的混子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二哥他们的堂口 可就成了 东和贵第一堂了 论堂口人数 论堂口里的猛将 没有哪个堂口 能出其用 白宝国在得知 这些混子投靠了傻哥之后 笑得很复杂 只说了一句话 让他起来吧 2000年11月15号 傻哥带队 到了第一监狱 探望二哥 在探监室 二哥愣愣地看着玻璃外 傻哥跟他背后站着的 那些陌生人 傻哥一字一句 哥 我等你出来 你出来了 星河区就是咱的天下 在傻哥话音落下的同时 站在他背后的那些混子 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 老大 2000年11月21号 东和贵跟圣乙安 展开了一场大火拼 伤亡人数众多 双方可以说打的是两败俱伤 这件事最后以白道的警告而结束 陈海波跟白宝国说 别闹了 要不然呢 我就得打雏头鸟了 李书界跟鬼戎说 你别乱来 否则 我得让你付出点代价了 白道似乎不希望再看见半点纷争 也许是近些日子的混乱呢 吓住了他们 现在的海城 可禁不住狂风暴雨了 就因为白道的警告 东和贵跟圣乙安 无奈之下只能握手言和 从此 海城黑道 便陷入了短暂的 瓶颈 之所以啊 短暂这两个字 加了重音 则是因为 每个人都觉着 这平静不会持续太久 也许一个月 也许半个月 海城便会再度陷入混乱 但所有人都猜错了 这一次平静的时间很长 长到了所有人 都没有想象到的地步 没错 这次的海城 足足平静了三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2003年8月1号 第一监狱食堂内 二哥 王瞎子 罗承喜无老头 这四个职掌 第一监狱的犯人 坐在一桌 慢吞吞地喝着 来之不易的白酒 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 王瞎子笑呵呵地问二哥 你明天就要出去了 开心不 抬起酒杯 跟二哥手里的杯子碰了碰 祝你一番风顺 二哥咧开嘴笑了 见你机烟 蹲了三年苦遥的二哥 确实变得跟原来不一样了 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 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人似的 他的眼角边 多了一条明显的伤疤 那是被人用磨尖的牙刷划出来的 如果不是他躲闪及时 恐怕他这只眼就保不住了 动手的人呢 是川帮在第一监狱里的余孽 在他们袭击二哥的当天晚上 这群人就被陈九山跟富贵 带队给灭了 虽然二哥没落下残疾 可眼角这条疤 却跟了他一辈子 罗承喜敬了二哥一杯酒 满脸的失落 出去了 小心做人 别再进来了 这地方待着太无聊了 要是有机会啊 我都想越狱了 五老头瞪了罗承喜一眼 你个犊子 别他妈瞎说 罗承喜怂了怂间 不说话了 这三年下来 二哥跟这几个犯人的关系 是越来越好 等到他如今要出狱了 还有点舍不得他们了 平常跟二哥混得最熟的人 就是王瞎子 一天到晚叫嚣着 让二哥跟他打牌 就爱玩赌烟的那种局 可他赌十次 有九次都是输 这让他很不爽 你走了 以后还真找不着人 跟我玩牌了 你们啥时候能出来啊 罗承喜摇里摇头 这辈子都出不来了 你也知道 这事具体原因不能告诉你 罗承喜忽然放低声音 其实我们在监狱里的主要作用 就跟你做的那几件事一样 帮百刀办事 也不全是 反正我们办的事挺复杂 二哥很清楚 罗承喜他们办的事有多神秘 没几个月啊 他们总有几天会按时的玩失踪 真的 他们是在监狱里彻底失踪 然后隔几天 莫名其妙又冒出来 事后二哥问他们去哪了 他们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 出去办点事 这种回答让二哥很上好奇 然后他就问了陈海波 说这几个犯人去干嘛去了 陈海波给的答案 更让二哥好奇了 就出去帮我们办点事 既然连陈海波都不愿意多说什么 那就表明这件事 真不能让二哥知道 现在罗承喜朗不丁提点了二哥几句话 顿时就让二哥想起了自己办的那几件事 咱们前文当中曾经提到过 二哥入狱之前跟陈海波好好聊了一次 在那次谈话中 陈海波说二哥进去了就是办大事的机会 而且陈海波要二哥办的这种大事 肯定是二哥喜欢办的 那具体二哥都干了些什么事 其实两个字就足以形容 杀人 二哥所杀的这些人呢 都是被陈海波点了名必须死的 虽说二哥不知道陈海波为什么要杀他们 可陈海波这种正义的白刀人士 杀人肯定是有正当理由啊 在某一次杀人过程中 二哥忽然发现 自己杀的这个人有点眼熟 貌似以前电视上见过 好像是海城市 哪个局的 哪个什么什么局长 吴老头咳嗽了一下 提醒二哥 别说这些了 不该想的 少想 知道多了 对你不利 二哥嗡了一声 这次一走啊 以后也不知道啥时候 咱们能再见面 二哥帮这几个监狱里的老前辈 满上了酒 话全在酒里 咱走一个 好 走一个 小东北 以后你得牛逼啊 要不然多丢咱们第一监狱的脸啊 陈九山坐在旁边一桌 跟富贵也喝着酒 表情都很轻松 说真的 这比过年开心多了 特别是富贵这种啊 很多年都没能出狱的人 自由 对他们来说 比什么都重要 陈九山笑呵呵的说 哎 等你出去了 你就知道咱们老大多牛逼 陈九山的声音 比起三年前更加沉稳 带着一股子不怒自危的气势 富贵笑着点点头 那必须的 能当咱们老大的人 能不牛逼吗 傻哥 肯定很开心吧 陈九山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 眼神变得幽远 笑得极其温和 我们这几个兄弟 总算是能聚到一起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二哥也喝得有点上头了 跟那几个老前辈告辞之后 他们带着陈九山跟富贵 就回了二号楼 食堂里的人很多 大概得六七百号班人 其中啊 隶属二号楼的 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 当看见二哥要回去的时候 不少犯人都站起来了 规规矩矩的跟了上去 舍不得二哥走的人很多 这点毫不夸张 二哥敦苦瑶的这三年来呀 他靠着自己的人格魅力 确实征服了无数 力气滔天的混子 咱就拿前年的一件小事 举个例子 前年的时候呢 二号楼里边 有个犯人的母亲出事了 说是老人家生病得住院 可是没钱呢 进了医院也不给治 这事传到二哥耳朵里了 他就安排陈九山 拿了一笔钱给这犯人 每期明曰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都是二号楼的 就该相互帮助 不光如此啊 二哥还给这犯人的母亲 接受了俩医生 这两个大夫呢 都是东和贵的人 说起来 估计很多人都不信 黑社会还有医生 但实际上就这样 在正规的黑道社团 真正能打能杀的混子 只占一少部分 更多的是做生意 或者从事其他行业的人 这一点呢 咱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 你像什么律师啊 医生啊 市局里边的暗线呢 这些人所从事的职业 实在太多了 咱们言归正传 那个犯人在得了 二哥的帮助后 彻底变成了 二哥的铁杆小弟啊 经常在监狱里边 帮二哥说话 简直都快把二哥 夸到天上去了 其他犯人一听 也觉着二哥是个人物 这年代像他这样 捡感情的黑社会 可不多了 于是更多的人 就慢慢成了 二哥的拥护者 在跟二哥 真正发生接触之后啊 他们也打心底里 服了二哥了 没架子 还幽默 特仗义 就靠这三点 二哥让这群犯人 心服口服 东北哥 出去了可得 想着咱们兄弟 有缘再见啊 别听这孙子瞎说 东北哥 出去了好好过日子 这地方 能不来就别来 慧气 东北哥 我要出去了 能找你加入社团吗 在回牢房的时候 很多犯人都跟二哥 打着招呼 有的人是 驻二哥一路顺风 有的人则是 在谋算自己的后路 打算找二哥 脱关系 进东合规 二哥没冷落 任何一个人 他嬉皮笑脸的 回了每一个犯人的话 眼里边 也有些不舍 或许啊 这就跟咱们 那个高中 三年的岁月一样 看似过得很慢 但等到结束的时候 却忽然间发现 时间过得太快了 快的超乎 自己的想象 监狱确实不是个好地方 对二哥来说 这儿更是一个 充满了危险的 龙滩虎穴 可在跟这些犯人 朝夕相处了三年后 他发现 这地方也挺不错 起码呀 没有外边的社会 那么复杂 富贵回了牢房之后 跟二哥说起了 明天的安排 明天能跟着 咱们一起出去的 有二十三个 我已经问过赵头了 他说咱们剩下的人 得后天才能安排出去 二哥点点头 后天 也不算隔太久 到时候安排点人 过来接他们就行了 对了老大 这是赵头叫人 送来的衣服 你试试合不合适 鞋 搁床底下放着你 你也一起试试 富贵把床上的 黑色塑料袋 递给二哥 听说这是 吴师爷亲自 帮你买的西装 老贵了 二哥笑了 那必须的 对老子他赶赏吗 赶抠门 老子除气就揍他 说完 二哥兴致勃勃 把袋子里装着的 衣服裤子拿出来 随手把上衣脱了 拿着衬衣 往自己身上掏 笑得跟个孩子似的 陈九山和富贵 看见这一幕啊 都不免感觉一阵心酸 但脸上的笑容 却越来越真实 九山 富贵 帅不 肯定帅 这衣服老配你了 绝了真的 这马屁排得漂亮啊 我喜欢 二哥陈九山富贵 这三兄弟 大笑个不停 眼泪都笑了出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在二哥出狱的那天早上 钱东来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快步走了进来 对那个背对着他坐在沙发上的男人说 傻哥 人已经到齐了 咱们差不多该出发了啊 听见这话的时候 傻哥慢慢的睁开眼睛 脸上的疲惫顿时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三年来从来没出现过的轻松 二哥不光是他们谈口的主心骨 更是傻哥的主心骨 平常傻哥要做出什么决定 都是听二哥一个人的 可二哥后来进了监狱 他就只能听听吴师爷的意见 这三年呢 傻哥过得真不容易 好 我现在下去 吴师爷他们也都到了吧 都到了 白宝国娘 他们啥时候过去 说是咱们先走 他们之后赶过去 好 那就行 要是他不去接我哥 老子非得跟他翻脸不合 傻哥站起身来 笑容依旧如三年前那般憨厚 可眼神却凌厉了许多 就像是 就像是三年前的二哥 钱东来还是笑眯眯的模样 貌似这三年没让他改变什么 当然 他的脑子除外 这孙子是越来越精明了 算盘打得叮当响 在做生意这一块啊 连吴师爷都自认不如 傻哥 你哆嗦什么 钱东来忽然发现傻哥的手 不停的发颤 咋的你冷啊 没有 我有点怕 我怕我做的不够好 你已经把你能做到的事都做到了 论人数 咱堂口可是东河贵手去一指的 其他那些堂口跟咱没法比 仨堂口的人加起来 才能抵得上咱一个堂口 论钱 傻哥一听到钱这个字也笑了 搞房地产 开酒店 收保护费 卖白面 咱做的生意太多了 每个月到手的钱更多 大概啊 等于四个痞子臣赚的钱了 行了 不说这些了 走 接我哥去 傻哥 深呼吸几下 用手拍了拍脸 下楼之后 他就看见了 坐在大厅里边 看电视的吴师爷 你怎么默契这么久啊 吴师爷满脸 无奈的打着哈欠 似乎是没睡醒 揉了揉眼睛 赶紧出发吧 错这我都快困死了 堂口外的长街 站满了穿着黑色西装的混子 粗略一数 我大概得一百多号 服装整齐化衣 全是傻哥找关系买的西服 价格便宜不说 质量还过关 当他们看见傻哥 跟吴师爷走出来 规规矩矩的喊了一声 大傻哥好 吴师爷好 傻哥跟吴师爷对视了一眼 苦笑不止 这打招呼的方式 咋这么奇怪呢 总感觉有点太正式了 都给我上车 接我哥去 知道了大傻哥 这一百来号 可都是能打善斗的 高素质混子 年纪都在三十左右 正值壮年 属于啊 又有打斗经验 又有本事的狠人 这一百来号啊 随便哪个单拉出来 都能独挡一面 东河贵别的堂口 想要一口气找出 这么多有本事的混子出来 很不容易 但傻哥他们这堂口 想找出这些狠人出来 非常轻松的事 人的名数的影啊 能跟着傻哥混饭吃的黑社会 可都不是普通的抉择 更何况这几年 傻哥他们这堂口 发展的速度超乎想象 连白宝国都为之惊讶 但他并没阻止 或者是抑制傻哥的发展 甚至有的时候啊 还推波助澜 会选择性的帮傻哥一把 这是为什么呢 武士爷想了很久 想不到答案 白宝国这人的城府 确实很深 想要摸清楚他的算盘 压根儿没那么容易 几十辆黑色的轿车 加着几辆SUV 很快从傻哥他们这条街 开了出去 上了环城高速 然后直奔海城第一监狱 这一排程是傻哥特意安排的 他说了 既然二哥要出来 那就得给他个好彩头 与此同时 第一监狱 赵头拍了拍二哥的肩膀 帮他整理了几下领带 笑得很是和蔼 小东北 出去之后别回头看 免得晦气 知道不 赵头 您在这儿是怎么对我的 我心里边有数 二哥伸出右手 表情很认真 但凡您以后有啥麻烦 一个电话 您开口 只有我办不到的事 没有我不能办的事 赵头挥了挥手 滚蛋吧 老子能有什么事 以后安分点 别再进来了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 二哥他们这群犯人 把手续都办完了 表情一个比一个喜庆啊 在看着二哥的时候 眼里都只有感激 这次他们能出来 全仰仗着二哥在后边 花钱拉关系 要不是二哥花了一笔大价钱 恐怕他们今天 都没办法走出这个监狱的大门 二哥在三年前跟他们说的话 到现如今 确实实现了 在赵头领着这些犯人 往大门走的时候 所有的犯人都在窃窃死语 有人在期待 他们都好奇外边 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这么几年没出来 海城应该大变样了吧 过了一会儿 二哥他们站在监狱大门后边 等待着这扇隔绝着监狱 与外边世界的门打开 二哥眼睛通红 激动的都颤抖了 他们都还好吧 伴随着沉重的开门声 外边的世界 缓缓映入二哥他们的眼帘 借着略显刺眼的阳光朝外一看 几十辆黑色轿车 沿着街边停成一排 上百号穿着黑西装 打着领带的老混子 就站在这些轿车门边 在他们看见二哥的时候 冲着二哥 齐齐的鞠了一躬 他们保持着弯腰鞠躬的姿势 并没有直起身子来 而是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老大 二哥表情茫然的看着这些 或熟悉或面生的人 左右扫视了一眼 很快找到了傻哥跟吴师爷 与白宝国等人的身影 大傻 吴师爷 老大 二哥大笑 跟个孩子似的 把行李一提大步的跑了出去 吴师爷跟白宝国都在笑 他们想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笑容自然也不一样 前者笑得很心酸 后者笑得很复杂 傻哥走过去迎上二哥 红着眼睛 重重地抱紧了他 哥 你受苦了 瞎说 老在里边过得老滋润了 老二 老二 这几年 你可让我们好等了 嗨得我们累了三年 你对我们有没有补偿啊 哎呀 这我还没想好 要不我入场吧 吴师爷 看得上我不 吴师爷气得直哆嗦 我今天来接你出狱 就是我人生当中的一大错误 你这张贱嘴怎么就改不了了呢 小东北 你这把刀 在监狱里边磨得更锋利了啊 白宝国微眯着眼睛 看着二哥止不住的感叹 这跟憋了个人似的 二哥一愣 啊 有吗 吴师爷这时候也仔细的看了看二哥 点了点头 有 原来的时候 吴师爷跟傻哥经常来监狱探望二哥 但那时隔了一层玻璃 现在这才是实打实的见上面 感觉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二哥比原来多了几样东西 那么必然是在海城监狱里边养出来的利器 跟眼底下那种啊 不服气的狠劲 不管有没有 先带我吃顿好的呗 监狱里那东西真他妈不是人吃的 都快馋死我了 二哥揉着肚子 忽然想到什么 急忙转过身 用手指着自己带出来的这群犯人 大傻 这些都是在监狱里边 跟我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给他们安排一下住处 以后这些兄弟就是咱谈口的人了 知道了哥 盘子 老钱 你俩站后边干啥呢 二哥一瞪眼 一手一个把他俩拽到身边 笑着用胳膊勒住了他们脖子 操 连老大都不喊了呗 钱东来苦笑 那不是想着一会儿再跟您打招呼吗 盘子很直接 老大 你瘦了 得补补 补 肯定得补 现在我他妈就去补 二哥大笑 然后看了一眼街边停着的那些轿车 忍不住皱起眉头 这些都是咱社团新买的车 白宝国笑了 准确的说 这是你们堂口自己买的新车 这几年你们堂口可是发家致富了 赚的钱数都数不过来了 卧槽 二哥倒是没注意白宝国话里有话 笔笔咕咕念叨 我以为你接的呢 原来的时候咱们穷成那个鼻子买不了车呀 顶多整个破面包子 吴师爷瞪了二哥眼 上车 狗若上不了正习的玩意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坐在回坛口的SUV上 二哥是真感受到了什么叫做 一转眼沧海桑田呢 不过短短三年时间 新河区竟然迎来了一次大变样 连带着二哥的地盘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种改变是好的 可二哥他们不习惯呢 感觉有点茫然 甚至无所适从 或许这就是坐牢的后遗证 只感觉自己跟社会已经脱节了 在外边待着 还不如在监狱里边待着自在呢 卧槽 这条竟然的缝管呢 二哥手打凉棚 好奇的看着这条街上那些陌生的建筑 前年的时候拆了 现在这条街是咱们地盘上最著名的商业街 有水老大了 每个月不少转 文言二哥叹了口气 可惜了 以后吃饭都找不着地方了 那家东北乱顿 我还惦记你 没事 哥 咱坛口正对面 开了家大酒店 里边有仨东北大厨 坐来拿东北菜 那叫一个正宗 啊 大酒店 我记得咱坛口对面不是个夜总会吗 我跟大厨一起出钱开的 股份三份 咱们一人 颤三分之一 吴师爷笑着 拍了拍 钱东来的肩膀 开酒店 搞会所 弄工程 搞房地产 这些都是老钱的主意 他这脑袋啊 可是个金脑袋 里边 全都是赚钱的主意 钱东来 只是笑 不说话 二哥 发自肺腑 还有啊 当初你和九山 愿意跟我 真他妈 是我这辈子的福气啊 这句话没错 这几年来 要不是陈九山 在监狱里 跟富贵 一起护着二哥 恐怕二哥 就算不死 至少也得 落个残疾 一年几次的死里逃生 都是陈九山 跟富贵 在起作用 如果不是他们 可就没有 如今的小东北了 钱东来 不像在吹嘘自己 很平静的说 瞎说 这是我们的福气 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 要是没你这伯乐 我跟九山 也混不到 今天这地步 能别对着吹了不 陈九山 无奈的说着 指了指富贵 给钱东来啊 跟潘子介绍 这哥们叫富贵 你们应该听说过 在苦谣里 他跟着我和老大 那可是肝胆相招 以后 咱们是自家兄弟 富贵 腼腆一笑 你们好 貌似在监狱里边 待久了 一除了跟生人 打招呼 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潘子笑着伸出手 哥们好啊 我叫潘子 他跟富贵 握了握手 很亲切 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咱们平常多亲近啊 交老钱就行 正好最近呢 我们又揽下一个工程 到时候让你负责 俗话说 进朱者赤 进墨者黑 傻哥跟二哥呀 没有那么势力 也没有对钱那么执着 所以他们坛口里的负责人 例如潘东来 潘子这一流的人物啊 都不像别的坛口 那些混子一样现实 你就这么说吧 就拿潘东来这次的话 做个例子 一个工程 能捞到手的钱 大概是七位数 那除非打点白道 跟付给工程队的钱 最后落手里边的 应该是六十万到八十万 要是脑子聪明点的 懂得怎么跟人打关系 有点手段 能低价 进一些给原材料 那这工程啊 捞个一百万 那都稀松平常 为什么说潘东来在海城 有个外号叫财神爷 就这么来的 交给白道 跟白宝国一部分钱之后 百分之百啊 几十万进自己的账 这种赚钱的本事 在那个年代的海城黑道 确实少见 反正咱们现在 谈好人多 拿一部分 封给富贵管着 总不能让他闲着 这几年 我们可都累得够呛啊 能有人 出来分担一下 好事啊 富贵看着这些人 脸上的笑容 忍不住红了眼睛 在监狱里边 待了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人他没见识过呀 可偏偏没见识过 傻哥他们这样的人 谁有傻哥 他们这么大气 富贵他很清楚 一个工程能赚多少钱 毕竟在监狱的时候啊 他可没闲着呀 二哥没事 他们这唠嗑 天天唠傻呀 这都是二哥跟他讲的 所以他真是感动了 二哥笑了 钱这东西啊 对咱们不重要 人心齐了 还怕赚不着钱 大傻呀 你这几年学的东西可不少 我们不是白宝国 也不想不踏后尘 人心都是自己给打散了 我可不想看着 咱有一天也变成他那笔儿 富贵已经能算是二哥的心腹了 所以他也知道一些很隐秘的事 特别是白宝国跟二哥的关系 吴师爷把头扭开 面无表情的看着车窗外 飞快掠过的景物 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 有些人迟早要早报应 等二哥他们的车队 回到自己地盘 只看见坛口锁在那条街道上 已经站满了他们这个坛口的混子 毫不夸张的说呀 二哥他们当时真被吓住了 因为他都没想到 会有这么多人来迎接自己 东北哥 欢迎回家 所有人齐齐地呐喊 但有一部分呢 刚进坛口的新混子 表情很迷茫 他们没见过二哥呀 甚至都是最近才听说 小东北这么个名号 所以他们看下二哥的时候 目光里边只有好奇 海城黑道的人口基数 那不是一般的大 百分之八十的混子都听说过 小东北的名号 但真正见过小东北本人的 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而且二哥已经离开海城黑道三年了 就算三年前有人见过他 但是今时今日 又有几个人能想起来他的模样 黑道大哥最怕的是什么 没错 就是遗忘 如果人们都把他给忘了 那么他们也就没办法 在本地黑道立足 名号完全下不住人呢 SUV靠着街边停下 前东来先下车 帮副驾驶的人把车门打开了 许多混子的 把目光都投向车门方向 他们都在等着小东北出来 所有人都在想 被人冠以新东北王的大傻子 他的哥哥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很快 一个西装革履的光头 从车里下来了 身材看似很瘦弱 但从他露出来的胳膊跟手臂来看 这人肌肉应该很发达 他眼角有条明显的伤疤 胳膊手臂脖子乃至手背 都有力气流下的疤痕 前东来大喊 这就是咱们堂口的堂主 东北哥 以后都给老子把眼睛放亮点 别到时候老大站你们面前 你们都不认识 知道了 前哥 走吧老大 咱们吃饭 前东来笑着帮二哥投钱引路 白宝国跟老伯子就站在后边 看着这壮观的一幕 都有些无话可说了 什么叫王者归来呀 白宝国看着心里不是个滋味 二哥没急着进去 反身走到白宝国身边 老大 咱们这么多年没好好聚了 今天可得多喝点 这几年还真得谢谢你照顾我弟弟 你们都是我的人 我能不照顾你们吗 走 吃饭 我都快饿死了 二哥揉着肚子 带着白宝国等人就跟上前东来了 白宝国在这几年之中 其实也想过要压制大傻的发展 可他到了最后没这么做 这是为什么呢 吴师爷不知道答案 前东来不知道答案 可以说整个海城的人 除了白宝国 只有一个人知道其中的原因 白宝国前几年对老伯子这么说 说我感觉要是我动了大傻 或者我敢压制他 那就得有人要发案了 难道你不觉得 吴师爷跟他们走得太近了吗 想同一时间跟吴师爷和大傻斗 真斗不过呀 白宝国觉着自己挺傻逼 如果再早一点发现 或者在那场监狱暴乱之前 就直接干了小东北 然后再以雷霆手段搞定大傻 他们应该就不会有这么一天了 他说自己不会养虎为患 但是现在呢 此时的白宝国在饭桌上站起身来 小东北 你现在出来了 可得给咱们东和归 顶住压力啊 最近的局势 你应该听吴师爷爷说了 不容乐观哪 自打2003年年初开始 川帮湖南帮就把他们的旗 插到了新河区东河贵的地盘上了 这种动作呀 有些找死 毕竟白道说了 他们要的是个稳定发展的城市 而不是再度陷入混乱的海城 可这次动作 却是白道的人点头同意了 二哥抬手摸着自己的光头 哈 北建新区那帮杂志要蹦的了 没事 交给我 我对付他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谢厅长这个人 似乎一直想把李书记给逗下去 不光是在官场上逗 他们还在利用手底鞋的人逗 李书记似乎不爱把南港区跟北建新区的人当棋子 从头到尾啊 他手里的棋子也就是那几枚而已 都在新河区 谢厅长则是把南港区的油水榨干了之后 又拿北建新区的人当枪使 两个城区打一个城区 从头开始算的话 这已经打好几年了 照样没能打下来 是新河区的黑道牛逼 还是李书记牛逼啊 这谁都说不清楚 二哥拿着个螃蟹一边啃 头也不抬的就问 孙帮呢 那孙子现在还活着 白宝国点了点头 活得挺滋润 他在北建新区名气很大 就跟你弟弟在新河区的名气一样 其实就算他不跟咱们闹啊 我也得弄死他 二哥把螃蟹壳扔到桌上 目光变得冰冷 我答应过大王爷 让孙帮给他赔命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着呢 大王爷的遗嘱 我可不能忘啊 原来他关照我太多次了 这就算是还他个人情呗 老伯子忽然开口了 你在监狱里 见过罗承喜跟吴老头吧 见过 咋了 你跟他们打过没 老伯子兴致勃勃地问 我没进过第一监狱 但我听说过他们 特别是罗承喜 号称玉中龙啊 交过手 但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真打 就试试手 二哥埋下头 继续用筷子给自己夹吃的 罗承喜好像学过散打 跟其拿手 打起来太猛了 我自认打不过人家 至于五爷 五爷 五师爷对这个称呼 有点好奇 因为他觉着吧 二哥可不是那种喜欢 在别人外号后边 加个爷字的人 连老伯子都叫他五老头 小东北没理由 管人家叫五爷呀 二哥喝了口酒 他跟大王爷是旧史 我听他说过 他的真实实力 我没示出来 因为我跟他交手 不超过三个回合 我就得躺去 估计大傻能跟他周旋一会儿 但是要想赢 太困难了 白宝国问 那王庆山的 二哥反问 你不知道五爷的事 你还用着问我 白宝国你可别拿我开涮啊 看样子 你跟他们关系不错呀 还行 反正以后咱们的人 要是犯了事啊 就送第一监狱去 几个老哥 肯定得帮忙照顾 这时候 匹子晨跟黑兵举起酒来 毕恭毕敬 敬了二哥一杯 三年前 二哥就足以让他们仰望了 现在 二哥绝对是王者归来呀 那不得不说的是 这几年以来 他们俩跟二哥 这个坛口的关系 一直都在改善 甚至啊 可以说是交好 黑兵跟匹子晨 手里握着的工程 不少都是由吴师爷 接受过去的 钱东来也在里边 帮他们运作了不少事 不夸张的说 黑兵跟匹子晨 现在是打心眼里 感谢他们 匹子晨呢 开玩笑的说 东北哥 今天我跟老黑 办了点事 所以没能过去接你 可不许记仇啊 随手递了个红包 给二哥 这只是我们兄弟俩的 一点心意 以后 哥几个多多关照 匹子哥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啊 二哥一擦嘴 把红包收下来 刚是客气有加的 跟匹子晨说 都是一个社团的兄弟 没必要说那些 有的没的 都是自己人 匹子晨跟黑兵 曾经对付过二哥 但二哥 在蹲了三年苦谣之后 他就想明白了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就目前来说 跟匹子晨 他们拉近关系 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二哥很清楚这点 既然白宝国 都把自己当做了 一头势主的东北虎 那还不如就这么继续闹 只要自己的势力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那白宝国就算想动自己 也没办法 想杀一头老虎 可没那么容易 这时候潘子走过来 老大 该去给外边那些人敬酒了 说着话 他凑到二哥耳边 第一声说 姓谢的也派人过来了 还送了个红包给你 二哥皱着眉 他派人过来 我没那么大面子吧 他不光派人过来了 李书记也派了他秘书 走了个过场 陈队长没来 也没派人过来 二哥嗡了一声 陈海波在这时候 确实不太好过来 咱们说东和贵 也是李书记的势力 他跟李书记的关系 不冷不热 要是私底下 跟自己交好的事 让李书记知道 还真就麻烦了 二哥站起来 拍了拍傻哥肩膀 我出去给那些人敬个酒 白宝哥 你们先喝着啊 我马上回来 来 道上 跟我一块去 他们好多人 我都不认识 今天来给二哥 冲喜的客人不少 粗略一看 大厅里啊 少说做了上百桌了 白道的黑道的商人 龙蛇混杂 哥 这是咱们去年 刚上任的王局长 特别关照咱们 你可得好好 敬王局长一杯啊 这个是浩马帮的孙哥 这是市局的州队 这位傻哥这几年变化太大了 他学会了怎么跟人打交道 怎么跟人应酬 总而言之 二哥觉着很欣慰 在外边敬了一圈酒 盘子走过来了 把个红包啊 递给二哥 红包背面用毛笔 写着一个大大的谢字 妈的 给我送钱呢 二哥笑着 把谢厅长的红包打开 将里边装着的东西 掏了出来 这里边没钱 也没支票 只有一张写着字的白纸 上边只写了四个字 小心做人 操 这是给我下马威那本 二哥把这白纸揉成一团 丢到旁边的垃圾桶里 见傻哥的脸色不太好看 他赶紧圈了一句 哎 跟这老狗你叫啥劲啊 别生气了 这老家伙太目中无人了 等以后咱牛逼了 他就不敢跟咱们这么说话了 知道不 二哥虽然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那么一天 黑道永远斗不过白道 这是亘古流传下来的智力 想要有朝一日斗过谢厅长 可能吗 就在这个时候 二哥的手机忽然响了 拿出来一看呢 是个没备注的陌生号码 二哥接通电话 喂 找谁啊 请问 你是小东北吗 那边的人沉默了一会儿啊 才试探性的问 说这话的是个女人 是个二哥熟悉的女人 听着电话里边柔柔弱弱的声音 二哥就感觉自己拿着电话的手 不由颤抖了起来 好 好好 是我 二哥笑得很苦 眼里边流露出一些回忆 你这几年 你这几年 过得还好不 陈婉和的笑声也有些沉闷 哦 还好呀 我知道你今天出狱 所以我打电话过来问问 恭喜你啊 出狱了 啊 谢谢啊 你还读书 我今天就要回去了 读了三年 读完了 高材生啊 你今天啥时候回来 晚上的飞机 大概十一点多才能到 陈婉和说着 似乎啊 开心了起来 语气也有些欢快 二哥沉默了一下 试探性的问 要不 我接你 问出这话的同时 二哥恨不得给自己一嘴巴 你跟他啥关系啊 你接个屁啊 陈婉和貌似没想到 二哥会提出这个要求 他想了一会儿 好啊 要不算了吧 二哥忍住了 自己想要马上见到他的冲动 咬紧了牙 有别人去接你的话 见我来了 不太好 陈婉和急忙说 没事的 没人接我 你男朋友呢 听见男朋友这三个字 陈婉和安静下来 大概沉默了半分钟 他语气复杂的跟二哥说 他在上海 过几天才回来 二哥眼神很快 从火热变作了失望 他僵硬的笑了一声 你俩还出着呢 啊 行 那我晚上接你吧 他知道自己想要一个答案 今天晚上 或许就是得到答案的时候了 挂了电话 二哥回了包间 把吴师爷叫了出来 吴师爷 如果谢长安 要跟我硬碰硬的玩儿 我是不是还得死 吴师爷一愣 还是为了那个女人 你就说吧 我动了谢长安 是不是还得死 你说呢 二哥不说话了 吴师爷打了个哈欠 满脸疲倦 但是 也不能说你完全都不过的 李书记要见你 你知道吗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 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 为您播讲 八月的海城 确实热的让人脑袋发晕 可到了晚上啊 夜风一吹 还是慢慢的凉爽下来 二哥提前一个小时到了机场 坐在车里啊 跟傻哥抽着烟开始闲聊 静静的等待着 陈婉和的电话过来 傻哥把烟头弹了出去 哥 说真的啊 要是你真喜欢陈婉和 那咱今天把他带走就完了 大不了排排屁股回东北呗 二哥没好气的骂着 我早说走就走啊 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 就这么丢了 不要了 只要你开心就完了呗 傻狗屁江山 对我来讲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缺钱用 差不多就完了呗 二哥苦笑着摇头 有的事办起来 可不是说着那么轻松 要是我们真把他带走了 谢长安肯定得找咱老家去 你总不想连累家里人吧 话音一落 二哥猛的给傻哥后脑勺 来了一锅贴 带走个屁啊 老子又他妈不是拐卖妇女的 你想啥呢 傻哥哈哈大笑 要是给你个机会 让你把陈婉和拐到老家去 你拐不 不拐 二哥抽了烟 表情变得落寞 他跟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们每天都是为了活着 拼死拼活 他每天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种人跟咱们有交集啊 肯定没少好下场 傻哥笑不出来了 沉默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二哥手机响了 我到了 你在机场大门等我吧 好 你自己注意点啊 别把行李拉下 我现在过去等你 刮断电话 二哥发现傻哥正盯着自己猛看 表情很怪 二哥皱着眉 咋的了 傻哥怂了怂肩 哎呦 好几年没在你脸上 看着这么温柔的表情了 你赶紧去吧 我在这等着你 我帮你忘风 要谢长安那毒子忽然来了 我帮你狼狠 用不着 你现在开车回去吧 二哥把车门打开 跳了下去 笑着跟傻哥说 我先把他送回家 然后再回坦口 那也行 那 你自己路上小心点啊 傻哥觉得自己 不能当电灯泡 二哥也觉得陈婉和 见着傻哥会尴尬 所以啊 这次二哥跟傻哥 没坐同一辆车来 开着自己车来的 一人一辆 多和谐呀 站在机场大门外 二哥点了根烟抽了起来 表情有点紧张 很像是等待期末成绩的小孩子 显得那么不知所措 当二哥嘴里的这支烟抽到一半 他看见了那个经常出现在他梦中的女人 拖着行李箱 慢慢的从机场里走了出来 陈婉和那天穿的是一条黑色的连衣裙 脚底下踩着一双白色的梁托 看起来还是那么漂亮 单纯的气质 经过这几年 依旧没有半点变化 似乎他出来的时候 没看见二哥 瞪大着眼睛 左右扫视着人群 寻找着二哥的身影 压 二哥冲着陈婉和招招手 刚想喊一声丫头 却反应过来 这称呼有点暧昧了 他急忙改口 陈婉和 我在这儿呢 直呼其名 有点生分 但二哥当时真的想不到别的称呼了 陈婉和听到二哥的声音 很快把目光啊 就看了过来 他没走过来 就呆愣在原地 愣愣的 就那么看着二哥 然后忽然用手捂住了嘴 浑身颤抖着 眼泪莫名的流了下来 陈婉和为什么会哭 二哥不知道 可此时此刻 依旧如当年一样 看见他哭 二哥心疼 还叫你哭啥呀 二哥急忙走过去 本能的就想把他揽进怀里 却忽然又想起来 人家有个男朋友 自己可不能当挖墙脚的呀 无奈之下只能站一边劝他 你别哭了 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陈婉和跟个小孩似的 用手擦着眼泪 特别委屈的嗡了一声 走吧 上车再说 几分钟后 二哥发动汽车 奔着滨海区开了过去 二哥开着车头也不回 在那边过来咋样 北京好玩不 二哥很认真的看着前方的道路 不敢去看陈婉和 我听说那边发展挺快 肯定比咱海城有意思吧 啊 那边挺好玩的 以后有机会我也去看看 我还没去过北京人 你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 有人欺负你吗 都是我欺负别人 谁敢欺负我呀 陈婉和很仔细地 看着二哥的脸 咬着嘴唇 你脸上多了三到八 是这几年留下的 对吧 二哥没说话 还是笑呵呵地开着车 很安静 你没进监狱的时候 手上只有四到八 现在多了四条 一共八条了 宽查这么仔细啊 二哥笑得有些心酸 眼睛有些发红 他更不肯回头去看陈婉和了 没有 我只是 谢长安对你咋样 二哥不动声色地问 陈婉和咬了咬牙 对我很好啊 好 那就好 二哥眼神之中有些失落 但笑容依旧没有减退 要是他欺负你 你就给哥说一声 哥帮你揍他 陈婉和显然没想到二哥会说这句话 可能他也意识到出狱后的二哥似乎比原来更愿意面对他了 你别打他呀 他没欺负我 他没欺负你 我揍他干啥 咋得你这么关心他呀 我是怕 你被他再弄进监狱 哪能呢 我都让国家改造一回了 还能被改造第二回啊 我真改过自信了 压根不可能再被抓进去 但你看起来 比原来更坏了 陈婉和忽然笑了 嘴角露出一个漂亮的弧度 整个眼睛都眯了起来 他用手啊 拍了拍二哥的光头 好丑 扯淡 我这是潮流 二哥满脸通红 这段时间海诚就流行大光头 不信你去我们新开那几家会所看看 那不少人都是这发行 二哥说这话确实有一定依据啊 他所说的那几家会所 除非客人之外 其他的人90%都是黑社会 其中60%都是光头 这的确算是黑社会的潮流 二哥笑着问了一句 这次回来啥时候再走啊 不走了 一辈子都不走了 他笑得很复杂 咋的 准备在本地找工作呀 哦 陈婉和把头低下 压低声音对二哥说 他说 再过一两年 等我们稳定下来 就结婚 二哥很清楚陈婉和嘴里的他是谁 所以在听见这句话的时候 二哥感觉眼前黑了一下 心里猛的超出起来 这么年轻就结婚呢 哦 你就那么喜欢他 二哥问出了自己最想问的问题 在三年前 二哥看完了陈婉和那封信之后 就对他跟谢长安的事有了疑问了 他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呢 陈婉和为什么会这么痛快的抛弃了自己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原因 陈婉和头也不抬 我 我挺喜欢他的 这个时候 车已经进了滨海区 正不紧不慢的 向着陈婉和家人所住的地方开去 二哥言不由衷的笑着 哈 挺喜欢就好 别勉强自己啊 要是不喜欢他 就找个你喜欢的人再结婚 嗯 陈婉和乖巧的点点头 二哥很自然的笑 对啊 他喜欢自己男朋友 有什么不对啊 在陈婉和点头之后 二哥跟他就再没有一句话了 气氛非常的凝重 直到轿车开进陈婉和家的住宅区 二哥才开口 路上小心点 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你也是 开车回去的时候 注意安全 二哥下车 帮陈婉和把行李箱 从车里提了出来 然后站在他面前 冲他伸出了右手 要是你们啥时候结婚了 记得给我送张请帖 我来捧你们的场 陈婉和看着二哥僵硬的笑容 咬着嘴唇伸出手 跟二哥握了握 好 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说 你真的喜欢他吗 二哥的眼神 让陈婉和很心疼 这几年来 他实在是经历的太多了 不该他这个年纪有的沧桑 已经沾满了他的眼睛 陈婉和颤抖着没有说话 二哥猛地一把把 陈婉和拉进自己的怀里 重重地抱住了他 如果有一天 你告诉我 你不喜欢他 你喜欢我 那就算是死 我也会把你抢回来 你知道吗 丫头 你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很快 二哥放开了陈婉和 往后退了两步 转身就走了 他不敢去看陈婉和 真的不敢 二哥害怕自己只是自作多情 说这么多 只是惹人发笑而已 但他却没注意到 在他转过身的时候 陈婉和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 命 谁都说不清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第二天的清晨 二哥洗了个澡 穿上衣服 带着潘子就出去办事了 说实话 办这种小事 不用二哥出场 但无奈啊 二哥觉着自己 待在堂口里实在太无聊了 而且吴师爷也发话了 必须得让二哥熟悉熟悉 他们现在的生意 二哥满脸疲倦 你进去跟那个老板聊吧 二哥揉着眼睛 一副没睡醒的样 哈欠连天 我在这坐会儿 顺便我补个觉 潘子无奈的看着二哥 你跟我一起进去吧 吴师爷说了 他说个屁 大清早他妈让我收账 还是人吗 那 那你在这歇着吧 潘子探口气 提着公文包进了走廊 直奔这家会所老板的办公室 在傻哥崛起之后 这几年以来呀 敢跟二哥他们这堂口 抢生意对着干的人 确实屈指可数 毫不夸张的说 在新河区 没有任何一个堂口 敢跟二哥他们的堂口硬干 也没有哪家社团愿意为了点小钱 跟傻哥他们结怨 伏计 盛亚安 百连胜 皆是如此 但这并不代表着没有其他城区的社团 来得罪傻哥他们 不说别人 就说现在跟东和贵处于敌对状态的 川帮 他们就不出傻哥这堂口 而这一次二哥带潘子来办的事 也跟川帮有关 简单的来说呀 就是川帮把二哥他们的堂口的一家厂子给占了 而这家会所的老板呢 有点想投靠川帮的意思 所以呢 吴师爷就让二哥来跟他们谈谈 钱是小 面子是大 要真让川帮把这家厂子给收走了 傻哥他们就算是丢脸丢到家了 自己地盘上的厂子都能被川帮搞走 那还混个什么劲啊 二哥呀 靠在大厅里的沙发上就睡着了 可还没睡多久 就听见办公室响起一阵惨叫 还有潘子的骂街 这不是潘子出事了 是那老板出事了 二哥掐指一算就能算到 潘子肯定是动用暴力手段了 其实也不能怪潘子太暴力 只能说那老板他没演了价 在东河贵的地盘上 敢跟川帮勾的 你这不找死吗 就听潘子的怒吼声 响彻整条走廊 你签不签 不少服务员都装作没听见 自顾自的在会所里边转悠 之所以他们又不报警 又不进去帮忙 原因就一个 潘子进办公室的时候啊 特地把自己带着的手枪掏出来了 朝着天花板放了一枪 这已经不是威胁了 明摆了就是恐吓呀 哎他妈的感动咱们川帮的人 进去弄死他 听见这句话的时候 二哥磕垂下去了 睁开眼睛 朝那说话的人看了一眼 顿时了然 这帮孙子还真敢来呀 二十多个拿着家伙的川帮混子 正从外边杀气腾腾走进来 说话的这人也就是领头的 那个中年男人 陈辣子 陈辣子见二哥兴致勃勃盯着自己 看当时就不爽了 你看什么呢 你是川帮那堂主陈辣子吧 哎我早听说过你 一直没见过你真人 陈辣子皱着眉 没见过我 没见过你也认识我呀 啊 吴师爷昨天给我看过你照片 他说你最近就在我地盘上晃悠 特别着死 二哥拿出根烟来 慢慢点着了 要不你带着人从我地盘上回去 我不追究了 以何为贵嘛 行不 你谁呀 陈辣子问着 直接把砍刀从报纸里抽出来满脸杀气 在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人帮二哥回答了 老大 他是小东北 昨天我在大傻他们地盘上见过他 陈辣子脸色变了 他可清楚二哥是什么人物 虽然他已经三年没出现在海城的黑道上了 可在第一监狱里边 小东北照样是一等一的狠角色呀 你觉得你一个人能打过吗 二十多个呗 陈辣子问着把刀丢到了地上 很干脆的掏出了自己随身带着手枪 杀了小东北 他可算是给川帮立大功了 不得不说 陈辣子觉得二哥真是坐牢坐疯了 当着自己这么多人的面都敢挑衅 这不是疯了 这是啥呀 二哥不动如山的坐在沙发上 看着陈辣子 三天前你带人从北建新区上我这 砸了老子三家厂子 两天前你把大部分人都遣散回去了 这家厂子对于你们来说貌似没那么重要 就是想借这机会恶心恶心我们 一天前说到这儿 二哥不往下说了 挠了挠头 我觉得你是怕我 我刚出狱 你带人就撤了 今天来你们准备要走 对吧 对 我们是准备走了 准备杀几个你们坛口的人再走 但我没想到啊 在这能碰上你这正中 陈辣子冷笑 手在哆嗦 他感觉自己每一个动作都让人给监视了 小东北似乎知道很多东西啊 二哥往后靠了靠 漫不经心的还打了个哈去 带人回去吧 不想动你们 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杀人 陈辣子想抬起手给二哥来一下 更想骂一句你装什么逼呢 可是在陈辣子看见二哥眼里所隐藏的暴力时 他沉默了 准确的说是他怂了 二哥的眼神让陈辣子觉着 浅显易懂就一句话 你在这跟我闹腾我就弄死你 二哥笑得很冰冷 他冷不丁的说 孙帮在你们社团地位挺高的吧 等我弄死他 你就能顶上他位置了 到时候你可得谢谢我 知道吧 你啥意思 啥意思 我对弄死你没兴趣 但我对弄死孙帮很有兴趣 你回去问问孙帮 问问他 还记不记着王庆山 陈辣子很认真地看着二哥 手里握着枪 他犹豫着要不要动手 二哥则漫目惊心地看着陈辣子 似乎根本不在乎 他手里拿着喷子 也不害怕陈辣子会拿枪绷自己 表情很轻松 几秒钟后 陈辣子把枪收了回去 我不动你 你欠我一个 二哥笑了 我欠你一个 是你欠我一个 这周围全是我的人 要不是我今天心情好不想动你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站着跟我说话呀 陈辣子咬牙切齿 瞪着二哥想骂人 但却不敢出声 二哥闭上眼靠着沙发 继续养神 我说过我只想杀孙帮 不想动你们局外人 赶紧滚 以后别来我地盘转悠了 陈辣子瞪着二哥咬了咬牙 走 川帮的车就停在会所大门外边 陈辣子带人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似乎怕二哥突然翻脸 所以在他们走出会所大门的时候很警惕 不停地扫视着周围 生怕有几十个黑社会跳出来砍死他们 直到发动了汽车 陈辣子才松了口气 看样子小东北市真不想动自己呀 这他妈真是运气来了呀 在他们这几辆车开走的时候 二哥眼睛睁开了 脑门上全是汗呢 二哥擦着汗直接站起来 我猜这些孙子不是都走了吗 这他们还得杀回马强的 没错 陈辣子被二哥的控成计给吓住了 二哥今天早上才听吴师爷说 陈辣子他们都走了 就因为如此 二哥才没带其他手下过来 跟潘子玩了一次二人游 结果陈辣子胆气再足点 二哥现在恐怕已经挺湿了 二哥在电话里跟吴师爷说 他们刚走 你赶紧让人堵他们啊 堵不着也没事 下午下午就完了 二哥在跟吴师爷打电话的同时 一一脚把办公室的门踹开了 冲着还在毒打 这会所老板的潘子说 董哥快点 你咋这么磨叽呢 已经搞定了 潘子尴尬的笑着 拿着手里的合同 在二哥眼前晃了晃 这孙子签字了 以后这家会所一半就是咱们的 搞定了就走 你还揍他干啥 我看他不顺眼呢 这个理由很充分 简直让二哥都找不着骂人的点了 在这时候 二哥的手机忽然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 小同培 出来聊聊 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 二哥的表情煞食冰冷 这声音二哥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记得很深 妈的 谢长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陈辣子等人的运气确实不错 没有被吴师爷他们的人给堵住 很是顺利的回到了北建新区 在二哥回去的时候 吴师爷正在跟傻哥唠嗑呢 那种一边嗑瓜子 一边聊天的场景 甭提多悠闲了 吴师爷见到二哥脸色不对 就问他 怎么了 出傻事了 看见表情不太对劲啊 谢长安要见我 二哥说着 脸上挂着笑容 但这笑容看着明显有点扭曲 吴师爷跟傻哥面面相去 看看对方都皱起眉毛 谢长安要见他 这几个意思 感情谢长安还没玩够 准备继续跟咱们玩呗 他为什么要见你 不清楚啊 二哥摇了摇头 他是真他妈不知道啊 不是说谢长安在上海呢吗 吴师爷喝了口茶 你就说你不去 也不便应万遍 这才是正道 听见吴师爷的话 二哥叹了口气 我不能不去 我就知道 吴师爷怂了怂间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去就怂了 二哥嗡了一声 那就去见他呗 反正去了也没啥事 别说是谢长安要动你 就是谢厅长要动你 也得掂量掂量 现在可不光有陈海博 站在我们这边 二哥皱起眉 还有谁啊 李书记 我们这几年搞发展都搞出花来了 李书记免不了对我们高看几眼 而且 他好像很欣赏你 想起几年前跟李书记见面的事啊 二哥顿时觉着吴师爷这话 还是有几分可信度 只不过自己有什么地方 能让李书记看得上眼吗 甭想了 我也纳闷呢 你有什么地方 能让李书记看得上眼 过几天他要见你 说不准到时候一切就水落石出 好 那我先走了 二哥说着把手枪放在桌上 表情平静 傻哥问他 不带家伙去啊 我怕带了家伙呀 我忍不住给那孙子来一枪 其实这次二哥真是走运了 如果他像往常那样 把枪随时带身上 那他跟谢长安见面那天 肯定得出大事 二哥说的话还是有道理 带了家伙 恐怕真会给那孙子来一枪 我很快就回来 傻哥不说话了 想了想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呗 用不着 几个二世祖 我能对付 既然吴师爷都说到这份上了 二哥自然就有了跟谢长安见面的信心 反正他又不敢随便对付自己 啪啪干啥 谢长安跟二哥见面的地方是滨海区的一家五星饭店 看样子档次挺高 里边进进出出的人呢 非富即贵 但二哥打心眼不喜欢这种地方 感觉在这里边呆着不自在 刚进饭店 二哥就被几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带上了七楼 直奔谢长安定好的包间 包间门口 几个西装男停下脚步 并没有带着二哥直接进去 而是说要搜身 二哥一愣 转而笑了 搜我的身 你们这大公子是怕我拿刀捅他呀 还是怕我拿枪崩了他呀 一个保镖瞪了他一眼 别废话 请我来见面 那我就是客人 有你们这么对待客人的 二哥冷笑一声转身就走 大不了老子不见了 真起疤逗 当自己国家主席呀 二哥骂街声可不小 别说包间里的谢长安 就是跟二哥隔着一条走廊的俩服务员都听见了 在这时候 包间里谢长安说话了 让他进来 谢长安的声音带着股火气 还有一种二哥能听出来的意思 他想杀人 二哥觉着自己嘲讽成功了 顿时笑得很是得意 瞟了那几个保镖一眼 推开门走进了包间 在二哥看见坐在包间里那个女人的时候 二哥真的呀 真的压不住了 谁打的 二哥看着陈婉和脸上轻一块紫一块的伤疤 感觉自己的杀意已经遏制不住的涌了上来 眼睛顿时变得血红 我问你呢 谁打的你 二哥的情绪已经要失控了 原来的时候他还会一味的演戏 让谢长安觉着自己并不在乎陈婉和 这才能让他安全 现在是真演不下去了 陈婉和低着头生怕二哥会看见他此时的表情 但脸颊上的巴掌印跟手臂上那些被皮带抽打出来的伤痕 都告诉了二哥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哥从来没有过这么想要杀一个人的感觉 真的 谢长安笑得很正义 我打的 你有意见吗 昨天晚上你们见面的事真当我不知道啊 我听人说你还在网合他们家楼下抱了他 有这事吧 二哥深呼吸一口气 忍住了冲过去弄死谢长安的冲动 你就因为这事 谢长安笑得很激讽 是啊 再说了 我打我女朋友关你什么事啊 你他妈算老几 说到这的时候 谢长安一把把陈婉和拽到自己身边 扬起手就要给陈婉和再来一巴掌 但这巴掌并没有如谢长安所愿那样落下去 二哥已经紧紧的拽住了谢长安的那只手 力度大的可怕 在那瞬间 谢长安就忍不住惨叫出来 小东北 你干什么 放开谢公子 快点 要不然我们开枪了 二哥看着谢长安痛苦的表情一字一句 姓谢的 我告诉你 人都只有一条命 你别把老子逼急了 要不然 二哥慢慢的把脸凑到了谢长安的面前 用已经被血丝充斥的双眼瞪着他 要不然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世界上 谢长安 你别逼我 只听砰的一声 二哥的右肩被子弹擦出了一条血痕 火药味顺时在包间里弥骂 再不分开谢公子 我下一枪打的就是你脑袋 这只是警告 二哥看出来了 他们真的不敢在这时候杀了自己 除非自己再有进一步的动作 危及谢长安的命 二哥松开了谢长安的手 往后退了两步 忽然笑了 姓谢的 你不是觉得自己挺牛逼吗 来 你有脾气 你现在打死我 你是个爷们儿 别冲女人动手 谢长安的眼神寡毒无比 他恶狠狠地瞪着二哥 你还喜欢他是吧 啊 你他妈还喜欢他 是不是 是 这么漂亮姑娘 谁不喜欢 二哥已经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冲着谢长安也喊了起来 老子就喜欢他 你有种跟老子斗 臭你妈 你对女人下手 你还是个爷们儿吗 谢长安直接一把把陈婉和推到了地上 将随身带着的手枪拔了出来 对准了二哥的脑袋 我今天就杀了你 谢长安歇斯地理的表现让人害怕 可二哥却觉着 谢长安真是自己这辈子见过最可笑的人 周围的保镖都想上来劝阻谢长安 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局势容不得谢长安乱来 只要谢长安敢杀了小东北 李书记和陈海波必然会结盟 借着这个由头来对付谢厅长 二哥看着近在咫尺的枪口 没有半点紧张 表情越来越平静 或许谁都没想到 就在这个生死关头 道上最负盛名的小东北 会把目光从枪口上转开 他看向了那个摊坐在地上的女人 对他轻声说着 哎 丫头 没事 二哥的眼神很温柔 笑得跟当年一样纯粹 我帮你出气 陈婉和呆呆地看着二哥 眼泪很快地就涌了出来 哭得气不成声 谢长安是真气疯了 看见这一幕 他只感觉自己受到莫大侮辱 手指直接搭上了扳机 小东北 请听我 这时候包尖的门猛地让人推开 一个二哥所熟悉的人走了进来 住手 走进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能救二哥一命的陈海波 二哥在来之前就听说陈海波 就在这家饭店跟人吃饭呢 所以他开车过来的时候 特地给陈海波打了个电话 说是有情况的话得需要他支援 这不陈海波来的这叫一个吉时啊 二哥举起双手 陈队长有人持枪行凶 您不管管 陈海波瞪了二哥一眼 怒气冲冲地说 小谢把枪给我放下 这不是能见枪子的地方知道吗 谢长安此时已经疯了 陈海波 你是真要报的是吧 这时陈海波说话都开始直呼其名了 就在这时候又有几个二哥熟悉的人 从外边走进来了 他们呢就是跟陈海波吃饭的正主 鬼容哈哈大笑 小东北 什么时候混这么惨了 让个傻逼拿着枪指着脑袋 你丢不丢人呢你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二哥这两天都没准备跟鬼容见面 原因就一个 鬼容这孙子太懒了 二哥整天就让他滚出来喝酒 结果鬼容怎么说的 哎呀我洗着呢 明天再说 鬼容就这么说的 而且这孙子也没对二哥的出狱 表示什么庆祝啊 或者高兴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这就让二哥很不爽啊 卧槽这还是兄弟呢 我出狱了你都不来接我 这我不说了啊 让你出来喝酒 你说你吸着呢 你逗我玩呢吧 就昨天晚上 他俩因为这事拿着手机骂街 至少骂了三小时 这种毅力确实让傻哥他们是望尘莫及啊 咱们言归正传 陈海波此时不动声色的说 你爸最近要去中央 忙的事有点多 就没什么工夫管你 我觉得你还是少给你爸惹点事比较好 你说呢 谢长安怒视着陈海波 为了一个黑社会 你就这么对我 陈海波耸了耸肩 我跟他熟 我跟你不熟 把枪放下 要不然我就得带你去市局 走走堂了 听说你就在市局上班呢吧 如果被我带过去过个堂 挺丢人的吧 谢长安那几个保镖把枪都放下了 说到底他们可不敢在陈海波面前动枪 如果敢当着陈海波的面玩枪 估计谢厅长都保不住他们 陈海波走到了谢长安面前 将谢长安握住枪的那只手 轻轻按了下去 都走吧 别在这闹了 等一下 二哥打断了陈海波的话 很认真地看着 贪坐在地上的陈婉和笑了 陈海波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二哥会教住自己 难道他想现在的情况变得更糟吗 二哥没跟陈海波解释 也没再跟他们说一句话 很安静地走到陈婉和身边 慢慢地把他扶了起来 二哥笑得无比灿烂 丫头 走吧 咱回家 谢长安想要冲过来制止二哥 但刚抬起脚 就发现陈海波用手搭在自己肩膀上 死死地按住了自己 你敢 谢长安瞪着二哥 然后又瞪着陈婉和 你敢跟他走 二哥跟当年一样 满脸宠溺地用手揉了揉 陈婉和的脑袋 他不懂得珍惜你 我懂 我当年不能护着你 但是现在 我能保护你了 陈婉和茫然地看着二哥 显得不知所措 走 就算你不喜欢我 我也不能让你跟他好 你妈的 对女人动手的孙子 还算是个爷们 带走陈婉和 是个很不明智的举动 只要他们走出这个门 那就代表着二哥以后 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但二哥在乎吗 如果当年他知道真相 知道陈婉和还爱着自己 而不是喜欢那个白道的大公子 那二哥早就跟谢成安闹翻了 陈海波叹了口气 见二哥正用祈求的眼神 看着自己 陈海波也觉得无奈了 沉默了几秒 陈海波有了决定 小谢啊 男女之间的感情 是不能勉强的 陈海波貌似也豁出去了 彻底地站在了二哥这边 要是这姑娘不喜欢你 你就别勉强她了 陈海波 小东北 我 谢成安这句话没说完 眼皮子一翻 直接气晕过去了 真的 这不是开玩笑 是真被气晕过去了 在海城 不管白道还是黑道 有谁敢不给谢成安面子 像他这种官二代 只试过给别人侮辱啊 还真没人敢像二哥他们这样 如此的羞辱的 这么多年以来 从小到大 谢成安 才受过几次这样的羞辱 此时的二哥没再多说话 一毛腰一弯手 直接把陈婉和横着抱了起来 脸上满是绝绝 走 老子就算是死 也不能把你再留在这儿 鬼容看了二哥一眼 傻逼 他怒气冲冲的说 当初我不就叫你跟他翻脸吗 你还说要忍着 不能破坏别人幸福 现在知道错了吧 滚犊子 鬼容 陈队长 我今天欠你们个人情 哎呀 你可没欠我人情啊 我啥事都没干 武功不受禄 你欠陈队长人情就行了 陈海波苦笑 你会有麻烦的 无所谓 在苦谣里边 吴老头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觉着挺有道理 吴老头 想起这个让人头疼的老家伙 陈海波就皱起眉头来 他说 是个爷们 就得顶天立地 二哥说着 横抱着陈婉和 向包尖的门走去 如果什么都得顾忌 什么都不敢去做 还他妈不如当个娘们 他的意思是 做人当如王庆山 二哥笑着点头 抱着陈婉和就走了 可能二哥已经好多年 没像这么开心过了 抱着陈婉和的时候 二哥只觉着无比满足 他不知道陈婉和 是不是还跟原来 那么爱着自己 但二哥知道 自己一定比当年 跟陈婉和在一起的时候 更加爱他 等二哥明目张胆地 把陈婉和抱上了 自己的车后 陈婉和才哭出声来 谢长安会对付你的 没事 二哥帮陈婉和 系好安全带 笑得很温柔 现在他想对付我 还没那么容易 他爸是沈公安厅的 刚才帮我们忙的那陈队长 比他爸厉害 中央来的 你就别担心我了 陈婉和哭的 眼睛都肿了 你不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 我他们什么都明白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 谢长安 只要你敢跟他在一起 我就算是死 也得先弄死他 不信你试试 这纯粹就是威胁陈婉和 但陈婉和在二哥眼里 却没见到半点威胁的意思 只有数不清的担忧 够了 陈婉和猛地 扑进了二哥的怀里 失声痛哭 这三年 已经够了 二哥轻轻拍着陈婉和的背 细声问他 丫头 你能告诉我 当初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吗 我想听实话 陈婉和把头埋进二哥怀里 闷声地问着二哥 你还记得 你第一次 被武警抓走那次的事吗 记得呀 我到现在还纳闷呢 就是他干的 他说了 如果我还跟你在一起 他就跟那次一样 让武警把你带走 让你蹲监狱 判刑 我不想你出事 二哥愣住了 就因为这个 那当时你咋不跟我说 我不敢跟你说 你的脾气我知道 你肯定会去找他 我怕你冲动 二哥闭上眼睛 身子颤抖 深深地叹了口气 当时 自己的确斗不过谢长安呢 谁会为了保住自己 跟谢家翻脸 如果在几年前 陈网和真的把这一切说出来 恐怕二哥 现在坟头草 都好几米高了 他那脾气 注定不是一个 能对现实低头的人 哪怕是死 他都得拽上谢长安 当电背的 此时的二哥苦笑一声 都过去了 全这个字 真能压死人呢 谢长安的一句话 就能让二哥 跟陈网和分开这么多年 可见官道权势的作用 到底有多大 黑道再厉害 终究也只是 白道眼里的狗而已 二哥亲身经历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想要跟白道斗啊 那就得有其他白道的支持 如果不是这样 哪怕自己是 海城黑道的龙头老大 照样也得在谢长安面前 跪着听话当狗 陈网和认真地看着二哥 你真的 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废话 老子如果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那还愿意跟谁在一起啊 你 你不嫌弃我吗 二哥的表情顿时一僵 然后释然地笑了 嫌弃啥 你现在能跟我在一起就够了 陈网和终于不哭了 咧开嘴笑着 笑容像当年一样灿烂 他凑到二哥的耳朵边 低声说了几句话 二哥听完这些话的时候 就感觉脑袋都蒙了 喜形于色地看着陈网和 华操你没逗我吧 真的 不信你可以去医院问问 他真是个 陈网和满脸羞涩 在海城的白道 有两件事是不能明着说的 虽然许多官员 都会在背后对这两件事 发表各种看法 甚至表示喜闻乐见大快人心 但明面上谁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第一件事呢 就是李书记有点毛病 天生不能生育 所以至今呢 都没孩子 第二件事呢 也是让谢厅长最恼火的事 谢长安在年轻的时候 纵欲过度 到了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下面那玩意就不行了 就是个纯纯的太监呢 吃药都不好使 就搭了着 二哥狂笑着 怪不得这孙子不敢碰你 都自卑成这样 这个他妈死太监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当二哥带着陈婉和回到坛口的时候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是什么情况 二哥笑着跟瑶瑶说 瑶瑶你先带着婉和上去 我跟吴师爷他们聊聊 知道了二哥 瑶瑶乖巧的点点头 虽说他也不太明白 现在是什么状况 可他还是能看出来 此时此刻不是多问的时候 等瑶瑶牵着陈婉和的手上了楼 傻哥一群人全围到二哥身边了 哥 你把他抢回来了 你谢长安不得弄死你啊 老二 你这举动有点不明智 我擦老大 你早该这么做呢 听见这些包含着关心的话 二哥耸耸肩 眼神从未如此决绝过 我已经跟谢长安翻脸了 吴师爷皱着眉 是不是有点不明智 大不了死吧呀 放心吧 我死之前一定拖着谢长安这孙子 你他妈傻呀 吴师爷少有的咆哮起来 二哥可不敢出他眉头 一缩脖子乖巧的站在一边 不敢吭声了 你觉得你牛逼了是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了也无所谓 大不了还能拖着谢长安给你陪葬 你真当我们这些兄弟都死了是不是 吴师爷是真发飙了 二哥可以莽撞 可以冲动 但绝对不可以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 说真的 在吴师爷眼中 二哥是他这辈子仅有的几个兄弟之一了 他不想让二哥 变成那种炮筒子 吴师爷 你们别生气 来来来 你先坐着喝杯茶 你小小伙伙啊 傻哥点头哈腰的把吴师爷劝到一边坐去 帮他满上一杯热茶 我哥也是一时冲动 你别生气了 二哥低着头 对不起 吴师爷 你别生气了 吴师爷瞪了二哥一眼 给我把这事仔细的说说 一看吴师爷的火气啊 正在往下压 二哥赶紧点头 把今天发生的事啊 仔仔细细 前前后后 一点不带辣的 告诉了吴师爷 在这个过程中 二哥跟傻哥呀 就跟两个狗腿子似的 谄媚的帮着吴师爷捏肩 垂背 生怕这个爷爷 再冲他们这些孙子发脾气 陈海波表明态度了 啊 应该算是表明了吧 现在他就站咱们这边了 唉 明天你跟李书记见面的时候 小心点 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想知道 这个白道神仙 究竟是在想干什么 他跟我们这些小混混 有啥好聊的 我是真想不明白呀 二哥嘀咕着 他的话其实没说错 在李书记眼里 二哥他们这种堂主 的确只能算是小混混 让他们活 他们就能安然无恙的活 让他们死 他们就得如李书记 所想的那般 惨死街头 我觉得李书记 要跟咱们说的事 恐怕跟白宝国有关 吴师爷眼中闪烁着金光 他跟我说这事的时候 提醒我了 让我别告诉白宝国 你跟他见面 得对白宝国完全保密 二哥皱着眉 琢磨着吴师爷 这话里边 到底有什么玄机 李书记跟自己 见面的事 得瞒着白宝国 是啊 为什么自己最开始 不想想这一点 为什么要瞒着他 白宝国不是他的一条狗吗 有必要瞒着他吗 晚上就在这吃吧 吃火锅 吴师爷跟二哥说着 二哥笑着答应下来 吴师爷站起身 老钱 潘子 咱们去菜市场买点吃的回来 然后啊 他看了看二哥 你打电话把富贵也叫回来 他也算是咱们的兄弟了 别忘了他 二哥点点头 那必须的 其实钱东来那时候有点纳闷 他可是清楚吴师爷的性格 对于菜市场那种脏兮兮的地方 吴师爷一向敬而远之 但现在他却提出了 要带队去菜市场这几个意思 当然钱东来也就是 想想 没敢多问 毕竟吴师爷不说 那就自然有一番道理 等钱东来他们跟着吴师爷 到了菜市场之后 果不其然 吴师爷还是露出真面目了 你们买菜去吧 我在车里等你们 钱东来嘟囔着 您还不如在堂口里歇着呢 我出来晒晒太阳不行啊 行 您是大哥 说啥都行 钱东来怂怂接 那我跟潘子进去买菜了啊 吴师爷 你要吃点啥 我们给你顺便带点 都行 没什么特别想吃的 你们自己看着来吧 闻言钱东来和潘子点点头买菜去了 把吴师爷一个人留在车里 见他们走远了 吴师爷才把手机拿出来 拨通了一个 很少跟自己联系的号码 吴师爷面无表情 喂 请问是王院长吗 你好 我是东和贵的吴师爷 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一下 准确的说是愣了一下 因为他也没想到 吴师爷会忽然联系上他 你好啊 吴师爷 咱们可有段时间没联系了啊 是啊 小半年了吧 这次我可是有求于你 才联系您呢 明人不说暗话 吴师爷这种开门见山的举动 让王院长很舒服 他最喜欢就是这种耿直的人 别说那些客头话 玩那些歪歪绕啊 喜欢那些耍小聪明的人 是王院长最讨厌的角色 您说 我就是想打听个事 谢厅长的儿子谢长安 得了什么病 您应该有所耳闻吧 王院长不说话了 你们市医院 可是咱们海城规模最大的医院 甭说是咱黑道 就是白道那些人 生个病也得找你们不是 您可是咱们海城市医院的院长 不会不知道这事吧 王院长疑惑的问 吴师爷啊 恕我冒昧 你没事打听这个干啥 这个你就甭管了 您可以全当是我好奇随口问问 我是不会跟别人说的 就是有点好奇 今天刚从一个朋友的嘴里 听说这事 王院长犹豫了一下 想起了自己原来有几次 欠着人家吴师爷人情呢 也就没好意思继续隐瞒 谢公子确实有点毛病 年轻的时候纵于过度 现在 别说是生孩子 就是早上六点半 都不一定能起来了 果然跟我听说的一样 谢谢您满足我的好奇心 你就只是因为好奇 没事的话 你可不会问我这个 反正您就甭管了 咱们海诚知道这事的人 又不光是你一个 听说你孙女过几天过生日 我给你打了十万过去 就当是孙女的生日礼物了 吴师爷啊 你这个人就是太客气了 今天我问的这个事 您可别往外说 否则对你对我都不好 王院长是个明媚人 所以也清楚 吴师爷这十万 那就是封口费了 他这次跟吴师爷说的事 并不是什么特别隐瞒的事 在市医院高层 知道这事人呢 不在少数 更何况他还欠了 吴师爷几个人情 所以这消息也就只能值十万 行 下次我做东 请您出来吃个便饭 好 我一定到 挂了电话 吴师爷松了口气 笑得很是开心 他是在为二哥开心 真的 吴师爷真把二哥 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了 所以他不想二哥 被陈婉和欺骗 不过就现实来看 陈婉和说的都是真话 他并没有欺骗二哥 吴师爷笑眯眯的 靠在车椅上 乐得跟个傻逼似的 嘿 要是早点问问 一切不都完了吗 老二的运气啊 真不错 这种事都能让他台上 当天晚上 二哥他们谈口的大厅 热闹无比 二哥 傻哥 吴师爷 陈九山 钱东来 攀子 富贵 所有在他台口里 能称得上是自己人的混子 基本上到齐了 包括哑巴的几个心腹 吴师爷对二哥说 明天见面 一切小心 啊 是生是死 就看这回了 吴师爷一笑 如果真跟我猜的一样 以后 新河区 就是咱们的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在包间里 二哥坐在茶桌旁 等待着李叔姐他到来 他显得有些紧张 走廊里已经站满了 腰别手枪的保镖 十几二十个黑人呢 跟个柱子似的 立在外边的场景呢 甭提多带感啊 反正二哥看见 这阵仗适从了 而且也羡慕 啥时候自己 才能光明正大 有这么多持枪的保镖啊 伴随着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 包间的门开了 李叔记在四个保镖的护卫下 漫步走了进来 不知道为什么 几年前李叔记脸上那种 平静睿智 已经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消杀的气息 眼中带着一股子 不怒自卑的气势 让人看了就觉得心里发虚 二哥一见李叔记进来 赶紧站起身 毕恭毕敬 跟李叔记打了个招呼 李叔记 你好 听说你跟谢家那孩子 闹翻了 李叔记坐在主位 拿出毛巾 擦了擦脸上的汗 就因为一个小姑娘 对吧 二哥点点头 张口要解释 啊 是谢长安 李叔记摆了摆手 示意二哥闭嘴 他并不想听二哥解释什么 对他来说 谢长安跟二哥的这点矛盾 只不过就是小孩子闹着玩 我想跟你说点大事 李叔记接过保安递过来的茶杯 喝了口热茶 关于你们东河贵的大事 您说 李叔记啊 漫不经心地说 我不喜欢白宝国这条狗了 我想让他死 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李叔记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仿佛自己说的这事微不足道 与自己无关 确实啊 白宝国在他眼里就是一条狗罢了 他可不是什么爱狗人士 对于弄死一条自己养的野狗 李叔记表示 可以淡定地接受 二哥眼神闪烁 不定他把头低下了 您这话 我不太懂 我不喜欢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你得改改 李叔记冷冰冰地说完 忽然笑了 我也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 所以白宝国得死 二哥咬了咬牙 想起了吴师爷在昨晚给他的吩咐 李叔记 您想让我怎么做 继续发展你们的坛口 我会给你们提供一些便利 这是我秘书的电话 平时有什么事啊 就找他帮你们解决 李叔记挥挥手 站在他身后的个西装男走过来 递给二哥一张名片 二哥疑惑地问 光发展坛口 不用对付白宝国 李叔记似笑非笑地看着二哥 你很想让他死 现在白宝国还不能死 等你们把局势稳住了 白宝国的命 也就走到头了 说完 李叔记站起身来 我不急着让他死 我让他现在活着 自然就有他存在的价值 明白 哦 对了 你跟陈海波 也打着交道吧 听见这个问题 二哥哆嗦了一下 没敢开口 那谁都知道 陈海波在这群海城白道的眼里 就是个刺猬 得谁扎谁 谁看他都不顺眼 现在李叔记貌似知道 自己跟陈海波的关系了 这他妈不是死定了吗 李叔记笑着说 陈海波是个人物 可惜啊 他不适合在咱们海城工作 你要的 他给不了 他要的 你也给不了 二哥笑着没说话 他知道自己现在 不说话不好 但是他真不知道 自己该说什么 言多必识 还不如闭嘴呢 李叔记不动声色 你先回去吧 你跟谢家孩子的事啊 我会处理 您的意思是 他不会找你麻烦了 李叔记转过身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包尖 只留给了二哥一句话 做人得忠 做狗也得忠 小东北 不要让我失望啊 自始至终 二哥跟吴师爷 他们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李叔记 会选择二哥 作为切入点 难道二哥 有什么能让李叔记 欣赏的地方 吴师爷 琢磨过这个问题 但没有得到答案 只能就此作罢 等李叔记 他们都走了 二哥才松了口气 软瘫瘫的 靠在沙发上 拿出手机 给吴师爷 拨了个电话 吴师爷 李叔记 已经跟我聊完了 这么快 你们都聊什么了 几分钟就聊完了 跟你猜的一样 白宝国得死 这还真是抱怨不爽 哑巴那事 他办得那么丧心天良 今儿 这不就遭抱怨了 吴师爷 彻底震惊了 李叔记 要动手了 没没没 李叔记说了 白宝国得死 因为他自作聪明 但没说今天动手啊 那他打算 什么时候动手啊 吴师爷 感觉很郁闷 他叫咱们 继续发展坛口 说现在不是 动手的时候 他说 他让白宝国活着 就自然有让白宝国 存在下去的道理 行了 我知道了 我晚点回家啊 二哥看了一眼 墙上的挂钟 见时间差不多 要到点了 我去趟鬼戎那边 那孙子 让我陪他喝酒呢 行 自己路上小心 与此同时 李书记 他们的车队 正向着郊区进发 李书记 他已经到了 啊 李书记 点点头问他秘书 就他一个人来的 对 就陈海波一个人过来 秘书试探性地问 需要把人都撤了吗 我早就说 不用让人来 李书记苦笑 他不敢动我 我不敢动他 其实这一切都很和平 压根不用防备他 难道 你们就这么看中小东北 秘书 似乎知道什么 他问李书记 我不觉得小东北 有什么可投资的地方 与其浪费精力在他身上 还不如叫东和贵的 吴师爷过来谈 吴师爷 哼 李书记冷哼一声 他是聪明人没错 我也很欣赏他 可他追根究底 也是个白纸扇呢 难道你想让东和贵 变成川帮那样 川帮现在的情况 有些微妙 刘罗郭虽然是龙头老大 可他并没有什么能服众的地方 说到底他只是个精神领袖 他还活着 川帮老一代的人就算是没死绝 孙邦之所以会崛起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 就是因为这一点 他也是刘罗郭这一代的老混子 可他呢 属于武将 能服众的地方比刘罗郭多得多 毫不夸张的说 只要孙邦接杆起义 川帮一天之内彻底改天换日 外人都只看见川帮的威师一时无量 不光有谢厅长在背后坐靠山 还有数不清的底蕴正在慢慢的揭露 可又有几个人能想到现在川帮也在内斗啊 李书记 这家饭馆的野味不错呀 好 陈队长你可真会说笑 这哪是什么野味啊 李书记看着盘子里边的肉块笑得很温和 这就是些野鸡野鸭罢了 算不上野味 陈海波头也不抬 您找我到这见面 想谈的无非就是那件事 对吧 李书记嗡了一声 这事办成了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是违法的事啊 违法乱记对我们来说 李书记没有像原来那般跟陈海波打关枪 他说得很直接 你要公平 你要稳定 只有他死了 你才能得到这两点 那你想要什么 钱 命 我不喜欢过穷日子 也不喜欢有人老在背后惦记着我的脑袋 陈海波皱着眉 想要奔倒塌 不容易 你有这个能耐 每年中央都会有大手笔 只要你到时候在中央 轻轻提他几下 李书记欲言又止地看着陈海波 说到这儿 没再继续往下说 陈海波点了根烟 自顾自地抽着 不能乱来啊 他没有给李海波发烟的意思 这倒不是说他看不起李书记 主要是因为他知道 李书记也不爱抽人家这种廉价烟 陈海波语重心长地跟李书记说 太急了 对咱们呢都没好处 更何况狗急还跳墙 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是不会动手 我也怕牵连进去 李书记这时抬起头来 五年之内他必须得死 陈海波笑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个一两年呢 五年倒也差不多 够用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真他妈痛快 鬼戎拿着白酒瓶子直接关起来了 猛喝了两口冲着二哥竖起大拇指 早就告诉你这事不能忍 当初你跟谢长安对着干 怕个毛 打不过不是有老子吗 二哥苦笑 别他妈跟我扯淡啊 有的事跟你说不明白 有什么明不明白 不就是你怂了吗 这不是怂 是原则 如果他喜欢上谢长安 然后才跟我分手 那我没话说 我当时咋知道 他假装喜欢谢长安呢 你俩也真够有意思的 整得跟电视剧的 还假装喜欢那个 那个又真 哎呀 这他妈关系真复杂 谢谢你啊 二哥拿着酒瓶子 跟鬼戎碰了碰 这段时间 你帮了我不少忙 做兄弟的 能做到你这份上 没啥说的 来 都在酒里 别跟我整这套 鬼戎黑黑笑着 用手一拍二哥后脑勺 哥们 你这逼装的可不够深沉呢 说真的 你不像是能玩山情的料啊 二哥当时就一个感觉 我真日了狗了 不对 应该是我真日了鬼戎了 发自内心跟他唠几句歌 结果被他嘲讽一顿 这种事估计也就鬼戎能干出来 二哥喝了口酒问 最近你们社团有啥忙要我帮不 他可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特别是欠自己人的人情 这可不是说生分 也不是二哥矫情 纯粹就是天生的习惯 改不了 哼 没有啊 我们社团发展挺稳 你记着可乐不 我知道啊 就是你现在手下最红的孙子呗 你他妈张口孙子 闭口孙子 你嘴咋这么脏 鬼戎瞪了二哥一眼 显然呢 觉着这种出口成仓的习惯 很没有大哥风范 可乐那傻逼脑子转得真快呀 跟你们社团那财神爷似的 就那个钱东来 差不多 二哥不动声色 我听吴师爷说 最近又得有几个工程 被我们揽过来 搞房地产 你们还是不如我们的 谁说不是 我分你俩工程 这事交接得隐秘一点 别让外人知道了 用不着 鬼戎擦了擦嘴 把酒瓶子放下 你别让我骂你啊 不是咱两兄弟 还用着说这些 你二啊 现在你们社团 发展空间很大 就是后续资金跟不上 老子就顺手帮你干嘛 以后你有钱了 再还我不就完了吗 矫情 妈的 那行 那我谢谢你了啊 鬼戎苦笑着 没再拒绝二哥的提 就在鬼戎点头的时候 二哥手机响了 吴师爷打来的 哎 吴师爷 咋的了 我刚得到消息 白宝国出去 跟九龙东见面了 很正常啊 他俩关系不都挺好吗 他们见面的地方 是白宝国旗下的一家会所 吴师爷似乎是在提示二哥 他们好像在谈什么 老伯子跟肥犬 都在外边留着手门 二哥沉默了一会儿 把筷子放下了 我记着九龙东 不爱去会所这种地方啊 他俩这是又想干啥 会不会是在说 北建新区的事啊 吴师爷 我不太清楚 但我觉得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怎么说呀 我那个小弟 好像在白宝国嘴里 听见了你的名字 还有鬼容的名字 吴师爷说着 语气很担忧 在说到你跟鬼容的时候 白宝国的表情 好像要杀人 其实吴师爷 心里边已经有点谱了 可他没说出来 原因很简单 他摸不准自己猜的是对 还是错 一般而言 没有80%把握的事 他很少跟人说 更何况 这事可不是一般的小事 可能会牵连很多人 所以吴师爷 在没有很大把握的时候 真不敢说出口 当时吴师爷 跟二哥并不知道 就在他们 精一不定 推测真相的时候 白宝国跟九龙东 正在说一些陈年旧事 并没有在鬼容和二哥 这话题上多做停留 实际上 他们这次聊天的主要原因 也跟鬼容和二哥无关 白宝国靠在沙发上 嘴里叼着根烟 整个人看起来挺沧桑 老九龙 我觉得你这命是真长啊 他妈连王庆山都死了 没想到你这炮筒子 还活着呢 九龙东辩解了一句 炮筒子是陈白虎 挨在咱们新河区 你说咱那时代的人 还剩下多数了 九龙东皱着眉仔细想了想 十之八九都进苦谣了 其他人要么成了一方大哥 要么被仇气砍死在大街上 差距挺大 王庆山死了 陈白虎死了 当初跟咱们喝过酒的兄弟 都死得差不多了 算上你我 也就剩下一个礼大圣了 白宝国狠狠抽了口烟 也许这一下子 吸得太多的缘故 猛地把白宝国给呛得咳嗽起来 白宝国捂着嘴咳了半天 眼泪都快咳出来了 咳嗽还是没停止 直到九龙东坐过来 帮他拍了拍后背 这才让白宝国呀 慢慢地顺过气 你老了 妈的谁不会老啊 总有一天 咱们也得变成东永伯那样 跟他一样 死在自己 没下后生手里 白宝国倒是没抵触这个话题 很直接地点头 仿佛已经把现在的黑道看透了 弱肉强食啊 老的连骨头都砍不动了 还抱着做金山 肯定得被年轻人弄死 你找我过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没 我就是想告诉你吧 白宝国说着 忽然把脸凑到九龙东面前 阴森森地看着九龙东 昨天晚上 我梦见王庆山了 在这时候 白宝国才发现有点不对劲 低头一看 九龙东手里已经握着手枪 枪口正对着自己肚子 我擦 你说话的时候 别忽然凑过来啊 他们一脸阴阳怪气的 九龙东尴尬地把枪收回去 老子他们还以为你要偷袭我呢 白宝国气得连骂人都忘了 一个劲哆嗦 他憋了半天憋出了一句 老子他们是那样的人吗 我操你个老九龙 你疯了吧 你梦见王庆山了 九龙东转开话题 免得自己尴尬 是啊 他说他自己在下边太寂寞 让咱们去陪他聊聊天 白宝国把手机拿出来 见时间还早 要不咱们去焚山看看王庆山和老虎啊 九龙东张张嘴想要说什么 可一看白宝国的表情如此认真 他也就点头答应了 本来今天九龙东啊 还得去见几个白道人物 但现在看来只能推了 走吧 傻逼 九龙东喊着这个久违的称呼 难得的笑了起来 顺便给王庆山他们买两个纸 买两个小妞啊 免得他说咱们几个老兄弟不厚头 哎 要不把李大胜也嚣张 白宝国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他有些感慨 听说王庆山死那天 这孙子在坛口哭了一顿 这几年王庆山继日的时候 李大胜也经常去看他呀 九龙东没有反驳 行啊 叫什么 他要是今天赶来 我就高看他一眼 但这个怂逼敢跟咱们见面吗 白宝国嗡了一声 拿出手机给李大胜打了个电话 猴子 看王庆山去 去吧 李大胜估计愣了 缓了半天 他才说 今天不是他今日吧 没有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他叫我们上去陪他唠唠嗑 我现在跟老九龙准备过去 跟我们一起去吧 李大胜犹豫半天 没答应 算了 我就问问 白宝国叹了口气 见电话那头还是很安静 白宝国把电话挂了 果然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往日的情分过去的回忆 忽然白宝国电话响了 接通之后 电话那头传来李大胜的怒吼声 我操的 你那手机什么猫名 啊 什么他妈信号 老子说去 你没听见呢 白宝国尴尬的 顾左右而言他 啊 啊 那我们先去了 你直接去坟场 我挂了啊 等把这电话挂断 九龙东才问 他真敢答应 啊 操 算他有点良心 九龙东 笑容无比真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白宝国带着九龙东 赶到坟场的时候 发现李大胜啊 早就在那等着了 哟 猴子 胆够大的呀 九龙东走过去的时候 就开始嘲讽李大胜 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我还以为 你得带一对保镖 才敢过来 你们不敢动我 李大胜说着 看见九龙东的表情变了 赶紧又补充了一句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不敢在 王庆山的眼皮子底下动我 不是啊 当着死人面揍我 你们有脸呢 白宝国大笑着 丢了一支烟给李大胜 走吧 上去看看大王 此时此刻 这几个社团大佬 和谐相处的画面 已经很久没见着我了 上一次这种场景的出现时间 还是七八年前 也就是东永伯还活着 正处于巅峰的时候 咱们多少年 没这么一起爬山了呀 很多年了 李大胜脸上也没有了 先前那种见效 取而代之的 是他平常不会表现出的沧桑 你想杀我 我想杀你 谁都怕死在对方手上 出去吃个饭都得小心翼翼 别他妈说爬山 九龙东皱着眉毛 难得来看一次王庆山 你能不能别说这些废话 李大胜怂怂肩 不说话了 忽然李大胜 似乎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来 他问了白宝国一句 大傻子是不是去北建新区了 听说他出事了 白宝国脸上的笑容 煞时就僵住了 看着李大胜皱起眉头 出事了 今天傻哥确实被安配 去北建新区拿货 而且货的数量还不小 在那个年代 这批货卖出去的价格 是一个能让无数混子 生出黑吃黑冲动的数目 就因为这批货的量大 所以傻哥才会被白宝国 安配去拿货 不光如此 老脖子也被白宝国 叫去保家货航了 东和贵的大傻 东和贵的老脖子 这两个名字 就是一张 没有几个人敢撕的保票 敢在他们面前 抢货的人肯定有 但在整个海城 估计数不出来五个 抢了他们的东西是小事 问题是他们背后 还占着东和贵 而且这批货的卖家 越南班 肯定也得找凶手算账 有命赚也得有命花 不是吗 愿意在同一时间 招惹上两个黑道社团的人 貌似也就只有几家 已经明摆着 跟他们对着干的大社团 李大胜是怎么知道 大傻子去了北建新区啊 他们的行踪 应该很隐秘啊 还说大傻子出事了 这 李大胜幸灾乐祸地笑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但我跟你说这事 你得欠我个人情 我在来的时候 就听我几个手下说 大傻子被穿帮的人 给堵了 白宝国没把这话当成玩笑话 很直接把手机拿了出来 给大傻打了过去 想了很久 但是没人接 怎么回事 白宝国看着李大胜 目光里充满质疑 李大胜苦笑 这事真不是我干的 信不信由你 老子还不至于把手伸到北建新区 去动你的人 就在白宝国还想接着往下问的时候 手机响了 吴师爷打过来的 大傻他们出事了 老二带着人已经赶过去 那就行 穿帮上干的 吴师爷那边明显一愣 你怎么知道 我还以为 我是最早知道这消息的 回去再跟你说吧 白宝国说着挂了电话 小东北是大傻的堂兄弟 他们俩的关系 那人尽皆知 估计小东北把大傻这个弟弟 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他去支援大傻 那就肯定是冲着拼命去的 更何况后边还有个吴师爷出谋划策 能把大傻他们营救回来的可能性很高啊 你欠我人情啊 欠个屁的人情 放俩屁就能让我欠你个人情 你逗我呢 说实话 白宝国还是小看了这事的严重性 如果他知道傻哥跟老脖子面对的是什么情况 那么他必然不会这么淡定的 继续跟九龙东他们爬山 老脖子狼狈不堪的蹲在垃圾堆后边 跟同样狼狈的傻哥说 六七十号都在外边 那批货应该能保住 咱俩把大部分火力都吸引走了 剩下的人堵不住咱们的车 傻哥倒是没慌乱 那就好 那可是咱们社团那些兄弟的血汗钱呢 要是因为咱俩的缘故丢了 我心里可亏得慌 咱们想跑出去有点不容易 哎 你身上还有烟呗 不容易就不跑呗 等着来支援咱们 傻哥把烟盒拿出来 往自己嘴里放了一支 然后又递了一支烟给老脖子 顺便要帮他点上 可能这事现在说起来挺有意思 说白了 傻哥跟老脖子也是难得傻逼了一回 在许多混色来来往往的巷子里 傻哥跟老脖子居然有胆子抽着烟在那闲聊 虽说他们是躲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 可是那烟是会飘出去的呀 各位想想啊 当所有杀气腾腾的混子发现垃圾堆上空 有一缕缕的仙气往外飘的时候 他们会想到什么 有人成仙了 还是有人穿越了呀 老脖子跟大傻在这抽烟呀 砍死他们 听见这一嗓子 老脖子跟傻哥都觉得尴尬 我走 老脖子脸色通红把烟丢了 只感觉这辈子不会再有比现在更尴尬的场景 他看了一眼傻哥 发现傻哥也是满脸的尴尬 哎呀我去早知道我就不抽烟了 傻哥把烟头往地上一扔 想都没想直接向垃圾堆后方围墙就窜了过去 跟个猴子似的 那敏捷的动作 在老脖子看起来跟傻哥魁梧的身材确实反差很大呀 见傻哥已经窜上墙了 老脖子也没再耽搁 急匆匆的跟在傻哥身后也窜上去了 等那些混子围过来的时候 他俩已经从这些人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老脖子一边跑一边跟傻哥还分析现状呢 方圆石里都是穿帮的地盘 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困难了 要不咱们搏一搏 直接能辆车杀出去得了 到了远南帮地盘 咱们也能安全点 傻哥苦笑 可惜咱俩手机都落车上了 要不然现在就能联系他们 老脖子刚想说什么 忽然看见街对面有个熟人 脸色猛的就变了 老脖子千不该万不该 问了一句话 大沙 那不是你对象吗 傻哥一听本能的就转头 往街对面看了过去 只见瑶瑶啊 拎着两个购物袋 正漫不经心的往街口走呢 也许是巧合吧 就在这时候 瑶瑶冷不丁地往傻哥他们这个方向看了眼 在看见傻哥的同时 他开心地朝着傻哥还招了招手 大傻哥 这一瞬间 傻哥心里就俩字 完了 这女的认识大傻 赶紧把她逮着 大傻跟老脚子就在前面快追 没等老脖子阻止傻哥 在那些人喊出这些话的时候 傻哥已经穿过马路了 瑶瑶也知道情况不对了 急忙把手里的东西丢下 朝着傻哥就跑过去 当路边的混子一窝蜂追上瑶瑶的时候 傻哥也到他身边了 傻哥一声怒吼 都给老子滚 直接一拳头砸在某个混子脸上 伴随着鼻梁鼓折断的声响 那混混眼皮子一翻就到了 血止不住地从鼻子里流出来 与此同时呢 傻哥也用另外一只手把瑶瑶揽在怀里 然后往肩上一扛 撒牙子往老脖子锁在地方就跑 这么点人傻哥还是有信心能对付 可无奈 有瑶瑶这么个拖油瓶在这儿 还怎么打呀 傻哥沉沉说 别乱动 我带你跑 能扛着一个活人玩马拉松的黑社会 整个海城估计就傻哥跟王庆山两个人了 当后边那些追兵看见这一幕 都忍不住对傻哥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啊 我咋扛着个人还能跑这么快 快追啊 他跑不了多远了 傻哥跟老脖子在街道上狂奔 心里边忍不住都慌了 因为他们发现身后的追兵越来越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陈九山问二哥 老大 我再叫点人跟上咱们吧 就咱们几个去接大傻哥 怕是不够用 现在醉气打草惊蛇 要是咱们大张旗鼓的进了北建新区 肯定让人盯上 甚至被围剿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目的不是帮大傻砍人 接他走 懂不 懂了 这辆灰色面包车上 只坐了四个人 二哥 陈九山 富贵 潘子 钱东来是想跟着一块来的 可二哥明说了 他来了就是脱油瓶的料 只不定会给自己添多少麻烦 都做了几年的生意了 让他拿着砍刀去砍人 那能行吗 二哥低着头 检查着手里的弹夹 絮絮叨叨 这次咱们直接动喷子 玩刀就是找死 等咱们把大傻和老伯子救了之后 咱们就从高速回去 那边有越南帮上来接咱们 比走那几条道安全多了 在那个时候 二哥心里已经慌得不行了 他知道这次的事处理起来很麻烦 甚至是自己都有栽进去的可能 妈的大傻 你他们可千万别死啊 二哥心里祈祷着表情很难看 当二哥他们坐着的面包车 驶入北建新区的时候 傻哥跟老伯子已经找地方躲起来了 他们躲藏的地方 是一片正在拆除的烂尾楼 在逃过来的路上 老伯子动作敏捷地打晕了一个路人 顺势把他手机掏出来了 五师爷 你让小东北他们 来南海城五花园这边接应我们 老伯子已经满头都是冷汗 看着楼底下密密麻麻的混子 他感觉今天这事 恐怕没那么容易解决了 你们先藏好了 我马上叫人过去 来追你们的混子有多少 听见这个问题 老伯子偷偷朝楼下看了一眼 少说一两百吧 他们现在没上来 正在楼下扫荡 估计一会儿就杀人来了 你们等着 我现在让老二过去接你们 挂断电话 老伯子靠着墙壁慢慢地蹲下来 看着满脸平静的傻哥 他叹了口气 老伯子发自肺腑的感慨 看不出来啊 你胆气挺足 害怕起不了任何作用 遇见麻烦 就得壮着胆去应付 这是我哥教我的 他让我遇见啥事都别慌 否则忙中就得出错 这话倒是在理 见两个当事人都表现得这么无所谓 摇摇紧张的情绪也稍微地安稳下来 哆哆嗦嗦地抱着傻哥的手臂 眼睛通红 傻哥笑着拍了拍摇摇的头 没事 有我在 天王老子也动不了你 文言摇摇抬抬头看了傻哥一眼 再见到傻哥满脸的平静 他笑着嗡了一声 他还是老样子 总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给人安全感 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 自己才会爱上他吧 摇摇紧紧地抱着傻哥的手臂 想着这些 他害怕的表情也在脸上消失了 老伯子咳嗽了两下 装作什么没看见 站起身来 他准备啊 看看楼下的情况 这不看还好 一看老伯子表情顿时就变了 有人上来了 多少人 大概十来个 其他人跑另外几栋楼找咱们了 伯子哥 你帮我照顾一下他 我去解决这群废物 傻哥笑嘻嘻地说着 把随身带着的匕首抽了出来 老伯子觉得傻哥这提议有点不靠谱 皱着眉 没答应他的话 才十来个人 但是楼道也不宽 我能找机会干掉他们 你不会傻乎乎地跟他们硬干吧 他们可都拿着枪呢 放心吧 我叫大傻 可我又不真傻 傻哥挠了挠头 那笑容啊甭提多傻了 十分钟 或者五分钟 我就能解决他们 行 你去吧 如果你死了 我贫着命也会带你对象回去 哪怕老子让人堵了 也会死在他前边 你用不着这么说 一群废物 难道他们都是王庆山呢 听见这话老伯子也乐了 确实如大傻所说 在楼道这种狭窄的地方 只要抓住了偷袭的机会 那想要干掉那些拿枪的混子很容易 打近身战 玩枪的 确实啊 比不过玩刀的灵活 在这个过程中 瑶瑶一直没说话 很安静地听着傻哥的计划 瑶瑶只说了一句 注意安全 然后帮傻哥拍了拍 被弄脏的衣袖 抿着嘴 别死了啊 我命硬着呢 我不想死 谁也弄不死我 随后傻哥紧紧抱了抱瑶瑶 转过身 一言不发 离开了这间房间 傻哥他们躲藏的这栋烂尾楼啊 一共有八层 他们躲的地方就在八楼 在傻哥走出控房的时候 楼下的追兵刚上二楼 一个年长的混子 紧握着手里的五连发 看见大傻他们就开枪 刚才孙帮哥打过电话 不用活捉 只要咱们打死大傻 或者老脖子 就能拿一百万 有人就问了 这么分起来 咱们一个人能分十万 差不多这个数吧 钱都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名气啊 要是大傻跟老脖子 在咱们手里 以后海城黑道 就得有咱们一片天了 当然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激动 有几个胆小的混子 还是挺慌 赵哥 听说大傻跟老脖子 老能打了 那都是一打十的主啊 咱们跟他动手的时候 会不会有危险 你这他妈不废话吗 想没危险 滚回家睡觉去 危险跟基于并存啊 再说了 一打十 你电影看多了啊 你见过一打十的黑社会啊 被骂的人也有些郁闷 毕竟大傻和老脖子的事迹 那可都是许多人亲眼见证过的 可赵哥明摆着不信呢 那有啥办法 赵哥吩咐着 你们几个 从烂尾楼那个楼道口上去 我们从这边上去 知道了赵哥 十六个混子 就这么被赵哥分成两对 赵哥没脑子吗 不他有脑子 他知道这样找人的效率比较高 而且人人都拿着五连法 压根不处大傻他们 起码在他没跟傻哥交手之前 是这么想的 这栋楼并不算大 只要有人开枪 那他必然能听见枪声 到时候赶过去支援就完了 眼睛都放亮点 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直接喊 赵哥带着剩下这些混子 沿着楼梯 慢慢的朝上走 在这栋烂尾楼里啊 到处弥漫的是一股子臭味 也说不清这种味道 是什么东西散发的 总而言之吧 就这种味道让人很恶心 上到三楼的时候啊 赵哥带着这些混子 开始一个房间 接着一个房间的找 观察得很仔细 生怕遗漏了傻哥 他们留下的踪迹 他们会不会不在这栋楼啊 说不准 反正他们就在这片藏着 有人看见他们过来了 孙帮哥可不光派了 咱们这些人找大傻 后续队伍在路上 最多半个小时就到 到时候大傻子 他们肯定插翅难飞 花音一落 赵哥又笑了笑 想在这种地方躲过咱们搜查 有点不明智啊 当时赵哥并不知道的是 傻哥没在楼上 就蹲在隔壁的阳台外边 听赵哥说的这些话 都听得清清楚楚 傻哥当时心里就琢磨呀 只能硬顶着了 我跟老脖子 应该能顶个十分钟吧 这栋楼就两条道 只要把这些混子干掉 把五连发抢过来 剩下的事可容易多了 想在这种地方 顶住嫡妻等待支援 那必须得有枪啊 否则穿帮的人靠人海战术 都能很轻松的 干掉傻哥和老脖子 枪是个能救命的东西啊 赵哥说着 走吧 去下一间房间 看看 领着人就退出这间空房了 那时候他还在琢磨呢 如果大傻不在这栋楼 而是在其他地方 然后让其他人把他干掉了 那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事 可就黄了 大傻呀大傻 你可千万别在其他的烂尾楼啊 赵哥一言不发的 心中默默祈祷 带着众人朝下一间空房走去 几秒之后 就在赵哥准备左拐进入另一间空房的时候 他只感觉脖子凉了一下 然后就是一阵天悬地砖 傻哥手里握着低血的匕首 面无表情的问他 你们找我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冰为您播讲 伴随着傻哥拔出匕首的动作 血煞石从赵哥脖子里边喷出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 就跟那喷泉似的 血喷涌的速度很快 站在赵哥身边的两个混混 没来得及反应 被溅了一脸的血 当时没人想到开枪 真的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 都被傻哥狠毒的手段吓傻了 见他们没有立刻反应过来 傻哥抓住这个机会 一把夺过赵哥手里的五连发 冲着这几个人连开了五枪 直至把枪里的子弹打光 在这个距离 用五连发绷扔人 效果极为显著 站在最前边的几个混子 当时就不行了 胸口上全是铁杀 血流不止的样子 看起来格外吓人 倒在地上抽出几下 直接就没气了 至于站在后边的人 运气就稍微好点 没有一个死的 顶多就是重伤 八个混子 不过转眼的功夫啊 就让傻哥干掉四个 剩下四个混子 三个重伤 一个轻伤 一看到在地上受轻伤 那混子还把枪举起来了 傻哥立马靠着墙边冲过去 这个角度可不是那人 那一枪能崩到的地方 毕竟他是倒在地上 可不像站着那么灵活 等靠近那个混子 傻哥抬腿 重重的就踢在 他拿着枪的那只手上 这个距离 你跟我俩玩枪啊 傻哥瞪着他 又是一脚踩在他肚子上 躺得那混子 一翻白眼 直接晕过去了 解决了八个混子 傻哥把他们带来的 五连发都收起来了 当然也没全部带走 只拿了四把五连发 跟他们所有的子弹 本来傻哥呀 是想给那几个 重伤的人补一头 可等他把匕首 举起来的时候 有点下不去手了 这几个人挨了枪子 唠个残疑是必然 难道真要赶尽杀绝啊 傻哥毕竟不是鬼容 斩草除根 这可不是他为人的 处事的手段 做人留一线 那才是傻哥的作用名 看见那混子在地上 痛苦的声音的时候 傻哥就一个感觉 说出来恐怕没人会信 他觉得吧 混黑道的 无论是敌是友 都不容易啊 当傻哥走到楼道中的时候 他听见了楼上 响起了枪声 还有求救声 按理来说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会求救的人应该是摇摇 但此时此刻 听着楼上那些喊救命的 都是穿帮的混子 傻哥可能听出来 枪声很快停了 随后就是那些 混子痛苦的哀嚎 有人上去了 傻哥脸色一变 完全没想到 那群孙子会兵分两路 如果上边出点差错 老脖子跟摇摇 可就危险了 虽然听声音 是老脖子占了便宜 可这就能保证 他一定不受伤 这就能代表摇摇毫发无损呢 如果他们出了啥事 怎么办 傻哥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 等他回到先前躲藏 那一层的时候 下意识松了口气 楼道里躺着的 全是穿帮的混子 老脖子瘫坐在墙边 手臂上有个枪眼 血正止不住的往外流 妈的 果然是老了 不中用了 竟然被这群废物 还给弄见红了 马有尸体的时候呢 正面硬杠这么多人 只挨一枪够本来 老脖子无奈的看了傻哥一眼 笑着摇里摇头 要是你哥再不来救咱们 咱们今天可就死定了 哦 在他们开第一枪的时候 枪声应该就传出去了 傻哥皱着眉 把手里的五连发 递给老脖子 咱俩一人手一边的楼道 能扛多久扛多久 实在不行 死了就死了 老脖子嗡了一声 接过了五连发 慢慢的站了起来 要是今天咱们死了 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哥 妈的 我也不会放过的呀 你记住多拿点子弹 过去啊 你别几下打光了 那可就扯蛋了 我知道 先我上那边守着 你自己小心点 别让那群废物给办了 老脖子晃晃悠悠 朝另一边的楼道口走去 看着老脖子 狗狗的背影 傻哥皱了皱眉 你这伤势 没等傻哥把话说完 老脖子摆了摆手 没事 这点小伤 敢被蚊子咬泪似的 老脖子说这话的时候 笑得很庆幸 妈的呀 还好他们是拿手枪打了我 这要是五连发 我这只手可就废了 老脖子还是我老脖子 哪怕他现在已经老了许多 跟人生死相搏的时候 也没了最初的那股子狠劲 可他还是那个挨了枪子 能满脸不在乎的男人 傻哥呀 冲着站在空房里的 瑶瑶说 瑶瑶 你就在这等着我们啊 没事 你别担心 乖乖的等着我们就行 啊 那你小心哪 傻哥跟老脖子这一生 所干出最牛逼的事啊 恐怕就是今天这场枪战了 来楼上逮他们的人有多少啊 不下四十号 四十多号人分成两批 从两个楼梯口杀上来 几乎人人都带着枪 战斗力那叫一个足 从这就能看出来 川帮这段时间崛起的速度有多快 能大规模的给混子配备枪械 足以看出他们呢 得到了多少白刀的支持 楼外边的人只听见 这栋烂尾楼里边枪声不断 混子的怒吼声 惨叫声就没停过 老脖子是开出第一枪的人 老脖子怒吼着 让孙邦来见老子 让你们这群杂孙来打头阵 他是看不起老子还是怎么着 在楼下的拐角处 那些混子靠着墙边站着 谁都不敢往前迈一步 他们不知道老脖子的火力有多足 所以他们不敢冒险 先前那几个壮着胆子 想仗着人多冲上去的混子 现在已经倒在地上 死的不能再死了 老脖子 你别嚣张 老子明告诉你 今儿你们还真就跑不了了 有种你们给老子上来 就算死 老子也得拽着你们这群废物当电背 老脖子不顾一切的怒吼 吓住了不少人 他们都想上前弄死老脖子 杨明丽万 可他们却不想拿命 去换老脖子的命啊 跟这种亡命图硬着来 那不就是找死吗 自己上去顶了第一脖子的 然后死了 或者落个什么重伤啊 残疾 然后最后功劳呢 让后边弄死老脖子的人给捡漏了 这种利人不利己的事 谁愿意做呀 老脖子跟傻哥都是黑道中的经验主义 他们清楚这些混子是怎么想的 所以也就没想跟他们硬着玩枪战 只要吓唬住他们 拖住时间 一切都好说 当然这并不是没有风险 二哥他们在往这边赶 越南帮的人也在往这边赶 他们都是来救傻哥的 而想杀傻哥跟老脖子的人也在吹哨子 带着队朝这边赶 孙帮就是其中之一 大傻他们一定得死 不然 我可就危险了 孙帮来的时候给刘罗锅打着电话 笑得很无奈 他们都铁了心想要杀我呢 刘罗锅说 确实啊 弄死他们比较好 这事必须要做得干净利落啊 别让他们跑了 否则可就是虎归深山 后患无穷啊 放心吧老大 孙帮在说老大这两个字的时候 表情有些微妙 那似笑非笑的样子 看起来格外吓人 这事我会办好 挂了电话 刘罗锅坐在太师椅生 抽了两口言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眼神很恍惚 大概过了两分钟吧 刘罗锅叹了口气 把手机拿起来 拨通了一个没有记录的号码 响了几声 电话被人接通了 刘罗锅表情复杂的 对电话那边的人说 你联系越南班 让他们从海中新街过去 那边啊 没有我们的人 那边的人笑了起来 好 就到人之后 你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我当然知道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哪怕咱们现在处于敌对状态 但暂时还是朋友 行 我帮你们这一次 你得帮我除掉孙帮 刘罗锅说这话的时候 手有些发颤 他知道孙帮对自己的威胁有多大 只要到了该动手的时候 孙帮一定会不念旧情的 干掉他这个顶头上子 龙头老大 刘罗锅想要除掉孙帮不容易 而且还得顾忌很多东西 可他要是联合外人 那么想要干掉孙帮 就容易多了 那必须的呀 刘哥 我是什么样的人 您还能不清楚 这种后悔后立的事 是我最爱干的 我信你一次 吴师爷 别让我失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虽然现在川帮跟东河贵 处于敌对状态 可在这件事上 孙帮才是最该死的那个人 刘罗锅想他死 二哥想他死 在这场城区之间的争斗当中 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想让孙帮死 为什么他这么招人恨呢 原因很简单 数大招风 孙帮的崛起实在太突然了 在这几年的稳步发展之中 他的势力扩张到了 让无数人眼红的地步 虽然还是比不上 傻哥他们那弹口吧 可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要这么说的话 傻哥崛起的速度也很快 也很突然 发展的比孙帮要牛多了 但是为什么没人恨他呢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傻哥有能够扶重的本事 孙帮没有 论打打不过大傻 连他堂口的陈九山 他都不一定能打得过 论脑子 他能比得上吴师爷 他连他们小东北都比不上 就这样一个废物 凭什么能够站在那么高的地方 有什么资格在川帮之中 一人直下万人直上 快冲上去啊 他一条枪能踏死我们几个人 你们怕个猫 吼出这句话的混子 并没有冲上去的意思 反而隐隐往后退了一步 生怕被老脖子打出来的子弹 给击中了 从这些混子进楼开始 直到现在 他们被老脖子跟傻哥 拖住了五分钟 越来越多的混子 开始涌入这栋楼 但真正敢冲上去的 却越来越少 如果孙帮在这儿啊 老脖子他们必死无疑 之所以他们能活到现在啊 就是因为这群混子里 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大人物 都是一群一样的小混混 凭什么就听你的我们去送死 傻哥眼睛通红 冲着楼里喊 来啊 上来一个我打死一个 被他用五连法打倒在地的人 已经超过十个了 其中中伤的人有八个左右 其余的都直接嗝屁了 没一个轻伤的 现在玩手下留情的就是找死 只要有三四个人冲到傻哥这一层 成功拖住傻哥几秒钟的时间 让他在这段时间开不了枪 那楼下那二三十号人 毫不犹豫的就会冲上来 傻哥不想死 更何况楼上还有一个摇摇 他可不想自己的女人 落在这群黑社会手里 大傻 你现在把枪放下 我们给你留个全尸 操 你上来试试 战局就这么僵持下来了 下边人想上去 但不敢上去 上边人想出去 但又没法出去 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 还是几分钟前那副模样 就在这个时候啊 只听楼外响起一阵枪声 隐隐约约还能听见一个东北人的怒吼声 我操你们全家都给老子把东西放下 傻哥跟老伯子听见这一嗓子 那瞬间他俩都笑了 你他妈总算来了 在烂尾楼外边的建筑工地里 三十多号穿着制服的公安 全都跟在陈海波身后跑了进来 每个公安都拿着枪 看样可是来办正事的 先前响起的一阵枪声 那是他们鸣枪市井 陈海波看了二哥眼 用开玩笑的语气问他 小东北 貌似我高看你了 知道穿帮是块男狠的骨头了 二哥苦笑 我没想到他们玩这么大呀 确实挺大 光是往这边聚集的混子 已经不下四百号了 这附近的白道都让他们买通了 要不是我及时赶来 恐怕你今天想救人出去 没那么容易 我听吴师爷说 您跟李书记谈妥了 谈妥了 姓谢的得死 你就是我们选出来的领头人 陈海波拍了拍二哥的肩膀 好好干 总有一天 这个城区会变成你的 我真不明白 你们为啥选我呀 以后你就知道了 话音一落 陈海波冲着那些公安说 把楼里的人全都轰出来 如果有人袭警 不用鸣枪 就地击毙 在这些公安里啊 只有几个 跟陈海波熟识的中年公安 能表现得很冷静 其余的那些个公安 那都有点紧张啊 因为他们这辈子 没见过这么吓人的场面 无数提着砍刀 或者是拿着五连发的黑社会 明目张胆的从外边跑进来 看见这些公安的时候 也没有惊慌失措的表现 反而很嚣张的瞪着他们 似乎都有种 跟他们动手的意思了 你们他妈少管闲事啊 要不然 哗 随着一声响响 冲着这群公安 骂街的穿帮混的 直接倒在血泊 抽出几下 彻底就没了生气了 陈海波 把孩子冒着烟的枪口 放了下去 进去哄人呐 我们是警察 他们是黑社会 怕啥 我倒想看看 有谁敢在我的面前放肆 不少混的 不少混的都认输陈海波了 毕竟他是一个在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公众人物啊 想不认识他 他都能难呢 有人就出来劝了 陈队长 你这么做不合适吧 你的意思是 我这么办事有点不合适 让你们老大过来 刘罗姑来不了 就让孙帮来 你们还没有资格跟我说这些 那混子照来照美 虽说心里有点不痛快 但更多的还是对于陈海波的恐惧 你敢得罪他 他真敢开枪帮了你 而且这一枪 开的绝对是合法合理 很快 一队队拿着枪的混子 就让公安从烂尾楼里轰出来了 一个年长的公安走了出来 低声跟陈海波说 陈队长 这楼里边死了很多人 还是按照老规矩办 还成黑帮火拼 两边人都死光了 跟外人无关 大嫂他们没事吧 听见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公安摇了摇头 二哥吉的义 把那公安拽过来了 瞪着血红的眼睛 他出事了 没死吧 老伯子中了两枪 一枪被手枪打的 另外一枪让人拿五连发崩的 看样没什么大事 至于大傻 他的伤就中了多 他只挨了一枪 被手枪打的 正中腹部 不过他也是个硬骨头 到现在还挺着没晕过去 我们上去救他的时候 他还冲着人家开枪呢 在这个公安说完话的时候 二哥也见着了 不远处被摇摇扶着走出来的傻哥呀 当时二哥就觉着鼻子一酸 心疼的都没法说了 傻哥从小到大 什么时候受过这么重的伤了 他现在之所以选择硬挺着 不让人抬着出来 就是怕在这些外区的混子面前丢人呢 大傻子清楚 现在他可不光代表自己 更是代表了新河区的黑道 代表了整个的东河柜 只要他在这倒下 外人就会说 东河柜扛起的大傻 已经让穿帮的给放翻了 二哥跑到傻哥身边一把扶住他 没事吧 你他妈就不能小心点 哥 对不起啊 傻哥的声音很虚弱 腹部的伤口并没有因为傻哥用手捂住 就止住了血 深红色的血液还从傻哥的指缝里流着 对不起个鸡吧 你的犊子 二哥扶着傻哥往救护车的方向走去 脸上没有对于那些敌人的杀气 只有对傻哥无穷无尽的担心 忽然间二哥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 他正站在穿帮的混子队伍里边 朝着自己笑 小东北 你弟弟这是咋的了 孙帮笑嘻嘻的看着二哥 他眼底的怒气正在被他死死的压着 可见傻哥还活着 这个现实让他没办法接受了 二哥看了他一眼 并没搭理他的意思 慢慢的把傻哥扶上救护车 伯德哥 你跟大傻先去医院 那边有人照应你们 二哥这时候 才跟站在后边的老伯子说话 这可不是没礼貌 而是先前二哥 太过担心傻哥 直接把老伯子跟瑶瑶无视了 老伯子满头冷汗 你自己小心啊 老伯子身上的枪伤 虽不致命 但也让他疼得有些受不住了 瑶瑶 你跟他们先过去 知道了二哥 瑶瑶乖巧的点头 跟在老伯子身后 上了救护车 当救护车的后门关上 二哥才转过身 慢慢的朝着孙帮走了过去 当二哥站在孙帮面前的时候 他猛的拔出了手枪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二哥当然不会在那么多人 眼前杀了孙帮啊 他这三枪是冲着天上开的 虽说枪口向上 对那些混子没半点威胁 可在二哥拔出枪的那一瞬间 还是吓住不少人 二哥笑呵呵的把枪收回去了 孙帮 你别几个牛逼 这次你玩阴的 下回我也跟你玩回阴的 二哥说着 用手挠了挠自己醒目的光头 满脸好奇的问孙帮 我听说你们家是本地的呗 孙帮有些紧张 怎么的 没事 我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那种喜欢玩下三滥的人呢 二哥伸出手拍了拍孙帮的肩膀 我现在就明着告诉你 老子要杀你全家 是啊 二哥可不是玩下三滥的人 他是给了孙帮机会 让他把家人安排走 要不然二哥真怀疑自己哪天喝多了 会不会一个冲动 灭了孙帮的满门 他不想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所以他干脆就说出来了 给自己绝了这么一条路 试试 孙帮只说了这三个字 但是二哥算是听明白了 这孙子已经怂了 估计一回头就得把家人的 全部安排到外省去 有的是机会玩啊 咱们不急这一时 二哥笑着把枪插回了后邮 迟早的事你别着急 孙帮咄咄逼人的看着二哥 有种你现在动我一个试试 老子今天动了你弟弟 明天就敢动你 听说你女朋友也挺漂亮的呗 到时候 听见这话 二哥不笑了 没等孙帮反应过来 二哥刚插回腰间的手枪 又被他拔出来了 直接抵在了孙帮的脑袋上 二哥面无表情的 跟孙帮说 来 你继续跟我刀逼刀一句试试 我要是不崩了你 我是你孙子 因为刚开了三枪的缘故 二哥手里这把枪 枪口还是热乎的 感受着枪口上传来的温度 孙帮咽了口多吗 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 没事 我崩了你 我肯定也给你陪葬 但我弟弟必然得杀你全家 给我陪葬 二哥拿枪口朝天顶了顶 咱们要不试试呗 反正我觉得我这条命挺值钱 跟你换了 你不亏 咱们前文书就曾经提到过 很多蹲过苦遥的人呢 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分子 天知道他们在监狱里边 憋了多少火气啊 被那种没有自由的地方 养出了多少暴力 二哥在监狱里过得 还算是挺滋润 可没有自由的生活 却让他的心态开始慢慢的转变了 可以说在他发脾气的时候 那比鬼容还要命呢 既然孙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打二哥的脸了 那二哥的脾气自然也就顺理成长的冒出来了 那谁都拦不住 当时二哥究竟是在吓唬孙帮 还是玩身的 这个谁都说不清楚 小东北 你敢 这句话后边应该啊 还有开枪两个字 可惜孙帮没把他说出来 就被一声枪响吓得瘫坐在地上 如果不是陈海波把孙帮往外推了一把 那这发子弹可不是擦着他脑袋过去的 而是直接射进他脑门了 哎呀陈队长你看你这是干啥呀 二哥嬉皮笑脸的跟陈海波说着 你看你看 这把咱孙帮哥 你这都安排得到地上了都 陈海波皱着眉 拽着二哥就往警车的方向走 一句话都不说 二哥进警车之前呢 朝着孙帮很友好又和谐的招了招手 孙帮 咱以后接着慢慢玩啊 我可是答应过大王爷 要弄死你 孙帮气得脸都清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小东北吓得坐在地上 这事要是传出去 他还怎么混呢 小东北 你要中鼻不好 我是你骂 听见这一声骂 二哥又把脑袋从车窗里伸出来了 做事就要拔枪 但他没等有动作 就被站在外边的陈海波把脑袋摁回去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配合了 陈海波是看出来了 二哥就是仗着陈海波会阻止他 所以一个劲儿得跟孙帮闹他 为的就是给东河贵闹出点面子回来 陈海波压低了声音跟二哥说 差不多行了啊 别把他逼得狗鸡跳墙 跟这种黑社会玩激将法 当心玩脱了 二哥只是笑 没说话 陈海波试探着问 你不会是真想杀了孙帮吗 二哥笑眯眯的抽了烟 还是不说话 看着二哥满含笑意的眼神 陈海波忽然哆嗦了一下 就感觉着麒麟骨都凉了 陈海波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 恐怕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事后他仔细想了想啊 这几十年来他见过的人不少 黑道白道都见识过不少 用陈海波的话来说 有一部分特殊的人 他们的目光真能吓死人 在陈海波这一辈子里啊 就有五个人的目光吓住过的 第一个就是陈海波的顶头上司 中央的某位高层人物 这就暂且不提了 第二个人是个犯人 而且是个疯子 就是脑子有问题那种精神病啊 说话都不利索 他的犯罪手段呢很变态 不光杀人 还特意把人的眼珠子 用勺挖出来 然后生吃下去 据说陈海波在第一眼 看见这犯人的时候 就止不住的哆嗦呀 他就感觉坐在自己面前 那犯人不是人类 应该是那种大山深处的野兽 被犯人用看待食物的眼神看自己 恐怕任谁都得多做 第三个犯人是黑社会 只不过他是东三省的 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就被枪毙了 第四个人 就是海城里最富盛名的东北王 王庆山 至于最后的第五个人 那就是二哥了 在二哥的眼睛里 陈海波只能看出一种东西 那就是让人心惊胆战的暴力 陈海波提醒了二哥一句 别太冲动了啊 有的事是不能现在做的 二哥往以背上靠了靠 面无表情 那孙子说话太气人了 要他妈不是有这么多人在场 我真想崩了他 反正他必须得死 这在几年前就注定了 你还记着王庆山的遗嘱啊 我这辈子就服他一个人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去看看大傻 谢谢陈队老 您真是帮了我们太多大忙了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歌曲所需罢了 你们要江湖 我要稳定 李书记要钱 大家都是合作伙伴而已 我真闹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当初不选王庆山呢 在二哥看来 王庆山比他更讲道义 更有实力 更能服众 绝对是个比二哥强很多的合作伙伴 但就是如此 李书记他们依旧选择了二哥 甚至在王庆山那件事上 李书记还站在谢厅长那边 这就说明他想让王庆山死 陈海波模糊的说 王庆山吧 有点太顽固了 虽然我也服他 但他真不适合活在这个时代 更别说跟我们合作 二哥沉默了 陈海波的话意思非常明确 不选王庆山当合作伙伴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太有原则 可二哥也算是一个 较为有原则的混混呢 既然陈海波他们这么想 那还不如选鬼容呢 那孙子你教他干啥 他就干啥 再丧尽天良的事 他都能干出来 当然了 二哥也就是在心里嘀咕几下 并没把这话说出口 有的事啊 不能太较真 较真了就没意思了 一个小时后 二哥在医院里边 见到了昏迷不醒的傻哥 钱东来见二哥的表情很难看 急忙就劝 医生说了 傻哥没事 好好养一段时间就行 老大你别冲动啊 二哥点了点头 你们回去处理谈口的事吧 我跟攀子九山在这守着 有啥事给我打个电话 顺便安排一批人过来 就是跟着我出狱那批人 你是怕有人来捕刀啊 钱东来问着 跟着二哥出狱那些混混 可都是一等一的狠角色 他们那战斗力 是那些没蹲过苦谣混混 是望尘莫及的 二哥满脸平静 那必须啊 孙邦现在肯定是想让人补刀 因为他知道自己麻烦大了 今天他没弄死大傻 这就是他最失败的地方 只要大傻伤势痊愈 孙邦那畜生就得天天被大傻追着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在川邦的总堂里 刘罗官跟孙邦啊都抽着闷烟 谁都没说话的意思 这次川邦丢人算是丢大了 几十上百号拿着家伙的婚子 竟然没能把老脖子跟大傻留下来 反而让他们弄死了十几个重伤二三十 虽说他们用火器才创造出的这个奇迹 可外人不在乎这点 他们只知道大傻子跟老脖子牛逼大发了 两个人就干掉了川邦几十个人呢 孙邦狠狠抽了口烟 老大这是怨我啊 他自言自语时得在那说 语气里没有半点歉意 我以为这点人够弄死大傻他们了 刘罗官苦笑 如果你能早点去现场 或者是亲自带队 大傻的尸首量好几个小时了 听见这话 孙邦皱紧了眉 眼里边啊 也有后悔的意思 今天他确实是大意了 如果他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直接亲自带队过来围剿 傻哥他们 那二哥的营救肯定会失败 顶多只能救回了两具尸体 估计孙邦这辈子没那么后悔过 刘罗官叹了口气 以后啊 注意点吧 大傻的和小东北这伙人 肯定得开始对付你了 你自己小心 啊 孙邦笑了笑 老大 放心吧 我会小心 说实话呀 在得知傻哥跟老脖子没死的时候 刘罗官叹息之余 还有点庆幸 他确实想要傻哥和老脖子死 因为这样 无视呀 他们对孙邦的仇恨才会更深 他们会更加不顾一切的 要搞死孙邦 而且傻哥跟老脖子死了 对他们川邦来说也是好事 能减轻很大压力 所以傻哥跟老脖子的死 那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可是傻哥他们死了的话 孙邦死的可能性 也会相应的变小 毕竟傻哥跟老脖子 是刘罗锅眼里边 最有实力的狠角啊 二哥刚出狱没多久 那在刘罗锅看来 他还不足为虑 孙邦说 我得找人上医院补刀啊 大傻子不死 我这辈子都得提心吊胆过日子 孙邦这句话可没夸张 也没有掩饰他对傻哥的害怕 刘罗锅听见孙邦的话之后 嗡了一声 没发表自己意见 孙邦招着没问刘罗锅 那边肯定有人保护大傻 咱们的人过去就是找死 要不 咱花钱找人帮忙 刘罗锅愣了愣 什么意思啊 大傻子的命值多少钱 我就给多少钱 海城里缺钱的混子不少 缺钱的亡命图 尹君子更多 我让他们去打头阵 搞他们个措手不及 再找机会干了大傻 刘罗锅忍不住冷笑起来 你知道大傻子的命值多少钱吗 三年前他一条命就相当于五条痞子沉的命 也就是一千万 你这汤口能随便拿出一千万来啊 一千万 这是2003年呢 那是一个很多黑社会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你别说一千万 就是一百万真正见识过这么多钱的黑社会 有几个呀 勉强拿得出来 我倒是不认为有人能干死大傻子 他们只是起个扰乱的作用 后招是咱们的 要是真有人干了大傻呢 孙帮笑得很阴险 那就给呗 反正又不是给不起 大不了到时候再把收钱的人弄死 这钱不就回来了吗 刘罗锅笑着抽了口烟不再说话 他知道 孙帮这个人呢 脑子精明 也够阴狠 可惜的是 他看不透这背后的局域啊 就在大傻入院后的第二天 川帮的大堂主孙帮就放出话来了 谁干掉大傻 我就给谁一千万 可以说这个消息彻底震惊了海城的黑白两道 无论是万贯家财的白道 还是穷困潦倒的黑道 在得知孙帮已经不顾一切 要花一千万买大傻子的命 他们都眨眼了 我咋感情这大傻子值这么多钱 一千万 我不是做梦的吧 当然在震惊之余啊 不少聪明人还是冷静下来 仔细一分析还是觉得傻哥值这家 那毫不夸张的说 在孙帮放出这个消息的时候 打算弄死傻哥领一千万的人 已经超过了海城黑道人数的六成 除了东河贵 圣义安 越南帮这仨社团之外 其余社团都有点动作 包括九龙东的伏记 二哥在病房打瞌睡的时候 就迎来了第一批给傻哥补刀的人 咋 敢来补大傻哥的刀 弹死他们 这是陈九山的生意 愤怒得无以复加 钱东来啊 还是那副和和气气的样子 语气非常亲切 各位 别乱来啊 这好歹是医院 大家和谐点 九山 把他们轰到外边再砍死他们 后边这句话可就不怎么亲切了 可见钱东来现在也憋着火呢 二哥靠在椅子上慢慢的睁开眼睛 看着天花板 很沉默 坐在二哥身边的女人问 睡醒了 饿了没有 他轻轻的握住了二哥的手 温柔的安慰的 大傻不会有事 你别担心了 二哥嗡了一声 因为疲倦过度的缘故啊 眼睛里边已经全是血丝 那冷不丁一瞅 我还有点吓人 我这个当哥哥的有点不称职啊 很多时候都是他帮我出头 我还没跟人闹起来 他就先把人给绊了 二哥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脸上满是回忆的笑容 可在这笑容之下 却藏着无穷的暴力 我没想到他会受这种伤 干嘛的 让人一枪崩肚子上了 这运气再差点 他现在还不得死啊 丫头啊 这次我要做点危险的事 但你别担心 我不会有事 二哥轻轻捏了捏 陈婉和细嫩的手掌 我得给动我弟弟的人 一点教训 陈婉和乖巧的点了点头 啊 你要小心哪 走廊上的喊杀声跟殴打声 还在持续不断的传来 但二哥跟陈婉和都仿佛没听见 表现得很平静 二哥遇见这种事能平静起来 那非常正常 要是平静不了才怪了 至于陈婉和这种小姑娘 为什么能这么平静 答案很简单 有二哥在身边 他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好怕的 在他看来呀 只要有二哥陪着他 他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这就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 也是二哥日积月累 给他的安全感 二哥冲着陈婉和笑了笑 外面太吵了 我去看看去 你乖乖在这等着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 大傻要是醒了 你就叫医生过来 知道了 你要小心啊 二哥往嘴里边啊 放着这烟叼着 点着了 转过身 推开门 就走出病房 在他踏出病房门的一瞬间 表情就变了 变得极不耐烦 二哥心里边讲话了 大傻这才进医院 没多长时间 你们就来他妈补刀 真是不讲道义了啊 非得给你们点教训 走廊里的人 已经打成一团了 当然是陈九山这边 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虽然看起来 两边的人数差不多 可陈九山他们什么人呢 那是一群 刚从苦谣里出来的犯人 那身手都不是那些 普通混混能比的 毕竟在监狱里边 啥事都没有 天天就剩上干账了 都住手 这一声大吼 陈九山他们本能的 停下了动作 都往后推了两步 跟那些前来补刀的混子 拉开了一段距离 而那些来补刀的呢 也被二哥这一声啊 给吓得一哆子 二哥大步走过来 看着这些混子 你们都是哪个射团的 是来补刀的 那些混子看见二哥的时候啊 暗暗的咽了口唾 不由自主的就往后退 刚才打起来的时候 估计啊 他们都是为了钱红了眼了 压根不在乎 跟自己对着砍的人 是陈九山 还有那个现在是 最富盛名的财神爷 可是现在 他们看见二哥那冰冷的眼神 直接就疯了 咱们除去聊 二哥走到对方一个混子身边 轻轻的把他拿着砍刀的那只手 摁下去了 不动声色的说 这是医院 闹大了 双方都没好处 那混子犹豫不决的看着二哥 没有立即给出自己的答案 二哥抬手拍了拍他肩膀 走吧小伙子 下去聊聊 恐怕他是觉得二哥没动他的意思 也就借泼下驴的点了点头 按照这些普通混子的习性来看 一般而言 他们在这时候啊 都已经做好准备跑路了 估计一下楼就得撒牙子开跑 让他们跟二哥动手 他们还真没这胆子 在这群混子 跟着二哥那群人走出医院大门 进入右边巷道的时候 他们忽然才发现 这一条街上 那些个巡警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一个个拎着家伙的东河贵混子 二哥看了一眼自己穿着的西装 忍不住皱了皱眉 他走到街角长椅边坐下 跟陈九山说 砍死他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二哥本来是打算自己动手的 口内啊 这套西装啊 是傻哥送的 他可不想被这些砸碎的血弄脏的衣服 陈九山在人群里边高喊 就那个 刚才骂人骂的罪凶那孙子 给老子逮住他 往死里看 两边的人煞食就打成一团了 越来越多的东河贵混子 开始拿着砍刀加入战场 一时间呢 惨叫声接连不断的 在巷子里边响了起来 这群孙子呀 也是想跑都没办法跑 两边出口都让二哥的人给堵了 除非他们累生双翅飞出去 否则呀 想逃出生天 岂是一个男子能形容的 这群人也真够傻逼的 让他们跟上来 还真敢跟上来 钱东来陪着二哥坐在长椅上 您对孙帮买傻哥的命咋看呢 二哥很客观 他就是找死 我觉得吧 他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想好对策了 我听吴师爷说 你都想明白了 还跟他说了 他也觉得你的主意不错 你给我说说呗 其实很简单啊 二哥把烟头丢在地上 拿出烟呢 发了一支给钱东来 自己又再度点上一根 咱们是干什么的 钱东来嬉皮笑脸 黑社会啊 高风险的工作呗 这就对了 咱们是黑社会 咱们不是那种废物混混 二哥说到这儿 特意用手指了指 躺在巷子之中 那些前来补刀的人 他们想要地位 想要钱 但咱们呢 想要命 钱东来 骤起眉 琢磨着二哥的话 自从咱们开始惜命 就不怎么喜欢 那刀头填写的日子了 对敌人 要么用钱解决 要么用白道关系解决 这确实是咱们 新一代黑社会 该有的手段 可是你别忘了 混黑道的 都是什么样的人 钱东来眼睛一亮 他似乎明白 二哥话里的意思了 您的意思是 不能按照 咱们原来的套路走 与其用钱砸死他们 或者用白道的关系 吓住他们 还不如硬碰硬地 跟他们干 既然孙邦 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那我们也不能不招待 说白了 这就是咱们 谈口打出威风的时候 别人都只觉着 咱们谈口能赚钱 但真正怕 咱们的人有多少 大傻现在 还是原来 以利服人的大傻了吗 钱东来叹了口气 这不得跟时代走吗 跟个屁 对付这些一心 想要杀大傻赚钱的杂碎 就不能玩那些软手段 钱跟白道这两样东西 不能负重 钱东来嗡了一声 二哥冷笑道 原本吴氏业还打算 开一千五百万的价 买个孙邦的命 这下子 咱们可算是把这批 巨款给省下来了 我明白了 之前是让外人知道 咱们谈口多有实力 现在是时候 让他们知道知道 咱们谈口 到底有多少亡命图 老钱哪 你现在是商人 但说到底 你也是个黑社会 你一定要记住 二哥拍了拍 钱东来肩膀 眼神无比的认真 我在监狱里边 就听五爷说过一句话 到现在我都记得挺深 他说对付黑社会 那就只有党 才能让他们服务 因为每一个混黑社会的 都有一股子血气 那不是用钱能砸煤的 知道不 老大 你蹲了三年苦谣 这咋还蹲成大小生呢 你说些话 这么有道德 必须的 没点文化 我能当你老大 二哥站起身 拍了拍裤子 我先回去了 你一会打电话给陈队长 让他安门人 过来收拾一下现场 行 你先走着 我等酒餐办完事 跟他一起回去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钱东来跟二哥聊完之后 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千万不要用一个 伤人的眼光去做事 有的东西 不是钱能搞定的 打那天开始 每一个赶来补刀的人 多多少少都被二哥 他们留点念想下来 一点没夸张 这一群来补刀的孙子 基本上每个人 都被二哥留下了点零部件 要么手 要么脚 二哥就是靠着 这种狠毒的手段 在短短三天的时间 就镇住了百分之九十 想来补刀 却还没来的人 许多人都冷静下来了 他们这时候才明白 一千万这个天大的树木 可不是那么好赚的 有命赚 你得有命花呀 这么多去补刀的人 全都栽在小东北手里 自己再带人过去 那不是送死吗 在补刀活动开始的第四天 肥犬孤身一人来到医院 手里提着个黑色的塑料袋 里边鼓鼓囊囊 似乎装着什么东西 他这次来可不是为了补刀 而是熟人 前面咱就提到过 因为孙帆开出的价格 太惊人的缘故 不少社团的混子都有了动作 包括九龙东的伏计 当然 肥犬是肯定不会让人来补刀的 他跟傻哥的关系深着呢 虽然他不来 可有不少肥犬的手下 都因为那一千万二盯上傻哥 那是背着肥犬呢 跑过来补傻哥的刀 这事让肥犬很是恼火 因为他是把傻哥当成兄弟看 自己的小弟去补自己兄弟的刀 你这不明摆着抽老子脸呢吗 那肥犬恼火之余也觉着无奈了 虽说他都有 不管那些独子的心子 可那些混子再怎么说 都是伏计的人呢 站在伏计的立场呢 就得把他们赎回来 搞不定这事 他们的招牌就得砸二哥手里啊 在住院部的某个病房 肥犬看见了前来补刀 结果被打得半死的自己人 二哥就坐在一边的床上啊 抽着烟 手里拿着一副扑克牌 跟陈九山他们斗地主呢 见肥犬来了 二哥把牌放下了 肥犬哥 这些都是你的人吧 肥犬的脸色很难看 啊 都是我们一下这些不成才的玩意儿 二哥摆了摆手 你把人都带走吧 我没下狠手 就揍了他们一顿 待会儿就好好教育教育 啊 如果下次再来补我弟弟的刀 那我可不留手了 肥犬感激地看了看二哥 点了点头 你放心 我跟大傻的关系没得说 这次是我没管教好手下人 不会有下次 本来肥犬还觉着呀 二哥不会对这些人留手 他可是知道二哥的性格 只要有人敢给大傻带来危险 那他绝对就得赶尽杀绝 可他现在却留手了 原因还是因为大傻 如果肥犬不是傻哥认可的兄弟 那么二哥会做到这个地步吗 肥犬把那塑料袋 放在床边的病床上笑了笑 这是二十万 算是给大傻的赔礼了 等大傻醒了 给我打个电话 我过来看看 二哥也笑了 说了声好 肥犬给他钱这举动 纯粹是为他着想 要是他今天不收点好处就放人 那外边的风声可就有所改变 指不定有多少人 得说二哥害怕肥犬 这都是虚名 在二哥跟肥犬眼里 虚名压根不重要 可在黑道上 虚名真的很重要啊 他们代表的不是他们自己 而是各自的社团 因为立场的缘故 有些事真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只能按照规矩来 二哥叫住肥犬 跟他使了个眼神 肥犬哥 咱们聊聊 肥犬点了点头 行啊 见肥犬答应下来 二哥跳下床 带着肥犬去了这一层楼的南侧 进去之后 给肥犬发了根烟 然后说起正事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说 现在孙帮盯死了东河贵 我们的一举一动吧 很容易落进他们眼里 所以我想请你 帮我闹点事出来 二哥抽了口言 试探性的问 就找个理由 随便跟他发生点矛盾 让他注意力分散点 我再趁机搞死他 这个 肥犬有点犹豫 但还是答应了 我帮你闹点事行 但得有个肚 毕竟我不是东河贵的人 你也明白 谢谢了 肥犬哥 有你帮我们 想搞死孙帮 容易多了 肥犬摇了摇头 客气了啊 我跟大傻是朋友 帮你们这点忙 没啥大不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 为您播讲 二哥最后 还是把钱还给了肥犬 当然 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还的 肥犬不是给了他二十万吗 这笔钱被存进央行之后 直接转到了肥犬的账上 本来二哥呀 是想多给点 可肥犬死活不要 说今天这事 让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如果不是二哥执意 要给点钱 意思意思 恐怕这二十万 都得让肥犬再转回来 二哥跟陈九山 他们一边打着牌 一边打电话 表情那叫一个轻松啊 吴师爷 事办妥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啊 吴师爷也松了口气 我会坠那边动静着 等孙帮把追历 放在医院跟肥犬身上 咱们的机会就多了 他这一步棋 走得有点低能啊 开架买命是假 想要借着这群傻逼 闹腾的劲 让咱们疏忽大意是真 他估计也在找机会 过来补兜 他来了就得死 我在周围安排了 十多个枪手 他赶来医院 我就让人绷了他 咱们就等着肥犬的动作吧 希望他能把这事 办得漂亮点 实际上啊 肥犬自己也没主意 回去的路上 他自己就琢磨 要怎么跟川帮 挑起纷争比较好呢 九龙东曾经说过 只要有针对川帮的机会 那就千万不能放过 可以说肥犬 答应二哥的这件事 都不用跟九龙东汇报 直接做就行 自从王庆山死于川帮 跟湖南帮的圈套之后 九龙东对这两个社团 抵触得很 甚至可以说 他恨透了这两个社团了 是因为他们弄死了王庆山吗 不是 是因为他们灭掉了 这个城市里最后的道义 九龙东不是个道义人 但他却觉得 黑道没道义不行 就像是现在 没了王庆山 海城的黑道还叫黑道吗 玩下三滥成了主流 靠枪吃饭成了本事 杀人全家 变成一些人炫耀的资本 九龙东讨厌现在的海城黑道 非常讨厌 老大 你说我要找啥理由 跟孙帮开个案呢 肥犬回去之后 就跟九龙东说起今天的事 顺带着还征求了 九龙东的意见 挑衅这种事 我不在行啊 听见这个问题 九龙东深思熟虑一番 很适于众心肠 扫他厂子 就这么简单 直接扫 会不会这玩得太明显呢 如果他们觉着 伏计要跟他们开战 这事可不容易收尾 九龙东也愣了一下 他奇怪的看着肥犬 不是我啥时候说 不跟他们开战了 没错啊 九龙东没说过 绝不跟川帮开战这句话 所以他现在做出的这个决定 一点没问题啊 肥犬试探性的问 你是不是喝多了 前天你才说要看戏 不能轻举妄动 说川帮跟东河贵狗咬狗 特别精彩 不看白不看 九龙东挠了挠挠的 我说过这话 你说过 你真说了 肥犬都快哭了 九龙东面不改色 那就是我那天说错话了 我的意思是 看他们打一场 然后咱们再上 咱们可不能打前锋 对不 肥犬很怀疑 九龙东现在是不清醒的 为什么看他说话就有种 这孙子喝多了的感觉 九龙东哈气连天 你呀 现在带队去 砸了川帮的场子 多砸几家 砸完就跑 别跟他们对上 知道不 真砸呀 妈的砸 九龙东这一句话 带来的后果呀 就是肥犬操刀 亲自带了上百人 去了北建新区 连砸了川帮七家场子 其中四家是大型会所 给孙帮造成的损失 不下三百万 在肥犬去砸场子的 那天晚上 九龙东跟白宝国见面了 那天我做梦了 九龙东难得的 给白宝国递了根烟 表情很疑惑 老子都怀疑 我是不是记错了 咋着了 在梦里啊 王庆山告诉我 让咱们几个人 得团结起来 要不然就得死 有人盯上咱们了 白宝国哈哈大笑 老九龙 有他妈睡迷糊了是吗 没有 不管怎么说呀 这次我站你这边 我不要场子 我要钱 你的意思是 得让我拿钱 请你帮忙呗 废话 你就说给不给吧 五百万 首期 灭了川邦 他们地盘 就得被我跟越南邦刮分 所以我没办法给你 要不然我就亏了 但钱不是问题 我到时候再帮你 从越南邦手里边 捞点钱过来 九龙东点了点头 行 其实这次 傻哥受习的事 让白宝国有点头疼 他更有点 摸不清刘忠明的意思了 在北建新区啊 越南邦的势力 是首屈一指的 川邦 他们想要对付刘忠明 也得联合上湖南邦才行 否则就是以卵击石的下场 但就是如此啊 傻哥照样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中埋伏了 刚买完货 就被追着砍 越南邦也没人出来帮个忙 这就让白宝国有点难受了 刘忠明给的解释呢 说那天川邦的包围圈太密集 想要进去救人很困难 他们已经尽力了 越南邦就没动作吗 有 他们尽力了吗 没有 白宝国心里有感情 他知道 这事里边有猫腻 要么是刘忠明 想要他的人死 要么是刘忠明 舍不得为外人出力 九龙东在回去的时候啊 特意嘱咐了白宝国一句 刘忠明这人不简单 你得小心点 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说到底 他不是中国人 我知道 白宝国很认真 我都知道 与此同时 孙帮那边可真是气炸了 得知匪犬砸了自己那几家大型夜总会的时候 孙帮气得一个劲喘粗气啊 看那样有种要气晕过去的预兆 孙帮红着眼问着前来报信那混子 匪犬他人呢 跑了 他们好像有病来 打一枪换个地方 砸完了咱们那几家厂子 现在应该全跑回星河区了 孙帮忽然笑了 你的意思是 没堵住人呗 现在他是瞻几眼了 那是怒几反笑啊 可惜的是那混子只顾着报告情况 他也没注意孙帮表情变得危险 没堵住我们 你他妈个废物 孙帮抬腿就踹翻了那混子 愤怒的骂着劫 然后他一脚接一脚就踢在这混子肋部上 每踢一下就能听到一声骨折断裂的声响 那混子也就挨了两三脚那样 眼皮子一翻就晕过去了 伤的应该不清 刘罗锅在旁边问了一句 孙帮 你知道肥犬为什么要砸你场子吗 谁他妈知道 草他妈老子迟早砍死那条疯狗 孙帮气蒙了 他压根也不在乎刘罗锅是自己老大了 跟刘罗锅说话的时候他毫无顾忌了 这事你别管啊 我他妈非得弄死他不可 行 那你自己解决吧 刘罗锅也没生气的意思 笑呵呵的转身就走了 孙帮恶狠狠的看着刘罗锅的背影 咬了咬牙把手机掏出来 拨通了二哥的电话 小东北 你谁啊 孙帮 孙帮说着然后深深吸了口气 你给肥犬带句话 救赎我操他妈 二哥笑了 哎呀 孙子 没想到你还有我电话呢 先说明白啊 我懒得给你带话 你自己跟肥犬说去 我把他手机号告诉你 没等孙帮反应过来 二半分钟 孙帮接到一条短信 短信里的内容就是肥犬的电话号码 孙帮拨通肥犬的电话 张嘴就骂 结果他刚吐出来俩脏字 后续部分没来得及跟上肥犬就问了 你是哪个傻逼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孙帮跟肥犬约嫁了 肥犬说 他跟孙帮约嫁的原因是因为这孙子太目中无人 孙帮说 他跟肥犬约嫁的原因是 没错 就是因为电话里肥犬的那句话 你是哪个傻逼啊 这句话的嘲讽力实在太足了 据孙帮的保镖说 孙帮在跟肥犬打电话的时候气得哆嗦不停啊 那手抖的就跟那帕金森患者似的 吴氏也问 哎 明天孙帮给肥犬约嫁你不去看看 他把削好的苹果放在嘴边啃了一口 笑得很开心 说真的 肥犬办这事啊 办得漂亮 懒得去 不去了 你真不去看看明天的龙争虎斗啊 不去 我怕去了忍不住干了孙帮 二哥说着把烟头掐灭 要是我真颤着这机会把他弄死 肥犬的名声可就坏了 吴氏也撇了撇嘴 确实 云有头债有主 就算要弄他 也得等他们打完了再弄 没发现你还是个道义人呢 二哥没好气的说废话 赶紧的啊 你不是说咱们要去跟跟老板见面吗 还不走啊 吴氏也平静地摇摇头 语重心长地跟二哥说 等我先吃完个苹果再走 外边风大 苹果得沾灰 二哥在苦窑里边已经待了好几年 出来之后 也没怎么掺和吴氏也 他们做的生意 所以认识一些跟老板爷很有限 这次吴氏也要带二哥去见的就是一个外地来的房地产开发商 中午时分 二哥跟着吴氏也的脚步来到了星河区一家五星级大酒店 八楼的包间 二哥见着了声名远洋的土财住李老板 这人的口头禅就是 老子什么都不多 就是钱多 不服老子就拿钱砸死你 别以为这是我开玩笑呢 这句话真从李老板嘴里冒出来的 而且让李老板说出这句话的对象 就是二哥 一切的一切 都得从他们那天见面的时候说起 吴氏也进去就给二哥介绍起来了 老二 这就是李老板 二哥看着包间里边 唯一坐在椅子上那个西装男 点了点头 十分客气 你好 李老板 李老板看了二哥一眼 你就是小东北啊 看起来不怎么样 坐吧 说实话 二哥当时啊 真想扭头就走 你说你一个土财主 你牛逼个什么劲呢 你是白道的高官 那我没话说 你牙就是个商人 还是个外地的 你跟我俩转什么转呀 二哥还是第一次见到 敢对黑社会这么牛逼的商人 吴氏也凑到二哥耳边说 外地来的爆发户 就这脾气 你淡灯着 二哥心里边骂了一句 嘴上没说 走过去坐下来 李老板没跟二哥他们废话的意思 开门见山就说到正题了 这次那仨工程啊 我要其中两个的纯利润 你们拿一个 三个工程的钱我出 其他的事我不负责也不管 如果到了日期不交钱给我 那就得伤感情了啊 您放心 我们都是讲诚信的手法公民 不可能玩黑的 李老板点了点头 那就好 就在这时候 李老板似乎是看你二哥那满脸不耐烦的表情 忍不住啊 皱起眉头来 那李老板的火气啊 就往上窜了 你什么意思啊 小东北 拿这种眼神看我你啥意思啊 二哥忍住了即将嘴里边蹦出来的脏话 冲李老板一笑 就是不说话 见到二哥这副表情 吴氏也非常清楚 再不劝住他们 恐怕一会儿飞打起来不可 李老板不好意思啊 他今天身体不舒服 不舒服 如果你们不想做这生意就他们明说 想赚钱的人少吗 想赚大钱的人多了去了 我不缺你们几个 吴氏也的笑容顿时就僵在脸上了 哎呀我去 这爆发户果然就是爆发户啊 跟那些本地商人没法比啊 这素质 那岂是一个牛逼了得呀 二哥冰冷冷的看着李老板 你再给我喊一句试试 说着二哥一拍桌子 给老子坐下 这一嗓子 别说李老板瞎住了 就是吴氏也跟那两个 站在李老板身后的保镖 全都让二哥下了一哆子 李老板惊讶的看着二哥 觉得很不可思议 你敢吼我 我不管敢吼你 我还敢揍你你信不 不是你觉得你自己有钱 就牛逼了是不 老子什么都不多 就是钱多 不服老子拿钱砸死你 李老板满脸愤怒 爆发户的气质显露无遗 那口流氓枪啊 让二哥觉着很是亲戚 二哥指了指自己的大光头 来来来来来 你不拿钱砸死我 你是我孙子 来你砸一个试试 这个世界上 确实有天生的傻逼 李老板就是其中之一啊 在听见二哥这句话之后 他很直接的把自己那皮包打开 然后从里边拿出了一打百元大钞 狠狠的就砸在二哥脸上了 没错啊 他真敢拿钱砸二哥的脸 不得不说就他这份胆气 足以让无数本地的黑社会大哥 都得折服啊 吴师爷一见这一幕就说了俩字 完了 随后他就把脸背过去了 不忍心再看接下来发生的事 果不其然啊 就如吴师爷所想象那般 就听砰的一声闷响 桌子顿时让二哥给掀了 然后就听见二哥吼了一句 你他妈还真敢拿钱砸我 很快二哥安静了 因为李老板那俩保镖都把手枪拽出来了 对准了二哥的脑袋 行 枪啊 二哥笑了 他一点都不怕对方会忽然开枪 直接把手伸到腰后 把自己随身带着的手枪也摸出来了 递给了吴师爷 你帮我拿着 吴师爷一愣 没明白二哥啥意思 我拿着 二哥没说话 执意把手枪啊 就塞吴师爷手里了 然后往前走了两步 冲着那两个保镖说 哎 在海城 敢拿着枪对着我的 还真没及格 二哥说这话的时候 一直在笑 但就在他笑容最灿烂的时候 二哥做出了一个 跟他表情不太相符的动作 他把随身带着的那把匕首抽出来 猛的就捅进了那保镖的肚子 这把匕首 就是哑巴送给他那个生日礼物 在进苦瑶之前 他就一直戴身上 出狱之后也是如此 可以说二哥把这玩意都快当成护身符了 你们他们也敢拿枪对着我 二哥怒吼着 没把匕首从那人肚子里抽出来 而是选择直接松开手 一记肘击砸在了另外一个保镖的脸上 与此同时 枪响了 因为被二哥猛砸了一下面部的缘故 保镖开的这一枪并没打中目标 而是打在天花板上了 就是这么个眨眼的功夫 一个保镖捂着伤口倒地不起 另一个也捂着脸蹲下去了 泪流不止啊 等二哥把这两个保镖的枪都卸了 他走到目瞪口呆的李老板面前 客气的一笑 这三个工程纯利润都是我们的 但投资的钱还是你出 你放屁 李老板大吼着声音有点哆嗦 可见他是怂了 二哥问他 吴师爷 就像我这个提议的话 是不是签个合同 咱就能搞定了 吴师爷忍着笑点点头 咱们都是遵既守法的好公民 办事啊 得走法律程序 所以说这签合同是必须的 那就行 二哥把手枪贴在了李老板的脸上 砰的开了一枪 子弹顺着李老板的脸擦了过去 然后直接打烂了后边的壁钟 就在李老板惊魂未定 准备开始喊救命 二哥说话了 要么你把合同签了 然后滚出海城 要么 你就这辈子留海城吧 那李老板假装镇定的问了二哥一句 你吓唬我呀 我不是吓唬你 不信你试试 只要你不签合同 甭想活着离开海城 李老板看着二哥的眼神沉默了 于当天傍晚 李老板签署了一份由吴师爷起草的合同 并且转给了吴师爷一笔巨款 然后在三个小时之后 他悄然离开海城 这辈子没敢再回来过 二哥当晚拿着这份签好的合同 笑着跟吴师爷说 哎 你看 这不就完了吗 就跟这种人谈个屁呀 哎 以后有这种事你叫上我 对付这些找死的孙子 就得往死弄他们 要不然他们不长迹象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肥犬跟孙帮约驾的事啊 闹得很大 两边社团的主持人也都各自发表了意见 刘罗锅跟孙帮说 尽量干掉肥犬 要是砍掉了伏计的左膀右臂 以后啊 就好收拾他们了 九龙东跟肥犬说的呀 更直接 干死那个王八蛋 不得不说呀 九龙东已经恨透了孙帮 因为王庆山的死 就是由他而起的 那天晚上 在郊区的一个废弃工厂里 伏计跟川帮的人 都到的差不多了 双方人数相差不大 都是两百多号的样子 从这个参战的规模上看 双方都不想把事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他们都极力控制了参战的人数 如果这是一场决战 那单独一方参战的人数 恐怕得不下六百号 当时肥犬呢 站在自己车外边抽着烟 皱着眉 看着工厂里密密麻麻的人 感觉有点脑袋疼 想在这么多人里边干掉孙帮 有点难 那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 这种事儿 那可不是肥犬能干出来的 他可没拿本事 这时候有个混子走过来 跟肥犬说 老大 人差不多到齐了 行 让大家都把家伙绑手上 别他们一会儿打起来 家伙再掉了啊 肥犬把车座椅上 放着的砍刀拿起来 用手掂令掂令 表情很凝重 这次都得给老子打出威风 给我死命盯住孙帮 别让那孙子给我跑了 知道了老大 见对方也做足了开战的准备 肥犬呢 提着砍刀 走到了阵营的最前边 冲着站在二十米外的孙帮 吼了一嗓子 孙帮 我是你妈 有种今天你别跑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孙帮在看见肥犬 这么嚣张的时候 那眼珠子气得通红啊 手里握着的刀都直哆嗦 给我砍死你个胖子 肥犬笑了笑 似乎毫不在乎 孙帮骂自己是胖子 因为肥犬自己都这么认为啊 在这时候 肥犬把手里的砍刀 高高的举起 给老子剁了孙帮 喝庆功酒 操 别以为这个操字 是孙帮那边人说的 这个操 是伏击混子们一起喊出来的 在黑社会聚众斗殴的时候 操这个字 通常就等于杀 没见过哪 黑社会两边对阵 林要砍的时候一起喊 北梁风起 北梁拔刀 大金风起没喊这个的 基本上都是操杀 都是这类的 那放在此时想想 打架可不是打仗 喊一个杀 确实挺傻逼 很快 肥犬跟孙帮 这个第一梯队的带领之下 几乎眨眼功夫 两边的人就碰到一起了 孙帮一直以来啊 他都觉着肥犬没什么本事 他不就是个大胖子吗 能打还是能骂呀 打就他那体型 他能打过谁 骂 估计他骂两句就开始喘了吧 事实证明啊 每一个胖子都是前里骨 特别是混黑社会的胖子 他们通常都有一些 常人意想不到的本事 那不少福气的混子 在看见孙帮敢跟肥犬 对刀的时候都笑了 跟肥犬割对刀 东河贵的大傻子都说过 想跟肥犬单打独斗 就得先把肥犬的冲劲给磨没了 之后才能有机会干掉他 在肥犬刚动起手来的时候 跟他硬碰硬 纯属就是找死啊 那肥犬短时间内的爆发力 连大傻都怕 孙帮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果不其然 如这些混子所想 再跟肥犬硬碰硬 对了一刀 孙帮顿时就明白了 卧槽这胖子还真是个硬肠 力气真他妈大呀 孙帮都有种握不住刀的感觉了 手掌不由自主的哆嗦着 疼得他满头都是冷汗 虎口差点没裂开 肥犬笑得很计讽 我知道你疼啊 你别硬撑着 当初大傻子挨了我一刀 他都喊疼了 只不过人家比你坦荡 直接说自己有点挺不住 哪像你啊 装逼 听见这话的同时 孙帮的脸直接就红了 一种被羞辱感 悠然而生 孙帮咬着牙瞪着肥犬 你意思是老子 连大傻都不如呗 这个问题很刁钻 连肥犬都没猜到 孙帮会问出 这么一句话来 我没说他不如大傻呀 这孙子是怎么听的呀 肥犬有些纳闷 可仔细一想 却又明白了孙帮的想法 其实在这几年以来啊 孙帮一直都在跟大傻比 比实力 比势力 什么都比 可能是孙帮好胜心太强的缘故 他见不得别人比他做得更好 特别是大傻这种 比他年轻许多的后辈 孙帮不服气 也很不甘心 凭什么大傻子 比自己有本事啊 凭什么大傻子 比自己挣钱多呀 肥犬不动声色 你跟大傻比 你他妈就是个废物 孙帮当时就红脸了 我他妈弄死你 不顾一切的就朝前冲 劈头盖脸 朝肥犬就这一刀啊 他压根不在乎肥犬的实力 远胜于自己 他这一刀之所以有胆子砍出去 纯粹就是因为肥犬骂的那两个字 废物 在孙帮清醒过来 觉着自己太冲动的时候 他肚子上已经挨了一砍刀了 这一刀结结实实 可就插进他肚子了 肥犬转动着刀柄 笑得很猙獰 我一直都觉着你挺有脑子呀 可惜了 就在肥犬这句话说完的一瞬间 几个早已蛰伏在人群里的川帮混子 毫无预兆的就冲了出来 抓住肥犬注意力全都放在孙帮身上这个时机 举起家伙 朝着肥犬后背就看 从这就能看出来 他们不是什么有经验的混子 那真正有经验的黑社会呀 是不敢后背的 因为那地方真不能给敌人造成什么致命性的打击 你像是这种生死存亡关头 最理想下刀的位置应该是脖子 或者是肥犬拿着砍刀的手臂 在退一步来说 你哪怕是要攻击肥犬后背 那也得捅你不能砍呢 肥犬咬了牙 忍住背部传来的剧痛 这几刀虽说不能要了他的命 也不能让他在短时间内丧失战斗力 这可不代表着肥犬一点感觉没有 当时他就一种感觉 疼 火辣辣的疼啊 孙帮也抓住这机会 猛的往后退了两步 让肥犬的刀从自己的腹部抽出来 然后捂着肚子就跑进后边的人堆了 他们敢动肥犬哥 砍死他们 这时候伏击的混子也冲到肥犬山边了 开始跟那些穿帮的人混战 肥犬没有放弃干掉孙帮的打算 在混乱之中 他紧盯着孙帮 拼命的往孙帮所在的位置冲 可惜的是啊 孙帮身边那穿帮的混子太多了 想要短时间冲过去压根不可能 最终肥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孙帮越跑越远 肥犬躺得都直哆哆 看着孙帮迅速远去的背影 他咬了咬牙 妈的 看死这帮不长眼的玩意 这场大火拼的结局是伏击完胜 如果孙帮不是打到一半就跑了 那么这场火拼的结局恐怕就得改写 就算是伏击能影 那也必定是惨声 毕竟川帮那边的混子素质不低 能打能杀的混混还是挺多 双方带头大哥都受了重伤 而且伤势都不清 孙帮跑路的时候 刚从那工厂跑出去 没朝外走两步 眼皮子一翻 直接一头挡地上 据说孙帮被送进医院的时候 那大夫一看他那伤势 就觉着这孙子呀命不久矣 甚至都给刘罗锅说 得有点心理准备 说不准过个几分钟啊 就得准备后事了 对于这种消息 刘罗锅表示喜门乐见大快人心呢 但他万万没想到啊 孙帮竟然没死 撑着一口气 硬是熬过来了 说真的呀 连傻哥跟九龙东这种狠角色 都开始佩服孙帮啊 就肚子上被开了那么大一条口子 都没死啊 他他们是白宝国附体了吧 怎么扛走呢 刘罗锅可以说 是这件事里最后悔的人 要是抓住这机会 使点手段 把孙帮弄死在医院 那他可就赚大了 与此同时呢 肥犬也在后悔 只不过他后悔的事 跟孙帮无关 咱们前边曾经说了 这次的火瓶 是以两边大哥 都受了重伤而结尾 肥犬背部的伤势 算不得重伤 但在几分钟后 也就是火瓶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 这孙子阴沟里翻船了 就在他慢慢退出战团的时候啊 两个已经倒在地上的混子 忽然爬起来 没等肥犬有所反应 直接一刀就扎进了肥犬的肚子 这下刀的位置极其微妙啊 就跟肥犬捅孙帮的位置 是异曲同工 肥犬跟傻哥呀 后来这么解释的 说要不是我当时大意了 那俩孙子能有机会偷袭我 我当时我呢 是杀红眼了 你知道不 傻哥就是一个劲的笑 他也不说话 不过过了好半天呢 才骂肥犬一句 肥犬怒气冲冲 他们孙帮迟早 死老子手上 傻哥恢复的还算快 不过半个多月的样 中伤后的傻哥 就能下床走动走动了 就那段时间呢 傻哥最大的兴趣爱好 就是去隔壁房间斗狗 准确的说 是斗肥犬 傻哥要死不活的 坐在轮椅上 笑眯眯的看在 床上闭着眼睛的肥犬 你看看啊 我刚刚下床 你就挺湿了 肥狗啊肥狗 你这运气咋咋么悲逆 肥犬忍不住骂了一句 你他们能不能闭嘴 站在门外的混混 偷偷朝里边看了一眼 见傻哥跟肥犬 在里边没打起来 只是开了嘴炮 他们也就放心了 这时候要是东和贵的大傻 跟自己社团的肥犬哥打起来 那就有意思了 你别的不说 起码新河区 那被闹翻天 肯定必须的了 现在可是大敌当前的时候 千万不能乱呐 门外的那些混混都在祈祷 但他们并不知道 肥犬和傻哥的关系 究竟有多好 毫不夸张的讲 傻哥是除了九龙东之外 唯一一个能指着肥犬各种嘲讽 而且还不会让肥犬生气的人 当然肥犬不生气 可不代表他不心烦 有一个满脸见笑的人 就坐在旁边嘲讽自己 一言一语之中 都包含着不服你来打老子 就这种意思 遇见这种事 谁不心烦呢 肥狗 抽烟不 傻哥笑眯眯的 拿出一根烟来 见门是虚掩着的 也没听见护士在外边走动 于是他小心翼翼的 放了一根烟在嘴里 一脸舒服的点着了 傻哥还是病号 在医院就像他这样的病号 那可不能随便抽烟 就这几天 傻哥已经因为抽烟 被护士和大夫逮住妻子了 也被教育了妻子 所以他现在抽烟呢 就跟做贼似的 生怕人发现 只要他一抽烟 听见走廊上传来 护士或者医生的声音 他下意识就把烟团掐灭了 这就是他住院留下的后遗症 肥犬盯着傻哥嘴里叼着的烟 撇了撇嘴 给我来一口 赶紧的 你磨叽啥呢 傻哥笑黑黑的 一脸见像 叫哥 叫哥哥就给你 你别逼我 当心一会儿我跟你俩鱼死网破 只要我叫一声有人抽烟 你年纪不小了 你该懂点事 傻哥谄媚的把烟递过去 哥跟你开玩笑 你来抽一口 肥犬笑咪咪的抽了口烟 问傻哥 孙帮朕没死啊 没死 但最新没听见什么风声啊 怎么感觉这孙子跟消失了 肥犬咒着眉有些不解 哦 他怕咱们过去补刀 这孙子连医院都不敢住了 连帮他处理伤势的大夫 都是他们社团的私人医生 五师爷调查过了 那地方保护孙帮人不少 枪手更多 咱想要弄死他 不容易啊 肥犬骂骂咧咧 那就等他出院再弄死他 反正这次他差点栽老子手上 再给我次机会 我非剁了他 行啊 那到时候我给你呐喊诸位 哦 哎 对了大傻 你哥 今天咋没跟你一块过来呢 我还等着他找我打牌呢 躺着这也怪无聊的 哦 他办事去了 没错 实如傻哥所说 二哥那天还真是去办事去了 而且他办的是大事 这段时间呢 新河区里看似平静 实际上暗流涌动 不少势力都有了小动作 就像是曾经跟东河贵一起 并肩奋战的号码帮 月初的时候啊 不知道号码帮啊 从哪儿啊 进了一批白面 堂而皇之的就在自己地盘上 开始卖了 按理来说 这种事何规矩 可东河贵是什么社团呢 新河区的黑道那都清楚 号码帮的白面渠道啊 一直以来只有一条 那就是从东河贵的手里进货 然后再从自己地盘上卖出 赚点小钱 现在号码帮有了新渠道 那就代表 东河贵得损失这个买家 白宝国觉得吧 钱是小事 但丢了面子不行 这事要放道上说出去 别人还不得以为 东河贵制不住人了 就因为如此 所以他特意安排二哥 去跟号码帮的龙头谈判 宁可降价 变得跟号码帮的新货渠道价格一样 也不能让他们放弃自己这个卖家 能用嘴解决的事 那就跟他们好好谈 如果用嘴解决不了 那就干 反正号码帮实力不咋样 就当杀鸡姓猴了 白宝国说这话的时候 轻松的一塌糊涂 号码帮的化身姓陈 全名叫陈大海 是个聪明人 不过有时候他也挺鲁莽 总会做出一些 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事 比如这一次 他办的就有点鲁莽了 在市区的一家酒楼之中 二哥跟钱东来 正坐在包间里边 磕着瓜子 唠着哥 这次他们没带着期待 毕竟号码帮在他们眼里不算啥 给他们一百个胆 他们感动自己吗 笑话呀 伴随着门响 陈大海带着自己的 心腹手下白狗 慢悠悠从外边走进来 在看见二哥的时候 他客气的 笑着跟二哥打了个招呼 东美哥 真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二哥大笑着起身迎了过去 陈哥说这话见外了啊 咱们是先吃饭再聊啊 还是聊完了再吃饭呢 陈大海一见二哥 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忍不住皱了皱眉 犹豫了一会儿 咱们先吃饭 吃完再聊吧 行 二哥笑着跟钱东来说 让他们上菜吧 陈大海想回避这个话题 那二哥就给他个机会 让他回避 二哥也是想给陈大海 一点时间好好想想 为了这点钱跟东和贵对着干 这究竟是值还是不值 在吃饭的过程中啊 二哥有意无意的说一些 不着边际的话 开始给陈大海施加压力 白狗旁边问 东美哥 你们现在搞房地产 应该挺赚的吧 哦 还行 只要没什么麻烦找上门啊 多半是赚 你们社团好像没插足房地产吧 要不我给你们签个仙 听见这话别说白狗 陈大海都愣了 陈大海激动的问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一直都想入这行 原来的时候 我没找着什么机会 现在 二哥不动声色的说 陈哥 原来咱们可是战友啊 战友之间相互帮助 那正常啊 那是那是 咱们可是战友 陈大海搓着手 又是期待 又是激动的 看着二哥 那 二哥笑着 递了根烟给陈大海 没给他往下说的机会 咱先把正事谈呢 最近白面的事啊 你们应该也清楚 比我清楚 是吧 我们龙头发话了 让你们放弃那边的进货渠道 还是跟着我们这老东西走 陈大海的表情很快就僵在脸上 随即沉默了 不再说话 二哥叹了口气 咱话呀 就挑明白了 陈哥 我小东北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清楚 说为了钱跟你翻脸 这不是我能干出来的事 但是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陈大海一听 这个有点紧张 你的意思是 按照原来的价格 你继续跟我们做白面生意 不能再从其他渠道进货 当然了 为了保证你不吃亏 以后啊 我适当给你们找一些项目 咋呀 钱东来听见二哥这个提议 他有些惊讶 因为他从来没想到 二哥会这么热心成 好帮忙啊 给他们些项目 那咱们贪口得亏多少钱呢 这个 陈大海没立即给出答案 犹豫不决地看了二哥一眼 把头低下来 似乎在琢磨 二哥语重心诚 陈哥呀 你得知道 为了这么点钱 放弃我们这个盟友 有点说不过去 钱不重要 命才重要 你说呢 陈大海挠了挠头 显得有些苦恼 哎呀 你说这事闹得你 哎 你能说说 你们是从哪进的祸不 陈大海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抬起头左右看了看 见包尖里没什么外人 于是他也没再继续隐瞒 他低声对二哥说了三个字 越南班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白宝国问二哥 你确定陈大海这么说的 不是闹着玩 二哥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确定了 刘忠明 越南帮 白宝国自言自语时地念叨着 脸上迅速涌现了一种穷凶极恶的笑容 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把面前的办公桌给掀了 白宝国只感觉自己被人耍了 他觉着刘忠明是真把自己当成傻逼了 感情他们越南帮说的话都是放屁啊 刘忠明给自己那些承诺都自己玩呢吗 白宝国看着二哥 我约刘忠明出来 明天你跟我们一起去 我他妈想看看他到底要搞啥鬼 知道了老大 二哥知道白宝国现在火气得有多大呀 一直以来 白宝国都觉着整个海城的黑道都是傻逼 只有他自己最聪明 能够玩弄所有敌人于鼓掌之中 但到了现在 他感觉自己被打脸了 刘忠明曾经信誓旦旦地答应过他 整个新河区 他唯一的出货人就是白宝国 不会有第二个了 但现在呢 连号码帮这种小社团都搭上边了 这么闹呢吗 二哥回去的时候啊 坐在车上给吴师爷打了个电话 吴师爷啊 这件事差不多就这样 怕是要出大事 吴师爷叹了口气 十分的郁闷 确实啊 如果刘忠明不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海城估计啊 要出大事呢 我就闹不明白了 一个小小的号码帮 能购买的货也是个小数 何必为了这点钱 跟咱们闹矛盾呢 二哥 也比较纳闷 我也奇怪啊 按理来说 刘忠明不是那种傻逼啊 就在白宝国怒发冲冠的那天晚上 刘忠明来到了新河区 跟某个黑道上的大人物见了面 他可不是一个人来的 而是在十几个枪手的簇拥之下 小心翼翼的进了新河区 刘忠明啊 不是纯粹的黑社会 比起黑社会 他更像是一个专业的大毒枭 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黑道大哥都要熄灭 那人看见了站在刘忠明身后那些保镖 不由感慨了一句 忠明啊 你这阵仗够大的呀 刘忠明哈哈大笑 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 谁都知道你忠明哥胆子小 我可是个胆小鬼啊 看他跟这人说话的意思似乎已经很熟了 那人磕头了一句 哎呀 瞧您这话说的 您这叫惜命 聪明人都这样 哪像我们这种亡命徒啊 天天打打杀杀 所以说呀 您这样的人才能做大生意 我们这样的 也就是街头的小混混 刘忠明也知道这话是捧的 但不得不说 刘忠明听这话觉着爽 可见人的马屁是拍对了地方 刘忠明啊笑呵呵的说 咱们还是说说接下来的事啊 行啊忠明哥 那咱先谈了正事再喝酒吧 如果二哥在这 那他肯定会惊讶无比 因为坐在刘忠明面前这个男人 就是鬼容 鬼容拿起杯子喝了口酒 最近您给的货很纯啊 在市面上那叫一个好卖 过几天 我再给您拿批货吧 刘忠明拍了拍手笑得很开心 完全没问题 鬼容 你要多少我这有多少 就怕你卖不完 那卖不完 不还有其他人帮我卖吗 听说号码帮的老大陈大海 跟小东美见面了啊 刘忠明的笑容僵了一下 但很快恢复正常 白宝国已经约我了 说是要明天跟我见一面 麻烦哪 麻烦 白宝国就是个大麻烦 让这龟孙子盯上咱们 以后可得小心了 刘忠明笑得很自信 他不敢杀我 我是他的财神爷 他敢动我 刘忠明的自信 可不是毫无根据 说到底 就算他把一切都 放在桌面上落 让白宝国都看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白宝国照样不敢动他 动了刘忠明 以后东河贵白面渠道就断了 那所造成的损失 可不是外人能够想象 财神爷呀 碰不得 白宝国知道这个理 所以他明天呢 跟刘忠明见面的时候 也没准备 跟刘忠明翻脸 毕竟大家都是混黑道的 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谁跟钱过不去呀 鬼容 其实我不明白 我可以把渠道给你 但你为什么 要让我卖一些货 给号码帮他们呢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鬼容竖起一根手指 笑容冰冷 第一 钱呢 是赚不完的 给他们赚点 我损失其实也不大 更何况 让他们尝着点甜头 以后 也好帮咱们办事啊 那第二呢 第二 只要他们接了咱们的货 那就算是跟东和贵 接上梁子了 你看看 今天小东北 不就找陈大海谈心了吗 刘忠明眼前一亮 似乎明白了什么 你的意思是 没错 想要斗垮白宝国 就得让他失去民心 杀人先诛心 这是我兄弟叫我的 白宝国地盘上 那些小社团开始闹了 白宝国 就活不久了 你想弄垮东何贵 没 我只想弄死白宝国 在鬼戎看来 白宝国跟自己 绝对不可能成为朋友 连成为盟友 都没这可能 那老混子的城府太深了 如果不早点除了他 那以后自己 很可能就得吃大亏 说不准呢 就得栽在白宝国手里 鬼戎不喜欢 有人能威胁到自己 所以他要把这一切 威胁都扼杀在萌芽之中 刘忠明忽然问了一句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鬼戎 你跟小东北 什么关系啊 鬼戎一愣 然后笑了 什么关系 阶级敌人的关系 刘忠明笑得很是玩味 不应该啊 我怎么感觉你们俩关系 挺复杂 复杂 鬼戎摆出一副纳闷的表情 指了指自己 感情你觉得我跟他 触对象呢 我们俩的关系 能复杂到哪儿啊 鬼戎不想在这话题上 多做纠缠 刘忠明也就没有 再继续追问 在这个时候 刘忠明忽然发现 自己手下的阿成荣 正盯着坐在旁边的罗汉看 刘忠明就问 你们认识啊 一听这话 鬼戎也把目光 放在了阿成荣跟罗汉身上 心里琢磨着 这俩孙子啥时候见过面啊 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打招面啊 阿成荣摇了摇头 不认识 鬼戎也问 不认识你们盯着对方看啥呀 罗汉把目光从阿成荣身上移开了 没回答鬼戎的问题 表情非常平静 阿成荣问罗汉 你原来是个军人吧 罗汉模模糊糊的说 当过纪念兵 你的眼神让我想起了边境上的那些中国士兵 阿成荣皱着眉 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的意思 他们的眼神跟你一样 让人很不舒服 罗汉嗡了一声没说话 鬼戎一拍罗汉肩膀 你俩聊啥呢 他用眼神示意他 别乱来 现在可不是得罪刘忠明的时候 没聊啥 罗汉说完 没再去看阿成荣 刘忠明紧紧的盯着罗汉 不停的打凌着这个来自东北的男人 罗汉 我听说你是新河区里最有本事的人之一啊 你原来在哪个地方服过一啊 罗汉勉强起出一丝笑容 这个不太好说 这还是罗汉看在鬼戎的面子上 要不然他才不想冲着刘忠明这孙子笑你 罗汉是当过兵的人 所以他对于这些国外的毒贩子相当排斥 之所以阿成荣会说罗汉的眼神让人很不舒服 就是因为这点 罗汉确实是在用一种看待敌人的眼神 去看待阿成荣 当然了 刘忠明并不在乎这个 他觉得这只是个小插曲罢了 影响不了大军 刘忠明冲着鬼戎举起酒杯 鬼戎 希望咱们以后也像现在这样 合作愉快 啊 必须啊 忠明哥 咱们必须合作愉快 鬼戎偷偷地用脚踩了一下罗汉的脚背 然后对刘忠明一笑 希望您明天能跟白宝国谈出个所以然来 刘忠明点了点头 一定 一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冰为您播讲 白宝国跟刘忠明见面的事 很多人都知道 但这个风声是谁放出去的 又为什么要放出去 这倒是没多人清楚其中的道德 放出这阵风的人有两个 一个是鬼戎 一个是刘忠明 他们就是想让新河区一些黑道社团 利欲熏心 让他们感觉是白宝国不给他们发财的机会 进而扰乱新河区的局势 然后鬼戎就有大显身受的机会了 那天中午的时候啊 白宝国带着二哥跟老伯子去了市区的一栋茶楼 这就是他跟刘忠明约见的地方 当然他们并没进去坐着喝茶 而是找了一张摆在茶楼外边的长椅坐下 满脸轻松的唠起磕来 二哥在唠磕的时候还问了白宝国一句 大哥 要动手啊 我就带了一把枪 跟他们真玩起来 这得吃大亏啊 二哥对刘忠明那些保镖印象深刻 几乎个个都是枪手 能打善斗这四个字 那完美的体现在他们身上 想要跟老伯子联手干掉十几个拿枪的保镖 显然不现实 除非老伯子变成王庆山 或是二哥变成王庆山 只有这样刘忠明才有可能死在这 白宝国叹了口气 笑容有些自愁 他是财神爷 我敢动他 只要我今天动了刘忠明 那明天我就得亏老本 以后这条道就得掐断了 更何况越南帮也不好惹 上次我不跟你说了吗 说啥 去年这时候我不是去了一趟越南吗 白宝国抽了口烟 烟里边有些忌惮 十几挺机关枪啊 那是咱们黑道用的东西吗 他们就敢用 我都怀疑这帮孙子有坦克 老伯子在旁边插嘴 那他也不敢在咱们中国撒业 他敢进来 甭说几恶如仇的陈海波 就是李书记都得弄死的 这倒是 可把他逼急了也不是好事 狗急跳墙 指不定啊 跟咱们玩个鱼死网破呢 就在白宝国跟二哥聊得兴起的时候啊 一列车队缓缓地开了进来 这些的车牌跟车型 二哥很熟悉 越南帮来了 很快 车顺着路边排成了一排 开着领头那辆黑色轿车的司机走了下来 帮坐在后座的刘忠明拉开车门 刘忠明下车之后 奔着白宝国他们走过来 脸上满是惭愧 哎呀 不好意思啊 白宝国 我来晚了 虽然如此啊 他也忍不住抱怨了几句 你们兴河区的交通真够烂的 堵了半个多小时都没能缓过来 要不是我找了一条进路抄过来的 恐怕你们还得等 没事 忠明哥 咱们进去聊吧 白宝国很热情 二哥知道白宝国这副热情是装出来的 现在的白宝国都快恨死刘忠明了 阿成荣带着几个保镖跟了过来 走在了二哥他们身边的时候 他看了二哥一眼 朝二哥笑了笑 小东北 很久不见 二哥对阿成荣伸出了手 成荣哥 别来无恙 阿成荣跟二哥握了握手 有时间一起喝一杯 现在你们堂口 杏河区里边手去一指了啊 哪怕是我的堂口也比不上你们 得跟你们多学习学习 你说这话可就客气了 刘忠明也把目光放在了二哥身上 仔细地看了看二哥 你这把利刃让千玉磨得更加锋利了呀 二哥客气地笑着点了点头 也没想到自己该说什么 所以干脆呀就沉默了 进了包间之后 刘忠明的那些保镖 都坐在靠墙的一排沙发上 而二哥跟老伯子阿成荣 他们三个人 则挨着各自的老大坐了下来 刘忠明问 白宝哥今天叫我过来 可不光是为了请我喝茶吧 我想问忠明哥一个问题啊 白宝哥把手里的烟掐灭 轻轻地扔在烟缸里 表情很平静 你为什么要把货卖给其他人呢 文言刘忠明一脸苦恼的沉默 大概得过了半分钟 白宝哥 我跟你说句真心话 你可不能介意 你说 钱哪 你是赚不完的 货你也卖不完 越南那边 金三角那边 有多少我囤积的货 你知道吗 白宝哥没插嘴 安安静静地听着 说白了 我就是个商人 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 好像是 有钱不赚 王八蛋 我们越南帮的人是越来越多 想要养活这些兄弟 就得赚更多的钱 难道我给你的还不够啊 刘忠明觉得自己接下来的话 有点伤感情 所以不说话了 看着白宝哥的眼睛 似乎在告诉他什么 我出更高的价 买你的货 行不行 白宝哥退了一步 咬牙切齿的样子 看着有点吓人 额头上的青筋 已经鼓起来了 可见他现在憋着火呢 对不起啊 白宝哥 这事真不能这么办 白宝哥猛地站起身来 表情复杂地 看着刘忠明 攥紧了拳头 跟着刘忠明 一起来的那些保镖 也都随着白宝哥 站起来了 不少人把随身 带着的手枪掏出来 看样子做足了 保护自己老大的准备 说实话 二哥跟老脖子 都觉着白宝哥 是要发飙了 按照往常 白宝哥的性子来看 估计下一秒 他就得把桌子 掀给掀了 但现实却相反 白宝哥摇了摇头 行 那就算了吧 说着他朝二哥 他们吼了一嗓子 走 刘忠明好像早就料到 这个结局 一脸的不为所动 见白宝哥带着二哥 他们头也不回的走了 他拿出手机 给鬼容打了个电话 鬼容啊 搞定了 白宝哥没跟你翻脸 他敢 得罪我 他就别想赚钱了 既然这事搞定了 那我也就放心了 周明哥 过几天我请你吃饭 务必赏脸 好 我一定来 刘忠明跟鬼容 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这个说不清楚 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这件事里 是刘忠明主动找上了鬼容 或许这情况啊 就让人有点看不懂了 虽然鬼容在新河区里边 势力很大 但不得不说呀 他最多也就是跟白宝国齐名罢了 更何况这段时间 二哥他们坛口名声越来越大 东河贵的名气 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或许在二哥刚入狱的那段时间 东河贵斗不过盛阳 可到了今时今日 靠着二哥他们这坛口 东河贵已经有了 稳稳压住盛阳的势头 刘忠明之所以找上鬼容合作呀 我估计原因有三个 第一 鬼容是新河区里胆子最大的人 这一点无可置疑 这么多年来 还真就没有他鬼容不敢干的事 二 鬼容跟白宝国处于死敌对立的关系 不用担心他会出卖自己 第三 鬼容有脑子 够贪 这段时间 他们生意安静的白面渠道有点不稳 刘忠明是抓住这个机会 雪中送炭 进而让鬼容跟自己达成合作关系 有的人不明白 为什么刘忠明会过河拆桥 还没等白宝国帮他解决掉北建新区的难题 就把这个盟友给卖了 是不是有点不讲道义 实际上道义对刘忠明来说不重要 在回去的路上 刘忠明拨通了一个没有记录在电话本里的电话 我已经把事摊开跟白宝国说了 他没跟我翻脸 看样是要继续跟我好 好 慢慢来 稳住就赢了 好 听您的 刘忠明有点好奇的问了一句 我一直不明白个事 能问问您吗 说 为什么您要丢掉白宝国这枚棋子啊 我觉得他是一不能成大事的棋 丢了不可惜吗 那边的人说 这人太贪了 做事也太绝了 养虎为患 我不想冒险 更何况 我也不想养一条自作聪明的狗 明白了 忠明啊 这些年来我们合作了无数次 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希望我们以后还能继续这么合作 刘忠明忍不住哆嗦了几下 脸上涌出了一抹恐惧 李淑姐 您放心 我懂您的意思 我会小心做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2003年10月1号 东河贵召开了那部会议 所有的堂主都到了 包括说话还有些虚弱的傻哥 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 咱们应对越南帮的过河拆桥 黑兵出了个主意 他试探性的跟白宝国说 要不咱们跟他们玩真的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让他们知道知道新河区这片谁说了算 无事也摇了摇头 这样有点不理智 跟刘忠明闹起来 我们吃亏大了 刘忠明是个什么人物 再做的都清楚 那孙子可记仇 得罪过他的人 有几个唠唠好下场了 黑兵还是有些不服气 难道咱们还怕他 怕呀 咋不怕 现在道上 谁有钱谁牛逼 谁有权谁是爹 二哥靠在椅子上 懒洋洋的抽着烟 双手垫在脑后 仰头看着天花板 得罪了刘忠明 咱们卖白妙这条财路 就算是断了 对咱们社团打击太大 黑兵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 这我也知道 但总不能让刘忠明 这么嚣张下去 过河拆桥 都拆得这么明目张胆 谁叫他有钱呢 他现在就是跟咱们 东河贵的财神爷 得罪了他 对咱们没好处 二哥抽了口烟 看了看沉默无言的白宝国 我有个办法 但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白宝国紧盯着二哥 眼里有些期待 你说 咱们不能动刘忠明 但可以动其他人呢 谁敢买刘忠明的货 咱就剁了谁的手 杀鸡敬猴 只需要一段时间 咱就能搞定这事 这办法有点偏激了 如果把他们都逼到了绝路 弄得他们狗急跳墙了 怎么办 那要是继续耗下去 说不准刘忠明 还有什么阴招等着咱们 你也应该猜到了 刘忠明既然敢走出这步棋来 那钱就是个幌子 他肯定有别的目的 白宝国用手敲了敲桌子 顿时把所有人 注意力吸引过去了 小东北啊 这件事 我交给你负责 没问题 你要瞧好吧 在有了结论后 会议很快结束 二哥跟傻哥 吴师爷是一起回去了 等吴师爷跟傻哥 坐上了二哥开来的 那辆SUV啊 确定周围不会出现 隔墙有耳的情况 他们才把先前 憋在心里的话说了 吴师爷有点紧张 你这么做不理智 事不关起 高高挂起 这句话你应该知道 现在你自己 把自己绞进了 这个麻烦里边 不知道 我觉得值 我们现在需要 这样一个机会 机会 对啊 别太顾着赚钱了 师爷 说到底 咱们还是黑道 不是商人 有些事 要是忘了怎么做 对咱们没好处 你的意思是 借着这机会 干掉一票 跟咱们堂口有仇的 杀鸡姓猴 他们就是鸡 至于那些 跟咱们关系不错的猴子 就以德服人吧 在这个时候 二哥手机忽然响了 他当时没多想 看都不带看的 直接接了 谁啊 我 丫头 我正准备接你呢 上完课了吧 今天已经没我的课了 今天上课的时候 我那帮学生太逗了 我跟你说啊 他 二哥把耳机 插在了手机上 一边开车 一边跟陈婉和聊天 很有耐心的 听着陈婉和说着 他觉得有趣的事 陈婉和有很多梦想 其中一个梦想啊 就是想在本地大学 当一名大学老师 二哥觉得吧 既然她是自己的女人 那就必须得帮她 完成这个梦想啊 咱们说 那她老闲着 也不是个事 给她找点事干 那也理所应当 最后二哥脱关系 找到了那所大学的 校领导 塞了笔钱 非常顺利的 让陈婉和当上了 那所大学的英语老师 不得不说呀 自从那所大学的 校领导得知 陈婉和是二哥的对象 那无论是校长 还是下边那些 管住老师的领导层 都不敢多看 陈婉和一眼 哪怕某些领导 是二哥旗下 红灯区会所的常客 他们色胆再大 也没大到不长眼的 去找死的地步 所以说呀 陈婉和在这所大学里待着 确实是安全无比 哥 咱们现在接嫂子去啊 啊 见了你嫂子 在顺路把弟妹给接了 咱们一块吃饭 话音一落 二哥忽然扭头 看见了吴师爷 吴师爷 你不找个对象啊 都过这么些年了 你还没忘记你那初恋 见话题转到自己身上 吴师爷愣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 内容我早就忘了 只是我觉得 现在还不是出对象的时候 还不是时候 二哥似笑非笑的看着吴师爷 觉得他就是转移话题呢 吴师爷叹了口气 是啊 我们连自己的明天 能不能活着都保证不了 找什么对象 带着自己的女人 跟着自己出生入死 这也太危险 我宁愿晚点再找对象 也不想让他跟着我们冒险 我操吴师爷 你这么一说 长得我都有点惭愧了 好像我想的太少了 还是 你比较特殊 跟电视上说的一样 爱情要是来了 肯定挡都挡不住 你们又不是故意 带着自己女人去冒险的 肯定是身不由己 才会有现在的情况 对不对 你能不能别搞那么严肃啊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傻哥呀 一脸憨笑 二哥笑着说 那就不说了 就你那脑子 也想不了这么复杂的东西 二哥在车上 跟吴师爷聊的 那叫一个开心呢 但他脸上的笑容啊 只维持了一会儿 等他们到了大学 正门外边的时候 二哥不笑了 陈婉和正被几个 穿着休闲装的年轻男人围着 表情很是无奈 还有些愤怒 其中一个年轻男人呢 把右手搭在陈婉和的肩上 嬉皮笑脸的样子 正巧让二哥瞧进来 二哥跟吴师爷说 哎 你们等我一下啊 那吴师爷也看见了 就提醒了一句 都是孩子 别玩过火了 听见这话 二哥耸耸肩 放心吧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我脾气好得很 肯定不会跟他们动手 那就好 二哥关上车门 整了整自己的领带 漫步朝陈婉和的方向走过去 陈婉和很快就发现了二哥 脸上啊顿时出现笑容 小东北 丫头 等急了吧 二哥笑呵呵的走过去 一把把陈婉和拉到自己身边 然后揉了揉他的头 这几个小兄弟是谁啊 陈婉和急忙解释 生怕二哥误会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学生啊 二哥笑得更开心了 很有礼貌的跟那些学生一一握手 小兄弟 看起来一表人才啊 学习成绩应该不错吧 被一个看起来 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男人 当后辈来问候 那些学生的表情 啥时都变了 就跟变秘似的脸都黑了 有人问了陈婉和一句 陈老师啊 这是你对象 陈婉和微笑着点点头 满脸幸福的挽着二哥的胳膊 是啊 不像啊 那个穿着黑色休闲服的学生 看了看二哥 哥们 你这发型够酷的啊 跟黑社会似的 二哥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那必须一点 这就是成年人的潮流 你们这些小屁孩懂啥 这时候某个二哥认识 在场的这些人 也都认识的人物 忽然带着几个校领导 从学校里走出来了 在看见二哥之后 他朝着二哥招了招手 很客气的打了个招呼 东北哥好 没想到这么巧在这碰见你了 二哥挽着陈婉和走过去 笑咪咪的给他发了个烟 上次给您的茶叶还行吗 行 肯定行 无些珍藏的茶叶 果然不是繁品 跟二哥谈笑风生的这个中年人 就是这所大学的校长 姓周 当周围的人听见周校长嘴里 蹦出来 东北哥跟吴师爷这六个字 煞时就把陈婉和婉着的这个男人 跟现在道上如日中天的小东北联系在一起了 此时此刻 这些学生可都有点哆嗦了 我擦这人不是说像黑社会呀 他就是黑社会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就是这样啊 他们看我年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 就想追悠啊 陈婉和坐在车后座 跟二哥抱怨 天天都来缠着我 我都快烦死了 小孩子 这很正常 二哥开着车 从后视镜看了陈婉和一眼 削得很见 谁叫我媳妇长得这么漂亮呢 对不 傻哥跟吴师爷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听见 在二哥跟陈婉和打情骂俏的时候 他们直接把脑袋憋开了 看着车窗外的风景 心里边一个劲骂二哥不是个东西啊 这他妈车上还有人呢 当众打情骂俏 你能不能不这么肉骂 老二 二哥听见吴师爷喊自己 侧卧头看了他也 咋的了 这时候二哥才发现 吴师爷的表情啊 变得惊讶到了极点 他喜形于色的指了指 接对面的一家饭馆 当二哥看到坐在饭馆里 吃饭那几个人的时候 他的表情啊 也变得跟吴师爷一样了 我咋这幸福来得太突然呢 正坐在饭馆里吃饭的这些人 就是经常跟在孙邦身边的那群保镖 按照以往来看 这群孙子肯定跟孙邦那是形影不离啊 既然他们在这儿 那代表孙邦很有可能就在附近 外人都说孙邦跑路了 等伤势痊愈 他才能回到咱们海城 看样子这是个烟雾弹呢 这几个保镖可都是专门 护着孙邦那群人的 孙邦入院之后 也是他们一直在照料 别打草惊蛇啊 二哥说着压住了心中的激动 等他们吃完饭 咱们跟上去 看看孙邦那畜生在哪 陈婉和似乎发觉气氛有点不对 于是试探性的问了二哥一句 你们又要跟人打架呀 扯淡 我们咱们是那种人呢 二哥面不改色 那孙邦欠我们钱 想借着生病的理由跑路 老天有眼呢 这不让我们今天遇上了吗 我们可不是去办他 我们是要钱 二哥在解释的时候 表情无比真挚 连傻哥跟吴师爷都感觉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当然陈婉和也不傻 他一听二哥的话就知道 他在这撒谎呢 你不管怎么样 一定得小心啊 注意安全 你们千万别出事 你放心吧 那我就在这下车吧 你们先去忙 大傻 我先去找瑶瑶 然后跟他去吃饭 你们如果能早点办完事的话 就给我们打个电话 我们等你们 没问题嫂子 你们先吃饭去吧 我们一会就来 二哥开着车 进了一旁的巷子 在某个小区外边 停靠了下来 等陈婉和下了车之后 二哥带着傻哥 他们也下了车 哥 咱们叫点人来不 别聊啊 那打草惊蛇可就扯淡了 咱仨就够了 吴师爷非常仔细 且认真地 琢磨了一下二哥的话 他确定二哥说的是三个人 而不是三十个人之后 吴师爷很快 有种骂娘的冲动啊 三个人 他们我就是个 毫无战斗力的渣啊 大傻也是伤势未愈的病号 你确定我们三个人 能搞死孙邦 笑不 咱们还是叫点人过来吧 把九山跟富贵叫过来 吴师爷说着 偷偷咽了口唾 我觉得这 咱们战斗力不够啊 二哥拍了拍腰间的手枪 没事 大傻负责保护你 你负责看戏 我负责干死他们 吴师爷叹了口气 他们也有枪 你别乱来 我肯定能干死他们 孙子骗你 吴师爷知道二哥什么脾气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那就必然是有把握 更何况 二哥也不是那种 鲁莽的炮筒子 无奈之下 吴师爷只能选择相信二哥 当然了 他暗地里还是做了些准备 在跟二哥他们躲在街角边 观察那些保镖的时候 他给钱东来偷偷发了个短信 我们在清国路这边 看见孙帮的保镖了 正在跟踪他们 你安排一下 找点人过来接应我们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 动作一定得小 吴师爷这辈子做的最多的事 就是给人家擦屁股 无论在哪个局 他都会不动声色的 把退路线安排好 当自己的盟友感觉到压力的时候 吴师爷所安排好的退路 就起了作用 就因为如此啊 二哥才会经常念叨 说吴师爷是个救苦救难的活婆子 这孙子都救了多少人的命了 二哥在街对面蹲点 蹲了快一个小时 那些保镖才结账走人 他们似乎没开车过来 往另外一条街过去的时候 他们都是走着去的 就吴师爷猜测 孙帮很有可能就住在这附近 保镖们在前面走 二哥他们就在后边跟着 这一走一跟 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最后 二哥跟着这些保镖 进了一个住宅区 吴师爷皱着眉 这地方 我安排富贵来过呀 你安排富贵来过 孙帮他老妈就住在这 吴师爷表情很平静 来了之后 富贵他们发现这是个空房 听说人已经搬去外省了 傻哥挠了挠头 他妈的灯下黑呀 这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套路有点深了 吴师爷叹了口气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在知道这是空房之后 我就没让人注意过这 诶 师爷 这块地下是号码帮的地盘 咱们注意不到也正常 你知道孙帮他老娘 住哪间房吗 知道 我现在带你们去 别家 这地方肯定有孙帮眼线 咱们去吃个饭 晚点再过去 天知道孙帮在这埋伏多少人呢 二哥拿出手机看了眼 撇了撇嘴 还以为他是躲在什么 闭人耳目的地方 没想到在这儿啊 吴师爷松了口气 晚点动手也好 我去把人调集过来 这样办事啊 又比较稳妥 吴师爷是真怕二哥会脑袋一热 冲上去就要半孙帮啊 随后 他们又简单的商量了一下 给陈九山打了个电话 让九山跟富贵他们两个人呢 先到这守着 其余的人手 晚点再过来 不得不说呀 富贵在出狱之后 帮二哥办的大事一天比一天多 在道上抛头露面的次数 也数不清了 现在道上的人都清楚一件事 或许小东北没大傻能打 没吴师爷聪明 没白宝国那么阴险狡诈 但他手底下的猛将 肯定是整个海城里边最多的 人称财神爷的前东来 不多提 陈九山跟富贵 那可都是心狠守黑的主啊 他们俩就像是当初 白宝国首席的小东北 跟大傻一样 可以说是自己老大手里边 最锋利的两把刀 至于攀子 他是属于那种 玲珑八面的混子 专门帮二哥处理首席的杂事 什么收账啊 谈判啊 帮手底下出头啊 这些事大多是攀子办 说白了 攀子就是堂口内的大内总管 管的那叫一个官 连前东来他们都得时不时 叫攀子一声家长通知 在当天晚上十二点左右 四辆面包车全从街口开了进来 靠着路边停下 陈九山把手里的五连发 丢到车椅上 老大二十个枪手够了吧 如果不够 我再叫点过来 用不着 咱们拿枪跟孙帮说话 本来就够下三滥 再多叫点人来 以后咱还混不混了 傻哥满脸兴奋 别浪费时间了 咱们现在就上去 福儿 你带着人从后门进去 九山跟我哥打头阵 走前门 我跟攀子从侧门包抄 那天晚上的气温有点高 整个海城好像被照在了一个大蒸笼里 闷热无比 二哥他们分派好任务后 偷偷摸摸兵分三路 朝吴师爷所说的那栋住宅楼走去 他们每个人手里边 提着一把用报纸包裹好的五连发 这真是看起来有点夸张 但二哥觉得吧 想要弄死孙帮这种老奸巨华的人 就得下邪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孙帮是因为什么跟二哥结的怨 这个已经说不清楚了 也许是因为王庆山的遗言 反正在二哥看来 孙帮必须得死 到了2003年的时候 二哥跟孙帮已经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 谁都想弄死对方 但谁都不敢乱来 只能稳着慢慢的下棋 抓住机会才敢下死手 那天就是个机会 富贵跟二哥说 老大 楼道已经被咱都堵死了 楼底下有几个忘风的 这是八楼 他们不敢往下跳 更何况外边也没什么可以落脚的地方 今儿啊 他们插翅难飞 二哥点点头 行 进来的时候都够低调吧 没让人发现吧 没有 我们都是分批进来的 一次就进来了 傻哥说着 看着右上方的那扇木门 兴致勃勃 咱直接冲进去啊 二哥皱着眉 咱们先里后兵 看看能不能把他们骗出来 现在都半夜了 估计他们也不会上当 这大半夜的谁会来找他们呢 陈九山把手里的五连发递给潘子 从另一个混子手里啊 拿过一把消防斧来 直接把门砸开 重进去呗 反正他们也跑不了 行 你过去砸两斧子 然后就躲开 千万别让他们打出来的子弹 给射中了 没问题 看我的 陈九山跟傻哥 都属于力量型的混子 二哥曾经说过 就他们这种身体素质 那不去拆千对认职 真是太可惜了 伴随着两生震耳欲聋的梦想 陈九山飞快的把斧头 从门上抽了回来 二话不说 躲到一边 生怕里边有人开枪打他 但是这里边啊 一点东西没有 难道是人都跑了 二哥他们耐着性子 等了两分钟 正准备继续砸门的时候 只听屋子里边 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谁啊 哪路的 二哥大声喊着 我 小东北 这时候 楼上楼下那些住户 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都纷纷把门打开 往楼道里看了一眼 当他们看见 挤满楼道的这群黑社会 这些住户默默地把门关上了 连报警的意思都没有啊 毕竟人家手里边可全都拿着喷子 何必给自己找纳麻烦 屋子里的人听见二哥的回答 沉默了一会儿 操 我们原平马上就过来了 小东北你他们是找死 二哥周着眉 跟那个并不熟悉的声音 聊了起来 你谁啊 让孙帮滚出来跟我说话 老子他妈不认识你 你果然是奔着我们老大来的 我这二十来个枪手 再不开门 我可咱们冲进去了啊 现在开门 给你们老大留个全尸 就在二哥刚喊完这话 里边悠悠传来了一个 熟悉的叹息声 小东北 没想到你能找到这儿来 孙帮 你现在开门 我给你留个全尸 二哥见孙帮真在这儿 激动的手都哆嗦了 如果你要跟我玩用的 别怪兄弟我不讲情面啊 只听屋子里边 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这声音越来越近 直到大门边上才停下 在这时候 门开了 没错 在二哥惊疑不定的目光中 门开了 二哥不认为 孙帮是那种可以认命的人 在二哥的想象中 这次突袭肯定很难 孙帮那群孙子 百分之百的顽强抵抗 指不定都得搭上几条人命在这儿 站在门后的是孙帮 他手里边拿着一把纸钱 披麻带笑 这事装扮让二哥有点纳闷 二哥那嘴那叫一个笋呢 咋的啊 给自己烧纸呢 没有 孙帮面无表情的看着楼道里这些枪手 眼里充满了落寞 似乎有些不明白 自己跟二哥斗了这么久 怎么会忽然栽在这儿 二哥问了一句 是你出来啊 还是我们进去了 孙帮毫无顾忌的把门彻底推开了 看了看站在门边一脸警惕的陈炯珊 小东北 放我兄弟吗 行吗 你兄弟 啊 就屋里这几个 孙帮还是一脸面无表情 他漫步走了下来 一点都不害怕站在楼道两边的混责会 给他来一枪 一步接一步走到二哥面前 富贵跟陈九山就站在孙帮身后 做事就把他拿下 被二哥一个眼神制止了 孙帮叹了口气 我自觉点 你也发发慈悲 让他们走吧 老子今天才回海城 没想到刚到就死你手里了 真他妈呗 二哥一笑 当初你玩阴的 搞死了东北邦那几个大哥 你就得想到 有今天这下场 他见孙帮没了反抗能力 也就把手里的枪 递给了旁边的混子 然后掏出根烟来 发给孙帮一支 帮他点上 抽完烟上路吧 在二哥帮他点烟的这个过程 孙帮没说话 很安静的看着二哥 孙帮的眼睛里边 满是祈求 放他们一马 二哥笑了笑 见孙帮的表情 没了往日的飞扬跋扈 他得笑容不自主的收了起来 二哥一点头 行 真的 孙帮没想到二哥答应的这么痛快 有点不敢相信 你别骗我 要不然老子做了鬼都不放过你 真的 不骗你 二哥很真挚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清楚 既然你这么配合 我也得给你点好处不是 怎么说这也是你的遗愿 说真的啊 孙帮 像你这么讲义气的老大 已经很少见了 孙帮苦笑一声 我信你 要让我走也行 等我上去 给我妈磕个头再走 行不行 二哥一愣没反应过来 你妈在屋里 孙帮在听见二哥这话的时候 眼里边涌出了一丝悲痛 咬着牙 我妈死了 对不起啊 那你去吧 二哥这时候才明白 孙帮披麻带笑 这身打扮 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了 二哥肯定不会让孙帮自己回去 谁知道这里边有没有诈呀 我们跟你上去看看 顺便给阿姨上住香 二哥说着给傻哥使个眼神 示意让他安排人 跟自己一起上去 孙帮倒不在乎 十来个枪手跟自己回去 似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 回屋的时候 还对屋子里的人呢 喊了一嗓子 你们都他们别乱来 听见没 进了客厅 二哥看见那些手里拿着枪的保镖 一共有六个 二哥不动声色的说 各位兄弟 你们先把家伙放下吧 免得一会走了火 那些保镖一听这话 脸上的表情立马变了 他们的表情很复杂 但在场的人都能看懂 他们是想跟二哥鱼死网破 这几个保镖的眼神都要杀人呢 他们眼里的杀气真的压不住了 结果孙帮喊了一嗓子 都把东西放下 连我这老大的话都不听了 老大让你们把家伙放下 那些保镖恶狠狠的看着二哥 咬了咬牙 把手里的枪全丢在了地上 随后这些人便在二哥的安排下 全被东和贵的混子领了出去 其实啊 与其说是被这些混子领走 还不如说被这些混子用枪抵着脑袋 一个个被撵走了 天知道他们会不会一时脑袋发热 跟二哥玩命啊 看他们的眼神可很有可能 孙帮跟二哥说 我那些兄弟不会帮我报仇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你别赶尽杀绝 小东北 不会 你放心吧 二哥这时候才看到 供桌上摆放的遗照 这照片里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看起来慈眉善目 从五官来看 她跟孙帮的模样倒是有几分相像 在阿姨面前动你不太合适啊 二哥自顾自往桌上啊 拿了一炷箱 凑到蜡烛上点着 双手合十 规规矩矩 拿着箱冲着一罩 拜了三拜 咱们的事出去说吧 孙帮哆嗦了几下 然后走上前 默默地跪在地上 给遗照里的老太太 磕了三个响头 孙帮眼睛通红 声音很是嘶哑 妈 对不起 帮子 下辈子不再婚黑社会了 妈 你别怪我 烛火微微闪烁 整个客厅被映得沉闷无比 遗照里的老太太 似乎在看着孙帮 她眼神里是欣慰还是不舍 二哥不知道 二哥是真不知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二哥是真看明白了 这孙帮啊 是个孝子 这一切都不是 吴师爷他们所猜测的那样 还真不是孙帮在玩灯下黑 在孙帮跑路去外省之后的某一天 负责照顾孙帮母亲的保姆 忽然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是他母亲心脏病发作 被送医院了 估摸着还有一口气 让孙帮赶紧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孙帮二话不说 赶去了自己母亲所在城市 可惜他去的还是晚了 到医院的时候 他母亲刚好咽气 据那个保姆说呀 孙帮的母亲一言 就八个字 小邦好好照顾自己 听见这句疑言的那一瞬间 孙帮直接跪下了 抱着自己母亲 已经变得冰冷的尸体 是嚎啕大哭 负责保护孙帮的那些保镖啊 是跟着一起进去的 他们也是第一次看见孙帮 有这种表现 毫不夸张的说 他们看见孙帮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也不由自主的跟着哭了 他们不是在装 而是真哭啊 孙帮的父亲呢 很早就过世了 从小到大 就老太太一个人 辛辛苦苦把孙帮拉扯大 可想而知 孙帮对于自己的母亲感情 到底有多深 他混黑道 不是为了名 而是为了钱 孙帮曾经对自己的几个心腹说过 如果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老娘 能过上好日子 他早就不想待在这条道里了 黑道有什么好混的 那还不如开个小饭店 当个小老板 二哥问孙帮 老太太投期还没过呢吧 还有几天 三天 二哥伸出手 帮他把嘴里的烟头拿了出来 又给他换了根烟给他脸上 我送你走之后 接下来三天 我请人给老太太过投期 二哥的笑容有些复杂 感觉心里边有点堵 夏贝勒 别混黑道了 孙帮一愣 显然没想到二哥会说这话 但转年一想 二哥可不是白宝国那种丧尽天良的混子 孙帮笑了 小东北 谢谢了 二哥叹了口气 客气 话音一落 二哥拍了拍孙帮的肩膀 在这儿不好办事 跟我走一趟吧 给你个痛快 孙帮表情僵硬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笑得很苦涩 行 二哥不是不敢在这儿动手 而是不想在这儿动手 他觉着自己还没到那种丧心病狂的地步 当着孙帮母亲灵魏的面开枪杀孙帮 干出这种事 那得遭天遣呢 在二哥带着孙帮下楼的时候 吴师爷正坐车里边祈祷呢 吴师爷可不想二哥他妈办事的时候出意外 更何况这件事本来就麻烦 出了意外 轻则受伤 重则丧命 毕竟全拿的是枪啊 吴师爷在看到二哥带着孙帮走过来的时候 有点纳闷 心里嘀咕 这几个意思 老二 什么情况 这没把孙帮干掉 把他带起来了 难道是有变过 二哥走到车窗边挠了挠头 吴师爷 跟你说个事呗 吴师爷认真地看着二哥 你说 孙帮他妈去世了 他回海城 是为了给他妈过头期 二哥凑到吴师爷耳朵边低声说 我们上去的时候 这孙子压根就不反抗 自己就走出来了 让咱们放他那些兄弟嘛 就这几个保镖 吴师爷皱着眉 放了他们 别说吴师爷 就二哥他自己都清楚 这群孙子 以后必然得报复 只要让他们抓住个机会 自己就得栽他们手上 是个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清楚 放虎归山这种事不能干 但是二哥却干了 二哥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想杀他们 反正想杀我的人已经数不清了 多这几个无所谓 吴师爷点点头叹了口气 行 我明白了 都听你的 二哥嗡了一声 回头看看面无表情的孙帮 那我去处理他了 你带着他先走 一会儿你直接回堂口就行 我跟富贵啊 回去等你 二哥默不作声点点头 带着孙帮跟傻哥他们 坐上旁边那辆SUV直奔郊区 郊区人烟稀少 更何况现在又是大半夜 在那处理孙帮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当然 二哥并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走后不久 吴师爷把富贵叫过来了 凑到他耳边戏声说了一句话 把这些人都杀了 一个不能留 东和贵的敌人都知道 吴师爷的脑子呀 太多了 算得太细了 他们都有一个共识 在他们看来 吴师爷就是标准的阴险小人 那不少的局都是吴师爷在暗地里边布置的 某些个下三烂的事也都是他安排的 这不是阴险小人是什么呀 亏他在外人面前还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明显就是装逼呢 吴师爷自认是个卑鄙小人 但他觉得这很正常 甚至还觉得有点光荣 当白纸扬 要是没颗黑心 迟早得让人弄死 他不想玩下三烂 不想当小人 那你混什么黑道啊 你当什么白纸扬呢 二哥可以讲道理 可以大大方方的玩放虎归山 但吴师爷不能 他必须得在二哥背后帮他扫尾 帮他擦屁股 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 他们得吃大亏 就如当初吴师爷对二哥说的那句话 说反正我已经够脏了 以后啊 脏事 由我这个卑鄙小人来做就够了 你就负责站在人前扶住 说到这儿啊 咱得说说 富贵在听见吴师爷这话之后是什么反应 富贵一听吴师爷 让他干掉这群保镖 表情立马纠结了 刚才二哥可是亲口说了 要放这群人走 现在吴师爷又要自己办了他们 这他妈听谁的呀 得罪二哥 富贵不敢 得罪吴师爷 我咋富贵更不敢 天知道得罪了吴师爷是什么后果 那大哥可阴着呢 吴师爷 这 这什么这呀 你是不是连我话都不听了 不是 吴师爷 前面 东北哥刚说放他们走 要不咱放他一马 孙邦慷慨复义的举动 的确触动了不少人 连富贵这种在监狱里边待了多年的老混子 都不由得对他高看两眼 他说的话就相当于是疑言 既然东北哥答应人家了 那你怎么能出尔反尔 吴师爷特别无奈 如果他们以后来寻仇 把我弄死了 或者把老二弄死了 到时候怎么办 我也不想这么做 可是斩草要出根呢 富贵不说话了 吴师爷最后说了一次 你觉得他们不找小东北报复 可能吗 富贵满脸苦笑 我明白 吴师爷 我现在就去把他们都干了 吴师爷说的那几句话 其实是真的 他也不想这么做 但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暂时抛掉自己的良心 咬着牙做这事 身不由己 这就是江湖 想杀二哥的人很没错 但是真正铁了心 要弄死二哥 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人 有几个呀 这些保镖可都是孙帮的心腹 跟孙帮的关系有多深 这个自然咱就不用多提了 在孙帮慷慨负义之后 可以说这些保镖心里 已经被打下烙印 指不定多恨着二哥呢 从他们那些眼神来看 不除了他们 迟早有一天得出大事 听着院子里边 接连不断的枪声 吴师爷默不作声闭上眼 长长的叹了口气 等枪声停下 吴师爷睁开眼 拿出手机 给陈海波打了个电话 陈队长 有点事要麻烦你 你说 我们找着孙帮了 就在吴师爷 跟陈海波说这事的时候 二哥他们的车 已经到郊外停下了 下车后 孙帮走在前边 望着远方的树林 漫不经心的抽离 二哥就跟在他身后 右手攥着一把手枪 孙帮头都没回 小同伯 你可是答应过我 不能动我的兄弟 放心吧 我不爱骗人 谢谢了 客气了 其实我也想问你个事 你说 我觉着你不是那种 任命的人 为什么你今天 二哥还没问完 孙帮就给出答案 反正都是死 在那种情况下 我不可能跑得掉 还不如求个痛贵 这么做 你还能放我兄弟一马 何乐而不为呢 二哥没在直升了 安安静静的 跟在孙帮后边走着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 下辈子你肯定能成大事 二哥看着眼前 这个瘦弱的身影 脸上满是苦笑 他慢慢地举起了手枪 枪口对准了 孙帮的后脑勺 随着一声枪响 此时此刻 二哥真的很讨厌黑道 很讨厌这个 让人心寒的 狗糙的江湖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小东北干掉了孙帮 这个消息在道上流传的速度 快得惊人 毫不夸张地说 二哥他们刚回去睡了一觉 四日清晨的时候 海城黑道人物都知道这事 白宝国是在 吴师爷回谈口的时候 就知道这事 所以他在第二天开会的时候 能够表现得很平静 白宝国坐在主位上 看着脸色阴沉的二哥笑了 小东北 你立功了 这事干得漂亮 怎么看你有点不开心呢 二哥朝白宝国 挤出一丝笑容 没有老大 我昨天没睡好 所以这 今天这经状态 有点不太对劲 那就好 那就好 你这个大功臣 可得注意休息 这要是累坏了 我还不得心疼思啊 老大 你这话说的有点肉麻了 黑兵凑去的说 他可很少这么肉麻 东北哥 咱们老大爷 就对你一个人肉麻过 可见他多重视你 啊 匹子晨也哈哈大笑 说不然老大 是看上你了呢 白宝国没好气的 拍了拍桌子 怒气冲冲的看着匹子晨 你他妈会不会说话呀 老子看上小东北 你咋不说老子看上吴师爷了 听见吴师爷这仨字 二哥的表情僵硬了一下 笑容忍不住收了起来 吴师爷 你他妈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想起昨天回坛口的时候 二哥心里边一个劲的就冒火呀 虽然他知道 吴师爷这是为了他们好 可是这么做 不仗义呀 你可以不杀他们 昨天晚上 二哥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身子一个劲哆嗦 那是气的 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呢 吴师爷是这么回答的 你知道原因 这些脏事与你无关 你答应了孙帮不会杀那些人 但我没答应 对不 这不算是违反诺言 我是为了咱们好 老二 你骂我一顿也行 冲我发脾气也行 但你得记住 你千万别变成第二个王庆山 就这一句话 让二哥辗转反侧了一个晚上 心里边憋得慌 大王爷是怎么死的 又是因为什么死的 二哥比谁都清楚 所以因为 吴师爷的这句话 真的让他开始 自我反省了 自己都踏上了 这条没尽头的绝路 要是再不对别人狠点 是不是 就该对自己狠点了 拿自己的命冒险 去救别人的命 合适吗 不管怎么说 二哥都生气了 就跟那小孩子 闹别扭似的 看着吴师爷 就仨字不顺眼 这种状态 一直持续到了 东和贵的内部会议结束 吴师爷回气的路上 满脸无奈的 还哄二哥呢 还生气呢 你看看你 那几个孙子 跟咱们飞心飞过 你何必留他们一条生物 要是真放了他们走 指不定 今天你就得栽他们手上 对不对 二哥冷冰冰的说 我还没那么废物 俗话说的好 小心使得万年传 吴师爷从兜里掏出一盒 没拆开过的香烟 递给二哥 这烟呢 看样子是外国进口的 上面全是英文 二哥还第一次 在海城见着这种烟 正准备拒绝 吴师爷的好意 我就这一包啊 没多的 你如果不要 我就扔了 反正我也不抽烟 买的 没有 上次跟白道见面的时候啊 别人发的 一人一包 说是给咱们尝尝些 二哥接过烟 塞进裤子口袋 骂骂咧咧咧 口日 一帮崇阳妹外的毒 你骂我呢 没有 我咋可能骂你 你多虑了 就在这时候 他手机忽然响了 拿出来一看 罗汉给他打过来的电话 二哥当时没敢接 直接就给挂了 毕竟自己身处 东和贵的总堂 要是别人知道 自己跟罗汉联系 那不就扯了吗 对这种事啊 二哥一直表现的 小心小心 再小心 他跟鬼戎联系没事 跟罗汉联系 可就有事了 多少人都知道 二哥跟鬼戎是老相识 原来的时候 他们关系还都挺不错 所以他手机里 有鬼戎电话 这个很容易让人理解 但罗汉不一样 谁叫外人觉着 他跟罗汉不熟呢 在外人看来 平常他们俩没什么交集 所以他忽然打电话联系了 必定得惹人怀疑啊 等二哥不紧不慢的下了楼 坐上自己的车 这才回过几个电话 罗汉哥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鬼戎又约咱们打牌啊 罗汉的笑声很诡异 不是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好消息 咋得鬼戎是让车给创了 还是打牌输的 倾家荡产了 听见这两个尖锐的问题 罗汉沉默了一下 情不自禁的说 我也想啊 但很抱歉 好消息跟鬼戎没关系 那啥呀 二哥打了个哈欠 揉了揉 充满血丝的眼睛 罗汉笑着说 你哥来咱海城了 二哥拿着电话的手 哆嗦了一下 疲倦的表情 顺时就僵硬在脸上 下一秒 二哥喜情愚色 你不逗我玩的吧 我哥真来咱海城了 真来了 刚给我打电话 你哥都快两年没跟我联系了 我还以为他出事了 没想到活得好好的 他在哪呢 三个小时之后 咱们上海城客车站接他 罗汉说着 很快改了主意 无奈的说 还是你自己去吧 要是让人发现 咱们走一起 指不定怎么说咱们 行 我一会儿就过去 他坐的啥车呀 从哪来的 他坐的长途客车 从海南来的 二哥跟傻哥很清楚 大哥这次来海城是干什么的 没错 就是要跟他们一起打天下 一直以来啊 傻哥都把二哥当成主心骨 而二哥也只能把自己当成主心骨 现在大哥要来了 二哥就感觉一阵轻松 仿佛自己都找到一个依靠似的 以后很多事情 不用自己再去心烦了 吴师爷有些好奇 你哥来咱们海城啊 就是你家里的亲哥 就是很能打那个 是不是他 对就是他 他来了 他来了 我算是轻松了 哎呦 那我可得见见他 我倒想看看你哥到底多恋爱 听大傻说 他都不是你哥的对手 有这么回事吧 是啊 傻哥一直打不过我哥 到时候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二哥开着车 先回了一趟自己坛口 把傻哥一行人全通知到位 连攀子富贵都没落去 等时间差不多 他们才出发去客车站接人 如果说二哥是兴奋至极的话 那么傻哥在得知大哥要来的消息之后 那就是欣喜若狂啊 傻哥跟大哥的关系很深 不亚于二哥跟他的关系 这么几年没见过大哥了 那傻哥能不想吗 这咋还没到呢 堵车了 二哥在借人出口的地方站着 嘴里叼了根烟 脸色焦急的往出口走 然后还看了两眼 这咋还没出来啊 吴是也很有经验 车刚到站得等一会儿呢 陈九山旁边问了一句 老大 我们应该怎么叫你大哥呀 听见这话 二哥有点苦恼啊 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到 有什么合适又好听的称呼 钱东来市站提了个意 要不叫大哥大 干嘛赶紧给我滚犊子 看你你就不烦别人 大哥大老在小灵通呢 钱东来一缩脖子不说话了 这事多简单呢 你看看啊 他们不都叫你老大吗 把大傻叫傻哥 叫大哥不就完了吗 这他们不容易搞混吗 没事 你们自己搞不混就完了吗 忽然傻哥喊了一声 大哥 听见这一嗓子 二哥赶紧回头 往那出口走道就看过去了 一个熟悉而魁梧的身影 正有远即近 慢慢走来 他还是老样子 似乎这几年的时间 并没有给他带来 什么太大的改变 只不过 他的眼神 似乎更加沉稳了 大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这几年的漂泊流浪 大哥脸上增添了许多沧桑 当他看见二哥跟傻哥的时候 开心的笑了 眼睛不由自主的红了 二子 傻子 大哥快不走了过来 把行李随手丢在地上 伸出手就把这俩兄弟揽在了怀里 狠狠的抱着他们 没事就好 你们没事就好 哥 我想你了 傻哥红着眼 闷声闷气 你这警言咋不过来看看我们 这他妈不是来了吗 二哥重重的抱了抱大哥 哥 啥也不说了 走 当弟弟给你接风洗尘 这时候啊 大哥反而松开了他们 他们满脸笑容的 看了看吴师爷等人 客气的冲他们点了点头 大家好啊 你们都是二子的朋友吧 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吴师爷 二哥一把把吴师爷拉到自己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跟我关系老好了 不管我出啥事 都是他帮我擦屁股 吴师爷 鄙夷的看着二哥 觉得他还真有脸说这话呀 敢请我帮你擦屁股 你还有面子了 大哥好 吴师爷微笑着跟大哥打了个招呼 伸出右手 吴师爷的年龄 比二哥大 但跟大哥比起来还差一些 所以喊上大哥 他也不吃亏 大哥跟吴师爷握了握手 曾经啊 听罗汉说起过你 他说你是本地有名的军事 运筹帷幄呀 大哥 这是陈九山 这个是钱东来 这是潘子 他是富贵 他们都是我在这儿认识的好兄弟 一个比个有本事 老牛逼了 大哥好 大哥好 说这些干啥 走先吃饭去 傻哥说着 轻轻用手拽了拽大哥的衣服 哥 一会儿带你去见见你的俩弟妹 大哥一愣 俩 他是知道傻哥有对象 只是当初没机会跟他见面 此时傻哥说俩弟妹 不是一个 大哥长迷糊了 你混黑社会 你也不能重婚呢 傻哥不动声色 二哥有对象了 傻 咋现在才告诉我呢 随心才找他 傻哥支支吾的 算是吧 一会儿见面你就知道了 在客车站这一带 不少混子都是隶属东和贵的人 有很小一部分人 能够当场认出二哥跟吴师爷 再见到吴师爷和小东北 在这儿接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他们都有些惊讶 这男人是谁啊 让现在如日中天的小东北 他们亲自来接驾 这面子够大了 当这些混子 听见二哥喊那人哥的时候 全愣了 这人是小东北的哥哥 我才怪不得 这看着长得有点像啊 虽然这人比大傻还魁梧 可那五官样貌 跟小东北啊 有几成的相似 二哥他们前脚刚走 这些混子后脚就把消息散出去了 不过几十分钟的样子 新河区黑道基本上都知道这事了 白宝国是最早知道这事的一批人 白宝国给二哥打了个电话 那时候二哥呀 还在去往饭店的路上 小东北 你哥来海城了 啊 是老大 我正准备打电话跟你说呢 你们在哪呢 正准备带我哥去吃饭 老大你来吧 二哥虽然不想让白宝国来 可这孙子自己都打电话了 不叫上他 面上过不去 白宝国倒不客气 行 我现在就过去 你把地址给我 这顿饭我安排 随后 二哥又跟白宝国聊了几句 这才挂了电话 车里坐着的都是自己人 所以二哥完全可以跟大哥 在这说一些隐蔽的事 哥 我听说你对白宝国动过手啊 大哥点上烟抽了两口 点了点头 啊 几年前的事了 他一会儿来见我们 会不会把你认出来 不可能 当初我动手的时候啊 他就没看见我 正盯着前面的马路骂鸡 陈九山等人对这事了解的可不深 压根就没怎么听二哥说过 所以在这时候 他们脸上都写满了惊讶 小东北的哥哥对白宝国下过手 啥时候啊 三年了 没人会记住的 黑社会的本性就是遗忘 就拿你举个例子吧 你蹲了这么久的苦谣 如果不是有大傻 他们在外边给你撑着 你出来之后 没人会认识你 早就把你给忘了 无事也说得对 我是怕他们起疑心 哥 到时候 要你自我介绍 你准备怎么跟白宝国说呀 大哥倒是无所谓 你不是叫小东北吗 我就说 我叫大东北 听见这外号 傻哥表情一强 忍不住嘟弄一句 这大东北 听起来咋这么傻逼呢 这声嘟弄 恰好让大哥听见了 他想都没想 直接一拨溜的拍 傻哥后脑勺上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陈九山见车里边没外人呢 便把一只藏在内心的问题 就问出来了 大哥 听说傻哥不是你对手 是这样吗 自从二哥提到过这事之后 他就一直好奇 是不是真有人能干过傻哥 按照二哥的那种描述 好像大哥跟傻哥打起来 就能单方面虐待傻哥一样 海城里能有这种本事的人 已经死了 没错 就只有王庆山能干出这种事了 在王庆山死后 陈九山还真不知道 在海城谁能单虐着傻哥这种怪物 大哥笑了 大傻子 这个不太好说呀 傻哥忧愿的看着大哥 嘴里边嘀咕着 有啥不好说的 你不就是怕扫我面吗 你这么说更让我没面子 陈九山笑呵呵的问 大哥 你说说呗 我对这事特好奇 虽然他跟大哥只接触了一会儿 但他能感觉得到 这个大哥呀 人很好说话 有点像是傻哥那样 很憨厚 可更多的 却是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虽然说陈九山的年纪 跟大哥呀差不多 可大哥却给陈九山一种长辈在照顾后辈的感觉 奇怪的是呢 陈九山一点不反感 他感觉大哥的年纪似乎比他大了几轮 理所应当的被照顾 很应该呀 大哥见陈九山对自己的实力这么感兴趣 他摇了头 反正以后啊 我就呆在海城了 要跟二子一起打江山 这些事迟早你会知道 实际上 这个迟早 是真他妈早啊 在二哥他们赶到饭店的时候 老伯子跟白宝国已经在包间等他们了 进包间的第一时间 二哥就给大哥做介绍 老大 这是我哥 亲哥 您叫他大东北就行 白宝国一愣 然后笑了 大东北 这名字还跟你挺配啊 一个小东北 一个大东北 老伯子微眯着眼睛 很认真地打量了大哥一会儿 你好 我叫老伯子 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 老伯子把手伸出来了 看样很客气 跟大哥握握手 大哥笑着回了句你好 把手伸过去 跟老伯子握了握 就在这一瞬间 老伯子右手忽然加劲 清金毕露的手背 看起来隔膊吓人 老伯子可没留手的意思 在这时候 他可是用上全力了 倒不是说 他想给大哥一个下马威 他主要想看看 小东北的哥哥 有什么本事 看他这身材 应该练过 有大傻能打没 老伯子心里敌过 忽然老伯子就感觉 右手传来一阵巨痛 抬头一看心里咯噔一下 老伯哥 你这是是我手劲呢 大哥笑容满面 脸上只有轻松 仿佛一点压力都没有似的 老伯子的握力很强啊 他曾经跟傻哥试过握手 那次 哪怕自己疼得要死 但傻哥一样 也被他捏得是死去活来 老伯子额头上都溅了汗了 厉害啊 老伯子右手都有点哆嗦了 傻哥笑了笑没说话 慢慢的把手从老伯子手里抽了出来 白宝国面不改色的跟大哥说 坐吧 今天呢 就给你接风洗尘了 傅元 上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吃这顿饭的时候啊 气氛一直很融洽 因为有白宝国在场的缘故 陈婉河和瑶瑶没来 这是二哥特意安排的 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啊 二哥也说不清楚原因 反正就感觉吧 在这种场合 他们俩过来不太合适 白宝国把酒杯放在桌上 似笑非笑的问大哥 大东北 你来海城是想发财了吧 有打算没有啊 大哥憨厚一笑 跟着我弟弟一起发财吧 在东北赚钱挺不容易 听二子说 这边啊 好赚点 你原来是干啥的 当兵的 大哥不动声色 听见这个回答 白宝国跟老伯子相互对视了一眼 都笑了 老伯子举起酒杯 跟大哥碰了一下 怪不得有这身手啊 原来你是当兵的 既然你要跟着小东北一起发财 加入我们东河贵吧 二哥一笑对白宝国说 老大我也这么想 我哥就跟我一个谈口吧 只要他加入咱东河贵 咱社团肯定如虎添翼 白宝国点点头 是啊 现在我们社团就缺有本事的人 你哥加入咱社团肯定可以 但也得按照规矩本事 二哥皱了皱眉 您是说 投名状 最近咱们麻烦事可不少 让你哥呀随便挑一件解决了 这事就算是投名状了 能让白宝国称之为麻烦事的事 肯定是很棘手啊 想要解决这些事必然有很大风险 就拿其中一件举例子 最近东河贵和越南班的矛盾日渐增多 但无奈啊刘忠明是财神爷又不能动他 所以只能对新河区内的某些黑道社团下手 你们敢从越南班手里买货 我就剁你一条胳膊 多和谐呀 白宝国等人虽然是这么打算的 可要实施起来却有点困难 从某种方面来说 这么办事 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新河区黑道的对立面上 每天得应付多少仇杀 那数都数不过来 所以这件事 到了现在二哥他们都没着手去做 白宝国笑得很亲切 我看哪 跟越南班的那事要给大东北处理 你现在需要一个扬明立万的机会 我给你 你得把握住啊 二哥默不作声点点头 只说了一个字 行 饭局结束之后 二哥他们一行人直奔弹口而去 陈婉和和瑶瑶还在那边等着呢 刚才那顿饭吃得很是不爽 有个白宝国在 感觉什么都放不开 特别是攀子富贵他们 那叫一个压力大呀 回堂口的第一时间 他们跑去问陈婉和 说嫂子今天晚上煮了多少饭呢 二哥牵着陈婉和的手 温柔的笑着指了指大哥 丫头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哥 亲哥 你跟着我叫大哥就行 哦 大哥好 陈婉和乖巧的跟大哥打了个招呼 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虽说大哥的样貌温和 甚至有点憨厚 可他身份还是给陈婉和不小的压力 大哥很认真的看了看陈婉和 点了点头 满意的笑了 弟妹好啊 二子 你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能找着这么好的姑娘 二哥恬不知识的 那还不是我魅力大 这时候姚姚也走过来了 看见大哥的时候 他也有点拘谨 大哥问他 你就是大傻的对象吗 大哥好 大傻这人没什么脑子 有你帮忙照顾 我也算是放心了 原来的时候啊 我还老是担心大傻找不着对象 现在好了 傻哥满脸通红的站在一边 挠了挠头 也不知道说啥好 只一个劲的憨笑 在二哥这群人聊得正欢的时候 吴师爷走到一边接了个电话 哎 怎么了 师爷 有人砸咱们厂子 听到这个消息 吴师爷先是愣了一下 他在想 是哪个不要命的敢砸他的厂子 吴师爷是白纸扇没错 可他手下 却有好几家自己投资办起来的会所 日进抖金不说 许多白道高官都爱来吴师爷厂子玩 因为这干净 安全 敢砸吴师爷的厂子 这种事在新河区 就不雅于是有人给二哥脸上来嘴巴 这是找死啊 厂子里的人没事吧 吴师爷都没问自己厂子被砸成什么样 而是关心厂子里的客人安全 这厂子里边的人非富即贵 伤一个都对自己是莫大损失啊 贵子在电话那头说 人倒是没事 就是被吓走不少 我们只抓住了几个来闹事的 其他混都跑了 没得住 他们是哪边的人 都是中安联的 就这种杂碎社团也敢来碰我厂子 他们说是自己老大吩咐的 具体事我也不太清楚 要不您回来看看 行 我马上回来 说真的 吴师爷这次是真火了 谁厂子不好碰非碰他的 自己手底下厂子本来就少 这几家还是自己花钱投资建起来的 他好不容易才把客人人脉啊都梳理好 让一些个白道的官员习惯上这玩来 结果呢 你这是断我活路啊 挂了电话 吴师爷走到二哥他们旁边 老二 我先回去一趟 二哥见吴师爷表情有点不对劲 咋的了 是不是出事了 好 没事 你哥刚来海城 你先好好陪他 我回去看看 就是一些小麻烦 上不了台面 我跟你洗剧吧 跟你说了 没事 吴师爷按照二哥肩膀把他按坐在沙发上 这些事啊 明天再跟你说 行不行 二哥有些无奈 那行 哎 如果有啥解决不了的 你给我打电话 我帮你解决 我知道 你放心吧 随后啊 吴师爷又跟在座的人都打了声招呼 然后呢 跟他们彬彬有礼告辞 这才离开堂口 直奔自己厂子 很快 吴师爷就赶到自己手下那家已经被砸得不成样的会所 看着那被砸烂的玻璃 吴师爷的表情是越来越难看 柜子走了过来 吴师爷 人在里边 见吴师爷眼里边满是怒火 他也有些害怕 说话的时候声都不敢放大 您进去看看吧 吴师爷面无表情 戴露 客人都被吓走了 哈 有白道的吗 有 王区长 还有市局那李秘书 还有 听见这几个名字 吴师爷身子只不如晃悠了两下 感觉一阵天险地转 这是真要断我猜入了 在大厅 吴师爷见到了那些贵成一排的中安连的混子 出口跟侧门已经让吴师爷的人给堵了 其余二十来个混子都拿着家伙围着这群中安连的混子身边 虎视眈眈瞪着这些凶手 看他们的表情 似乎都有种冲上去给这些凶手来一刀的意思 吴师爷您来了 老大就是这些孙子砸了咱厂子 吴师爷不能放过他们 吴师爷冲着自己这这些手下点了点头 拿出手机 一边拨打中安连龙头的电话 一边朝那些犯人面前的主座走了过去 电话通了 吴师爷也坐下了 包坤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吴师爷充满了攻击性 跟平常的那种温文尔雅的状态不一样 往日里那吴师爷给人就只有一种感觉 如沐春风 包坤的笑声有点颤抖 吴师爷 这事可不能这么说呀 吴师爷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话 很直接把自己腰后别着的手枪掏出来了 抬手一枪 直接射穿了某个犯人的脑袋 枪声很大 很顺利的从电话内就传过去了 吴师爷满脸冷漠 我给你三十秒的时间解释 如果你说不出个所以然 三天之内 我杀你全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吴师爷很少发脾气 像此时此刻愤怒的要杀人全家 这种情况 在吴师爷一生当中屈指可数 他发脾气的原因都是因为什么呢 二哥曾经统计过 吴师爷发脾气的原因 十之八九 都是因为有人乱了他的棋盘 吴师爷是一个称职的棋手 运筹帷幄 但他也有许多棋手的通病 他最恨的就是自己辛辛苦苦 布置好的棋子 忽然被人一把扫出了棋盘 遇见这种情况 他这活可就压不住了 虽然他压不住脾气 但不代表他失去理智啊 说道理 他现在依旧冷静 所以在等待包坤给他答案的时候 吴师爷也在心里分析 这件事到底隐藏着什么 谁借给包坤这么大胆 吴师爷 包坤的声音都颤抖了 他知道吴师爷可不是跟他开玩笑 只要自己给不出解释 那自己的家人就得赔命 还有十五秒 吴师爷笑得很轻松 包坤 我莫数时间可是一门本事 一秒不多一秒不差 你现在还有六秒了 五 吴师爷开始倒数了 包坤忽然间叫 吴师爷 四 我 包坤预言又只说了个我字沉默了 三 吴师爷的表情慢慢的变得凶狠 他发现自己没耐心了 包坤大好 这事是我们联合弄出来的 我知道错了 你要多少 你开个价 我认怂 吴师爷用手揉了揉眉心 说清楚 刘忠明找了我们 说是东和贵不会给我们留财路 要我们有点动作 表明一下态度 对不起 吴师爷 我下次真不敢了 明天中午之前给我三百万 这事我就不计较了 少一个字 我要你全家的命 行不行 三百万 对于中安连的龙头老大包坤来说 那可不是随便能拿出来的数目 也许啊 在吴师爷眼里 这三百万算不了个什么 毕竟他们搞房地产 还有那白面生意 那赚了大钱 随随便便拿个几百万很轻松 可包坤看来 这数目有点吓人呐 那包坤三月能赚到手的数目 那都差不多了 如果光看流水账的话 包坤一个月应该能赚个七百万左右 可中联安混子的什么医药费呀 安家费呀 给这些混子们安月发的工资啊 外加打点白道的钱 这可都得是龙头老大自己出啊 所以到了最后 能存到他手里边的一个月 也就是个小一百万 吴师爷 能不能少点 这三百万是不是 这 你的意思是不给呗 没没没 我给给给给 我现在把钱就给你转过来 吴师爷嗡了一声 随即挂断了电话 冲着柜子招了招手 失意让他过来 那孙子怎么说 把这几个人处理一下 犯不着杀人 但处理他们的方式一定要狠 吴师爷没有回答柜子的问题 笑容却也来越冷 我得给这些孙子上上眼药了 柜子看见吴师爷的笑容时 忍不住哆嗦几下 赶紧点头答应下来 在星河区的黑道开始好奇小东北的哥哥是谁的时候 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 道上又传出了吴师爷厂子被砸的消息 这消息吓住了不少人 因为他们想不明白 谁这么不长眼敢去惹吴师爷 谁都知道 吴师爷跟小东北他们情同兄弟 动了吴师爷 那就是动小东北 在今时今日 星河区里边风头最盛的就是小东北这伙人了 现在砸他们场子 那不代表的太上员头上要动土吗 很快答案揭晓了 中安连干的 帮助揭晓答案的人一顾有八个 这八个人的下场都很惨 其中有三个被带到了中安连大本营 柜子当着无数人的面 拖了这几个犯人一身汽油 然后点火 有人觉得吧 这仨人可能是火德行军转世啊 被点火烧了都没死 只是落下残疾 跟一身的烧烂的皮肤 好歹还活着 多牛逼啊 当然了 柜子觉得这跟自己啊 没杀心有很大关系 如果当时他们不是点着火就走 而是点着了在那儿耗着 柜子真不相信有人敢过来救他们 除开这三个被火烧得半死不活的混子 其余五个人 有三个被柜子等人呢丢进下水道 活生生闷了几个小时 据说他们被人救出来的时候 已经口吐白沫了 最终落了个瘫痪的下场 最后俩人被处理的方式简单多了 剁了手脚 直接丢到了某家中安连厂子门口 二哥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二哥气得手都知哆嗦 一个劲咬牙呀 吴师爷这事他妈不能连啊 你先把白道那边的事打理好 剩下的交给我 吴师爷问他 你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吧 我知道 杀鸡敬猴 在今天早上 吴师爷从包坤那儿得了这三百万 一分钱不剩全都花光了 他只留了五十万给自己啊 维修厂子 其余的钱 全部散给了那些受精的白道 这就算是赔礼道歉的礼金了 吴师爷是个聪明人 所以他明白 钱并没有人脉重要 有了人脉 才有源源不断的钱 没了人脉 你手里的钱迟早得败出去 虽然吴师爷是这么想 但不得不说 他还是狠气 凭啥拿我开刀啊 黑兵 痞子沉 这俩孙子哪个比我有实力啊 你们不去捏黑兵那种软柿子啊 找我硬杠 纯心找死啊这是 其实吴师爷多少猜到了一些 包坤他们没说出来的事 他们不傻 之所以敢拿自己开刀 无非就是有人在背后怂恿他们 比如 刘忠明 忠明啊 您这是几个意思啊 白宝国在给刘忠明打电话的时候 表情很张宁 但语气却听不出来半点凶狠 跟往常一样 我听说你让包坤砸了吴师爷的厂子 刘忠明不慌不忙 白宝国你可千万别误会 我可没那么做 我只是让他们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让你感觉到他们的渴望 他们也想赚钱呢 谁知道这些没脑子的混账会做出这种事来 真对不起啊 白宝国和蔼可千的笑了笑 我现在感觉到他们的渴望了 那就好 那就好啊 当然了 忠明哥 来而不往非离也 他们给了我这么一份大礼 我怎么说也得还一份大礼啊 希望到时候你可别生气 刘忠明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笑了 我怎么会生气呢 希望你还礼的时候 知道轻重 别还到我身上就行 白宝国很想骂脏话 他真的有种想跟刘忠明决裂的冲动 你这是威胁我呢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啊 当初跟老子谈得好好的 现在就开始跟我玩阴招下黑手啊 白宝国拿着手机身子颤抖几下 咬了咬牙 我有自己的打算 用不着你费心 那行 我先忙了 白宝国 下次再聊 听着电话里边传来的忙音 白宝国紧闭双眼 把手机放在桌上 下一秒 白宝国就把面前办公桌掀翻了 操 你他妈把老子当成什么人了 一条狗吗 老子必须得给他这颜色看看 操他妈的刘忠明 老脖子面无表情的站在一边 等着白宝国吩咐 去把小东北他们叫来 大东北不是唱个投名状吗 今天就让他把这事办了 在白宝国跟刘忠明打完电话之后 不到十分钟 吴师爷拨通了刘忠明的电话 忠明哥 没必要这么干吧 您跟我老大有仇 也没必要拿我开刀吧 吴师爷 这事啊 只能这么干 我得把新和区 搞得热闹起来啊 刘忠明叹了口气 我给你账户 刚转了一百万 钱不多 我有一点心 听见这话吴师爷傻眼了 这什么情况啊 刘忠明还给自己转钱了 他就这么给我面子 我看不起白宝国 但我看得起你跟小东北 小伙子 有时候咱们出来聚聚吧 好好聊一聊 关于你们社团的事 刘忠明想要办的事 无非就是如李书记所讲 把新和区 搅得一团糟 然后让白宝国 这个不受人待见的孙子下台 在这之后呢 把东和贵彻底搞垮 不可能 想要搞垮东和贵 小东北他们一伙人 百分百得发飙 到时候他们跟自己 鱼死网破 自己能不能受得住 这是个问题 也不是说刘忠明啊 搞不定二哥他们 要是什么都摆在桌上谈 明着跟他们硬碰硬的玩 那刘忠明胜算很大 毕竟底蕴这个东西 可不是说你一朝一夕 就能积攒下来的 可就算是这么说 二哥他们照样有很大机会 能在死之前 拖着刘忠明当垫背 刘忠明不怕黑社会 他就怕连命都不要的亡命徒 宁为玉碎 不畏瓦权 确实能让他们这种 惜命的角色 心惊胆战 哥 咱们今天一起去办点事 二哥去了一趟大哥的房间 大哥正看电视呢 他走过去 陪大哥坐在沙发上 有人砸无事业的厂子 我们去处理一下 大哥点点头 沉稳的问 没问题 要用枪吗 对付那些废物 用不着火气 大哥嗡了一声 满意的看着二哥 不错 有老子 有老子当年的风范呢 这时候傻哥拿着一个黑色的长条袋子走过来了 刀哥 你自己选个趁手这家伙吧 傻哥把袋子往桌上一放 笑呵呵从里边抽出了那把用红布包裹好的砍刀 这是我的啊 大哥的眼力可不差呀 一看傻哥手里那把砍刀就感觉有点不对了 这把刀 好像不对劲啊 就这个长短规格来看 这把砍刀似乎是出奇的沉 大傻刚拿起来的时候啊 手都往下坠了一下 你拿过来我看看 你看看行 大哥你不许跟我抢 傻哥嘟囔两句 脸上带着一种线宝的表情 把砍刀递给大哥了 这刀刚一入手啊 大哥脸色就变了 牛逼啊 这谁打出来的刀啊 手艺厉害呀 这是原来东北王用的刀 他死时候 这刀就落我手里了 东北王 大哥又一次听到这外号 忍不住我皱紧了眉毛 他倒不是说觉得不开心 他就是好奇 那个名叫王庆山的男人 到底强到什么地步 他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心服口服呢 能够配上东北王这三个字的爷们 肯定是人中豪杰吧 大哥轻轻用手 扶摸这砍刀上的红木叹了口气 这把刀杀过不少人呢 血腥味太重了 如果那个男人没死 我还真想跟他见一面 二哥兴致勃勃 我也想让你跟他见见面 最好啊 你们能打一架 我可是想看看 你俩单挑 谁会赢 跟死人有什么好比的 再怎么比 也比不过一个死人 二哥一愣 随即就明白大哥的意思了 那跟死人比 永远也比不出结果呀 傻哥拿出手机 看着无事也发来的短信 走吧 今天咱们有伴的人太多了 新盛纪 中安连 新和社 二哥奇怪的问 中安连不是花钱消灾了吗 无事也还让咱们干他 无事也说了 那三百万只是维修厂子 跟保他家人的钱 无事也只是不杀他全家 但没说不杀包坤呢 卧槽 果然这些聪明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你看看 都把这包坤印成什么样了 话虽这么说 但二哥觉得 无事也这决定很靠谱 要是用钱就能摆平这事 那放道上得多难听啊 砸了场子 拿钱就了事了 咱们也得把包坤的胳膊给歇了吧 最后 大哥选择的是一把普通的开山刀 对于这个选择 二哥他们表示有点看不懂 那把刀都有点秀了 还不如选把新的呢 起码自己看着舒服 大哥给的回答很简单 说这把刀留着不用也浪费 还不如用了这一次直接扔了 古今完这次也得卷刃 于当天晚上 二哥他们一行人便赶到了第一个目的地 金豪酒店 这是新盛季旗下最大的场子 也是那天他们社团画室人所在的地方 豪彪就在楼上 咱们现在上去干掉他就完了 二哥把脑袋从车窗伸出去 微微眯着眼睛 看看酒店大门 哥 我再问你一次 你是不是真的确定要跟我们走这条道 大哥笑了笑 你说呢 这条路不是你想的那么轻松 哥你真想明白了 我现在跟罗汉一样 就是个在逃的通缉犯 破关子破摔吧 不走这条路 我还能走哪条路啊 何况你们都是我弟弟 难道我能看着你们在这冒险 自己躲在后边享福啊 二哥没说话 大哥用手揉了揉二哥的头发 跟小时候一样 脸上带着一种宠溺的笑容 走吧 以后当哥的照着你 那天晚上 豪彪请了几个道上的朋友 约在金豪酒店某个包间里吃饭 顺便聊聊新河区的局势 以及他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几个朋友啊 都是没有加入刘忠明联盟的人 准确的说 他们也没有资格加入进去 新盛纪只能算是个二流社团 在二哥他们看来 这一个社团还抵不过他们一个坛口 但在三流社团眼里 新盛纪呢 已经是相当牛逼了 所以这次豪彪坐东 请他们吃饭 他们不敢不来 辉子 东山 海长 你们都是我老朋友了 豪彪帮这仨混的满上一杯酒 我这儿有条财路 要是你们愿意 当兄弟的 我拉你们一把 彪哥 您说这话见外了啊 是啊 有啥愿意不愿意 只要您点个头 当弟弟的 肯定为你马属是瞻 彪哥能想到我们几个老兄弟 真的 没啥好说的 都在酒里了 来 干一杯 豪彪摆了摆手 咱们都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 感情 咱自然不必多说 有好处能想不着你们 酒啊 一会再喝 我先把正事跟你们说了 听见豪彪要说到正题上 那几个混子赶紧点头 把酒杯都放下了 豪彪就问 最新呢 我们几个社团联合起来干的事 你们应该多少知道点吧 这几个混子面面相觑一阵 都点了点头 啊 大概知道一些 这次我给你们的财路 就是卖白面 豪彪抽了口烟 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们 跟着我们一起对付东和贵 刘忠明就答应给你们供应白面 这条件咋样 如果是没有任何条件 就给他们供应毒品 那东山等人肯定马上答应 但是一听 要跟着这些人对付东和贵 那中安连的事可历历在目啊 那几个被弄得半死不活的混子 就是东和贵给所有人的警告 得罪他们 谁也唠不着好 豪彪不轻不重的提点了几句 你们难道就没点心气 难道你们就想一辈子被东和贵压着 就那帮畜生压根 就没想给咱们留一条财路啊 东山感觉嘴里有点干涩 笑容很是勉强 这东和贵不好对付啊 听说中安连都被弄死不少人了 机遇和风险是共存的 你小姚赚钱 哪有不冒点险的 话音刚落 蚝标拿手敲了敲桌子 咱们跟你们说吧 拿一次货 净剩五十万左右 一个月拿多少次 就看你们能卖出去多少货 上百万的利润 这不是开玩笑吧 听见这个数字 这几个小社团的话 是人都有些心动了 上百万 对二哥他们来说 可能这不算什么 但对他们来说 这可是个天大的数目 东山就问 要我们怎么做 先联合起来 扫了东和贵几个厂子 把这当投名状 只要投名状到了 刘忠明就会拿第一批货给你们 东山等人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点了点头 好 那就仰仗 就在东山说话的时候 门让人一脚踹开了 没等他们有反应 豪彪的脑袋就让人摁在桌上 大哥面无表情的盯着豪彪 死死的摁着他的脑袋 你就是豪彪吧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豪彪当时就一个感觉 疼 真他妈疼 不得不说 今好酒店名字是吐气 里边装修逼格挺高 他们吃饭那地方 那装修的是最为闲雅的一个包间 桌子就是个硕大的根雕 呈咖啡色 那桌面的硬度就跟石头似的 质量更是牛逼 当然豪彪现在已经恨死这个根雕桌子了 他宁愿这是个普普通通的桌子 好歹普通桌子的质量没这吓人呢 被后边的人摁住脑袋这一砸 普通桌子肯定得塌 哪会像这个呀 大哥脸上还是那份沉稳的表情 不紧不慢的问他 我问你是不是豪彪 不说话是不是 豪彪不是不想说话 他是没机会说话 被摁在桌上的时候 五官就挤在一起了 连张个嘴都费劲 我咋放开彪哥 你他妈谁啊 敢上这撒下来 东山他们全站起来了 气势汹汹的瞪着大哥 可他们却谁都不敢冲上来动手 就一个劲的骂街 估计是被大哥那体型给吓住了 一个熊瞎子站自己面前了 你敢动手啊 大哥皱着眉扫了他们一眼 你们都是我弟弟说的那些小社团话是人吧 没你们事 赶紧他妈走人 免得跟豪彪一起在我手里 东山问 你谁啊 大东北 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 听见这个有点熟的花名 东山他们都愣了一下 然后皱着眉仔细回忆 新河区什么时候又出个大东北 跟东北两个字沾边的 那不是东北帮 就是东河贵那小东北 小东北 小东北你是 是你什么人 大哥正要回答 门外忽然走进两个人来 走在最前面那人帮大哥回答了问题 我是他亲弟弟 他是我亲大哥 你们是不想走还舍不得走啊 要不我松口你们啊 事大了 这事真他妈大了 东山他们可见过二哥 所以一看二哥来到现场 吓一时腿肚子一软 差点没跪去 前一分钟 他们还在这吵吵说联合起来 跟东河贵干 此时此刻东河贵正主来了 灰子都哆嗦了 谗媚的对二哥一笑 东北哥 您真是我笑 您说这话可客气了 我们现在就走 哪用着您送啊 二哥走过去 用手搭在灰子肩膀上 灰子 豪彪今儿叫你们过来 跟你们谈啥呢 这时候灰子才发现 二哥手上沾满了血 这肯定不是二哥的血呀 他可没受伤啊 这些血都是新生计 那些昏子留下的吧 没跟我们谈什么 吃个便饭 你确定 我可是听说 豪彪有心要干点大事啊 我们 我不管你们答应了 还是没答应 现在我放你们一马 二哥呀 把他那手在灰子肩膀上 蹭了蹭 擦了擦血 我希望你们呢 别跟着他们乱来 要不然 东山他们几个赶紧点头 明白 我们都明白 您大人有大量 放我们一马 我们肯定珍惜这机会 都走吧 听见二哥这句话 东山等人差点没激动的哭出来 如蒙大赦 急匆匆离开包间 至于豪彪是死是活 这个他们管不了 也不想管 为了豪彪招惹伤小东北 找死啊 就在这群混子走出包间的时候 他们忽然发现 走廊上躺满了新生计的混子 有一部分已经晕过去了 其余还清醒的混子 在那痛苦的身影 东山低声嘀咕着 小东北他们这是叫了多少人呢 这躺下得二十来号吧 他们是想把新生计楼给端了 灰子看样是真被吓唬住了 别乱说话赶紧走 让小东北他们听见 指不定跟咱们怎么玩的 海城打一开始就没怎么说话 最初他是想装个逼 让豪彪觉着自己不为那点钱所动 但后边是真不敢置身了 直到现在他才开口 卧槽 还好这事发生得早 要是晚点 等我们扫了东和贵的厂子 咱们可落不着好啊 豪彪在他们三人眼中 已经从财政爷的角度 瞬间变成阶级敌人了 要不是运气好 我们肯定得栽这孙子手里啊 东山等人一边骂着豪彪 不是个东西一边朝楼下跑 在酒店大厅 他们停下脚步 大厅里站满了新生计的混子 粗略一数少说的百事来号 这些混子全都拿着家伙虎慎丹丹 团团围住了中间沙发上坐着的几个人 沙发上就坐了四个人 大傻 钱东来 陈九山 富贵 大傻挠了挠头 满脸郁闷的还问钱东来呢 大哥他们咋还没办完事啊 这都三分钟了 咋还不下来呢 钱东来把目光从电视上收回来 看着傻哥 再等几分钟呗 说不准老大他们想跟豪彪多玩玩呢 傻哥当着无数新生计的混子说 豪彪那傻逼有啥好玩的呀 忽然陈九山看见了站在楼道口的东山他们 二话不说站起身来 冲东山那几个混子招了招手 东山 过来 三流社团那毕竟是三流社团 他们社团的化石人呢 在道上的辈分就跟陈九山他们辈分差不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陈九山直接喊他们花名是很合规矩 大傻哥 你们在这干嘛呢 既然傻哥他们看见东山等人了 那么东山他们还真不赶不过去 见傻哥正一动不动盯着自己看 东山他们几个硬着头皮往傻哥那边走 从人堆里挤进去 东山发现不少心生气的混子都在哆嗦 那可不是愤怒 那是害怕呀 在这些混子眼中啊 东山只看见两个字 恐惧 傻哥问他 我哥呢 东北哥在楼上办事呢 应该很快就下来了 傻哥拿出烟 一人一支 给他们发了一圈 就在东山往前走两步接烟的时候 他猛的看见傻哥脚底下正踩着个人 这人 新生机的白斗 傻哥满脸疑惑的问东山 你瞅啥呢 顺着东山的目光一瞧 然后他笑了 好 这孙子啊 不懂规矩 我教他做人的 傻哥的皮鞋就踩在白斗的嘴上 横着踩的 白斗的嘴看上已经撕裂了 东山算是明白 为什么 新和记那些混子那么害怕 他们是怕啥了 白斗是豪彪手下第一猛将 现在都让人踩脚底下了 踩没半条命了 他们能不害怕吗 傻哥 要不您先忙着 我们先走 东山试探性问一句 他是真害怕傻哥 他们把他们留着啊 大傻的脑袋不好使 这是道上人都知道的事 特别是大傻发脾气的时候 他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脑袋一热 先弄死你再说 傻哥话里有话的说 走吧 以后啊 少跟豪彪这种杂碎打交道 听见没 只不定那天把自己搭进去 知道了傻哥 我们记住了 东山他们一边点头一边朝人群外挤 傻哥 你哪天有时间去赏脸上我们厂子玩 我们做动啊 嗯 好 以后有机会就去啊 你们先忙去吧 当这几个混子走出酒店大门 顿时松了口气啊 就感觉浑身上下湿漉漉的 都快走不动道了 此地不亦久留啊 我先走了啊 明天找个时间 咱出来拒绝 东山说着 见灰子跟海城点头 他急匆匆转过身 朝自己开来的车就跑过去了 就在东山 刚往外迈出两步 就听砰的一声巨响 从高空掉下了一个人 直接砸在了距离东山 他们不过五米的那辆轿车的顶上 那是豪彪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据说东山他们几个 看见豪彪尸体的时候 不约儿童都瞎尿了 小东北他们真是赶尽杀绝啊 东山他们曾经猜测过 豪彪会怎么让二哥他们熟识 独打一顿 挑了手筋脚筋 说真的 他们真猜不到 二哥会这么办 把豪彪扔下楼之后 二哥他们也下了楼 走到大厅跟傻哥他们会合 二哥跟那些新圣纪的混子 说的第一句话就这个 你们老大死了 自己选一个新的化身出来 希望你们选出来的化石人聪明点啊 别他妈跟我对着干 我这人脾气不好 我哥脾气更大 说着二哥拍了拍 大哥肩膀 骂骂咧咧的 刚才就是你们老大不长眼睛 非得把我哥惹生气了 真是活该他妈他死 傻哥哈气连天 走吧哥 时间不早了 他把皮鞋从白斗嘴上收回来 慢慢的站起身来 升了个懒腰 咱们还得去找包棍呢 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新圣纪的混子都很沉默 谁都不敢吱声 生怕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啊 可能有人会说他们太怂了 百十来号人都不敢跟小东北他们搞 但实际上 这说明他们有脑子 他们不是傻逼 二哥他们堂口人也多 但他敢搞独自一人在外边换物的谢长安吗 他敢去找只有十几个保镖贴身保护的刘忠明吗 有的人不能动 动了轻则丧命 重则死全家 这些新圣纪的混子都知道 什么人可以动 什么人不可以动 那有人说了 都让人这么欺负到头上来了 还能有那理智 就像当初啊 二哥跟谢长安在饭店里那一回 有的朋友就说了 那都被谢长安欺负成那样了 还能忍住 那一般人早上去弄死他 谁管那后果呀 没错 你说的那是一般人 你说的是那种炮子头小脚裤的 那叫地痞 那叫驴马烂子 是那种啊 九十年代末 千禧年初 天天兜里边揣个卡簧 到处想找个社会大哥一刀捅死后 扬名立万插旗立棍的那种小混混 小地痞 他们兴许不顾后果脑袋一热能干出这事来 但是当他们看着眼前残一个死一个的时候 他们敢吗 楼椅尚且偷生 说白了脑袋一热 是脑袋一热 但是世人就怕死 这是人的本能啊 如果在场的人有人细看 肯定会发现 那不少新圣记的混子看大哥那眼神 都有些发自骨子里的畏惧啊 就在十来分钟前 这些混子亲眼看见大哥拿着一把开山刀 硬生生从楼下一路砍到楼上 途中多数人倒下了 多数人跑了 恐怕都数不清了 或许他是仗着走廊空间狭窄才能砍翻那么多人 但是新河区有几个人能做出这种事来 最后那一幕 许是让这些混子此生都难忘的 大东北握着开山刀 把一个新圣记的混子按在墙上 一刀捅穿他肚子 在让开山刀碰触到墙壁折断的同时 大东北也彻底让这把生了秀的刀 结束了他的使命 那个混子是走廊里唯一一个站着的 他倒下来 敢去拦阻大东北上楼的人就真没了 在二哥他们这次行动中啊 前去办事的不过六个人 不得不说六个人绰绰有余了 前东来甚至还觉着就办这种小事 只需要二哥跟傻哥大哥他们三兄弟出面就完了 陈九山富贵自己纯属就是打酱油的 回到车上之后 二哥开着车点了根烟直奔中安连大本营 陈九山满脸崇拜的看着大哥呀 大哥我是真服了 就那种眼神 让傻哥想起了陈九山看见大王爷时候的眼神 那就是崇拜 大哥憨厚一笑 有什么好服的 雕虫小技 我解决那些都是小混混 上不了台面 跟我当兵的时候出的那些任务没法比 二哥也笑着说 哥不得不说 黑社会就是无数这种小混混 你来了咱们海城混黑道 那必然得一鸣惊人 二子 我能不能一鸣惊人倒是无所谓 只要能好好的保护你跟傻子 就没什么别的要求了 听见这话 二哥就感觉鼻子一酸 笑了笑没说话 前些年的黑道岁月 还有近几年的监狱生活 二哥已经养成了一切靠自己的习惯 傻哥可以依靠他 但二哥依靠谁呀 吴师爷算半个 也不能算一个呀 因为有的时候 二哥都觉着吴师爷不太可信 可能这话说出来有点伤人 但不得不说 吴师爷在玩脑子下棋的时候 真给人一种 不能相信他的感觉 无论是谁 只要跟吴师爷打过交道 必然会有这种感受 现在大哥来了 二哥才算是找到了真正可以依靠的人 当大哥说出那句话后 二哥鼻子发酸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些年来他背负了多少东西 毫不夸张的说 有时候二哥真想躲在一个没人能看得见自己的地方 痛痛快快的哭声一场 这日子过得实在他妈太累了 半个小时之后 二哥他们赶到了中安莲的大万营 还没等他们下车呢 几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就一路小跑过来了 站在二哥他们的车门外边 二哥当时就一愣啊 这是先发之人呢 等他仔细一看愣了 这孙子不是包坤吗 送货上门啊 包坤先开口了 东北哥 我知道上次做的事是我不对 这包坤呢 很自觉的就开始承认错误了 是我不长眼 是我没脑子 我才会答应刘忠明的要求 您别往心里去 那三百万就当是给吴师爷修厂子的钱 这儿还有两百万现钞 是我现在能拿出来最大的数目 您看看 够不够分量 让您再给我个机会 二哥是狠 这没错 他可还没狠到白宝国那种丧尽天良的地步 俗话说得好 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 包坤这孙子 算是壮大运了 遇见的是二哥 而不是奉命行事的陈久山 或者吴师爷手下的柜子 如果他们来 肯定不拿钱 而是选择按照上头吩咐班值 二哥满脸无奈的看着包坤叹了口气 挺他妈懂事啊 他伸手把包坤递过来那两个行李袋 放进车里 也没打开点点的意思 我给你个机会 看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吧 包坤眼前一亮 你说 那天晚上 包坤在过去给二哥送钱的时候 那是抱着必死的心去的 他知道 自己如果不赌这一次 那就是个死字啊 豪彪比自己势力大吧 比自己更得刘忠明赏识吧 还不是在小东北他们三兄弟手里了 听说那大东北跟王庆山似的 自己一个人砍翻了二十来个 最后上楼把那豪彪从楼上扔下来了 就这样的狠角找上自己 自己能躲哪去 跑路 得罪了东河归 你还想跑出海城 你做梦呢吗 二哥递了根烟给包坤 从明天开始啊 你得跟我沾一条线上 我对付谁 你就对付谁 别怕事 天塌下来 我给你顶着 号码帮的话 是人陈大海 已经在我这条船上待着了 你要是想上来 我拉你一把 包坤拿着烟的手抖了抖 任凭东北哥吩咐 行 这两百万 你拿走吧 二哥把那俩行李袋又扔出去了 我不缺钱 你态度到这份上就够了 直到二哥他们开车走人的时候啊 包坤才回过神来 不敢相信的摸着自己的脸 我还活着 我没死啊 小东北他们这是放过我了 包坤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妈的这才是大将之风呀 小东北这人真是 难道新河区又要出个王庆山 在跟包坤打过照面之后 二哥他们没再去办别人 直接回坛口休息了 这其中的原因有二 第一 二哥他们觉得有点困了 反正那些孙子也跑不了 等睡醒了再办他们就完了呗 第二 二哥想给某些人一个机会 二哥的这条船很大 但跟他一起站在船上的人很少 二哥需要一些对自己心服口服的人上船 想要混到更高层次 就不能单靠一个狠字了 二哥需要人心啊 就在二哥回到坛口不久后 刘忠明的电话来了 白宝国在接这电话的时候 表示喜闻乐见大快人心 刘忠明的语气很不善 白宝国呀 今天是不是玩大了 你弄死了我一个客人 弄跑了我俩客人 这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 白宝国笑了笑 规矩 心说你他妈有脸跟我讲规矩 你守规矩了吗 没错 规矩 如果您还是不愿意跟着规矩走 那我只能不守规矩了 忠明啊 你可别开玩笑 今天的事全都是意外啊 我会让小东北他们给你个交代 你放心吧 好 我等着你说的交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交代 在电话里二哥听完白宝国的话之后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白宝国这是向刘忠明屈服了 二哥所做的一切都是由白宝国安排的 就算要给刘忠明一个交代 也不应该是二哥给呀 白宝国问 你不会不懂什么是交代吧 二哥嘀咕着 我还真有点不明白 简单的 你请刘忠明吃顿饭 就说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撒酒疯 一不小心干掉了他几个客人 所以特意请他吃个饭 赔礼道歉 白宝国行云流水的帮二哥想好了剧本 说完这些话的同时啊 白宝国还问了二哥一句 你觉得我说这个交代怎么样 不怎么样 屈你妈的吧 二哥的笑声很勉强 估计他正憋着一肚子火呢 要不是白宝国身份特殊 二哥肯定得开黄枪骂人了 按我说的做 保管你没事 他妈难道你还以为 我会把你交出去啊 二哥尴尬一笑 老大你可别瞎说了 明天中午啊 你跟刘忠明见个面 给老子打扮得精神点 到那边可别丢了咱东河贵的脸 放心吧老大 我明白你意思 说完二哥把电话挂了 二哥把脚搭在茶几上 懒洋洋的靠着沙发 看着旁边的吴侍爷 刘忠明找咱们要交代呢 吴侍爷目不转睛的看着电视 去跟他见一面 他可能会说一些 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但你要装着若无其事才行 记住四个字就行 啥呀 言多必失 吴侍爷是个聪明人 所以他知道 跟聪明人打交道 是最麻烦的事 善于玩阴谋诡计的人呢 通常都有察言观色的本事 特别是刘忠明这样的老油条 和他说话 一个不小心就得翻船 吴侍爷可不希望 二哥在跟刘忠明见面的时候 说错话 现在的局势并不稳定 刘忠明就是一个 能够在这种时候 搅动局势的人 在分不清他是敌是友的时候 某些话还是不说为好 吴侍爷打了个哈欠 不停地揉着眼睛 我先回去了 昨天晚上啊 知道没怎么睡 我得补觉去了 行 那我让九山富贵送你回去 最近这海城 可不太安稳 让你自己走 我不放心 吴侍爷笑了笑 谁敢动我呀 这句话看似有点自信 甚至是吴侍爷有些自大 因为不管怎么说 二哥他们最近干的这些事 都已经给自己树立了不少敌人 某些小社团就不说了 二流社团之中 有三家已经被二哥叫一了 其余的几家 正在担惊兽 怕得等着二哥上门呢 他们就是狗啊 狗被逼急了也得跳墙 所以在这个时候 再琢磨怎么干掉 二哥跟吴侍爷的人 那是数不胜数 但说到底 感动吴侍爷的人 还真没有 因为他们都清楚 吴侍爷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那就是因为他有脑子 对付吴侍爷这样的人呢 只要一棒子打不死他 必然后患无穷 与其选择吴侍爷作为目标 还不如搏一搏干掉小冬呗 有的人会觉得 比起二哥傻哥 他们这些人来说 吴侍爷就是个 毫无战斗力的渣渣 弄死他肯定很容易 但现实可不是这样 二哥他们不爱戴保镖 而吴侍爷喜欢戴 明着戴 安迪丽也戴 就给大伙举个例子 就在几天前 有人在吴侍爷收账的时候 伏击他 刚把枪掏出来 肩膀上就多了个窟窿 这一枪可不是 吴侍爷那些保镖开的 是一个站在街边 买水果的撞汉开的 他就是吴侍爷 安排在暗处的保镖 现在吴侍爷他们有钱 所以请保镖这件事上 那吴侍爷就要求得多一点 会玩枪 不要命 必然就是其中 最重要的两个条件 据说2003年的时候 吴侍爷请了 不下30个枪手保护自己 其中有五个 是陈海波帮忙介绍的 那全都是退伍老兵 从某种方面来说 吴侍爷的架子 已经大到了 跟李书记他们 齐平的地步 二哥还经常 拿这事儿笑话的 问他 说请这么多保姆 啥感觉呀 吴侍爷就一个字 耍 说别人装了逼就得死 我装了逼还能走 这就是保镖的妙用啊 吴侍爷说这话的时候 难得露出了一种 孩子气的笑容 他问二哥 说是不是老刺激了 离开了堂口 吴侍爷便坐上了 柜子开来的车 直奔自己居住的地方 骑车而去 柜子这人的话呀 一向不多 但在跟吴侍爷独处的时候 话就多了 跟原来他和哑巴 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师爷 昨天那几个妞 又来会所找你了 柜子嬉皮笑脸 看样子 上次一别 你把他们给勾引住了 什么勾引不勾引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次我跟他们见面 只说了一句话 下次来到八折 柜子哈哈大笑 人家还以为你能送邱波呢 邱波 你给自己放几天假 看你这段时间累的 我这当老大的都看不下去了 没事 帮你做事 我心里输的 如果哑巴在就好了 吴侍爷的眼神变得有些悲哀 这个兔崽子 把咱俩丢在这儿 自个儿就走了 真不是个东西 听见哑巴这两个字的时候 柜子表情也变了 是啊 我们会给哑巴哥报仇吧 一定会 这些年来我们都在发展 帮哑巴报仇只是时间问题 哑巴哥等这一天 等得太久了 在那天晚上 二哥等人按照往常的习惯 在坛口的大厅啊 搞了顿涮火锅 陈九山前东来富贵 潘子还有陈九山 他对象啊 全都到了 吴侍爷姗姗未到 据他自己说 他睡过头了 把时间给耽搁了 二哥揉着肚子 气呼呼的数了 这还没到场的吴侍爷 哎呀 你说吴侍爷这人 他是不是没有时间观念呢 这都迟到多长时间了 还不来 话音一落 他把脸测了过去 看着厨房里忙喝个 不停的陈婉和 丫头 能先拿点凉菜啥的 给我垫垫肚子吧 陈婉和手里拿着锅铲 很认真地跟二哥摇了摇头 不行 等人到齐了才能动筷子 这是礼貌啊 二哥委屈地嘀咕了一句 都是自己人 谈啥礼貌不礼貌 多生分 行了 别抱怨了 陈婉和无奈地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跟哄孩子似的 用手揉了揉二哥的头发 小孩子要听话呀 等人到齐了 就可以吃饭了 二哥当时那脸呢 都红得不成样了 因为客厅里可不光 他跟陈婉和两个人 还有大哥 傻哥 陈九山 钱东来等等 不得不说呀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 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笑 什么时候不能笑 你像是傻哥他们 笑个鸡吧 二哥怒气冲冲 瞪着傻哥他们 再笑老婆收拾你们啊 当然这种威胁 对于某个人是无效的 二嫂 总算找到一个 能治住你的人了啊 大哥笑得直捂肚子 拍了拍陈婉和的肩膀 妹子 我这个弟弟啊 就是不太听话 以后你得多管管的 陈婉和脸色一红 嗡了一声 忽然间 吴师爷的笑声 从楼下大门传了过来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这味一闻就觉得像 你他妈还不如不来你 二哥骂骂咧咧站起来 用手捏了捏 陈婉和的鼻子 家长同志 现在可以吃饭了吧 陈婉和气呼呼的 把二哥的手拍了下来 放在嘴边 然后狠狠咬了一口 叫你捏我 就在这时候 吴师爷的笑声 冷不停停了 只听他喊了一声 罗二 有客人 谁啊 二哥一边伸手 去捏陈婉和的脸 一边问 北剑新区来的客人 贵客 吴师爷大声回答 一听吴师爷这么说 二哥忍不住皱起了眉 北剑新区的客人 没多想 二哥带人下了楼 他还真有点好奇 是哪个孙子会在这时候 来找自己啊 到了楼下一看 二哥顿时迷糊了 找上门来的客人 有三个 刘罗锅 缝驼子 王半仙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 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 为您播讲 毫不夸张的说呀 这三个人在二哥的眼里 一直都被划分为敌人 刘罗锅是川帮的 这个自然不必多做解释 他们社团跟二哥的救援 太多数都数不过来 冯驼子 那是湖南帮的画石人 王半仙 湖南帮的白纸杉 他们俩跟二哥见面的次数 屈指可数 当初谢厅长要对付二哥 在监狱里边 安排了多少人去袭击他呀 那其中 十之二三 都是湖南帮的 其余的是川帮的 以及南港区的社团成员 亏客光临呢 有识远迎 恕罪呀 二哥叼着烟 嘴里打着关枪 看了看几个大混的 嘖嘖有声地问 三位贵客来这儿有事啊 冯驼子和王半仙 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仿佛没听见二哥的话一样 并没有发脾气的迹象 而刘罗锅则表现得更加淡定 他只是冲着二哥 微微一笑问他 有活儿 你们接吗 二哥皱了皱眉 看了吴师爷一眼 示意让他去跟这几个尊子聊 省得一会儿自己脾气上来了 那可就控制不住 吴师爷温和地笑了笑 进来吧 说着领着这几个大混的 就往三楼的办公室走 二哥看着他们的背影咬了咬牙 心里边嘀咕着 这几个老孙子真是胆肥了 来咱们坦口晃悠 也不怕自己有来无回 估计是有大事 大哥倒是清楚 二哥在监狱跟他们的救援 他拍了拍二哥的肩膀 你还是去办公室看看吧 其他的恩怨以后再说 成 那我去看看 你们先吃着啊 我很快下来 等二哥到了办公室的时候啊 还没进门 就听见里边和谐有爱的笑声 哎呀我去 这仨老孙子还真把这儿 当成自己家了 二哥进去的时候啊 堆出满脸的笑容 可话里话外 是一股子怨气 三位大哥 今儿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掐着饭点过来 你们不会是想炒我蹭饭吧 冯驼子跟刘罗姑的江湖地位啊 跟白宝国一样 论辈分论规矩 二哥都得对他们可可欺欺的 当然 这只是按规矩来说 但是他们可都对付过自己啊 那还用得着跟他们讲规矩 见着他们的时候 没直接掏刀子就已经很规矩了 王半仙不动声色 我们已经吃过了 只是从南港区回来的时候 刚巧路过你这儿 就来看看 顺便跟你聊聊 聊啥呀 想赚钱吗 二哥挠了挠头 走到沙发边坐下 反问了一句 你看我现在缺钱吗 如果不把白宝国算进来呀 在2003年的时候 二哥他们这个坛口的身家 完全可以达到 富可敌东和贵的地步 吴氏也曾经跟二哥说过 东和贵里最有钱的人 就是白宝国 但在他之下就是你 所以二哥反问 王半仙的这句话 那真不是在装啊 那只是个事实 王半仙笑了笑 越南帮已经踩过 你们的底线了 与其跟个不知死活的 外国人做生意 还不如跟咱们 搞点走私的活 我们认识几个 搞建材的东家 可以帮你们牵线搭桥 二哥抽了口烟摇了摇头 这点钱我们花得起 犯不着欠你们人情啊 刘罗锅笑了 听说越南帮 给你们东和贵的 白面数量越来越少了 按照这消息来看 那最近你们拿到手里的货 应该也变少了吧 二哥不说话了 只是冷冷地看着流落锅 缝驼子这事开口了 这么说吧 我们手里有很大一批 白面存活 还没卖出去 毕竟这玩意儿 在北县新区不好卖 白面市场都被越南帮 占了十之八九 连我们地盘那些隐君子 都不买我们的货 都说越南帮的便宜 质量好 你的意思是 要让我当你们下家呗 不不不 谈不上是下家 只能算是合作伙伴 越南帮给你们的货 是什么质量 我就能给你们 什么质量的货 但价格不能少 听见这么开门见山的话 二哥当时觉着 自己该送客了 没好处我接你们的货 我疯了 现在老子又不靠白面赚钱 老子何必成你们的情啊 无事也瞪了二哥眼 那意思别让他乱说话 你们先说说 你们想要什么 刘罗关叹了口气 越南帮跟越多的社团搭上线 他们的底蕴就越厚 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因为 钱多而牛逼了 你们星河区的二流社团 三流社团 还有一些流动的小团伙啊 大多都跟他们有关系 就拿上次的事举个例子 我们川帮跟越南帮 闹了点小矛盾 他们竟然把你们 星河区的一些混子叫过去了 说到这儿 刘罗关还笑个不停 当时你们是没看见呐 越南帮的人还没动手呢 你们星河区的混子就急着表现自己 一个接着一个的往前冲 看我们社团的人呐 那都不带手软的 钱多就是好啊 你们两个社团不也搞走私吗 买点钱 收买人心多好 还用得着怕越南帮 房驼子咳嗽了几声 我们还不想收买一些墙头草 我们拿这批货给你们卖 你们应该能赚不少 顺带着再介绍几个 搞建材的大东西给你们 帮我们个小忙 你们就是稳赚不赔 二哥有点没耐心了 楼底下那火锅还热和着呢 他这饭没吃就上来 陪着几个老混子已经够给他妈面子了 你直说吧 要是再不说的直白点啊 他真得往外赶人了 王半仙照着眉说 白宝国应该叫你们动手了吧 就是对付一些跟越南帮合作的人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在你们对付这些人的基础上 加点劲 啥意思 赶紧杀绝 我听说有些人没被你们除掉 你们这么做的理由是 该给他们一个机会 说实话呀 小东北 你们这么做 喊不明智 二哥打了个哈欠 觉得王半仙这番话呀 有点没意思了 干掉他们 我得翻中诺 狗急了还跳墙呢 给他们一点威胁就足够了 赶尽杀绝完全没必要啊 我们要的就是赶尽杀绝 只要你干掉几个越南帮有关系的人 就达到我们要求了 不是你们咋不着我老大谈这事呢 跟他谈 没必要 我们跟他不是一路人 二哥撇了撇嘴 露出了一种感兴趣的表情 抽了口烟 似乎在琢磨这件事的利弊 见到二哥这种表现 王半仙他们便松了口气 盘子 送客 二哥突然朝门外大喊一声 随后站起身来 头也不回的 离开了办公室 在这时候 吴师爷才发自内心的笑了出来 这三个老孙子 都是道上的老油条了 他们让二哥做这些事 拿的这些钱 百分之百 给二哥带来麻烦 让二哥成为众矢之帝 这是其一 其二 就是二哥最后的那句话 你们怎么不找白宝国谈这事 各位想想啊 如果二哥再不给白宝国 打招呼的前提下 答应这些事 那白宝国怎么看二哥 拿了外邦的白面来卖 还跟外邦的人玩起了交易 这些可都不是白宝国能忍的 他的眼里可荣物的沙子 又能搞乱新河区的局势 又能限制越南邦 跟新河区一些社团的交易 还能让二哥 这个迅速崛起的后背掉落神坛 成为众矢之地 这是一件好几刁啊 吴师爷对这几个老婚子笑了笑 以后啊 别跟他玩脑子 他的脑子不比我少 王半仙愣了一下 随后跟刘洛国和冯驼子 对视眼都点了点头 王半仙耸了耸精 看出来了 没想到啊 你们脑子转得挺快 你们只是来试试水的 肯定啊 我不是说了嘛 我们是吃完饭顺路才过来的 我没怎么跟小东北打过交道 今天这么一聊啊 我心里就有谱了 以后别随便来了 我不是说笑啊 他真的很讨厌你们 说不准下次就得有来无回了 王半仙和冯驼子就只是笑 没反驳吴师爷的意思 等攀子领着他们出去之后 王半仙才留下一句话来 吴师爷 我们也不傻 下次肯定不会来了 吴师爷当时就觉着他们闲得蛋疼 没事上这找什么刺激 但吴师爷没想到的是 就在那天晚上 越南帮的一批货 让人给劫了 这批货的数量非常夸张 夸张到足以让刘忠明伤筋动骨的地步 真的 刘忠明想杀人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王半仙他们来找二哥见面的事 很快就传了出去 毕竟啊 他们也不是遮遮掩掩过来的 光明正大的找上二哥的门啊 所以想要别人不知道这事儿 确实有点困难 这消息的传播过程当中 不凡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 总而言之吧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 二哥就让白宝国的电话闹醒了 王半仙 去你那干啥去了 啊 啊 他让我跟他们合作 我没答应 二哥睡眼惺忪打了个哈欠 用手轻轻揽着陈婉和的肩膀 声音放得很低 生怕把陈婉和吵醒了 咋的了 出事了 咋大清早问这个 多天晚上刘忠明的一批货 刚进海城就让人给劫了 二哥幸灾乐祸 哎哟 这孙子够傻逼的啊 都老油条了 还能让人黑吃黑了 二哥眼里露出一种佩服的神采 兴致勃勃的问白宝国 这谁干的这事啊 够牛逼的啊 纯纯技术活 有人说是川帮跟湖南帮出手 白宝国咬牙切齿 似乎对二哥的淡定有些愤怒 你他妈都死到临头了 还有心情跟我说笑呢 那白宝国嗓门本来就大 加成他现在是吼出来这一嗓子 那声音啊 真的是震撼人心啊 陈婉和本来还熟睡呢 听你冷不丁这么一嗓子 当时就给吓醒了 二哥也彻底清醒了 用手拍了拍陈婉和的背 示意他别出声 咋 咋 咋去了 道上不少人都说 王半仙他们把货拿给你销了 你们几个还是 接走刘忠明货的主兄之一 妈的 昨天王半仙他们来找你 你为毛不留下他们 他们就仨人 我好意思动手啊 就因为你没动手 所以外人都觉得 你们之间有猫腻 道上人都清楚 那几个老孙子跟你的恩怨 你昨天没动他们 外人怎么看 卧槽 这不明摆了 灾藏陷害老子吗 二哥妈起来了 他都快急哭了 哎呀 我就操了 这事跟我有鸡毛关系啊 二哥很清楚 得罪了刘忠明是什么家长 在海城啊 得罪谁都行 但得罪了刘忠明这样 又有钱又有势的角色 通常可落不了好 更何况刘忠明是南方 出了名的大毒枭 你敢得罪他 那不找死吗 白宝国苦笑 这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谁都说不清了 老子用脚趾头猜都能猜得着 肯定是王半仙那几个畜生的阴谋诡计 但你能跟刘忠明解释清楚吗 他会信你 二哥的脸色很难看 他想给刘忠明解释解释 可那孙子应该不会信呢 就因为你昨天没动那几个老孙子 混黑道你要什么脸 昨天趁机混搞死他们 多好你脑子进屎了是吗 老大 这事我来解决吧 今天我不是要跟刘忠明见面吗 我先跟他解释解释再说 行你试试吧 你几个人去啊 就我跟吴师爷 行 那你给我多留几句话 顺便把你养卡拿过来 把密码告诉我 说不准你这一去回不来了 趁现在能多跟我说两句啊 就当遗言了啊 二哥被白宝国这一连串的话 气得不行啊 我还没去见面呢 你就认定我死了啊 你这什么老大你这是啊 行了不多说了挂了 要是你今天去见了刘忠明 还能活着回来 带上大傻子他们来总堂 我介绍个新朋友给你们认识 新朋友 啊新朋友 你晚上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挂了电话 二哥把手机放到一边 慢慢又躺下了 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久久无言啊 陈婉和乖巧的把头 枕在二哥胸膛上轻声问他 是不是出事了 没事 别担心 二哥笑着 温柔的用手揉了揉陈婉和的头发 今天我不回来吃饭了啊 晚上肯定回来 你出去的时候路上注意安全 陈婉和点点头 凑到二哥脸庞重重的亲了他一口 我们大学那边新开了一家冷饮店 下午回来的时候 我给你带点好吃的 二哥看了眼闭中 见时间还早 白宝国真那么不是个东西 这他妈几点呢 才呀 就打电话朝我 那咱们再睡一会儿吧 陈婉和用脸蹭了三二哥 还早呢 睡吧 睡吧 二哥翻了身 侧过去抱紧了陈婉和 把头靠在他肩上 二哥想好好睡一觉 但他发现 自己怎么都闭不上眼了 刘忠明三个字 就像一座大山似的 死死的压在二哥的脑袋上 如果今天解释不清楚这件事 那以后的麻烦 必然会源源不断的找上自己 王半仙 刘罗锅 缝陀子 这仨老孙子 迟早有一天 老子得弄死你们谢恨 在当天中午 吴师爷带着柜子赶到坛口 走吧 时间快到了 吴师爷在赶过来的时候 表情很难看 可见刘忠明这事 给了他多大压力 二哥皱着眉 念念有词 要不然 我自己去吧 你去了不合适 要出点啥事 咱俩一起栽了 不划算 好歹留一个人在家里待着 我出事了 你帮我报仇啊 你别他妈瞎说 吴师爷难得骂了句脏话 拽着二哥就朝门外走 今天这事应该能解释清楚 就算解释不清楚 他也不敢随便动咱们 真的 真的 二哥觉得吴师爷不是那种信口开河的人 所以本能的就相信了吴师爷的这句话 但在四十多分钟之后 等他见着了刘忠明 二哥就觉得吴师爷吹牛呢 来啊 咱们说说那批货的事 这就是刘忠明的开场白 站在他身后的四个保镖 把枪都掏出来了 对准二哥和吴师爷的脑袋 那气氛 真不是融洽两字能形容的 你货丢了 跟我们没关系 二哥现在倒也不觉着怕了 估计是让人拿着枪指着脑袋 把他脾气也顶上来了 那话里话外啊 都带着一股子祸情 我还纳闷谁把屎盆子 扣我脑袋上了 咱有话好好说 别拿枪指着人 当心走火 刘忠明笑呵呵的看着二哥 你脾气挺大呀 那种笑容狠了 看样子是压不住他心里的活了 你觉着我不敢帮你是不是 二哥撇撇嘴没说话 吴师爷在旁苦笑 四爷 这事真跟我们没关系 你就算计一百个胆子给我们 我们也不敢动您的祸呀 刘忠明看了二哥一眼 重重的冷横一声 满脸杀气 这批货的数量啊 够你们死几百次 我就算是怀疑 现在也有甭了你们的理由 宁杀错 不放过呀 说白了 这次就是有人栽赃陷害 吴师爷朝后一倒 舒舒服服的靠在那一半上 双手啊 揉着太阳穴 你应该知道 我们不是炮筒子 如果我们真办了这件事 那么跟王半仙他们见面的事 应该是隐秘的 不可能让外人知道 就因为你们是聪明人 所以我才怀疑是你们干的 谁知道你们不会反其道而行啊 这时候吴师爷不说话了 他知道这事算是解释不清楚了 二哥面无表情的看着刘忠明 反正这事不是我们干的 要啥要剐 随便你 刘忠明冷不丁的 把保镖手中的枪夺了过来 抬手朝二哥就是一枪 伴随着枪声落下 吴师爷漫不经心的 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而二哥也把烟掏出来了 悠哉悠哉的 给自己点上了一根 在刘忠明开枪的那一瞬间 二哥跟吴师爷都没动作 就那么一动不动的坐在椅子上 看着刘忠明 也许是直觉 也可能是巧合 吴师爷跟二哥在刘忠明开枪的那一瞬间 都觉着他不会杀自己 因为这个大毒枭眼里的杀意 已经消失了 吴师爷说 好好谈谈吧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说实话 二哥那天忽然有些感慨 自己都多久没遇见这种任人宰割的情况 他平常啊 可没什么让人压迫的感觉 就觉着自己已经快站在新河区的顶点 连白宝国都不敢随随便便动的 这还能不算是快到巅峰 可就是如此 他照样被刘忠明吃得死死的 哪怕他有资本跟刘忠明与死网婆 可二哥还不想拿自己的命去跟刘忠明兑换 不知道 刘忠明就是个迟早会死的毒贩子罢了 自己还有家人 还有老婆 还有兄弟 那跟这种人换命 有意思吗 就因为二哥的这种心态呢 所以他斗不过刘忠明 当然 如果现在的二哥变成几年前的二哥 那刘忠明死定了 指不定今天刚见面的时候 就得被崩一枪 我没干这事 你还敢冲着我开枪 你逗我玩呢 大家都是一条命谁怕谁啊 刘忠明嘟弄了一句 还真不是你们干的 他脸上露出一种苦涩的笑容 他朝二哥他们摆了摆手 刚才就只是试探试探你们 啊 别往心里去 二哥跟吴师爷只是笑了笑 没说话 其实他们心里早就骂开了 试探人就开枪了 吴师爷不动声色的说 谁结的货 您心里应该有数 刘忠明掏出一根雪茄点燃了 满脸的瓶颈 我知道 川邦湖南邦 不光如此 可能还有南港区一些黑道 也出了手 吴师爷咒了没 有些想不明白 您这批货 数量到底有多夸张啊 这么多人出手 就为了一批货 小伙子啊 你的建设还是少了点 这么说吧 我从金三角搞来的这批货呀 足够在新河区 卖一年 吴师爷愣了一下 这么多 所以说呀 如果这事真是你们干的 那这批货的数量 足够你们死 七百次 当初我从外地搞来 这批货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运输工具 你知道吗 吴师爷摇了摇头 大货车 就是那种东风中卡 刘忠明似乎跟吴师爷聊得很来 说起这些事来 就有种老前辈 给后生上课的意思 外边全是杂货 里边的箱子 装的全是海洛银 二哥冷不定问了一句 不怕被人查呀 刘忠明笑了 他没回答二哥这个问题 既然他敢这么大规模 明目张胆的运送毒品 那就肯定有他的手段 海诚四爷自然名不虚传 如果没点本事的话 他怎么会成为千禧年后 南方最大的几个毒枭之一呀 你们哪 帮我个小忙 注意一下星河区毒品的动向 刘忠明看着二哥 并没看吴师爷 如果这件事 有星河区的人冒头 麻烦你们把他们名字告诉我就行了 如果没有 那就算了 二哥叹了口气 嗨 他们也不傻 如果真抢了你的货 必然不会在星河区里出货 更何况这种事 跟星河区有啥关系 那全都是你的人 他们还敢接你的货 刘忠明提点了二哥一句 有的时候 能看见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你们哪 还是太年轻了 眼力不够啊 您直说吧 吴师爷有些明白刘忠明的意思了 但还是发问 并没发表自己的看法 刘忠明笑得越来越冷 我怀疑啊 你们龙头跟这事有关系 前段时间 白宝国偷偷摸摸来了两趟北京新区 行踪很隐蔽 但还是被我的人发现了 他来北京新区干啥 谁知道啊 可能是串串门 跟人联络一下感情 二哥不敢相信的看着刘忠明 难道说 他跟川帮湖南帮的人又来往 我可没这么说呀 刘忠明似笑非笑的抽着烟 猛的表情一变 他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 力度很大 真的整个桌子呀 砰的一下都晃荡了几下 要是真让我知道白宝国搞这事 我非得弄死他不可 吴师爷跟二哥都沉默了 不再开口搭枪 他们清楚 这件事最好别掺和 否则他俩都吃不了兜着走 站在刘忠明这边 帮他查清楚白面的去向 那就相当于跟白宝国为敌 那老孙子哪怕是死 肯定也得拖着他们俩当垫背的 那站在白宝国那边呢 没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不帮刘忠明的话 反而会跟刘忠明出现一些隔阂 但是这么做的话 白宝国那不会丧心病狂的 拖着他们一起死 那从某种方面来说 这是站在白宝国那边 唯一的好处了 二哥开口问 帮你办了这件事 有啥好处啊 吴师爷听见二哥这句话 立刻瞪了他一眼 让他别乱开口 现在可不是随便说话的时候 刘忠明看着他 你想要什么好处啊 二哥挠了挠头 办这事我们可不少风险 办成了 那总得有点好处吧 刘忠明忍不住笑了 他看着二哥点了点头 小子啊 敢在我面前随便要好处的 你是头一个呀 说完这句刘忠明沉默了 仔细的想了想 该给二哥他们什么好处合适 给货 还是给钱 或者给一些特殊的优待 这是个问题 要不你给现金 要是这事真成了 帮你把货找回来 那你付 就这批货十分之一给我们 刘忠明冷横一声 把这批货找回来 有心情是好事 但这么心高气傲 对自己没好处啊 你以为找回这批货很容易 我又没说百分之百能找回来 就提这么一嘴 你要是我运机好 我真帮你找回来呢 刘忠明深深看了二哥一眼 手指在桌面谈了谈 行 如果你真能帮我把货找回来 我就给你这批货的十分之一 成交 二哥跟刘忠明讨价还价的 这个过程中 吴时宜的表情一直很难看 他也很沉默 风口浪尖时 最忌讳的就是乱战队 他到底想干人吗 老二真是剑材起义了 回坛口的时候 在车上 吴时宜忍不住问二哥 老二 你今天是不是有点不明智啊 二哥愣了愣 什么不明智啊 这么快就站队 不合适啊 你觉得我站队 难道不是吗 屁 我是保咱们的 二哥点了根烟呢 就开始跟吴时宜解释这事 从头到尾 这件事其实就是个骗局 他就是想让刘忠明觉得 自己已经站在他的队伍里 甚至是对这批货已经有了际遇之心 刘忠明他们这样的上位者 最爱玩弄人心 他们的特长就是通过人的贪欲而控制别人 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今天见面就是一个局的话 那二哥跟刘忠明玩起了局中局了 二哥笑着问吴时宜 哎 我们只是答应他帮他找 但咱们真能帮他找啊 你觉得咱缺钱吗 还说你觉得我是个傻逼啊 吴时宜很认真地想了想 我觉着你是个傻逼 去你妈里 反正这一关咱们算是混过去了 走回总堂 白宝国要给咱们接受个新朋友 吴时宜有些迷糊 新朋友 什么新朋友 这时候二哥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敢听白宝国没跟吴时宜说呀 我也不清楚啊 就说要借着个新朋友 给咱俩认识认识 二哥把烟头啊顺车窗扔出去 踩下油门直奔总堂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在车开进新河区的时候 二哥给傻哥他们打了个电话 让傻哥带着人呢从坛口直接去总堂 一会儿在那边碰面 二哥一边开着车一边心里犯嘀咕 这新朋友到底是谁呀 半个小时后 二哥把车在路边停下来了 二哥呀把脑袋从车窗探出来 哎呀 这阵是整得挺大呀 他兴致勃勃地看着停在街边的一列车队 问吴时宜 这些好像都是咱们社团的车吧 吴时宜嗡了一声 拉开车门自己先下了车 走吧 上去看看咱们的新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到了办公室外边 二哥呀 早上前抬手敲了敲门 白宝哥 我们回来了 二哥话音刚悟 里边谈笑声戛然而止 随之响起的是白宝哥的大笑声 你们果然没死啊 赶紧给老子滚进来 听见这话 二哥跟吴时也不约而同叹了口气 满脸无奈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里的人很多 东和贵的堂主全部到齐 除了傻哥这个似堂主 非堂主的人之外 还有个编外人员 大哥也到了现场 这里边唯一一个面生的人呐 就是那个坐在沙发上 跟白宝哥谈笑风声的光头 白宝哥站起身来 来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他拍了拍那光头的肩膀 跟二哥他们说 这是老脖子 从广州带来的一个小兄弟 前几年呐 一直在蹲苦瑶 刚出来 二哥冲他点点头 说了声你好 那人脸上带着一种匪气 对二哥笑了笑 回了一句你好 二哥伸出右手 小东北 那人嗡了一声 也把手伸出来 兴致勃勃盯着二哥 我叫福天海 就在他说出名字的时候 手上猛的加了把劲 二哥表情煞时就变了 手劲挺大呀 二哥笑得有点勉强 眼里啊 可有了警惕的味道 福天海也笑了 嘿嘿 没你哥的手劲大 文言二哥顿时明白了 他是在自己大哥手里栽了 现在玩这种套路啊 就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回厂子 还真他妈是专挑软柿子捏呀 二哥一直都觉着自己挺能打 劲儿也挺大 当然 这是建立在不跟傻哥 这类人比较的前提下 可没想到这突然冒出来的福天海 手劲这么大 二哥把手收回去笑得有点复杂 我感觉你跟大傻的手劲差不多呀 白宝国笑咪咪的把福天海 拉到沙发边坐下 抬手指了指傻哥 条海的实力啊 跟大傻差不多 咱们冬河贵又添了一员猛将啊 二哥一愣 这哥们也是咱们冬河贵的人 老脖子在旁开口了 啊 七八年前 小天海啊 跟我混了一段时间 后来犯了点浑事 被白道抓了 最近才出来 跑海城投奔我来了 福天海尴尬一笑 伯子哥 那些旧事就别提了呗 要不是啥光彩的事 说起来我还觉得害臊呢 晚上咱们一起吃顿饭 好好庆祝庆祝 大东北福天海 你们俩来了东河贵 咱们社团那是如虎天意啊 二哥笑了笑 一言不发的看了福天海一眼 只见福天海也在看着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 二哥觉着福天海的眼神啊 似曾相识 就像前段日子 还在东苦窑的时候 自己那种饱含着 力气的眼神是一样 这一孙子眼里的力气 竟然比自己还重 福天海咧着嘴笑着 以后还请东北哥 多多关照 那必须的 二哥给他递了根烟 都是自己人 肯定得关照啊 吴师爷在一边安静的站着 在看见二哥跟福天海相互对视的时候 吴师爷心里边不由自主出现了四个字 龙争虎豆 晚饭呢 是在老伯子开的一家饭店吃的 菜不错 特别是北方菜 做得很地道 二哥跟福天海也没发生任何矛盾 吃饭的时候啊 俩人相互还敬了对方几杯酒 那谈天说地 不亦快哉 直到晚上十点来中啊 这饭局才算结束了 天海 以后有机会 咱还得出来好好喝一顿啊 二哥跟福天海勾肩搭背的走出去 笑呵呵的拍了拍他肩膀 我最乐意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了 福天海也笑着说 东北哥 哪儿的话呀 以后当弟弟的 可还有很多地方 要你这哥哥关照 啊 老伯子跟白宝国走在他们后边 见两个人这么亲热 老伯子皱了皱眉 但眼神里却有了一种松了口气的意思 白宝国则笑得很开心 他的这步棋啊 终于稳稳地落在棋盘上了 二哥坐上了攀子开的车 朝白宝国招了招手 老大 我们先回了啊 回去 白宝国不耐烦也挥了挥手 赶紧滚滚滚滚吧 等车往外开了一段距离 二哥满脸的 罪意煞食消失了 二哥侧着头 看着坐在自己身边的吴师爷 这福天海什么人呢 吴师爷 你听说过他吗 如果光从他这手劲来看 他力气可不亚于大傻 这种狠人 可不是满的街都有的 吴师爷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老伯子跑路那几年 他在哪 他经历了什么 我压根不清楚 在咱们海城 唯一可能知道这些事的 就只有白宝国 大哥忽然喊了一声 二嫂 哥咋的了 二哥把头转过去 只见大哥满脸凝重 似乎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 大哥呀 紧皱着眉头 你要小心这个福天海 你也觉得他不对劲 你觉得他眼里边有什么 二哥试探性的问 力气 我最开始也这么觉着 但是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发现 大哥欲言又止的 看着二哥摇了摇头 算了 我也不知该怎么说 反正你得小心他 这孙子不像是能打这么简单 实在不行 我帮你除了他 二哥赶紧就劝 哥你没喝多吧 千万别乱来 动了他指不定白宝国 得记恨我多久呢 再说了 咱们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的 你杀人也不合适啊 大哥张了张嘴 没说什么 但到了最后 却没说出话来 他叹了口气 哥以后再说 现在咱先别动他 咱们稳住阵脚就行 大哥点点头沉默了 如果二哥知道 那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 那他肯定就会明白 大哥说的那些话 可不是空穴来风 他当了那么多年兵 什么样人没见过呀 福天海 确实不是个普通人 他不光是能打这么简单 这孙子有脑子 而且这人吧 有点变态 在白宝国 他们这个内部饭局 结束了一个小时后 福天海从自己住的房间里 扛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走了出来 往车上一扔 自己就站在马路边 穿起了裤子 要不是天色已晚 这附近没什么住户 福天海非得被当成暴露狂 抓起来不可 福天海 穿好衣服裤子 他坐在驾驶室上 点了根烟 一边哼着小曲 还一边抽着 表情那叫一个享受 福天海 自乎是喃喃自语 笑容说不出的计讽 小东北 废物一个 迟早弄死他 大傻子还行 就是看起来没什么脑子 单打独斗的话 应该打不过我吧 说到这儿 福天海皱起眉 忽然想起了 那个被大傻子 称作大哥的人 妈的 福天海低下头 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咧了咧嘴 手劲挺大 这人不出不行啊 就在这时候 那个被福天海 扔在后座的女人 忽然痛苦的 声音几声 似乎是醒了 乖 不闹 我马上啊 就带你去见你老公 福天海满脸 笑容的把手伸过去 将烟头 按在了那女人的胸脯上 不停的揉搓着烟头 嘿呀 你说说你没事 跟个黑社会结什么婚的 能唠着好吗你啊 那女人已经没力气反抗了 痛苦的呻吟着 眼泪止不住的 从眼眶子里流了出来 本以为被福天海带走后 自己只会落个被强奸的下场 但他在被福天海强奸后才明白 他是个变态啊 就短短一个小时 浑身上下布满了伤口 有的是被福天海拿小刀割出来的 有的是被福天海拿烟头烫的 到了现在 他怕极了福天海 他猜不到接下来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福天海开着车直奔中安连的地盘而去 嘴里边轻声唱着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 不得不说 他这闽南语真标准 三分天住的 体温高的 在第二天清晨 二哥接受了一个电话 吴师爷打过来的 吴师爷在电话里说了很久 二哥也沉默了很久 直到吴师爷挂电话了 二哥才开口说话 他在哪儿 不知道 吴师爷 你帮我把他找出来 二哥瞪着眼睛气得浑身都知多子 老子要是不杀他 老子势不为人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也就是这件大事 才让道上的人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认识了福天海 不得不说 他算是海城出名最快的人 哪怕当初的王庆山都比不上 那他究竟做出什么壮举才能一举成名呢 答案很简单 就在昨天夜里啊 福天海独自一人找上了中安连的龙头包坤 那俗话说的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包坤一看福天海是提着砍刀进来的 二话不说让手底人拦住了他 自己退到了楼上办公室里躲着生怕沾住血 负责拦住福天海的人有十六个 其中四个人拿着五连方 包坤对这些能打善斗的混子很有信心 他觉着吧 要是这么多人还拦不住一个人 那他们以后还吃什么饭 吃屎吧 回到办公室后 包坤悠哉悠哉的点了根烟 等待着楼底下的骚乱平息 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吧 办公室的门让人推开了 门外站着的人浑身是血 肩上扛着一个女人 这个人就是福天海 总而言之 等中安连前来支援的混子 赶到这家场子的时候 他们只看到了这么个画面 包坤的手脚 让人给剁下来了 整整齐齐的 就放在包坤尸首的旁边 而一旁的地板上 则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女人 据福天海自己说呀 他那天晚上玩了一个比较好玩的游戏 比如 当着包坤的面 强奸了他老婆 二哥在穿衣服的时候 接到了陈海波的电话 从陈海波的语气来看 他是真怒了 你认识福天海吗 昨天才认识 不算熟 你去干掉他 我还以为你要说 你去抓他呢 真交给我办这事啊 陈海波不动声色 啊 交给你来办 你不动手 二哥有些讶异 心说陈海波可是个 嫉恶如仇的人呢 遇见这种情况 不去找福天海直接帮了他 那就是个奇迹了 更别说像现在 他不动手 陈海波叹了口气 有人保他 这句话里包含的东西 可就有点多了 有人能在陈海波的眼皮子底下 保住福天海 那就代表着 保住福天海的人力量绝对不小 二哥问了一句 谁啊 姓谢的 二哥更迷糊了 姓谢的又跟福天海什么关系 他不是站在东河贵的对立面吗 现在怎么会出面 保住东河贵的福天海呢 陈海波冷笑一声 这里边啊 太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白宝国清楚 李书记心里容不下他了 白宝国 是在赌命啊 行 我明白了 我干掉了福天海 你们能保住我吧 我可不想再去苦谣了 你放心吧 说白了 我现在不能明着逮捕福天海 就因为你 我 废话 如果我抓了福天海 姓谢的指不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 我斩他们一臂 他就得断我一脚 反正你们能保住我就行 我就怕你们保不住我 二哥看了看床头柜上放着的手枪 要搞死福天海可以 但得需要一定时间 我不能明着弄死他 否则白宝国可就有理由拿我偿命了 你自己看着办 我们不急 陈海波说着 似乎冷不丁想起什么了 福天海这人不简单 你们得小心点 你听说过他 我查了查他的底细 这人呢 原来是靠拐卖妇女为生 后来不知怎么着就进了黑道 然后跟老脖子认识了 他们当初竟然没被判死刑 那法官真是瞎了苟眼 他好像挺能打 刚进苦谣第一天就当了老头 打伤了七个重刑犯 其中一个重刑犯被他把眼珠子挖出来了 如果不是有人在外边花钱保他 这孙子到今天也出不了监狱 话音一落 陈海波给二哥留了一句话 就挂了电话 反正这人就是个心理变态 他跟普通的黑道混子不一样 你一个不小心就得栽这孙子手里 你自己注意吧 二哥把手机塞回口袋 伸出手把床头棍上的手枪拿起来了 检查了一下弹夹 确定没问题之后才别在后摇上 心里变态 二哥冷笑个不停啊 这种丧尽天良的畜生 真是到了该死的时候了 等他挨了枪子的时候 我看他还能不能变态的起来 二哥扯脖子喊了一嗓子 九山 人到起慢 十几秒后 陈九山推黑门走进来了 富哥已经带人过来了 那批人都是跟咱们一起蹲过苦遥的兄弟 手绝对够黑 今天要是打起来 他们个个都是敢杀人的主 您不好动手 交给我们来 陈九山也很愤怒 无论黑道再怎么黑 终究有一条邪死的底线 这条线也算得上是黑道的道德底线了 福天海干出这种事 别说陈九山 就是无事也都觉着过了 二哥笑得正名无比 这孙子在办完事的时候 还跟中安连的人说是帮我出气 哎呀我就操了 这是拿老子当挡箭牌呢 陈九山把枪袋子往后一扔背在背上 只要您点个头 他今天就得死 他知道自己不是福天海对手 所以动手的时候 直接开枪的是最佳选择 更何况福天海又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对付他还用不着光明正大的手段 吴师爷到了吗 他就在楼下等着 走 办事 之所以说福天海是个有脑子的人 那就是因为这孙子办事的方式太阴了 连吴师爷都不得不承认 在某些局里 他不一定玩得过福天海 为啥呀 因为吴师爷有底线 福天海没有 吴师爷提醒二哥 你别冲动 我知道 二哥点头 帮吴师爷拉开车门 让他先上去 随后 二哥坐在驾驶席上 面无表情的点了根烟 听说包困有个女儿 二哥语气复杂的问吴师爷 今天早上差点被福天海给糟蹋了 是你把人给救下来的 听见这话 吴师爷咬了咬牙 咱们他妈是黑道 不是他妈社会公敌 没想到这孙子 连七岁小女孩都不放过 要不是我去得及时 这个他妈畜生 我们去总堂吧 我倒想看看 白宝国这次拿什么理由 保福天海 对了 你大哥呢 吴师爷左右看了看 没见着大哥身影 这才反应过来 那东北大汉 可是跟二哥形影不离 怎么这时候不见了 昨天晚上没回来 跟罗汉喝酒去了 也是他福天海运气好 就我大哥那脾气 要是知道福天海的事 非得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 无事也摇了摇头 我觉得你大哥 不会这么做 怎么说呀 你大哥不是那种 凭这性子乱来的人 既然你昨天说了 让他别乱来 那他就应该 自己想明白了 这是海城 前一发而动全身 除非他是想给你带来麻烦 否则的话 他肯定会选择官方 等有了做掉 福天海的机会 他才会出手 包坤他老婆还活着呢吧 已经疯了 跟死了 有什么区别 看好包坤的孩子 别让他出事了 如果不是咱们先 对包坤动了手 他也不会成 福天海的目标 老二 这事不怪你 二哥表情慢慢变得扭曲 不管怎样 这次闲事我管定了 操你妈 福天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到了总堂之后 二哥吩咐陈九山他们在楼下等着 毕竟在这儿啊 他也得讲规矩啊 带着人浩浩荡荡上去 怎么都说不过去 二哥也没跟着上去的意思 就跟陈九山他们坐在车里抽着烟 等二哥他们下来 一分钟后 二哥推开办公室的门 他正准备开口询问福天海在那儿 话没来得及出口 就只见福天海坐在沙发上 悠哉悠哉的看着报纸 福哥 您在这儿呢 二哥没跟白宝国打招呼 直接走过去 坐在福天海的对面 笑黑黑的看着他 您昨天晚上辛苦了 二哥本来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怒火 但此时此刻 他是真压不住了 做了那么丧尽天良的事 你他们还能无所事事的在这儿看报纸 你当老子不存在还是怎么的 福天海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哎呦 东北哥 你看你这话说的 昨天晚上我好像是喝多了 我本来想帮你出口气 结果搬岔身了 啊 喝多了 二哥伸手接过了福天海递过来的烟 揉碎了扔在地上 白宝国跟老脖子面面相去了一阵 脸上都有些难色 估计他们也没想到 福天海会这么快跟二哥对上 小东北啊 白宝国有点要劝和的意思 别为了外人伤和气 二哥笑了笑站起身来 大踏步来到白宝国面前 老大 你当初是不是把搞定这些小社团的事交给我了 白宝国没说话 老脖子见识不妙 还以为二哥要动手呢 急忙一步上前挡住了白宝国 我没啥文化啊 但我明白 君子不多人所好 这话是什么意思 二哥也没在乎自己这句话 其实放在这不太合适 他只是满脸愤怒的看着白宝国 是不是咱们自己人还得夺神啊 老大 你觉得他这么办 我还有脸在道上混吗 二哥这句话呀 说到点子上了 那道上的人都听说了 二哥大发慈悲 放过了一部分跟越南帮勾结的社团 打算跟他们以和为规 这事啊 没平息几天 中安连的老大 让他们动和贵的人灭了 包坤的老婆 让人强奸了 动手的也是动和贵的 那不光如此 这人动完手之后 他还解释说是帮小东北出气 那毫不夸张的讲 二哥这名声算是臭道家了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老脖子问二哥 啊 你想怎么办 他一动不动盯着二哥的眼睛里边 不满杀气 伯子哥 我一向敬重你啊 就因为您跟大王爷他们一样 讲的一个道意 二哥可从来没这么无理过 他直接抬手指着老伯子的鼻子 你自己说 你带来这孙子 办的事算不算是丧尽天良 伏天海在旁边直接站起来了 把手给老子放下 他可忍不了二哥用手指着老伯子 他的脸上笑容越来越扭曲 你再不把你那爪子放下 我掰了他 你信不信 二哥寸步不让的瞪着老伯子 头也不回的 朝福天海喊了一句 你他妈掰一个试试 你他妈有种动一下试试 老伯子眼里有些歉意 这一点二哥看出来了 但老伯子话里话外却硬气得很 别为了外人伤和气 小东北 你他妈聪明点行不行 二哥把手放下了 摇了摇头 脖子哥 你真不是原来的老脖子了 为了外人 我是为了规矩 白宝国这时候也忍不住了 看见二哥在他面前如此放肆 白宝国直接冲过来 拽着二哥的衣领 把他拎起来了 小东北 你给老子冷静点 别他妈逼我收拾你 忽然二哥发现自己的左手 被人抓住了 他转头一看 福天海正一脸微笑的看着自己的左手 声音很阴朗 小东北 你说我掰蛇你哪根手指头比较好呢 我说了 你他妈掰一个试试 行啊 福天海一把捏住了二哥左手的食指 老子现在就试试 嘿哟 我一想到现在我掰的是小东北的手指头 我就兴奋 你看好了啊 我现在 福天海的话没说完 他的手也不动了 因为顶住福天海太阳穴的枪口 让他沉默 吴师爷笑嘻嘻地看着福天海 嘿呀 大家以和为贵 闹什么闹啊 论辈分 你是我们的后辈 其实灭祖是社团大计 我现在崩了你 谁能说出了什么 吴师爷真正发脾气的次数屈指可数 每次他发了脾气 都得有人赔命 白宝国看着吴师爷那种笑容 他明白 今天吴师爷也动怒了 福天海问 你知道你拿枪指着的人是谁吗 吴师爷没回答他的话 直接把枪口往左一偏 扣动了扳机 啪的一声 子弹擦着福天海后脑勺射出去了 打烂了办公室的窗户 玻璃碎裂声响 很快惊动了楼里楼外的人 吴师爷问福天海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清 要不你再说一遍 二哥当时都傻眼了 就因为他跟吴师爷的关系好 关系深 所以他和白宝国一样 那是最明白吴师爷的性格 打入道开始 直到现在 吴师爷加在一起 一共开过几次枪 吴师爷满脸无所谓 我说三声 你不松手 我崩了你 反正崩了一个七十灭祖的畜生 老大 你也不能说什么是吧 听见这话 二哥表情顿时就变了 吴师爷现在说出这句话 可相当于是站队了 这白宝国 白宝国此时问了一句 你想明白了 小东北帮您拼死拼火 打下了多大的江山 你比我清楚 现在一个新来的后生 这么欺负人 我可看不下去了 如果光论年纪的话 福天海的年纪跟二哥差不多 比吴师爷小了不少 所以在吴师爷用号声称呼 福天海的时候 福天海表示很愤怒 拿着枪你就牛逼啊 你是不是觉着你拿着枪 指着我的脑袋你就牛逼了 福天海看着吴师爷 白宝国瞪着福天海 白宝国又看了看二哥跟吴师爷 我去你们妈的吧 在他大好的同时 白宝国直接扑上来了 把二哥跟福天海先按到地上 没等吴师爷有所反应 他也被白宝国按在地上 脸上立马就挨了一圈 可见白宝国是气急了 骨子里那流氓性子被二哥 他们几个人给逼出来了 在外边的人匆匆忙忙 进了办公室的时候 白宝国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 揉着拳头骂巴咧咧 冲二哥他们喊着 都给老子滚 滚 白宝国拿手指着二哥 这事是福天海做的不对 但也没必要让他赔命 为了外人 知道吗 老大 我就问你一句话 二哥吐了口 带血的唾沫 擦了擦嘴 目光有些悲哀 我陪您打了多少年的江山 他才来海城几天 你这么对我 值吗 这时候傻哥从外边 刚好冲来进来 正瞧见二哥狼狈不堪地 坐在地上 他眼珠子立马就红了 福天海 我操你妈 我今天弄死你 二哥冲傻哥喊了一声 住手 大傻别乱来 白宝国面沉如水地看着二哥 他在想该怎么回答二哥这个问题 一个没回答好 必然得让在场这些人心凉了 对一个帮自己打了多年江山的老功臣尚且如此 那对其他人能好到哪去 老二 别问了 吴师爷扶着二哥站起身来 他也被打得不轻啊 但他脸上没受什么伤 比二哥他们这样鼻青脸肿可好太多了 老大 他也是有口中的 二哥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站起来之后跟白宝国说 老大 我们先回去了 您忙吗 说完二哥侧我头对福天海说 既然包困他们已经被我放了一马 你还动了他们 那就等于打我的脸 这事儿 没完 福天海一笑 行啊 没完 傻哥狠着脸叫上来动手 被二哥死死拽住了 一步一步的把傻哥拽到门外 头也不回 走吧 别在这儿爱老大的眼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到了车上 吴师爷跟二哥相识一笑 没了先前凝重的那种表情 二哥揉了揉 挨了白宝国几拳的脸 不停地倒抽着冷气 哎呦 搞定了 我就操了白宝国 这孙子下手这么狠呀 吴师爷幸灾乐祸地说 狠点才好 想解开这个死局啊 那就得把这出戏 演得够逼真 要不道上的人 谁信你啊 我们本来就是好人 没想 现在还得他们硬装好人 倒打 还真以为是我 吩咐福天海办的那事 现在啊 算是强行给你洗白了 吴师爷拍了拍 在衣服上被弄脏的地方 你只要让道上的人 觉着你讲道义就行了 你能为了一个死人 去跟福天海硬干 还当着白宝国的面 大打出手 这就够了 走吧 赶紧上医院 二哥调转车头 直奔中安连的地盘 吴师爷一愣 去医院 啊 现在得看看包昆他老婆呀 包昆这事我得管啊 说到底 这一切是因我而起 怎么得我得保得一家平安呢 吴师爷眼里边 露出一种欣赏的光芒 你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待见你吗 二哥很肯定的回答 因为我帅 你喜欢我 吴师爷骂了几句脏话 皱着眉 那么因为我觉得 你是个人 不是畜生 知道不 其实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 都是人 他慢慢长大 有的人就变成畜生了 错的不是人 是这个社会 这句话我在杂志上看见的 我觉得挺有道理 吴师爷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 很难得的找二哥要了支烟 他慢吞吞的抽着烟 看着前方的路 我觉得这是人改变了社会 如果人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那就没那么多随波逐流的畜生了 你说白宝国呢 诶 我是在说我们 在吴师爷这句话说完 二哥就没再说话了 车厢里煞事安静下来 说实话 现在的江湖变成这个德行 难道他们这些黑道就一点责任没有吗 就像是吴师爷所说 坏的不是社会 而是人心 如果人的欲望越来越大 那他必然就会想尽办法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光明正大的手段不顶用 那自然而下三滥了 放在十几年前 福天海要是敢干出这事 没几个人会怕的 只会觉得这畜生该死 而到了现在 福天海办出这事之后 虽说道上没什么威望 但很多人对这个外来的狠觉 有了畏惧之心了 只是这个例子 就说明江湖中人 人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咱们言归正传 在二哥他们赶到医院的时候 正巧碰上了前来保护包坤老婆的一帮混子 他们都是包坤的心腹 大概得三十来人 领头的一见二哥来了 那眼睛都哭得肿了 也不像其他混子那样 对二哥心生畏惧 反而抬手指着二哥的鼻子 你出去都给我滚 我就问你 你他们是不是人 二哥当时真没生气 他反而觉得挺欣赏这混子 敢为了自己大哥的事 指着二哥鼻子骂街 他真是头一个 二哥解释着 这事跟我没关系 那领头的人二哥认识 但不熟 这段时间以来 他跟这混子多多少少见过几年 这混子的花名有点意思 叫文神哥 这不是说笑啊 这孙子外号就叫文神哥 连他们社团化身包坤都这么喊的 之所以有这个外号 那跟他的爱好脱不了关系 文神哥没别的爱好 顾名思义就喜欢文神 而且呀 不是一次性文文那种 就是兴致一来 哎就文几下 到了2003年的时候 他背上的麒麟 算是文完整了 九朵菊花环绕在麒麟旁边 看起来那叫一个威风 而他左腿上文了一条盘龙 右腿那边还有个鸡爪子 据说是要文老鹰了 不得不说呀 这孙子那相当艺术了 这要放在现在 那就是一个标准的行为艺术家 在几年前的某次饭局上 包坤喝得有点上头 文神哥也喝多了 把上衣一脱 倒在包间的沙发上 直接睡过去了 当时的包坤呢 已经属于酒精上脑了 看啥都觉着模糊 本来文神哥背后那只黑麒麟呢 没闻完 加上包坤的眼神不太好 不经意的往文神哥背后一看 卧槽 您咋在后背闻了个母猪啊 文神哥脑子也迷糊了 下意识的回了一句 是啊 包坤骂骂咧咧 卧槽 你孙子真变态 老子咋有你这种小弟 你闻啥不好 闻头母猪上去 文神哥嘟囔着 老子乐意闻头母猪 你管老子 你咬我呀 文神哥说着还翻了个声 继续睡过去了 那天之前呢 他没外号 大家都管他叫张哥 那天之后 他就变成文神哥了 这花名还是包坤给起的 包坤的原话是 像他这种背上敢闻母猪的人 你敢不叫他一声哥 这包坤出事的第二天呢 文神哥就跟喝多了似的 带着一帮不怕死的兄弟 接连砸了二哥三家厂子 如果不是二哥把话说死 不让手底下轻举妄动 那文神哥他们这伙人呢 必然得在二哥手里 富贵可恨这孙子的很 因为文神哥他们砸的厂子 有两家都是富贵的 说不恨他那都假的 此时的文神哥 只着二哥的鼻子还骂你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敢说他妈这事跟你没关系 二哥叹了口气 真跟我没关系 我已经跟福天海闹翻了 就因为你大哥的事 我这次来就想看看嫂子 你别妈咋你滚 嫂子用不着你操心 这时候旁边啊 拿着手机那混子忽然走过来 把文神哥拉一边了 那混子问文神哥 看见小东北脸上那伤没 咋的 白宝国打的 一个小时之前 他在总坛跟福天海闹翻了 当着白宝国面大打出手 据说都动枪了 他就因为咱们 对就因为咱大哥的事 我跟你说过 小东北不是那样人 福天海办这事 肯定是被这小东北干的 文神哥皱着眉想了想 走过去跟二哥他们说 你们进去吧 二哥客气的回身呢 跟文神哥说了一句 谢谢啊 包括能有你这样的兄弟 我替他高兴 文神哥疑惑的问 高兴啥呀 因为你是第一个 为了自己老大指着我鼻子骂的人 二哥拍了拍文神哥的肩膀 笑得很欣慰 有你这样的人在 中安连垮不了 文神哥呆滞的看着二哥 压根他没想到二哥会说这些 等他回过神来 二哥跟吴师爷已经进了医院了 在几个混子的带领之下 去看望包坤的老婆 在住院部啊 二哥他们看见了 遍体鳞伤的包坤老婆 虽然有被子盖着 但是二哥还是清楚的看见 包坤老婆 他手腕上有一些刀痕 还有两个烟头烫出来的痕迹 二哥就问 包坤的女儿呢 旁边的混子就回答 被吴师爷救下来之后 被文神哥送走了 你把文神哥叫上来 有点事交代给他 半分钟文神哥上来了 他有点好奇啊 小东北给自己交的啥事啊 应该让自己好好照顾嫂子 还有大哥的女儿 二哥把手里的一个袋子 递给文神哥了 这里边有两百万 你帮我转交给包坤的家人 这笔钱 你得一分不少的交给他们啊 谁要敢动这笔钱 哪怕动一个字 我弄死他 文神哥傻愣愣接过袋子 没说话 准确的说 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福天还想弄臭我的名声 所以他选择包坤下手 说到底 包坤的死跟我有点关系 所以我不拿这笔钱 我良心他妈过不去 文神哥郑重的对二哥拘了一躬 谢谢 我替包坤哥谢谢你 你不用谢我 我只是良心有点过不去 文神哥都没站起来 我今天算是服了你了 你多上点心 以后谁动包坤哥的老婆和孩子 打电话给我 二哥带着吴师爷 默默地退出了病房 他头也不回地对文神哥说 包坤因为我死 那我就得保他妻儿平安无事 这他们是道义 福天还迟早得在我手里 你们就等着瞧吧 好 东北哥 我们等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话说在几个小时之前呢 也就是吴师爷跟二哥 还没到总堂 建筑百宝国的时候 他就跟二哥说了很多 其中啊 有这么一段对话 得道者多助 是道者寡助 寡助之志 亲戚叛之 多助之志 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 供亲戚之所叛 故君子有不战 战彼胜矣 吴师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没想过二哥能听懂 所以刚说完这几句话 他就准备开始给二哥解释了 这几句话的意思啊 他就 结果二哥呀 当时就给出答案了 我知道 这些话孟子说的 毫不夸张的说 吴师爷都被吓住了 我才老是牛逼啊 二哥反问了吴师爷一句 你真以为我看的那些书都白看了 那不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呗 我说句难听的话 你别不爱听 你说 虽然我这话有点丧尽天良 但我还是想说 其实这也是你一个机会 吴师爷说着 见二哥的脸色变得难看 他急忙解释 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 二哥摇头苦笑不止 麻烦你们这些聪明人哪 想要奔倒白宝国呀 那就得先斩福天海 你说过 他的能力不比大傻差 那么他就算是咱们的头号敌人 他是杀人诛心 把你搞抽 让你失去民心 但你只要把这出戏演好 那输的人就是他了 老子这都是本色演出 能演不好啊 我知道 只要你继续这么搞下去 要么白宝国把福天海交出来 让你弄死他解恨 要么 白宝国不交出福天海 但他会失去 新河区大部分支持者 包括咱们社团的人 都不会服的 这是一十二鸟 又能搞白宝国 又能搞福天海 吴师爷点了点头 算是吧 二哥把头转开 看着前方 我想给包坤家人送笔钱 三百万 够他们家人荣华富贵一辈子 确实啊 2003年 三百万足够一个普通家庭 过一辈子了 吴师爷劝了一句 多了 两百万就够了 你还是觉得肉疼 不是 我是怕你给多了 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钱多了 对普通人来说 不一定是好事 行 听你的 两百万 说白了 二哥给的这笔钱 并不是必须给 而是他不给的话 良心难安 二哥从来没遇见过 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啊 他更想不到 这种事会因为自己的缘故 发生在别人身上 虽然他跟包坤的家人不熟 跟包坤谈不上感情 但是他只要一想起这事来 心里边就堵得难受 之后的事大家就都清楚了啊 跟福天海翻脸 跟白宝国大闹一番 最后送钱给包坤一家 但二哥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天发生的大事可不光这么几件 还有一件事足以震惊整个海城 不对 这事啊 惊动了整个省的白刀都有可能 这一切都得从二哥他们离开医院的时候说起 在市郊 一个小旅馆里边 大哥烂醉如泥地躺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跟个死人似的 而罗汉呢 则倒在一边的地板上 那呼噜是震天响 时不时还打个酒格 那桌上 地上全是酒瓶子 他俩昨天晚上喝的全是二锅头啊 就大瓶装那种啊 也不知道他俩喝了多少 任凭手机 响了十几次 也没把他们给吵醒 可见这两个人得醉得多厉害 直到下午 大哥先迷迷糊糊睡醒了 就跟梦游似的 面无表情爬起来 慢吞吞的锁 回来继续躺去 在这时候 大哥电话响了 大哥眼睛都没睁 直接把手伸进兜里 掏出电话接了 谁啊 哥哥 是我 你没事吧 我咋联系一天都没联上你呢 哦 没事 昨天晚上喝多了 我刚醒过来 还听你这语气有点不对劲啊 咋得出事了 哥 你还记得福天海吗 记得咋的了 傻哥犹豫了一会儿 认真想了想 反正这事怎么都瞒不住大哥 不如早点跟他说呢 免得以后自己挨骂 那个 昨天晚上 福天海 把包坤的老婆绑走了 然后 大哥一边听着傻哥的讲述 一边用手揉着太阳穴 宿醉的感觉可不好受啊 现在他只觉得脑袋都快炸了 很快 傻哥那边讲完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经过 连带着几个小时之前 二哥跟白宝国 他们闹的事也没落下 全都说出来了 傻哥呀 还没等大哥发表评论呢 先劝上了 哥 你别冲动啊 无事也说了 现在不能乱来 白宝国铁了心 要保福天海 冲动 我有什么好冲动的 哥 你不觉得这事有点 有点丧尽天良啊 我知道 如果杀了福天海 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那我现在就弄死他 我眼里揉我的沙子 有这个畜生在身边 我吃饭都觉得恶心 哥那你咋表现得这么淡定呢 冷静点好好想想 比脑袋一热 办错事要强得多 都是你呀大傻子 别乱来啊 我可是知道你的脾气 别不管不顾 就去跟福天海硬碰硬 哦 我知道了 我一会就回去了 晚上咱们好好聊聊这事 大哥说着就挂了电话 这时候罗汉也睡醒了 迷迷糊糊看了大哥一眼 咋的了哥 大哥皱着眉 把先前傻哥说的事啊 重复了一遍 罗汉是越听越来气啊 直到最后他忍不住脾气 一拍桌子 我擦这个肚子 真他们也没王法了 是不是 大哥面无表情 这孙子迟早遭报应 看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 肯定得遭天气 罗汉一个劲的皱眉 语气喊着愤怒 你就没点动作 咱们当兵的时候可都说过 遇见一个畜生就咋一个 要不今天咱过去把福海给黑了 大哥摇了摇头不行 杀了他会给咱们惹来大麻烦 现在不是时候 话音一落 大哥忽然想起什么 赶紧提醒罗汉 你一个人在外边的时候 要是遇见了福天海 别跟他打 罗汉有点生气 怕我打不过他 王庆山死后 在罗汉眼里 能够吻生自己一筹的人 也就只有三个 大傻算一个 大哥算一个 伏记的画室人九龙东算一个 除此之外 他还怕谁 大哥苦笑着 那人有点不对劲 反正你加小心就是了 我倒是不清楚 他能不能打 反正他手劲跟大傻比起来差不多 你自己想想嘛 罗汉嘟弄了一句 想个屁啊 他手劲大 不能代表他能打 他知道 大哥可不是那种喜欢吹嘘的人 所以那时候罗汉就琢磨了 这福天海难道真比自己厉害 不应该啊 那怎么说 自己都是在军队受过正规训练的 出国的任务呢都数不清 还能败给一个刚蹲了苦谣出来的 大傻九龙东 他们俩属于难得一见的怪物 福天海难道也是个怪物 就在罗汉心里犯嘀咕的时候 就听外边街道上传来 砰的一声响 当时大哥和罗汉的表情就变了 可能普通老百姓听见这声响 感觉没什么 可大哥和罗汉是当过兵的 一听这声就知道 这是有人在开枪 罗汉一抬手把随身带的枪就拔出来了 小心一走到窗边 不会是找咱俩的吧 掀开了窗帘的一角 朝外扫了一眼 好像不是找咱们的 大哥这时候也站起来 也拔出来防身的手枪 他站在窗边 大哥朝外边街道上瞄了一眼 顿时就纳闷了 这条街本来就没多少行人 而且这本来就是在郊区 枪响之后 路上仅剩下那些路人呢 都跑光了 只见路中间停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 八个手拿着手枪的蒙面男 就围在这辆车的边上站着 虎视眈眈盯盯着车里的人 刚才那一枪啊 是罗汉开的 大哥低声说 他们好像要杀车里的人 能够招来这么多枪手 车里的人是谁啊 罗汉好像发现点什么 大哥 这车有点眼熟 但他又有点不敢相信 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 那辆车的车型 又看了看车牌号 罗汉哆嗦了 我操 大哥赶紧问 咋了 罗汉压低声音 拿着手枪的那只手有点哆嗦 这是李书记的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有的人能动 有的人不能动 这个道理不光是黑道明白 白道照样也明白 动了李书记有什么后果 就这么说吧 曾经啊 有个白道的人跟李书记 发生过冲突 那次冲突很激烈 但李书记却表示毫不在意 就觉得啊 是个小后生不懂事 算不得什么 在跟李书记 发生冲突的第四天 他就被有关部门 给双规了 因为七八项 或有或无的罪名 被判刑了 入狱后不久 他就被人调死 在厕所里边 不过半个月的样 他的妻子 也意外失足 从八楼跌落至死 据说是自杀 至于这人的孩子去了哪 到了现如今 也没人清楚 黑道固然让人害怕 可如果一个白道黑了心 那就更让人害怕了 因为你会发现 让人无可反抗的权势 远比黑道的暴力 来得更加恐怖 此时的罗汉 也是满脸震惊 他知道这事可不小 如果车里边坐着的人 真是李书记 而且他还死在 这些枪手的手里 那海城 恐怕就得迎来一场 大风暴了 有人在海城 敢动李书记 大哥皱着眉 李书记 就是昨天晚上 电视里露脸那个 就是他 李书记 陈海波 谢厅长 海城三大白道巨头 你应该听小东北 给他们说起过 二哥打量着 那辆黑色的轿车 我听说过 这么牛逼的人 还有人敢去枪杀他 谁知道啊 罗汉比大哥 入道早 所以他清楚 这里边的利害关系 急匆匆把手枪 别到了后摇 大哥 是非之敌 不可久留啊 咱们赶紧撤 大哥摇了摇头 车 如果姓李的死了 有人追查起来 必然能查到 咱们两个 在这地方待过 到时候 大哥可没把话说完 他深深的看了 罗汉一眼摇了摇头 罗汉也叹了口气 这还真是祸从天降 喝酒喝得好好的 非得碰上这事 李书记死了 那白刀人追查起来 肯定能查到他俩身上 指不定 就得带他们过去过堂 到时候 他们原来干的事 可得被查出来 毕竟他们两个 现在被通缉呢 那跑就是心虚 心虚就得死 不跑 被带走 审查一遍 也得死 罗汉顿时就无奈了 大哥 那你说咋办 我有个主意啊 办成了 咱们飞黄腾达 办不成 脑袋半家 大哥沉稳的看着罗汉 不像是要冒险的样子 反而像是在说一件 有十足把握的事 罗汉点了点头 大哥你说 咱俩去救他 像他们这样 全是滔天的人 想要贿赂他们 钱已经不够了 白宝国就是个例子 他每个月都按规矩 拿钱给李书记 照样不被李书记带进 你的意思是 咱拿命贿赂他 救他一次 就算是搭上他这条线了 我曾经听吴氏也说过 现在的李书记似乎有点缺人手 白宝国已经要变成弃子了 他需要一个自己 重新挑选出来的人 去打理新河区的黑道 罗汉没说话 大哥笑了笑 他选的人 是我弟弟 我觉着我得帮我弟弟一把 罗汉无奈的耸了耸肩 我擦你弟弟运气真好啊 咱们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他站在后边捡便宜 事成之后 你让他请我吃饭 那必须的 罗汉把窗帘拉开一些 朝外又看了看 大哥 如果这些人跟咱们身手差不多 那咱可就塞了 大哥脸上露出一种回忆的神色 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 赌一赌 罗汉 咱俩多少年没一起联手了 罗汉也冷笑一声 今天拿他们试试手 走 大哥转身朝房门走去 先开枪吓唬他们 做贼心虚 看看他们会不会跑 如果不跑 那可就不能善了了 老规矩 多的归你 少的归我 谁叫你比我厉害 在这个过程中 外边再没传来枪响 可见那些枪手啊 并没有着急动手 等大哥他们赶下去的时候 才发现不对劲 那些个枪手 都在面面相觑的看着对方 一个像是领头的人呢 手里拿着个手机 那人喃喃的说着 这怎么电话打不通了 他看了一眼 坐在后座的李书记 咬了咬牙 兄弟们 干完这一票 以后咱们就荣华富贵了 李书记还是那副 不动如山的样子 很沉稳的坐在后排座上 隔着防弹玻璃 一动不动的 看着这几个枪手 那种平平静静的眼神 让这些枪手 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杀了我 你们家人都得给我陪葬 李书记的声音很沉闷 也许是因为隔着一层 玻璃的缘故 听起来有点模糊 是谁让你们来的呀 啪的一声枪响 李书记平静的看了看 玻璃上的弹痕 我这车质量还不错吧 小伙子 想杀我 还没那么容易啊 又是接连三声枪响 李书记的表情 可明显有变化了 因为他发现 那防弹玻璃上 可出现一个凹痕 如果再继续 可这一地方打 那可防弹玻璃 也护不住他了 李书记面不改字的问司机 小陈啊 我们的人 还有多久能赶过来 司机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手里握着枪也急得不行 书记 大概还得有三分钟吧 他死了没关系 要是李书记死了 自己都得被追究责任 这群王不但是从哪冒出来 不要命了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李书记是谁 他们不知道李书记能量有多大 李书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来 笑呵呵的呀 递给了司机 别急 别慌 我死了 也不怪你 只能怪我自己该死 时运不容我 紧接着枪声接连不断的响起来了 外边那些人也是怕持则生变 一时间八个枪手朝着车窗部里开枪 这群王不但 司机虽然说害怕自己被牵连进去 但更多的还是担心呢 李书记对外人什么样他清楚 李书记对他什么样他更清楚 书记 你别担心 就算是死 我也得拼命护你周全 李书记 李书记叹了口气 慢慢的闭上眼睛 不再去看轿车外的那些个枪手 该死逃不过 不该死死不了 围观这么多年 李书记早就练就了一副荣辱不惊 生死不惧的心态 不得不说呀 也就是因为他这种心态 才能一步步的走到权力的巅峰 就在此时 一声极其怪异的闷响 在车窗的位置响了起来 司机寻声看了过去 顺时吓得满头大汗 有一枚子弹 已经打进来了 就嵌在车窗户上 照这样下去 车窗玻璃被打烂 那就是时间问题 司机已经有点绝望了 这车的质量虽好 但也撑不住三分钟了 最多三十秒再来上两枪 突然一声 有远极近的枪声响起 顿时把司机的注意力 给吸引过去 没等他反应过来 站在车外的一个枪手 忽然就倒地上了 头部重弹 标准的一枪爆头 有人 大家小心 老四 你带人过去 我们这是处理性意的 司机洗行余色 书记 咱们的人来了 书记 救兵来了 李书记真可言 不动声色的朝外 看了看 点了点头 看样子老天爷 不想让我死 等这事过了 我得给佛祖上两炷香 那个被称作 老四的蒙面枪手 带着两个人 直奔开枪的地方而去 其余的人 都留在了车外 继续对着李书记的车窗 展开枪击 或许是因为他们注意力太集中了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太紧张了 当然 有可能的是 大哥的动作太快了 在所有人没反过来的时候 一道魁梧的身影 如同凭空出现 在某个枪手的背后 冒出来了 那道魁梧的身影 直接抬起手 手里的匕首 贯穿那枪手的脖子 几乎就是眨眼的功夫 还没等那枪手倒下去 他就奔向了另外一个目标 也就是这次袭击李书记的 那个领头的枪手 这带头的反应很快 直接伸手握住了那人 拿匕首的手腕 但他可没想到 匕首只是他的虚招 那人呢 一拳头就砸过来了 闷想 倒地 哪怕他是蒙着脸 在场人照样能从他脸庞上 看到一个凹下去的幅度 没有人觉着 他能挨了这么重的拳头 能活下来 身手不错呀 李书记看着那个得手之后 就淘进了巷口的男人 面露金色 小辰 你们部队最厉害的人 有他厉害吗 司机也没想到 李书记忽然问这个问题 但他还是很诚实地摇了头 呃 起码在我知道的范围没有 司机说着 看了一眼那个 被砸凹了脸的尸体 哆嗦了一下 他就是个怪物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袭击李书记的枪手 一共有八个人 罗汉呢 骗走了三个 大哥干掉了两个 等大哥为了躲避子弹 而逃进巷子之后 站在车外的枪手 就只剩下最后三个了 李书记看了看 那几个手无足措的枪手 笑了 你们杀不了我 看样子是我命不该绝呀 这时候又是一声枪响 站在车右侧的那个枪手 身子一软就倒在地上 依旧是头部中弹 当场死亡 这一枪是躲在巷子里 那人开的 从枪手的位置 到他所站的位置 中间大概啊 得有个十几米 这种枪法比起二哥来说 简直呢 牛逼到爆了 李书记笑呵呵的 把玩着手里的佛珠 还有两个人 小辰 刚才那个开枪的 好像不是咱们的人 司机点了点头 我也没见过他 但我觉得他有点眼熟 好像 我见过他 司机好奇的问 您见过 在哪见过 好像是在 那站在外边的枪手 看见李书记他俩 旁若无人的聊起天来了 心里边就更发慌了 现在这地方 就剩下他们俩了 想要一边夺子弹 一边干掉李书记 那困难的很 更何况 站在巷子里 开枪的人是个怪物啊 他俩默默的看了眼 那个脸被砸变形的 领头的枪手 相互又看了看对方 做出了个明智的决定 走 再在这磨叽下去 就是个死啊 跑了也是个死 但好歹 后边这条路 还能有点运气的成分 如果运气好 没被李书记的人抓住呢 见到这俩枪手 撒牙子跑路了 李书记跟小辰 对试一眼 松了口气 有句话 叫狗急跳墙 如果他们没选择跑路 而是选择 继续朝着玻璃开枪 那后果 可不堪设想了 李书记 我出去看看 司机说着 握着手里的枪 左右观察了一下街道 确定没问题 他才敢打开车门 下车观察情况 不得不说呀 这司机的警惕性 还是很高 下车第一时间锁好车门 从外边啊 是开不了 那只有里边的人 才能打开 司机把手枪举起来 对准了 巷子里站着的那个男人 警惕地喊了一声 出来 把手里的枪放下 站在巷子里的男人 蹲了下去 慢慢地把手枪放在地上 然后高举双手 面无表情地 从巷子里走了出来 与此同时 引开三个枪手的那个人呢 也一路小跑从远处赶了过来 一分钟后 越来越多的警车 从街口的方向开了进来 其中还夹杂着几辆黑色轿车 陈海波这个白道巨头 就坐在领头的那辆黑色轿车里 那天他是真吓得不轻啊 性里的糟的伏击 被八个枪手给围了 这他妈不是开玩笑吧 这是海城啊 敢在这地方 动省委书记 陈海波拿着手机满脸愤怒 对 严查到底 有人敢明目张胆地 袭击政府要员 这件事必须给我查到底 查不出来 你们都给我滚蛋 陈队长 您先消消气 这事 消气 要是查不清楚 老子拿你消气 陈海波是真怒了 有人胆敢枪杀李书记 那就代表 有人就敢来枪杀陈海波 虽然陈海波 是中央特派的特殊官员 但在海城这边 李书记才是真诚的权势滔天 一把手啊 那比起中央那边有关系的陈海波来说 他依旧是强了一筹 县官不如县管呢 就这么牛逼的人物 照样有人给枪杀他 陈海波机言可就正常了 十几辆警车把路全封死之后 陈海波他们这辆车靠边停去了 陈海波第一个下了车 他一边往李书记的轿车边走 一边不停地打连这四周的状况 走过去一看 陈海波松了口气 李书记没事 活得挺滋润 李书记帮陈海波打开车门 笑容复杂 陈队长 进来坐 有点事啊 要跟你说说 陈海波皱着眉 可没拒绝李书记的邀请 默不作声坐在后座上 陈海波看着坐在驾驶席上的罗汉 他有些纳闷 罗汉 你怎么在这儿 李书记的司机怎么在外边 罗汉苦笑一声 是李书记让我进来坐 陈海波点点头 把目光移到了坐在副驾驶席上 这个男人的身上 陈海波这次更迷糊了 你怎么在这儿 大东北 你不在东河贵的地盘好好待着 你跑这儿干嘛来 昨天我跟罗汉到这边喝酒 喝了一整夜 今天刚睡醒 就发现李书记 让人给堵了 大哥简单的陈书着 满脸苦笑 看着车窗外那些警车 我也没想到遇见这种事啊 别想了 老陈啊 这次的事跟他们俩没关系 陈海波叹了口气 我当然知道跟他们没关系 就算借他俩一百个袋 他们俩敢来找你麻烦吗 大东北啊 把你的想法 跟陈队长说说 这些人身手都不错 罗汉跟其中两个人过过招 都不是咱家路子 有点像是正规军队里 交出来的小琴拿 还有基本的格斗书 说完大哥 看了一眼 倒在车外那具尸体 这些人可能当过兵 或者当过特警 我不敢确定 我推测是对的 但他们给我的感觉 确实是这样 陈海波的表情 煞食凝重了 能够动用这些人 来袭击李书记的角色 很可能是白道的人 而且他既然敢对 李书记下手 那就必然有所倚仗 要么他比李书记有权 要么他背后的人比李书记有权 李书记苦恼的揉了揉眉心 一脸的无奈 要是我今天死了 他们就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 要是我今天没死 他们就能把这次的事 当做一个警告 如果今天这些来袭击我的人 用的不是手枪 而是步枪 我就死定了 我这防弹玻璃 可挡不住步枪了 陈海波冷笑 他们不敢 手枪拖出去 步枪能推脱到哪儿 事闹大了 谁都活不了 李书记的表情很无奈 所以啊 郑主不是想靠他们来杀我 很可能是想拿他们的命 给我个警告 或者那郑主也是想赌一赌 看看我的运气是好是坏 我输了就得死 他们输了 没什么损失 这事会不会跟姓谢的有关系 说不准哪 这事先压下来 别急着查 免得查到最后 咱们自己吃亏 气中气 麻烦得很 陈海波 嗡了一声没说话 默默琢磨着这事的复杂性 最近 我跟姓谢的 可斗得越来越厉害了 陈海波一点头 我知道 我的那些保镖不顶用啊 还不如姓谢的那些个保镖呢 能知道我行踪的人很少 但我今天就是被堵了 说明我手下有些人 不太干净 陈海波不轻不重的说 你得洗洗手了 我想让 大东北来当我的保镖 听见这话 陈海波顿时震惊了 找个黑社会当自己的保镖 你刀我呢吧 可陈海波 却没从李书记脸上 看出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李书记笑得很温和 还用手拍了拍大哥肩膀 要洗手 那就得死一批人 我暂时无人可用 只能找他 他 有这个本事 陈海波有点不解 我只听说过 他很能挡 就这样的人 也能挡你的保镖 他可有案底啊 李书记 指了指外边 躺着的那具尸体 意思让陈海波看看 案底再大 我也有办法 给他洗干净了 陈海波没明白 李书记的意思 下意识顺着 他所指的方向 看了一眼 再见到那具 整个脸 凹进去的尸体 他确实也被吓一跳 锤子砸的 李书记笑了 大东北用拳头砸的 只是一拳 一拳而已 陈海波不说话了 沉默了良久 不敢说 他比王庆山厉害 但也能保证 他不比王庆山弱吧 更何况 他刚进黑道 想拔出腿来 容易 陈海波问大哥 你想明白了 大哥点了点头 想明白了 陈海波叹了口气 随便你吧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李书记跟陈海波之间 目前是属于盟友的关系 但他俩能一直 维持这个状态下去吗 李书记不敢肯定 陈海波也不敢肯定 毕竟谢厅长死了 那接下来的局势 可就是一山不容二虎 他俩很有可能 得斗个你死我活 二哥是陈海波这边的人 按理来说 等他们斗起来的时候 二哥得站在陈海波这边 可是现在呢 二哥的亲哥哥 却站在李书记的队伍里 这事就有点麻烦了 在当天晚上 大哥回了坛口 跟二哥等人见了一面 大哥跟吴师爷说 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 吴师爷笑得很开心 这绝对是个好事啊 卖这样一个人情 给李书记 对咱们来说 受益无穷 二哥问 哥 罗汉跟你的关系 会不会 李书记说了 这事交给他来办 就算被揭发出去 也没人敢怎么样 他还问了罗汉一句话 听见这话 吴师爷的注意力 杀石集中了 他知道 李书记问罗汉的 这句话是重点 他问罗汉 是听我的 还是听鬼容的 吴师爷眼睛一亮 问大哥 罗汉怎么回答 罗汉说 鬼容是他老板 但我是他大哥 那就好 那就好 吴师爷松了口气 大哥挠了挠头 李书记已经给 白宝国打过招呼了 明天我就去他那报到 以后你们有什么麻烦 或者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人 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二哥点了点头 那你先安心在李书记那先混着 要是那边过得不顺心 就回来 吴师爷哈气连天 这事已经都定了 那就先这样吧 福亭海那边先稳住 以后咱们见招拆招 我呀 回去睡觉了 我送你 吴师爷一愣 似乎明白了什么 点了点头 二哥他们倒是没发现 有什么不对劲 跟吴师爷一一惜别 其实也就是不停的嘱咐他 让他明天早点过来 打牌之类的 之后啊 大哥就送吴师爷出去了 到了楼下 吴师爷问大哥 大哥 有事要跟我说吗 大哥笑着 带我去找福天海 临走之前 我得给他留点念想 要不然 他太目中无人 吴师爷没拒绝点了点头 这样也好 随后 吴师爷拿出手机 给柜子拨了个电话 问他福天海在哪 柜子低声说 说师爷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说呢 福天海就在咱们厂子里 哪家厂子呀 金枝玉叶 吴师爷答应一声说 我马上回来 就把电话挂了 大哥 他就在我厂子里 师爷 你先去见他 按照他的脾气 肯定找你的事 只要他敢找事 我就弄他 吴师爷有点郁闷 拿我当诱饵啊 那人可是个精神病 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 怕什么 他还能吃了你 从某种角度来说 大哥这人吧 在某些时候 说的某些话 是具有预言作用的 福天海不是诗人魔 所以他没重口味 倒要吃人的地步 但是 你别忘了 他是个变态 福天海 在见到吴师爷的第一时间 一把握住吴师爷的手 满脸温柔的 把吴师爷拽到自己身边 吴师爷 我正想约你出来喝酒呢 裴兄弟喝两杯呗 麻烦把你的手松开 吴师爷有点哆嗦 因为他发现 这福天海看自己的眼神 有点像是二哥发了情 看陈婉和的眼神一样 福天海啊 把他手放在了 吴师爷的背上 轻轻地扶摸着 眼睛里边还跳动着 怪异的光芒 今天你那一枪啊 真是打到我心窝里了 吴师爷 咱俩找个地方 促膝长谈呗 你他妈赶紧把手给我松开 吴师爷的身子不住地颤抖 不停地给站在角落的大哥使眼色 那次让他赶紧过来搭救自己 但吴师爷却发现 大哥满脸坏笑地在旁边看戏 当时他气得不行不行的了 老子大发慈悲过来帮你当诱饵 你就站旁边看戏 看他调戏我 你这一盒都没过去 就开始要拆桥啊 说实话 大哥当时真是忍不住想叫啊 虽说他是个不怎么爱笑的大老爷们 可看见吴师爷跟个女人一样 被福天海拽进怀里的时候 他还是乐了 吴师爷这是让人挑衣了呀 可惜呀 如果你是个女的就你这模样 天知道那得迷住多数男人呐 福天海当话可越来越肉麻 越来越露骨 吓得吴师爷都快哭了 这孙子不是喜欢女人吗 怎么着男人他也感兴趣 毫不夸张的说 福天海是双性恋的事 连老脖子都不知道 也许是福天海平常压抑的太久了 也可能是他没遇见过 能让他表现出来的男人 往常的时候 福天海表现出来的 都是对女人感兴趣的那一面呢 怪不得有句话说的好 在你没遇到你最心爱的男人的时候 你可能会误以为自己喜欢女人 据他自己跟老脖子说呀 当吴师爷冲他开那一枪的时候 他就感觉 这个吴师爷比女人要有意思 福天海紧握着吴师爷的手 走走走 咱找个地方聊聊 他把脸凑进了吴师爷的肩膀 还轻轻地闻了闻 真香啊 吴师爷都开始骂脏话了 香你骂了个屁 你他妈有病是不是 你赶紧送给我啊 要不然我 要不然你干啥呀 福天海嬉皮笑脸的 把脸凑到吴师爷的脸跟前 你还能告我呀 吴师爷算是服了 看着大哥那眼神 那都不是催促 那是哀求 你他妈赶紧过来救救我吧 我真是 我真挺不住了我呀 这时候大哥也知道 时机到了 再不求吴师爷 恐怕这个文文弱弱的书生 真得跟自己翻脸 大哥慢慢地走了过来 福天海 干什么呢 他一把捏住了福天海 放在吴师爷背上的那只手 面无表情地问他 找事啊 没有啊 天地可见 我可没找事 福天海也知道 大东北这人深不可测 所以干脆先退了一步 我就是 跟吴师爷 沟通沟通感情啊 大东北 你找我有事啊 大哥没说话 直接把福天海的脑袋 摁桌子上了 福天海 你是不是有点目中无人了 周围的客人 似乎啊 都发现这儿闹起来了 兴高采烈的 就要围过来看热闹 没等他们往前迈步 就让柜子等人给拦下了 先前柜子 他们一直都在暗中观察情况 当看见吴师爷 被福天海调戏的时候 眼珠子 他们都快蹬出来了 恨不得冲过来 给福天海两刀 他们在吴师爷的地盘 调戏吴师爷还是个男的 你他妈真活够了 如果不是吴师爷事先吩咐 不能轻举妄动 恐怕他们都等不到大哥出场 操刀就得上来了 你想跟老子打 你就直说啊 福天海虽说被摁住了 但气势不减 还是那副一切无所谓的样子 你麻了个兵 你以为我怕你呗 你现在怕不怕我 我不知道 但你要是再这么目中无人往先闹 我就得让你怕我 福天海本来就喝了不少酒 被大哥这么一击 直接开骂了 来单挑 老子他们弄死你 大哥这时候松开了 按住福天海的手 你说的啊 大哥抬手一指侧门 出来 单滚 福天海站起身子 看看无血 又看了看大哥 咧开嘴一笑 看样子我是得罪不少人呢 大东北 连你都要跟我对着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大哥有点烦 这丧尽天良的混子了 跟他说话的时候 有种忍不住一嘴巴 抽过去的冲动 得罪人 你用不着得罪 你就是专门脏人演的玩意 福天海笑了笑 一言不发朝侧门走去 来单滚 谁要叫帮手 谁他妈孙子 对 谁要叫帮手 谁是孙子 吴师爷用手拽来拽 大哥衣服 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别弄死他 别弄残他 否则麻烦大了 我有分寸 大哥拿着桌上的纸巾 擦了擦手 他是觉着 福天海浑身都脏了 刚才摁住他脑袋 自己这只手也必须得擦干净 小心点 这句话还是跟福天海说吧 吴师爷 我告诉你个秘密 吴师爷一脸好奇的看着大哥 从我在军队里服役开始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办了我 大哥没有自傲的意思 仿佛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笑容很平静 也很自信 真的 吴师爷 在海城里单打独斗 只有我杀人 没有人杀我 看着面前这个男人 吴师爷莫名其妙的哆作了一下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畏惧 这种气势 王庆山 也不过如此吧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侧门外边是一样子 因为只有一个路灯 光线昏暗 很少有人会经过这 只听见大哥要跟福天海单滚的时候 柜子他们直接去堵住了入口跟出口 把中间这条过道留给了大哥和福天海 福天海揉了揉拳头 笑得很正硬 你力气比我大我知道 但我不觉着你比我能打呀 如果你跟我交过手 你就不会 大哥说的是实话 如果福天海亲眼见过大哥跟别人动手的场景 那他今天就不会选择跟大哥单挑了 福天海怒吼着冲了上来 照着大哥的面门就是一拳 大哥本能的刚要躲 却发现这是虚晃一招 真正的实招在福天海的腿上 没等大哥闪开 福天海已经踢在大哥左大腿上 那种力度让大哥不由吓了一跳 身子不由自主的晃悠了几下 光是从这一脚的力度上来看 他已经跟傻哥不分上下了 你不疼 福天海震惊了 腿上功夫一直是他的强项 不说别人 就是傻哥挨着一脚也得忍不住喊一声 可大哥就跟他 没事人似的 依旧面无表情的跟他过招 这点可让福天海看不明白了 难道他不知道疼吗 还说他强忍着疼 搁着装呢 大哥摇了摇头 就这点力度 想让我疼啊 说着话他猛的一翻腕子 抓住了福天海的右胳膊 死命的往右侧一甩 直接就把他砸枪上了 福天海可不是像二哥那种消瘦的身材 他有点抓 身高也比二哥能高出半个头 当那些围观的混子 看见大哥轻轻松松 单手砸飞福天海的时候 他们都傻眼了 这他们还是人的力气吗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大哥走过去用手捏住福天海的脑袋 把他提起来了 没错 是捏 大哥的手掌很大 完全可以张开手掌 轻轻松松的捏住福天海的脑袋 大哥举起另外一只手 看着已经被砸得晕头转向的福天海 福天海 我就是你脑袋上的那片天 那时候福天海就感觉眼前一黑 自己就晕过去了 等他再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老伯子坐在病床边上 抽着烟就那么看着他 昨天 你是不是跟大东北干仗了 福天海艰难的坐起来 是啊 我跟吴师爷开玩笑呢 谁知道他狗拿耗子都管闲事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福天海发炫有点不对劲 自己说话怎么有点漏风 老伯子一看福天海发愣 不用猜都知道他想什么呢 你让大东北打掉了四颗崖 说话漏风正常 妈的他真能打呀 福天海苦笑 用手揉着脸 这辈子我真没见过比他更能打的 他应该和王庆山差不多 我不觉得他会比王庆山厉害 王庆山跟老伯子动过手 大哥可没跟老伯子动过手 所以在老伯子的主观思想里 最强的人依旧是那个王庆山 以后还敢跟他过招不 老伯子好奇的问了一句 他可是清楚福天海的脾气 那不到死他都不罢休啊 结果福天海第一次在老伯子面前认怂了 不敢了 他这答案让老伯子有些意外 他说的没错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他就是我脑袋上那片天 老伯子不说话了 福天海呢 懒洋洋的靠在枕头上 当然了 赤手空拳我干不过的 光明正大干不过的 可不代表我玩不了阴招 迟早有一天 大东北得死我手上 老伯子提醒了一句 玩阴的 当心死在吴师爷手上 嗯 我知道他厉害 我会当心他 福天海把手伸进被子里 揉了揉裤裆 露出一种食髓之味的表情 哎呀 这有时间我得找这吴师爷聊聊起来 老伯子没有跟福天海多聊的意思 点了根烟 慢慢的站起身来 你先歇着 我得帮老大收账了 然后老伯子沉默了一下 给福天海一个嘱咐 以后办事事可而止 算是给自己积点阴德 福天海嗡了一声挠了挠头 伯子哥 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这辈子音德早就让自己败光了 我对你 可以跟对我亲爹一样好 但是别人 老伯子常常叹了口气 没说话 转身就走了 如果不是白宝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老伯子真不想把福天海叫出来 他宁愿福天海在外边自生自灭 也不想让他搅和进海城的黑道 毫不夸张的说 要不是他跟福天海有段渊源 他早一枪崩了这三尽天良的婚子了 老伯子跟大哥他们一样 眼里边揉不得沙子 他这样的道义人 最恨的就是福天海这种畜生 老伯子到车上了之后 给白宝国打了个电话 老大 需要我跟小东北他们谈谈吧 犯不着 这事因为福天海而起 说出去也不好听 老大 他到底怎么得罪吴师爷了 老伯子很好奇啊 他只知道福天海得罪了吴师爷 但完全想不到是怎么得罪他的 也没人跟他说 所以他很好奇 白宝国有点郁闷 福天海 福天海好像喜欢男人 他妈的 但他上次不是跟个女人 他反正吧 就是你小弟 挑起了吴师爷 正好让大东北抓了个现行 老伯子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等白宝国在那边吼了几句 你他妈死了 你咋不说话之后 老伯子才回过神来 气得他脸都白了 你调戏人也行 你他妈能不能调戏个女人 行 就算你喜欢男人 你别在吴师爷身上找刺激啊 那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这么干 你让老子以后怎么做人 我看见吴师爷 我都觉得尴尬呀 老伯子手都不停哆嗦 估计他也气坏了 这个畜生 行了不说这个了啊 白宝国倒是没在这个话题上 多坐停留 转而问老伯子 大东北已经去滨海区了吧 啊 听说 他已经找李书记报到了 厉害呀 刚蓝海城没多久 就攀上了这个高枝啊 想弄死小东北他们 不容易了 一直都不容易 他们发展太快了 老大 我原来就说过 你这是养虎为患 我觉得我是在养猪 猪被养肥了就可以宰了 猪肉 那可是归咱们的东西啊 在白宝国跟老伯子打电话的时候 李书记刚好跟大哥见上面了 李书记啊 没在大哥面前摆架子 刚没有再和白宝国他们打交道时候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他表现得很亲切 坐 喝点水嘛 大哥点了点头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李书记不在乎双方身份的相差悬殊 给大哥倒了杯茶 然后笑呵呵的说 但你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大哥笑了笑 还没说话 李书记啊 给自己也倒了杯茶 你做的事我都知道 如果我是你 我不敢做 但你做了 所以我佩服你 这没什么好佩服的 小东北是你亲弟弟 大傻是你堂弟 你们是一家人哪 一家人出三个人节 确实厉害 李书记 我需要做什么 我去哪儿 你跟着我去哪儿 李书记微微眯着眼 仔细地看着大哥的眼神 我感觉你好像比大傻他们聪明 二子比我聪明 二子 小东北啊 他的眼神 我能看见底 但在你的眼睛里 我看不见底 这就是你的本事 好好做事 好好做人 我需要你这样的人节 帮我办事 您不嫌弃 我愿小全马之劳 小你有机会 多多提拔二子 那孩子不太懂事 还需要您多关照 有你关照就够了 李书记 模糊着说着 脸上啊 带着一种高深莫测的笑容 只要你好好办事 总有一天 海城里必然有你一席之地啊 大哥点了点头 眼中带着感激 谢谢 说着他又重复了一遍 谢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几天后 二哥约上了傻哥 带着一个果篮 去医院看望福天海 这事看起来挺离奇 怎么说福天海都是二哥的仇家 去看他都乐啊 说到底啊 怪二哥太闲 他觉着把自己都快无聊死了 白宝国曾经交代给他的事啊 差不多都办完了 该收拾的人都收拾了 不该收拾的人 也被二哥放了一马 此时此刻 二哥真是闲得淡疼 二哥走进病房 脸上挂着担心的表情 那种长辈 关心小辈的语气 甭提多讽刺 小天海 身子好点没 来让哥看看 能站起来不 福天海躺在床上 瞟了二哥一眼 把手里报纸放下来 笑了笑 你来找死啊 二哥用手掏了掏耳朵 我耳朵不太好 你说话你说清楚点 你说话别露风啊 来孩子好好说话 你妈的 你别逼我搞你 二哥问福天海 哎呀你个小畜生 你说老子当个长辈的 过来关心关心你 你就说你要搞我 咋的 想弃师灭祖啊 福天海直接从床上蹦下来了 虽说看他那动作挺敏捷 可傻哥却发现 这孙子落地的时候 明显微微晃悠了一下 傻哥点了点头 疼啊 疼就对了 让我哥揍了 能不疼吗 我要是被我哥揍了 我也疼 说着傻哥上前一步 把二哥挡在自己身后 要跟我哥哥动手 你得先顾我这关 一个当哥哥的 还得靠着弟弟来护着自己 二哥很认真点点头 你说对了 我就靠我弟弟护我 不服你打我呀 傻哥都笑出声上来了 他可是难得一次 看见二哥表现得这么贱 这么嘲讽 简直毫无底线 句句话那都带着刺儿呢 福田海也知道 现在局势容不得他乱来 而且他自己也负了伤 就算是想跟傻哥 斗个你死我活 现在他可没那劲头 他也打不过 你滚开 我不滚 老子要尿尿 操你妈 你不让我走 老子尿你身上 你信不信 听见这话 二哥立马给福田海 让开道了 尿人身上这种 臭不要脸的行为 二哥真觉得 福田海能干出来 如果他真尿自己一身 那就亏大了 这身衣服可是刚买的 当然 二哥并没有放弃 任何一个嘲讽 福田海的机会 所以他带着傻哥 特别猥琐的 尾随着福田海 进了南侧 福田海真都想杀人 那心都有了 小东北 你不要脸了 是不是啊 老子尿个尿 你都跟进了 你有病啊 二哥嬉皮笑脸的 就站一边 尿呗 咋的还怕别人丑啊 你放心 我没你那爱好 我对你也没兴趣 就算老子有那爱好 也不能来看你这肚子 你长得跟个贵孙子似的 福田海也算无奈了 瞅了二哥一眼 没说话 大大方方脱裤子 拉链拉开了 二哥作为一个有素质 且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社会大哥 他是不会随随便便 口吐脏字 哪怕福田海跟自己有大仇 他也不能骂脏话 这就是一个黑社会大哥 该有的修养 二哥呀 伸出小拇指 拿大拇指顶住小拇指 最后那一截 哎呀 福田海呀 你这弟弟挺精致啊 少见哪 这么精致的小玩意儿啊 福田海那裤子都没穿上 直接一记肘击 朝二哥砸过来 他还没碰到二哥 让傻哥一把给拽住了 干啥呀 你还没洗手呢 动啥手啊 真他妈没的 福田海恶狠狠的瞪着二哥 小东北 找次就直说 咱出去练练 要是没胆子就滚 我就在这时候 厕所门忽然让人推开了 进来的人是老伯子 老伯子本来就在福田海 隔壁病房睡觉呢 在二哥他们来的时候 他听见福田海 跟他们吵架的声音 很快就醒了 一听手底下人来报告 说是二哥带着傻哥 尾随着福田海进厕所了 当时他就下意哆嗦 这不会是小东北 他们耐不住性子 这事上医院补刀来了吧 进了厕所看清情况 老伯子松了口气 老伯子难得开了个黄枪 干啥呢 你们仨的躲厕所里边玩鸡巴呢 别闹 躲自己人啊 二哥一笑 他玩鸡巴呢 我们是围观 看他玩鸡巴呢 小东北 他办的那事确实不光彩 我给你倒个欠 伯子哥 你跟他倒什么欠 福田海把裤子穿上 指了指二哥 他算个急吧他 伯子哥 不管咋说 您曾经是我在东河贵 最佩服的一个人 这事真不用您跟我道歉 我今天来的原因就一个 我想看看 福田海这孙子过得怎么样 啥意思 昨天我去看了一下 包坤他老婆 抱着个枕头天天哭 人已经疯了 二哥带着傻哥 朝厕所外边走去 头也不回他说 包坤他孩子已经去外地了 我跟那小丫头打过电话 他问我 他爸爸妈妈去哪了 你说我该怎么回答他 老伯子一时间 不知该说什么 福田海只是冷笑 也没说话 二哥突然停下了脚步 福田海 不是不抱 时候未到 他回头看了福田海一眼说 今天你的伤势还没痊愈 我不欺负你 等你好了 自己小心做人 当心老天爷给你抱呀 你这是威胁我呗 没有 我就是提醒你 我又没说要动你 你看你急傻 福田海看着二哥 他忽然说 我听说你老婆长得挺漂亮啊 二哥脸上的笑容 一下就收敛了 别逼我搞你 你看看 我又没说要动你老婆 你急傻呀 福田海把这句话 还给二哥了 老伯子在旁边 忍不住吼起来 小天海 你他们能不能消停你话 福田海似乎很怕老脖子骂的 被他这么一吼啊 当时就一缩脖子 这不跟小东北开个玩笑 我夸他老婆漂亮你吗 这不是 二哥没跟他再啰嗦 带着傻哥就走了 傻哥上车后问了二哥一句 弄死他 哥 就这几天 我找个机会带人把他黑了 行吗 别急 二哥摇了摇头 把车从街口开了出去 直奔郊外的墓园 他这人迟早得遭报应 咱们就是他的报应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那我回去安排点人 保护嫂子 你也得安排点人 保护你老婆 还有陈九山的老婆 还有吴师爷 没想到这畜生 还看上吴师爷了 傻哥很客观的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就是找死 得罪了吴师爷 他能落好啊 大长 你说大哥咋会想着 把咱们叫到墓园呢 二哥皱着眉 似乎有点想不明白 大哥的意思 他说 他要上去看看人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这几天呢 都没怎么见着他 正好跟他 好好唠唠嗑 就那天早上 二哥接受大哥电话 让他们中午啊 去墓园一趟 陪他去里边看个人 二哥当时就有点好奇啊 大哥看谁去啊 难道他在海城 还有去世的朋友 等二哥他们赶到墓园的时候 大哥正蹲在墓园的大门外边 抽脸等他们 先二哥和傻哥都到了 大哥站起身来 提着两袋子迎了上去 二哥把车窗后摇开 好奇的问 哥 上山看谁去啊 大哥笑了笑 刚看王庆山 听见这句话的时候 二哥才反应过来 王庆山跟陈百虎的墓地 就在这座坟山呢 大哥 你认识王庆山吗 不认识 但李书记总跟我说 让我有时间去看看王庆山 帮他给王庆山上煮香 看样子李书记 也挺高看大王呀 确实 李书记说过 他觉得 海生黑道 只有一个老混子是人 其他的黑社会都是畜生 他说的是王庆山 对 他还说 王庆山是一个值得让人佩服的黑社会 虽然他不喜欢王庆山 但他还是很佩服这老混子 话音一落 大哥冲着二哥他们一招手 走吧 上去看看大王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大哥并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 对于总有人拿自己跟王庆山做比较这件事啊 他觉得无所谓 王庆山胜过自己 或者自己胜过王庆山没啥意思 这不能代表什么 但不得不说 大哥对于王庆山是好奇到极连了 在好几年前 也就是二哥第一次从海城回老家过年的时候 他就曾经跟大哥说过王庆山的事 俗话说英雄重英雄 如果王庆山还活着 他们俩呀 很可能会成为人生之己 包括吴氏也都这么觉着 因为他们俩在太像了 一样都可以用拳头打下来属于自己的江山 一样办事沉稳 能够以己服众 几年前 海城有个东北人 靠着一把砍刀 站在这个城市的黑道顶点 几年后 海城又来了个东北人 赤手空拳站在海城的风口浪尖 自从大哥帮白宝国办了几次事之后 就没一个人去怀疑他的实力 不少人都说 他就是海城的第二个王庆山 那天大哥之所以会想到去给王庆山上坟 原因只有一个 他觉着时候到了 应该去给曾经在这个城市最牛逼的东北人上住乡 傻哥在距离王庆山坟堆 十米开外的地方停下脚步 指着跪在墓碑前的那个男人 哥 你看这人是不是有人眼熟 二哥皱着眉看了一眼 因为是从侧边看过去 而且距离较远 所以二哥并没有一眼认出 那个男人是谁 他冲傻哥摇了头 谁啊 你认识啊 那那他们是狗彪 二哥说着 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狗彪 跪在墓碑前的男人颤抖了几下 抬起头来 朝着傻哥他们的方向看了过来 真是他 二哥激动的走了过去 不敢相信 看着这个西装阁里的男人 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哥们 你真是狗彪吧 那男人笑了 小东北 这过了几年你都认不住我了 这个男人跟曾经东北邦的唐主狗彪 差别太大了 他没有几年前那种流氓气 也没再戴着金链子 穿着人字图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剃了个干干净净的板村 西装革履 还戴了个眼睛 看起来十分斯文 如果不是五官跟二哥记忆中的狗彪有些相似 恐怕二哥真不敢认 我操狗彪 你这眼睛过得咋样啊 傻哥过去就把他扶起来了 白头没找你们麻烦吧 狗彪摇了摇头 没有 这些年我过得挺好 开了家小公司 做点小买卖 日子过得挺滋润 听见这答案 二哥跟傻哥都愣了 紧接着便沉默下去 他们不是不开心 只是觉得 好像一切变化的太快了 二哥给他递了根烟 挺不错 咱都老仙 以后有啥麻烦 跟我们说一声 狗彪只是笑 接过烟抽了一口 替我谢谢白宝国 啥 二哥没反应过来 狗彪叹了口气 我大哥的粉挺干净 现在又不是什么扫墓的时候 看样子经常有人过来打扫 应该是白宝国他们安排的吧 帮我谢谢他吧 这时候狗彪注意到 站在二哥身后的大哥 那一刹那 狗彪的表情僵在脸上 拿着烟的手带颤抖着 二哥也注意到狗彪有点不对劲 狗彪 咋的了 没什么 狗彪的眼神煞时有些暗淡 似乎行转过来 眼前那个男人 不是自己老大 狗彪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来 是那种啊 很便宜的货色 两千一包 但王庆山很爱抽 自然而然 狗彪也养成了 抽这个烟的习惯 狗彪掏出根烟递给大哥 哥们 怎么称呼啊 好 你好 我是小东北的亲哥哥 你可以啊 叫我大东北 狗彪拿着烟的手 又哆嗦了一下 大东北 你也是东北人 是啊 哥们 你也是东北的吧 好对 我也东北的 咱老仙 狗彪苦涩的笑着 你们也是来看我老大了 啊 我们是来给这个城市 最牛逼的东北人 上炷香 大哥把手里提着的贡品 放在地上 从袋子里边 把香掏出来 凑到墓碑前 那两个点燃的蜡烛上 一边点着香 一边看着墓碑上 那张黑白照片 表情严肃 你跟我老大 挺像啊 狗彪这时候也蹲下身 跟大哥一样 一动不动 看着那张照片 然后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眼神 气势 都像 他很厉害 大哥紧盯着照片里的王庆山 我见过的每一个黑道 都服他 狗彪问 你呢 我也服他 心服口服 狗彪叹了口气 有些失落 但你没跟他打过交道 我听过他的故事 一个人够不够牛逼啊 就得看他死后 有多少人还能记住的 王庆山做到了这一点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在海城 多多少少 都会有人想起他吧 狗彪搓了搓脸 越搓 泪水越是止不住 老大死得太冤了 他不该就这么憋屈地死了 哪怕是死 他也得死得轰轰烈烈才行啊 他已经不是一个社会大哥了 他代表着一种精神 所以他死得憋屈 还是死得轰轰烈烈 已经无所谓了 大哥长叹口气 伸手拍了拍狗彪肩膀 你老大很了不起 再到道义这两个字 谁不会想起王庆山呢 狗彪笑着点头 不停地擦着眼泪 二哥问 狗彪哥 晚上一起喝一顿呗 好 不了 我安排好车了 一会儿就走 在海城我仇家太多 你应该清楚 有我们在谁敢动你啊 二哥却摇了摇头 行了 那你先走 他之所以没强留狗彪 原因就一个 他能在海城保住狗彪 不代表出了海城 还能保住他 如果有人尾随狗彪出了海城 然后半道上把他黑了 这谁能说清楚 哪怕这种事发生的几率 可以忽略不计 二哥也不能让狗彪冒险 更何况狗彪自己也不想冒险 冒险 那就是对不住 已经过世的大王爷 于当天傍晚 大哥二哥傻哥 他们仨人在某家饭店 包了一个包尖 喝着廉价的二锅头 大哥谈起了 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权力确实是一种 让人害怕的东西啊 这几天 我跟李书记见了不少人 我们见到的那些白道高官 哪个不是平常 在底下冲着黑道要我扬威啊 看见李书记的时候啊 他们就像条狗 说话都低三下四 大哥 正常 你知道不二子 他们在看见我的时候 都对我客客气气的 就因为我是李书记的保镖 他们就能这么对我 你想想 这他妈世道 大傻打断了大哥的话 哥 你到底想说啥呀 我觉得李书记 跟我说的那句话挺靠谱 大哥沉默了一下 喝了口酒 无论混官场 还是走黑道 要做就做到最好 做到巅峰 否则一辈子 都得活在别人手里 大哥 你那预算 你想当官啊 扯淡 你看我是当官的那块料吗 不是 我就觉得吧 咱们这辈子洗不干净了 那还不如搏一搏 拼个荣华富贵出来 大哥说着 深深看了二哥一眼 二子 你要加油啊 如果你能拿下东河贵 那欺负你的人就少了 我在李书记那边 多帮你搭些 看看能不能帮上你忙 哥 我不是当化身的料 如果你不来海城 我可能会勉为其难 当个化身玩玩 毕竟吴师爷 对这差事没兴趣 大傻又太傻 只能靠我 但是现在你来了 我就轻松了 咱们几个兄弟 一起打天下 赢了社团给你 我们安安心心 当个二当家 输了 大不了咱一块死呗 你这嘴怎么就这么臭啊 能不能别提死字 少抽自己一两句不行吗 反正我觉得吧 我的意思就这个 我不适合照顾人 但我适合被人照顾 谁叫我懒呢 哥 你就做好当保姆的准备 东河贵 是你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福天海 最近心情可不怎么好 特别是在 傻哥跟二哥 在医院嘲讽了他一番 这孙子心情更差了 他觉得吧 自己这辈子 什么事没干过 什么事不敢干 论胆子比身手 那比自己厉害 有几个 他们小东北 他们凭什么 就踩自己脑袋 什么玩意儿啊 脖子哥 你说我什么时候 才能跟小东北 他们平起平坐呀 福天海身体素质真不错 养了几天 伤势痊愈啊 十之七八了 说起话来 中气也足了许多 这天天养着脑袋 看人 他们不累呀 等你立了大功 白宝哥就推你上位了 老脖子坐在一边 看着电视 头也不回地告走福天海 别着急 你想上位 机会多 放心吧 脖子哥 我不急 话音一落 福天海海 把烟头扔在地上 脖子哥 我出去散散步啊 去吧 在身体里 断开的那几根骨头 稍微愈合了一些之后 这福天海 每天都会出去散步 对他而言 散步 那是每天 必不可少的活动 要是在兵房里 多待一会儿 他真的怀疑自己 骨头会生锈了 老脖子也知道 他这几天的习惯 所以在他说了 自己要出去散步之后 老脖子也没多想 直接点头了 当然 如果老脖子知道 他是要去干什么 那他一定会拦住福天海 福天海 走出医院的时候 嘴里边啊 念念有词的嘀咕着 听说东河贵的敌人 有两个 一个是越南帮 一个是盛岩 越南人不好对付 原来啊 就跟他们打过交道 至于那些本地黑帮 他们算个屁呀 这么念叨着 福天海在医院外边 打了辆出租车 直奔圣烟地盘 他想要干点大事 在那时候 鬼容等人 趁坐在一家麻将馆里 打麻将呢 鬼容叼着烟 一脸不耐烦 大疯子 你要出牌赶紧出 别他妈放炮 早死完死都得死 你还不如让我乐和乐 大疯子皱着眉 大哥 你怎么又皱我放炮啊 小疯子在旁边啊 煽风点火 哥 你早上能放了三十来炮 你真走辈子 不是皱你 要么别打了 放娘狗屁 大疯子一拍桌子 把妖极往桌上一放 老子不信这次能放炮 鬼容把面前的牌一推 糊了 可乐也说 糊了 小疯子长长叹了口气 看了一眼自己的亲哥 早就要你别打了 你不听 不就输点钱吗 老乐意 大疯子强行装逼 一边哆嗦的输钱 一边硬装硬气 听见这话 小疯子要大意灭亲了 很干脆的把自己的牌 推了出去 鬼容凑过去一看 忧了一声 喜行余色对大疯子说 兄弟 一炮三响啊 大疯子想死 但在死之前 他想弄死自己 那个大一灭亲的弟弟 大疯子 骂骂咧咧把钱 往桌上一拍 妈的今儿真走背字 再来 我就不信 我今天赢不了你们 就在这个时候啊 一个身材微微 有些发福的男人 摇摇晃晃 从外边走进来了 玩的呢 能凑个绝不 大疯子头也不回 满了 找别地儿玩着 这也是你能上的桌子 忽然大疯子 发现可乐 猛的站了起来 虎视眈眈的 看着自己身后的人 鬼容只看了那人一眼 随即埋下了头 继续搓麻将 你来这儿 想找刺激 还是想找死 想找刺激之说 老子保着你 这辈子忘不了 才刺激 那人兴致勃勃地 看着鬼容 你就是鬼容吧 没想到挺年轻啊 有话说有屁方 没事赶紧滚 鬼容把手里麻将放下 弹了弹烟灰 我今天心情好 不想杀人 那人倒也不生气 我就来玩玩 他客客气气地 跟鬼容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啊 到一边找了一张椅子 坐在鬼容 他们这一桌的旁边 鬼容咧了咧嘴笑了 他点了点头 行啊 他把手伸到了麻将桌底下 摸索了一阵 忽然从下边 抽出一把五连发来 他并没有拿枪 绷人的打算 只是平静地 把五连发放在麻将桌上 搓了搓手 亲切有加地对那人说 福天海 你要是敢跟我蹦刺 我就帮了你 福天海笑得很讥讽 鬼哥 这可是你们大本阳 你在这儿还怕我偷袭你啊 可乐做了下去 没人怕你 可乐恢复了白纸扇的本色 就是怕你的血脏了我们的地 福天海又重复了一遍 我就来玩玩 那你就玩呗 可乐给他安排一桌 让他玩个够 鬼容没发脾气的意思 很难得采取了和气生财的方式办事 现在的新河区里很乱 各大社团都心怀鬼胎 虽说明面上东河贵和盛严都在死斗 但只有鬼容跟白宝国这两个当家的知道 他们还都没有拿出全部的实力来斗 现在的一切都只是玩玩罢了 福天海跟老脖子关系不错 动了福天海 老脖子就得找自己麻烦 鬼容是真不怕老脖子 可他就是怕有条疯狗天天追自己 屁股好头咬 谁知道一条疯狗会给自己带来多大麻烦 要是老脖子一时脑热 玩个鱼死网破 自己不亏大了吗 更何况福天海是一个人来的 他要是带着人过来还好说 但他人家自己过来的 这事就有点不好办 你动了他 这事说出去也不好听了 就因为这种原因 鬼容没打算动福天海 只是耐着性子的劝他 让他赶紧滚蛋 免得把自己一会儿惹鸡眼了 一枪再崩了他 福天海冷不定的问了一句 鬼哥 听说你原来跟小东北事兄弟 鬼容很客气 关你屁事 我就问问 没别的意思 鬼容把五连发往旁边挪了挪 开始跟可乐他们打牌 嘴里边回了一句 老子不爱跟你说话 赶紧闭嘴 这一话就相当于明摆着打福天海的脸 可那孙子一点反应没有 依旧嬉皮笑脸 对我客气点不行吗 不行 鬼容皱着眉 看着自己手里的牌 骂骂咧咧 你他妈能不能闭嘴 我的牌都他妈让你整臭了 行行行 我闭嘴 鬼容打了一张二饼 看着自己的牌 越看火越大 福天海不来的时候 自己牌风那叫一个牛 简直比王庆山还硬 但这孙子前脚进门 自己后脚这牌 咱们摸咱们不顺 哎呀 下次别在我打牌的时候来 要不然我弄死你 一来就他妈臭我的牌 你真厉害 要不是 鬼容的话没等说完呢 只见小疯子忽然出手拽住了他 使足了劲往旁边一甩 我擦 鬼容看见 钉在桌面上那把匕首 后悔不已 如果不是小疯子 把鬼容甩出去一米来远 那这刀已经插在鬼容手腕上了 福天海我是你吗 鬼容可不是什么善男戏女 忍了这么久 他现在可是压不下火去了 直接把桌上五连发拿到手里 朝着福天海的方向 就扣下了扳机 连放了三枪 鬼容当时就一个念头 我得弄死福天海 福天海都敢独自一人 找上圣野安的大本营来杀人了 要是现在不除了他 以后说出去 谁还会怕自己啊 而且这孙子胆不小 如果不趁早干掉他 绝对的后患无穷 让一个亡命徒惦记上自己 算了吧 自己的命还没硬到那地步 大疯子已经一把把牌桌掀翻了 老道 可乐你们先走 带着小疯子冲着福天海就冲过去了 因为这掩体太多 这鬼容那三枪 根本没打中福天海 完完全全让福天海躲开了 或许鬼容动作小点 福天海能反应到慢点 但现在说啥都没用了 只能让大疯子跟小疯子 先上去硬扛 等待其他人支援 鬼容可从不爱小看别人 因为他深知什么叫阴沟里翻船 在他还没上位出名的时候 道上多少小看他的 现在呢 又有多少人害怕他呀 鬼容很清楚 想要对付福海 麻将管理这几个人可不够看 可乐在一旁也愤怒的吼着 叫人一定把福天海留在这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福天海有多能打 这个问题 鬼容曾经好奇过 但在麻将馆那一站当中 他就不想再多琢磨这问题了 说真的 这事还真有点不堪回首的意思 那天呢 大疯子怒吼着 福天海你别太目中无人了 赤手空拳就冲上去了 抬起手照着福天海面门就是一拳 当着我们的面动鬼哥 你他妈活腻了 福天海的伤势并没有痊愈啊 在跟大疯子他们动手的时候 脸色都有点发白 福天海把手往前一伸 很轻松的把大疯子的拳头拨到了一边 然后一记侧踢就踹在大疯子腰上了 别这么喊呐 喊叫这么大 想弄走啊呀 这一脚看似很轻 似乎福天海没怎么用力 可挨了这一脚的大疯子 却不这么觉着 伴随着大疯子的一声闷哼 他整个人不受控制的被踢飞了 砸翻了旁边两张麻将桌 才倒在地上 鬼戎在旁边痛心疾首 哎呦我操老子买的麻将桌啊 你们给老子亲点 没等福海他们反应过来 鬼戎猛的把手枪拔出来 照着福海方向连开了几枪 五连发这玩意 他是真不敢用啊 小疯子跟福天海距离太近 自己开枪的位置又跟他们距离不够远 只要自己开了一枪 那小疯子必然会挨上无数的铁杀 手枪在这种时候就发挥效用了 鬼戎很相信自己的枪法 在这个距离啊 他想射中福天海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小疯子吓得一跳脚 看了一眼墙壁上的一个窟窿 忍不住就骂 老大 你这他妈枪太烂了 你差点把我崩了 那窟窿距离小疯子的脑袋 不过十厘米 要不是鬼戎发挥失常 外加小疯子今天运气不错 这一枪就得把小疯子脑袋给崩了 鬼戎啊 揉了揉鼻子还不服气呢 哎呀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吸的有点多 这一枪我保准打死他 福天海在那边都快笑死了 都多大的人了 还黑社会呢 怎么就搞这种乌龙啊 当然他笑了两声笑不出来了 孙子 你在哪里 大疯子鼻血已经止不住了 不停的往外流 加上他那正颖的表情 看起来格外吓人 在前边福天海笑的时候 大疯子已经偷摸跑过来 忍着剧痛 死死抱住福天海的大腿 福天海把手举起来 撒开 老大赶紧开轻打死他 福天海一拳砸在大疯子天灵盖上 拳头跟天灵盖接触的地方 发出了砰的一身闷响 大疯子当时就一种感觉 他就觉着自己要死了 福天海第二次说 你撒开 大疯子甘恶两声 只觉着脑袋里边翻江倒海 什么都是晕的 下一秒大疯子不由自主的撒开了 福天海的大腿软瘫瘫倒在地上 彻底的昏迷不醒了 鬼容一见真怒了 福天海老子今天就崩了你 他毫无预兆的抬起枪口 没有半点迟疑 朝着福天海连开两枪 第一枪被福天海勉强躲过了 第二枪可没躲过去 福天海摸了摸肩膀上流血的窟窿 信鬼的 你清醒了 终于打中我了 从鬼容他们呼叫增援开始 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分钟了 别以为他们动手这过程很漫长 实际上就是眨眼之间 等外边传来喊杀声的时候 福天海正巧中了一枪 你那破枪没子弹了吧 福天海笑得很诡异 在鬼容开完那两枪的时候 福天海就听见手枪里传来的一声脆响 可乐在一边着急呀 他不敢上来 他怕给小疯子他们添麻烦 从他没有拔枪帮忙的情况来看 这孙子身上应该没枪 大疯子已经晕了 小疯子彻底急红眼了 他现在只顾着想弄死自己 赤手空拳就要冲出来 也没什么威胁 脑子拎不清的人都是莽夫 根本不用留意的 随便对付就行了 唯一一个拿枪的就是鬼容 但他现在也没子弹了 福天海握紧了匕首 紧盯着鬼容 鬼容 这家麻将个碗从来没被人砸过吧 增援来留着点碗呢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鬼容毫不犹豫转身就跑 他自己可知道他干不过福天海 与其装逼跟他硬碰硬 还不如跑出去找人帮忙 何必拿自己命跟人家装逼 看见鬼容跑了 福天海顿时觉着惊喜来得太突然 鬼容手里就有一把五连发 但他不敢开枪 这代表啥 他五连发了也没子弹了 本来自己还琢磨 要怎么冲过去干他 既然他跑了 那我还怕啥呀 当福天海开始追鬼容的时候 忽然鬼容冷不定停下脚步 猛的转过身子 抬起五连发的枪口 朝着福天海就连开两枪 加上前边开的那三枪 刚好无法子弹 鬼容看了看福天海 血流不止的小腿 并不厌诈呀 孙子 反应挺快的 竟然能躲过一枪 还是栽老子手里了吧 鬼容 福天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愤怒 你妈得跟我玩阴的 我今天弄死你 你还想弄揍我 孙子 等你能站得稳了 再跟老子装吧 忽然福天海弯下身子 往前猛的一冲 直接顶着鬼容的肚子 就倒地上 五米远 这个距离对于 没受伤的福天海来说 只是个眨眼功夫 但现在福天海 小腿上受了枪伤 不应该跑这么快呀 鬼容瞪大眼睛 刚想反抗 就感觉肚子里多了一样东西 孙子 慢慢享受吧 我先走了 福天海可没抽出来自己插入鬼容腹部的匕首 你现在还不能死 你死了 我跟谁玩 越来越多的人朝麻将馆聚集过来 福天海抬头一看 只见外边黑压压的一片全都是圣烟的混子 福天海低声对鬼容说 鬼容 以后开麻将馆千万别留后门 老子走了 下次再来找你玩 那天发生的事 鬼容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果福天海是下定决心要杀自己 那自己还能活过那天吗 鬼容不觉得这次的事是耻辱 反而是个教训 让他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从某种角度来说 福天海是帮了鬼容一把 在鬼容入院的当天晚上 二哥拿着手机跟电话里的鬼容对骂起来 我他妈明天就上医院看你行不行 老子现在不方便过去 白宝国他妈盯着我呢 福天海必须死 你他妈都快是个死人了 别喊那么大声 当心把他们自己再喊过去 二哥骂骂咧咧 眼睛里边还有些担心的意味 好好养伤 福天海那边我帮你注意 好 明天记住啊来看我 我他妈等你打牌 你他妈都快死了 你还想着打牌呢是吧 跟鬼容骂了一会儿 二哥一看时间差不多了 劝他早点休息 然后挂了电话 陈婉和低声问 鬼容出事了 啊 让福天海给偷袭了 没事吧 严重吗 不严重 死不了 你放心吧 陈婉和嗡了一声 没再多问 紧紧的抱紧了二哥 把头啊依偎在他胸前 细声嘀咕着 真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关系那么好 飞得平常装的 跟仇人似的 有些事你不懂 你也不用懂 二哥凑到陈婉和额头前 轻轻的亲了一口 这社会复杂啊 懂得态度也不是啥好事 反正由你懂就好了 陈婉和傻乎乎的笑着 脸上写满了幸福 你会一直陪着我的 对吧 你这话你每天都问 你不嫌累得慌啊 二哥把手伸进被子里 顺着陈婉和光滑 娇嫩的后背 往下扶摸 哎 我有点想锻炼身体了 啊 锻炼身体 陈婉和愣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 二哥什么意思 但下一秒他就明白了 他感觉到二哥那手可没老实 陈婉和的脸顺时就红透了 你别摸了 陈婉和的身子微微颤抖 他把头埋在二哥胸前 轻点 这都多少次了 不相信我技术啊 二哥把被子网上一拽 顿时把自己跟陈婉和都罩进了被子 你这个臭流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这次二哥去医院看望鬼龙的事啊 所有人都知道 包括白宝国 他并没有刻意隐瞒 毕竟医院不同于普通地方 那儿眼线众多龙蛇混杂 想要彻底把这事藏住 那显然不可能 与其冒险把这事瞒下去 还不如光明正大地说出来呢 那总比瞒不住 被人说出来打脸要强啊 再说了 二哥给的理由很有信服力啊 二哥这么跟白宝国说的 我得去给鬼龙一个警告 福天海是我的 他不能碰 就算是他死也得死我手上 听见这话的时候 白宝国那脏话层出不穷的 就开始往外冒啊 他骂的那些话 无非就是 二哥太小心眼 太记仇 太不是个东西 都是自己社团的 有必要玩那么绝吗 当然到最后 白宝国也没把二哥劝住 只是叹了口气 也没不让二哥去看鬼龙 在住院部的一楼大门 二哥遇见了 守门望风的可乐 呀 东北哥来了 可乐 客客气气的迎声去 脸上堆着亲切的笑容 看鬼龙哥的吧 啊 我就过来看看他死没死啊 如果不是可乐知道 二哥跟鬼龙关系极好 恐怕他都得认为 二哥是来闹事的 就那种嘲讽的表情啊 甭提多欠揍了 可乐给二哥让开路 进去吧 鬼哥在楼上等你呢 二哥本以为鬼龙伤得不算重 在电话里跟自己对着吼的时候 那叫一个中气十足 但在二哥亲眼看到 躺在病床上的鬼龙时 他沉默了 病房里有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 床边上放了几台奇形怪状的仪器 里边滴啦哇啦的 不出不时的发出响声 鬼龙就躺在床上 鼻子里插着管子 脸色惨白的吓人 罗汉在旁边还解释 昨天他还没这么严重 跟你打完电话 就点挺不住了 二哥皱着眉 漫步来到床边 紧紧盯着鬼龙的眼睛 孙子 伤势这么重 还有本事在电话里跟我吵架呢 你他妈装个蛋 鬼龙勉强笑了笑 被个新来的弄成这样 确实听他妈丢人 那不是想装个逼吗 装美事 结果把伤口给喊裂了 他妈可憋肚子玩 有啥话赶紧跟我说 就算他妈交的一言 他妈说话能不能好听点 小病号 你安上歇着吧 二哥把旁边的椅子拉过来 坐了上去 福天海交给我办 他给你一刀 我让他还你十刀 不行 他的命得给我 那咱俩就拼一把呗 看谁有本事 我觉得我能掀你一步弄死他 你说呢 话音一落 二哥幸灾乐祸 指了指 鬼龙肚子 还枪子了 还想跟我俩抢人头啊 你他妈个卑鄙小人 二哥挠了挠头 说正经的啊 今天早上 我跟白宝国打电话 他说到你了 说我 啊 他说让我来摸摸底探探路 二哥往后一仰 靠在椅背上 也不觉这些姿势啊 有点嘲讽 他就把那脚啊 往病床上一搭 悠哉悠哉的 白宝国反正是想干死你了 那没说呢 我有个预感 指不定他今天晚上啊 就得动手 他敢 我借他一百个打你心吧 他敢杀我 鬼龙并不是在装 白宝国不敢杀他 这是事实 可不是笑啊 倒不是因为鬼龙背后站着圣义安的缘故 主要还是因为白道的关系 陈海波是鬼龙的顶头上司 这是海城黑白两道都知道的事 动了圣义安或是动了鬼龙 那就是相当于打陈海波的脸呢 整个海城里才有几个人敢跟陈海波硬碰硬 哪怕是伸出五根手指头 也得收回去三根吧 二哥不动声色 谁知道他敢不敢 反正我是听说 白宝国准备跟你俩鱼死网破了 他疯了 疯个屁 他是打算拿我当枪使 让我收拾你 鬼龙嗷了一声 没接着往下问 沉默了 他有气无力的看着天花板安静了许久 就这个诡异的状态 大概持续了得个四五分钟 最后二哥都有点担心了 难道自己说的话吓唬住他了 不应该呀 我会不会干掉他 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猜不着答案呢 怎么说跟自己玩这么多年了 他还不了解我 也对 他是病号 哎呀 再强的心脏也得变成玻璃心呢 自己也真是嘴尖 没事我跟他说这干啥 二哥呀 有点关心的问 哎 鬼龙 你没事吧 他生怕鬼龙精神受刺激 脑袋再出毛病 他拿手啊 戳了戳鬼龙的脸 你他妈说句话呀 你别吓唬我 鬼龙依旧深深的看着天花板 我在想啊 你说一会儿我吃啥呀 二哥站起身来 如果不是罗汉及时把他劝住 他真想把板凳抄起来 给鬼龙来一下吧 我猜你他妈逗我玩呢 是不是 可不是啊 我不逗你玩 我逗谁家 鬼龙笑的呀 估计笑的幅度太大 把伤口又给弄裂了 冷汗不由自主的从脑门上冒出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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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就是觉着吧啊 白宝国肯定是有所倚着 要不然他不敢弄我 啊 我也这么想 李书记已经发话了 让咱们和谐点 白宝国这么干 相当于顶峰作案 要不然就是李书记叫来了 让他跟我干 二哥笑了 要不然就是他不怕李书记了 有所倚账 恐怕他背后还有别人帮忙 上次陈爱博跟我说了 他不能随便抓福天海 是有人保他 鬼容跟二哥对视 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 妈的 老子迟早搞死姓谢那畜生 二哥也说出同样一句话 俩人异口同声说完这句话 都摇了摇头 想要搞死姓谢的 谈何容易 李书记跟陈海波不一样 想让姓谢的死吗 人家现在不还好好的活着 行 那我回去了啊 你来看看我 他们也不知道带点吃的喝的过来 赶紧滚 滚就滚 老子还得收账 懒得跟你俩磨叽 收账这事一般是攀子做的 但是今天呢 二哥去收的这笔账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保护费 也不是自己厂子里的分红 而是一笔烂账 有个外地老板 仗着跟白道有点关系 拖欠了二哥他们一笔工程款 这笔款可拖了两个来月了 吴师爷本来啊 还挺有耐心 打算以德夫人 让那人呢 晚点还钱 好建立起双方的友好关系 没想到的是 那孙子一边说自己手头紧 哎呀 没钱还 一边上老伯子 赌场里边大玩特玩 这就让吴师爷有点不能接受了 早上那时候 吴师爷就跟二哥说 干脆给他来点教训 跟这种不讲信工的孙子打教道 没必要关着他 出了医院之后 二哥回到自己车上 跟陈旧山说 都准备好了吗 吴师爷他们一会就过去 你我吴师爷傻哥 正好凑一桌 上次被吴师爷孽得太惨 今儿我得搬点本回来 他妈想赢钱 你里有那本事 走 先找那仨孙子去 欠钱不还 这外地老板叫王三强 这是原名啊 但在海城打拼两三年之后 就有了三孙子这个外号 估计不少人觉得他是个孙子 所以给他弄了个三孙子 这外号 不得不说 就他那性格确实挺孙子 二哥他们去找王三强的时候啊 那孙子正带着几个客人 在外边吃饭 玩得不亦乐乎 就这家饭店嘛 二哥眯着眼 抬手遮了遮刺眼的阳光 看着马路对面那家饭店 你要把车停下 准备准备 跟我进去办事 陈九山就问 弄死他 别家 咱是良民呢 那怎么能随便干这违法乱计的事 先让那孙子还钱 连本带利 少一个嘴 咱再考虑弄死他的事 唱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王三强 绝对是个要钱 不要命的主 敢欠二哥 他们钱 俩月还不还的人 这些年来啊 他还真是头一个 当然 他也是最后一个了 有人在饭局上 问了王三强一句 三哥 你还真不打算还钱 真不怕东河贵的 找你麻烦 王三强笑嘻嘻地反问 哦呦 怕什么了 你看他们现在动我没有啊 也是 问话的中年男人有点好奇 难道王三强真有什么背景 如果这是真的 那他那背景也太硬了吧 连吴师爷他们都不敢动他 王三强端起杯子喝了口酒 牵连两个月而已嘛 等他们什么时候来催我 哦 我再考虑考虑怎么时候还嘛 就这种话 他已经说过不少次了 就是他欠钱这两个月 特别是第二个月 基本上天天说 完全不怕有人来找他麻烦 之所以他有这样的勇气 还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呢 也是导致王三强 至今没有还钱的主要因素 就在两个月前 也是他该还钱的那一天 钱同来亲自找上门 他是来收账的 王三强当时这么问 最近资金都怎么不该啊 要不您几位宽限几天 钱同来一听这话也没主意了 毕竟这笔钱也不是小说 所以他当时没马上点头答应 而是给吴师爷打了个电话 吴师爷给出的答复是两个字 可以 钱同来那天跟王三强说 可以 王老板你啥时候能周转开 啥时候还 您尽量得快点 毕竟大家做的都是生意 得相互理解 王三强就问 说吴师爷当时怎么做的呀 他说您人在本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既然您都说周转不开 那我们也不能勉强啊 钱同来 其实这句话完全是客头话 就是因为王三强 没听懂这句客头话 他才会觉得 是自己背后的关系够硬 这才让吴师爷他们不敢随便强迫自己还钱 王三强的作用名是 借了钱能晚一天还事一天 早还的那是王不大 反正吴师爷他们又没说要利息 那晚还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大事啊 就抱着这种心态 王三强一而再再而三拖下来了 在第一个月的月底 吴师爷来找他要钱 他也是利欲熏心了 找理由推托打算试试 吴师爷他们会不会放他一马 如果没放 硬逼着他还钱 那就还了 算是破财消灾 如果放了 那就缓缓 拖拖 能拖到啥时候是啥时候 就在这时候 包尖的门让人推开了 哟 哥几个吃着呢 说话这人呢 是个小年轻 贴着个寸头 笑起来格外亲切 小年轻朝身后的男人招了招手 九三 进来吃饭 他自顾自走进了包尖 坐在了旁边的空位上 王三强跟他那几位朋友都沉默了 准确的说 是吓得不敢说话了 王三强善笑着问 哎哟 东北哥呀 什么风把您给催来了 他敢赖账 可不代表他敢对二哥他们无礼 王三强可是清楚二哥他们是什么人 那是黑社会啊 你敢跟他们熊 你是真不怕死啊 二哥笑呵呵的说着 哼 还不是您把我吹来的吗 他从桌上拿起一双没开封的筷子 把那纸质包装撕开 抽出筷子抖了抖 这家饭店还挺讲究 瓷筷子 旁边有人赶紧给二哥倒了杯酒 那是 东北哥 这家饭店是挺上档次 王老板 你欠我们那笔钱 拖了俩月了吧 二哥帮陈九山夹了一筷子红烧肉 头也不抬的问了王三强一句 也不知道王三强是胆肥了 还是他白酒喝多了 有点上头 当着二哥的面 他硬是敢给自己找理由 王三强啊 递了根烟给二哥 满脸堆着笑 哎呀 走转不开 走转不开啊 要不 你们再宽限几天 我资金走转过来 马上还钱 二哥站起身接过烟 真周转不开啊 哎呀 怎走转不开 二哥又坐下来 把烟放在嘴里 点了根烟 抽了一口 九山哪 王老板喝醉了 帮他醒醒酒 二哥说完 拿起筷子继续吃饭 陈九山把筷子可放下了 拿起纸巾擦擦嘴 行啊 我帮王老板醒醒酒 当王三强看见陈九山 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 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满脸畏惧站起来 抬起手指着陈九山 陈九山 你要干什么 东北哥 您自私什么意思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杂碎 欠钱不还的 就是杂碎 我现在就还钱 东北哥 我现在就还啊 王三强可不敢拖了 他知道 自己再拖 自己这条小命可就没了 还是先让九山帮你醒醒酒吧 我没喝醉啊 真的 我没喝醉 不用醒酒啊 我 我 王三强后边的话没说出来 被陈九山捂住嘴 整个人猛的就按在饭桌上 菜汤见了他一脸 陈九山还问 老大 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吧 王老板又不是左撇子 咱得给他留条活路 慢慢来啊 一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多 让王老板也好好享受享受 陈九山面无表情的点点头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 在座的这些王三强的朋友 那是亲眼见识了什么叫心狠受辣呀 陈九山在切王三强手指头之前呢 特意拽起他脑袋 往桌上磕了一下 确定砸得王三强脑子迷雾了 没什么反抗能力了 他才开始动的手 不得不说呀 陈九山那刀工是真不错 不当厨子太可惜了 轻轻松松一刀下去 非常顺畅切掉了一根 属于王三强的手指头 直到陈九山开始剁 王三强第四根手指头的时候 这孙子才清醒过来 可见陈九山动起手来是多麻利 人都没反应过来 就手了三根手指头 纯纯的技术活啊 东北哥 你给我个机会啊 东北哥 机会啊 二哥停下吃饭的动作抬起头 很认真地看着王三强 你欠我们那三百万工程款 如果你按时还的话 是没利息 但是你欠俩月 我们得收点利息啊 您搜搜搜 该搜 应该的 就当是我孝勤您几位的 连本带利 六百万吧 给你一个小时 要是这笔全转不到无谁的账上 另外那只手也甭要了 六百万 东北哥 这个数目我拿不出来啊 直接翻了一倍 我记得我记得不是高利贷啊 让我拿出六百万 这他妈不是坑我吗 九山 继续剁 王老板久还没醒呢 赶紧帮他醒醒酒 二哥说完这句话 王三强又少了一根手指头 左手可就只剩下最后一根大拇指了 王老板 给不给 我时间可不多了 实在不行啊 这笔钱您甭还了 怪麻烦 不还这笔钱 是啊 就不还了呗 我直接拿你们全家的命来赔不就完了 多简单 比找你要钱简单多了 王三强侧着头 惊恐畏惧的看着二哥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了 二哥的表情还是那副笑嘻嘻的样 可王三强却清楚的从二哥眼里看出一句话来 不还钱杀你全家 不信你就试试 东北哥呀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安排人给吴四爷 赚钱 哎 乖 这就对了 你早这么干不就完了嘛 非得逼我们动手 多伤和气你说 二哥恨铁不成钢的 瞪了王三强一眼 话音一落 二哥招呼去陈九山 赶紧的 帮王老板把地上那手指头捡捡 一会儿啊 送到医院 说不定还能接上 有人看不下去了 开口旁边劝 东北哥 要不现在送三强哥去医院吧 要是再拖一会儿 他这手指头可切不上了 二哥回着头笑嘻嘻的看着他 你跟他挺熟啊 他是你爹呀 还是你爷爷 你这么护着他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听见小东北这么问自己 那人顿时不敢说话了 二哥皱了皱眉 我看你好像有点眼熟啊 好像你是那个 那人赶紧说 我这个月工程款 已经按时交给吴师爷了 东北哥 我可从来不欠你们钱 没事 欠不欠钱的无所谓 大家开心就好 二哥伸出手 拍了拍他肩膀 似笑非笑的 问在座的这些人 大家呀 都是搞房地产的朋友 平常也是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兄弟 你们说说 欠钱这种事 是不是特别缺德 没人吱声 二哥不耐烦的 又问了一遍 我问你们呢 听不见呢 还是耳朵聋啊 缺德 缺德 是 欠钱不还 多缺德 见这些人 此起彼伏的开始 搭自己的话 二哥满意的点了点头 你们呢 按时交钱 我们按规矩办事 有人找你们麻烦 我们帮你们解决 白道那边不给方便 我们也能给你们找来方便 但要是你们敢学王三强 二哥指了指桌上那一盘 降猪蹄子 老子可就挨个 把你们手剁了 哎 降人蹄 然后下酒 你们信不信 信信信 我们信 二哥点点头 冲着已经气弱油死的 王三强说 赶紧安排人转钱 什么时候 吴师爷收着钱了 我什么时候送你去医院 自个儿看着办 你这人呢 有压力才有动力 毫不夸张的说 王三强这辈子动力最足 就是被二哥威胁的时候 哪怕多拖一秒钟 自己那手指头 就有接不上的风险呢 喂 老饿呀 赶紧给吴师爷 转六百万过去 转到他藏藏 别他妈问了 赶紧转哪 不到十五分钟 二哥就接着吴师爷电话了 王二 钱到了 啊 到了就行 怎么多了三百万呢 那是利息 算是王三强给你的大红包 文言吴师爷顿时明白了 二哥这是跟王三强闹上了 吴师爷劝了一句 差不多就行了 别玩出人命来 没必要 二哥笑嘻嘻的说了一句 我知道你放心吧 就是给他一点小教训 见二哥语气没那么危险 吴师爷啊 才算是松了口气 行 那你办完事抓紧时间回来 咱们打牌 得嘞 马上就回 挂了电话 二哥朝陈友山点了点头 事宜让他松开王三强 王老板呢 下次别整这事 欠钱不还 不知道 如果有下回 我直接弄死你 然后再杀了你全家 不信你就试试 二哥弄死王三强 是很有可能的事 但能不能狠协心 杀了王三强全家 这可说不准 反正陈友山觉着吧 二哥最后这句话 纯属就是吓唬他 小东北 不是那么狠心的人 没事 你们吃饭吧 我们呢 还有一会儿才能到 路上堵车了 二哥拿着手机 坐在副驾驶 跟陈婉和打着电话 陈婉和笑着 好 那我等你 别等我 你等我 我生气了 我哪能让你 这么漂亮姑娘饿着 让你饿一分钟 那都是犯罪 赶紧吃饭 我们已经吃过了 好 那你们路上小心 早点回来 放心吧 马上到了 就在这时候 二哥发现 陈九山正盯着 左边的车辆 看个不停 表情很是诡异 二哥挂了电话 把手机放兜里 好奇的问他 九山你瞅啥呢 那么剧情会神的 你瞅见美女了 陈九山低声 说了三个字 谢长安 如陈九山所说 坐在左边 那辆黑色轿车 后排座上的人 就是谢长安 二哥顺着陈九山 所指着看过去的时候 谢长安似乎也发现 二哥他们 转过头也看得过来 就在那一瞬间 二哥跟谢长安 对上眼了 双方的眼神之中 都带着一股 在咬牙切齿的恨意 二哥嬉皮笑脸的 问了一句 有 谢公子 出来溜玩呢 现在二哥是 一点都不怕谢长安 而谢长安也威胁 不到二哥他们 说到底 他不是谢厅长 没那么大能量 陈海波曾经说过 现在就算是 谢长安告状 告到谢厅长那 二哥等人 也不会有任何闪失 姓谢的 是个真正的大人物 从来不会因为 一些杂事 扰乱自己的计划 他每一步棋 下得都很稳 就算是自己 亲生儿子插手 他也不会改变 任何棋子的走向 该二哥他们 活着的时候 谢厅长绝对 不会对他们动手 那不该 他们活着的时候 也用不着 谢长安告状 谢厅长就会 用无数种理由 除掉二哥他们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二哥他们 还不能死 小东北 你别太嚣张了 谢长安 冰冷冷的 看着二哥 隔着好几米远 那种杀气 止不住的 往二哥这边传 说真的 谢长安看起来 比原来更加沉稳了 眼神也更加阴度 这样的对手 是二哥不愿意面对的 我嚣张什么呀 二哥想起几年前的事 就感觉心里边 憋了一肚子邪火啊 话里话外 他可没给 谢长安留面子 再嚣张 也比不过大公子您呢 在这个时候 黑色轿车 副驾驶席的窗户 打开了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把枪掏出来了 隔着极米远 对准了坐在前座的 陈九山跟二哥 陈九山一笑 开枪打我呀 当街敢拿枪出来 真以为咱们国家 没王法了 谢长安 见前方红灯 变成绿灯了 跟司机说 走 别跟这些疯狗较劲 放不着 司机点点头 知道了大公子 他恶狠狠的 瞪了二哥他们一眼 低声 对那个拿着枪的 中年男人 说了几句话 然后一踩油门 开车走了 吓唬谁呢 陈九山骂骂咧咧 看着已经远去的 黑色轿车 把方向盘的 往右一打 直奔弹口而去 二哥倒是 难得的没骂街 他满脸疑惑的 望着谢长安 他们那辆车 消失的接口 觉得心里 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谢长安 有点不对劲啊 按照往常 这孙子的性子来看 见了面 不是拔枪相向 那也应该是 冷愁热讽 今天他这表现 太冷静了 怎么跟憋了个人似的 陈九山见二哥 有些沉默 问了一句 老大 你想什么呢 没啥 谢长安这孙子 有点变化呀 但还是老样 成不了大事 早晚得死官场 与此同时 谢长安拿着手机 拨通了一个 朋友的电话 我刚才遇见 小东北了 那边的人沉默了一下 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事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怕 我怕 我有什么好怕的 今天见面的事 还是缓一缓 市局那边有点麻烦事 得让我去处理 那人恩了一声 那人恩了一声 说其实不用见面也行 咱们见面的事 如果传出去 那就扯了 谢长安 姐给我冷笑起来 你是怕小东北 发现咱们的关系吧 说到小东北这仨字 他眼里涌出一丝阴狠 你是不是怕 他知道了一刀铜死你 那边的人笑着说 他还没那个本事 长安哪 你别跟老子说这些虚的 用不着吓唬 老子不怕 谢长安听着电话里 传来的笑声 觉着有些刺耳 忍不住皱起眉头来 我不管你怕不怕 咱们就明智说吧 你要钱 你要地位 这些我爸都可以给你 你要命 这个得看你自己 那人一愣 好好帮我爸办事 你就能活得长久 新河区里想杀你的人太多了 没有我爸在背后帮着你 你能活多长时间 那人沉默了 不说话了 谢长安说着 你帮我一忙 咱们俩之间的交易就算成了 这事跟我爸没关系 这是咱俩私底下的交易 说着他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脑海里煞时浮现了陈婉和的笑脸 这个笑脸应该是属于我呀 凭什么让小东北夺过去 陈婉和你个婊子 等你回到我的手里 哼 想到这儿 谢长安的表情啊 变得疯狂 电话那头问 说帮什么忙啊 谢长安一字一顿 我要陈婉和 你给我把陈婉和绑来 你要的一切 我能给的我都给 对面这人明显有些犹豫 谢长安叹了口气 想清楚了再给我答案吧 白宝国 我不急 真的 我不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有句话呀 是这么说的 世上没有绝对的敌人 也没有绝对的朋友 在几个月前 谢厅长这一方势力 跟东合规 还是属于敌对状态 但是到了这时候 他们已经跟白宝国搭上线了 其实白宝国 不喜欢谢厅长他们 真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宁愿跟李书记合作 也不愿意跟姓谢的游蓝爱王 可惜的是啊 李书记想要除掉白宝国的心思 已经被某些人看出来了 老脖子站在窗边皱着眉 一口接一口抽着烟 从他的表情来看 老脖子似乎心情不太好 老大 我不喜欢姓谢的 要他妈不让你嫁给他 也没让你娶他呀 喜欢不喜欢 谈不上 白宝国摇摇头 并没有去看老脖子 目光一直放在窗外的天空上 略显呆滞的沉默了一会儿 不跟姓谢的合作 我们都得死 你是怕咱们死在小东北手上 老脖子问着 脸上涌现出一抹凶狠 他虽然厉害 但还不至于能弄死我们 实在不行 我就去 白宝国瞪了他一眼 你去啥 去跟小东北鱼死网婆 你他妈能不能动动脑子 我怕的是小东北吗 老脖子叹了口气不说话了 白宝国咬牙切齿 眼里满是怒火 我怕的是李书记 那个老畜生 老子给他当牛作马 办了这么多事 还琢磨着他能念一点旧情 平常多帮帮我 没想到啊 这孙子是想泄墨杀驴了 说到这儿 白宝国忍不住发了脾气 拿手啊 猛砸了几下办公桌 想要保住命 那咱们就得偷奔姓谢的 我知道 咱们是越混越回去了 但是老子还不想死 我们这辈子什么事没遇见过 就算在姓谢的眼里 咱们是狗 可只要能保住我们的命 无所谓了 老大 我没想到 咱们有这一点 我也是啊 白宝国说着 闭上了眼睛 声音无比苦涩 我也没想到 自己会把社团搞成这样 如果当初 唉 白宝国并没把后边的话说出来 说到一半的时候 他彻底沉默了 天作孽有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 白宝国有的时候挺后悔的 如果他当初多给二哥他们一点机会 多观察观察他们 而不是狠野心的赶尽杀绝 一步步把二哥他们往绝路上比 或许此时此刻 白宝国就不是孤军作战了 有的时候啊 白宝国会觉得寂寞 当他站在了新河区的黑道巅峰之上 回头一看 背后却只有老脖子一个人 而不是浩浩荡荡的支持者 就如吴师爷那句老实挂在嘴边的话一样 一子落错 满盘结束啊 白宝国忽然开口 老脖子 啊 等福天海的伤势痊愈了 你就让他找个机会 把小东北的对象绑走 让他亲手把人交给谢长安 记住 这里边你不能露面 我也不能 这是咱们最后的退路了 老脖子皱紧眉毛 真这么干哪 白宝国吩咐的这事 在老脖子看来 可有点下作了 不敢明这洞小东北 就阴着人哪 把人家对象弄走 这他们还是男人做的事吗 更何况谢长安那孙子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如果小东北的对象 落在谢长安的手里边 那下场不言而喻啊 老脖子的眉头越皱越紧 表情里包含的意思显而易见 他不想掺和这事 白宝国问他 你狠不下心去做呀 这事有点过了 你就说你做不做吧 白宝国一脸苦恼的挠了挠头 你就算是帮我干嘛 老脖子深深叹了口气 没再说话 一言不发 离开了办公室 白宝国见老脖子 是这么个反应也就明白了 这事已经有了答案 白宝国的表情越来越苦涩 对不起啊 老脖子 勉强你去做这件事 我心里也难受啊 他妈的 等这事过去了 以后咱们的路就好走了 当然 白宝国那时候并没想到 在他跟谢厅长等人开始布局的时候 李书记那边的一枚棋子 也落在棋盘上了 在李书记的住处 大哥正坐在一张茶几前 默默地喝着热茶 李书记手里边转动着两枚盒头 大董北 你帮我一个忙吧 你说 大哥把茶杯放下 恭恭敬敬 朝着李书记点了点头 您怎么说 我怎么做 董和贵的华世人是谁 你应该知道 白宝国 对 我想让他死 文言 大哥的表情依旧没有半点变化 眼神还是那么沉稳 他拿出手机 看了眼上边显示的时间 很认真地说 如果您着急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去做了他 如果您不急 那给我两三天时间 我找个机会再下手 这样比较干净 不会给您惹来麻烦 我不急 他现在啊 还不能死 大哥嗡了一声没插嘴 继续往下听 今天晚上 我会约白宝国见个面 然后 把你介绍给他 大哥有些疑惑 他早就认识我 还需要介绍吗 我的意思是 把你介绍给他 当个堂主 李书记不动声色 笑容有点诡异 我已经找了一批新人当保镖了 你的活可以空出来 让别人做 大哥文言点点头 你需要做的呀 就是当好你的堂主 等时机到了 跟小东北他们 一起叛变 东河贵的画室人 不是你就是你弟弟 这个由你们兄弟两个商量 话音一落 李书记忽然皱了皱眉 其实 我希望东河贵的画室人 是你 我能问问 为什么吗 小东北是个人物 可以服众 也有本事 脑子也挺好用 可惜呀 李书记摇了摇头 他只是大将之才 并不是能够称霸一方的 枭雄命 大哥本能的替二哥解释 我觉得这二子很厉害呀 怎么会 你不懂 这么说吧 我给你举个例子 说着李书记 抬起手指了指大哥的眼睛 我在小东北的眼里 只能看见力气 还有一股子狠劲 在你的眼里 我看见了很多 我想看见的东西 就因为你有这些东西 所以 你能当好一方小兄 大哥有些好奇 什么东西啊 一个字 稳 李书记看人的确很准 大哥最大的特点 就是稳 无论遇见什么事 他都能不慌不忙的 慢慢来 哪怕是刀子 都快捅上他脖子了 他依旧能够 不紧不慢的做事 真正做到那种 不动如山的境界 白宝国靠着一个阴字 混起黑道 小东北靠的 则是一个例子 在李书记的眼里 这些都不够 这些都不是 成大事的完美标准 我会做好这件事 有麻烦的话 我会帮你处理 但你也不能什么事 都找我帮忙 对不对啊 放心吧 李书记 我还不是那种废物 大哥眼中出现一丝兴奋 如果我连这种事都办不好 那就太愧对您的栽培了 听见这个回答 李书记满意的笑了 随即李书记拿出手机 拨通了白宝国的电话 喂 白宝国呀 哎呦 李书记 找我有事啊 咱们晚上见个面吧 我想跟你说点事 行啊 白宝国没拒绝 准确的说 他不敢拒绝 更没有资格拒绝 李书记要跟他见面 他敢不来吗 好 两个小时之后啊 咱们见个面 顺便呢 一起吃顿晚饭 行 那咱们约在哪见面呢 你来滨海区吧 就在那个唐鲁饭店见面 到了之后 我让人下去接你 好 您放心 我准时到 挂了电话 李书记深深看脸大哥 语重心肠 大东北啊 你可不能让我失望 大哥一笑 不会的 我一定 不会让您失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白宝国在得知 李书记要跟自己 吃饭的时候啊 心慌得不行 但他又不敢表现出来 这就是典型的 做贼心虚了 一边跟谢厅长 他们在背后搞鬼 一边又得在 李书记面前表忠心 白宝国那套演技 确实让人佩服 连吴师爷都不得不承认 在演技上 他确实比不过白宝国 他妈得跟我见面 白宝国坐在椅子上 愁眉不展的抽帘 自言自语的在那念叨 这姓李的会不会发喜 不会肯定不会 他要是能发现这些事 我把脑袋切下来 给他当球体 想了一会儿 白宝国拿出手机 给老伯子打了个电话 你在哪呢 我刚到医院 打算跟福天海交代 你跟我说的事 那行 你跟他聊完 赶紧回来 咱们晚上见个人 谁啊 李书记 听见这三个字 老伯子愣了一下 然后说了声好 李书记跟白宝国 什么关系 老伯子很清楚 李书记想对白宝国 做什么事 老伯子也很清楚 毫不夸张的说 白宝国是真有点害怕 跟李书记见面 他叫上老伯子 就只是为了壮壮胆 这点老伯子能想到 而白宝国也没隐瞒 他就曾经跟老伯子说过 自己别说是跟李书记见面 就是给他打个电话 都有点腿软的 却说福天海见老伯子走进病房 当时从床上就跳下来了 一拳一拐地迎了过去 伯子哥 你咋来了 你是不是来看我的 回去躺着 老伯子一把拽住福天海的手臂 瞪了他一眼 伤害没好 就敢下地 招死 哎呀 你看你听你这话说的 你一落这坑 我心里我就暖的不行了 这辈子还没人这么关心我 老伯子叹了口气 觉得有点头疼 他表情很复杂 我有点事跟你说 这是一个上位的机会 办成了 你的路就铺好一半了 好事啊 办啥事你直接说啊 肯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老伯子把福天海扶到床边坐下 拿了根烟给他 帮他点上 小东北有个对象 你知道吧 文言福天海毫不犹豫 点点头 我知道啊 不光知道我还见过呢 你见过 啊 我去小东北他们地盘换我的时候 无意当中我见过一次 福天海撇了撇嘴 眼里闪过了一丝银血 那长相 那身材 真是没得说 当你伤好了 把他给绑了 老伯子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变得很复杂 这种事不能用下三滥 这几个字形容啊 完全是丧尽天良啊 搞不定敌人 就拿敌人的老婆家人说事 这种举动 老伯子是最看不惯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老伯子讨厌败类 而自己却在做着败类的勾当 这个现实的确很讽刺 这么说 我这有福来呗 福天海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下身的某个零部件似乎也有了反应 整个人那气质变的呀 操 你别他妈动他 得把他原分不动地交给白道 知道不 福天海郁闷地嘀咕了一句 我动不动他白道地又不知道 先让我玩玩再说呗 我说了 别动他 老伯子有点生气 见老伯子语气变重 福天海善笑着点头 行行行 你说是啥就是啥 我不动他不就完了吗 天海啊 我跟你说过 做人得他妈讲究点 老伯子看着福天海的眼神 都有些无奈了 你咋就不听我话呢 算给自己积点音德 行不 如果要是外人敢跟福天海这么说话呀 那福天海肯定把他牙都给他掰了 但老伯子是个例外 福天海把头低下来 苦笑不止 我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有的习惯吧 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算了 有你吧 一个小时后 老伯子回到总堂 跟白宝国会合 这次跟李书记见面 白宝国就只带了老伯子一个人 其余的保镖啊 一个都没带 毕竟李书记的身份跟普通人不一样啊 跟他见面带一堆人过去 不合适 你那是白谱呢 还是搭台子给李书记唱戏呀 白宝国对正在开车的老伯子说 一会儿啊 你在车里等我就行了 如果情况不对 你就给姓谢的打个电话 他知道该怎么做 行 我明白 如果这次他不是伴着弄死我来的 回去我就烧香拜佛 赶紧他们上点功吧 白宝国搓着手 眼里边有些担忧 如果他要是笨着弄死我来的 老大 不会 我也这么觉着 很快 白宝国他们到了目的地 老伯子开车靠着路边停下的时候 几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忽然走了过来 领头的中年人用手敲了敲车窗 先生您好 李书记楼上等着你呢 咱们现在上去吧 白宝国点点头 看了老伯子也没说话 直接下车了 不得不说呀 李书记现在的警觉性是越来越强了 在几个保镖领着白宝国上了六楼的时候 没等白宝国从走廊走出去 那个领头的保镖啊 就把他叫住了 要搜身 那保镖挺客气 规矩 您别见外 啊 没事 好 我懂 白宝国很干脆的把双手举起来 来来来 从上到下随便摸 要怎么摸怎么摸 我绝对不反抗 一听白宝国这么说 那几个保镖的表情煞时就变了 就跟看见了一坨会说话的屎一样 感情 你觉得我们喜欢摸你 是不 你他妈长得就被 跟那个冤过那个猪头肉似的 我还摸你 白宝国在被搜身的时候 嘴也没闲着 一个劲的调侃那几个保镖 哎呀 摸的我挺舒服 哎哎 请点请点 你不知道疼人是不 给白宝国搜身的保镖 差点没拔枪崩的 白宝国这张嘴太欠抽了 真想给他撕了 领头那个保镖啊 跟宋温神似的 朝着白宝国挥了挥手 进去吧 前面右转 第二个包尖 李书记在里边等着你 谢谢了啊 兄弟 白宝国说着咳嗽几声 呸的一声 还往地上吐了口浓潭 你要怎么说白宝国人是社会大哥呢 就从他这行为举止来看 已经完全超脱了人类能够承受的底线了 当然了 他的长相更是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 用傻哥的话来说呀 白宝国长得就跟他们的一体里边 那个外星人似的 不对 那外星人都比他好看十倍 绝对的 白宝国在推开门走进包尖的时候啊 说实话 他还是挺紧张 但已经没有先前那种心慌感了 该死就得死 不该死就死不了 怕个乱呢 白宝国朝着坐在主位上的李书记点点头 李书记好 不好意思 就等了啊 李书记和蔼可亲的笑着 坐 白宝国走过去坐下 这才跟站在李书记身后的大哥大声招呼 大东北 好长一段时间没见了啊 咋感觉你跟编了个人似的 大哥一笑 白宝国 我可没啥变化 你想多了吧 想多了 白宝国看着大哥笑了笑 不再说话了 李书记开门见山 白宝啊 这次我跟你见面呢 就是想跟你说件事 白宝国嗡了一声 您说 我想让大东北加入你们社团 李书记不动声色 见白宝国的表情有些变化 他笑了 给他一个堂主的位置吧 李书记在这用的可不是歧视句 而是用一种类似命令的语气说出这番话 他办事还用得着跟白宝国商量 压根儿不可能 这个 怕社团有人不服啊 毕竟大东北没为社团做过什么大事 随随便便成了堂主 难免有人背后说三道四 那就给他一个办大事的机会 办成了 他就是堂主 李书记 懂了吗 李书记的语气渐渐冰了 白宝国咬了咬牙 看了大哥眼 点了点头 懂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饭局过后 大哥跟白宝国是一起走的 白宝国在下楼的时候跟大哥闲聊 表情说不出的诡异 厉害啊 这么快攀上李书记这高枝了 大东北有福啊 大哥不动声色 好 没什么 就是运气好点 以后你就是我们东和贵的人了 这妈的不对 你本来就是我们东和贵的人 白宝国骂骂咧咧 很是亲切的用手搭在了大哥的肩膀上 以后你还得多帮帮忙啊 多在李书记面前美颜几句 白宝国 你客气了 白宝国用手拍了拍大哥的肩膀 我没客气 我说的是实话 对吧 大东北啊 大哥没说话 本来白宝国是准备让大哥呀 坐他们的车回去 但大哥执意要自己打车回去 说是要去办点事 不方便跟白宝国他们一起走 等送走了白宝国 大哥松了口气 跟他在一起呀 怎么感觉怎么浑身不自在 二哥喃喃着 自言自语沿着马路 朝新河区的方向走去 他没什么事要办 就是想自己一个人走走 三三步 所以说大哥的心态很好 承受压力的能力 也远超二哥他们 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啊 实在是太多了 他的脑子有点绷不住 大哥叹了口气 慢慢朝前走着表情有些茫然 什么时候能跟李书记这样 有权有势 那就好了 如果大哥有李书记的那些权势 那他早就不用亡命天涯了 说实话 他只不过是因为杀了几个欺负人的杂罪而已 这种事放在李书记身上 就跟打死几只苍蝇没什么两样 但是放在大哥身上 那就是死罪 法律平等吗 大哥曾经觉得平等 但他却亲身体会了一次 什么叫做法律有选择性的平等 想要被这个世界公平的对待 那就得有权有势 否则你连叫板的机会都没有 这就是大哥那段时间 从李书记身上悟出来的道理 李书记曾经跟大哥说过一句话 像是被通缉的你 如果没有权 那你在社会上就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大哥的心情一直都很淡然 用二哥的话来说 他有点像是和尚 在那段时间 大哥心里多了一个东西 那是跟他性格极其不相符的东西 野心 只有一个被压迫的人 才知道被压迫的痛苦 只有一个曾经经历过不公平的人 才知道公平的重要性 大哥那算是野心吗 或许算吧 但他自己很清楚 他的野心只不过是 想让自己活得好一点罢了 就在这时候啊 大哥听见前方街口传来一阵呼救声 救命啊 救命救救我们啊 就见前方街口位置 十几个年轻男人围住一个女孩 这些小年轻啊 年纪都不大 都在十七八岁左右 而那个女孩看起来要成熟点 手里提着个皮包 年龄应该是二十五岁左右了 路边的行人听见呼救声的时候 都往那些人身上看了一眼 然后纷纷掉头走了 绕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大哥面无表情地走过去 站在人群外喊 放开他 再不放任我报警了 一个黑社会竟然会威胁对方自己要报警 这种事确实难得一见 领头的一个黄毛从人堆里走出来 恶狠狠地瞪着大哥 怎么的 别他妈多管些事 要不然我他妈捅死你 大哥还是那幅面无表情的模样 深深地看了这黄毛一眼 放开他 不是你知道我是谁吗 黄毛用手戳了戳大哥胸口 其实他是想戳大哥脸来着 可无奈啊 他那身高够不着大哥的脸 只能退而求其次 戳戳胸口过过瘾 黄毛在看见大哥的时候 心里边也有点发慌 这人的身材就跟个狗熊似的 看见这种半路杀出来的 程咬金他能不慌吗 但他的胆子可没变小 他是真不相信大哥敢动的 我爸是市局的周队 你他妈敢得罪我 黄毛抬起一脚 就踹在了大哥的小腿上 可以说他使出了吃奶的事了 仿佛被踢了一脚的人 不是大哥一样 他动都没动 似乎都感觉不到疼 他还是那冰冷冷的 看着黄毛问他 你舒坦了吗 不知道为什么 黄毛看见大哥眼神的时候 就哆嗦了几下 没敢说话 你舒坦了 大哥自言自语的念头着 伸手掐住了黄毛的脖子 就跟个提个小鸡仔似的 捏着他的脖子 把他拎起来了 我不舒坦 我现在很生气 看着这个黄毛 大哥想起了许多他讨厌的人 有他亲手干掉的那几个白道人物 也有这段时间 跟着李书记一起婚的时候 他见过的那些狗 大哥是个军人 而且绝对是个合格的军人 他当初的梦想就是保家卫国 让自己的国家更加强盛 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这就够了 但到了现在 他不明白了 我们保护的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就在大哥拎着黄毛 一动不动的时候 周围的那些小年轻 呼啦吵全部围上来了 没等大哥反应过来 某个小年轻啊 就直接把匕首抽了出来 照着二哥的后腰就来了一下 二哥往前迈了两步 勉强躲开这一刀 吓得他一头冷汗 本来他还觉得吧 就这种小年轻啊 大多有一种特性 那就是叫唤的厉害 敢动手的 真没几个 但事实上呢 只能说 未成年人保护法 确实是个牛逼的东西啊 旁边就有人大吼着 砍死他 快捅死他 大哥也有些气得急了 你们这帮小逼宰着 但大哥可没下杀手 毕竟这群人都还挺年轻 弄死了不合适 而且有可能会给自己惹来麻烦 说真的呀 这群小年轻运气确实不错 如果在这的不是大哥 而是二哥 或者是陈九山富贵他们 他们肯定就直接掏枪了 大哥把那个黄毛 当成了投掷武器了 直接就砸进了人堆 还没等那群小年轻反应过来 大哥已经冲进人堆里边 赤手空拳的 跟这些小年轻干起来了 这真有点欺负人的意思啊 也可能是大哥的抗击打能力太厉害 那群小年轻跟他动手的时候 只要用的不是刀 他一般都懒得躲 直接扛下来 反手就是一嘴巴 这不是开玩笑 街头斗殴 估计不少路人都看傻眼了 专门抽人嘴巴 街头斗殴抽人嘴巴 这怎么有点像是老娘们的招数啊 等一些路人看见被大哥一嘴巴子 扇在地上的小青年开始吐血 他们才明白 这还真不是娘们的招数啊 一嘴巴子过去就得掉几颗牙呀 就在这时候啊 一连串的警笛声从街口那边响了起来 四辆警车沿着这条街 从那头就开到了事发的这头 大哥还越沾越勇的收拾人呢 那几辆警车就靠边停去了 都住手 那个穿西装的 再不住手开轻了 车里的警察还没下来 就先把话放出来了 这就是海城条子典型的威胁手段 一般而言这些话是吓唬不住人的 是个混子就知道警察不敢随便乱开枪 但没办法 人都养成个习惯 开场之前你不说两句 浑身觉得不得劲啊 大哥一改往日沉稳 冲着警车喊了一嗓子 都给我滚 那些警察愣住了 我操我当了这么多年 警察还没见过这么横的人呢 很快 这几辆车的车门打开了 从警车里边下来的公安呢 大概有十二三个 领头的那公安 快步走到这小黄毛的身边 小龙 没事吧 见小黄毛倒在地上 已经昏迷不醒 这公安当时就急了 给我抓住他 赶紧把他给我带走 公安吼着瞪脸 抬手指着人群里的大哥 他敢反抗就是袭警 直接开枪 这个人呢 就是市局的周队长 手里有点实权 但比起赵东阳那种 市公安局的副局 或者是更高一层的官员来说 他连个屁都算不上 如果他知道大哥的身份 借给他一万个胆子 他都不敢动手抓人 但他那时候 确实不知道大哥是谁呀 大哥瞪着眼睛 你抓我 他抬手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那环毛 他当街调戏小姑娘 拉拉扯扯的 就想把那姑娘拽走 我是来救人的 你们不抓他抓我 周队长想都没想 冲过就给大哥 就来一嘴巴 你敢动我儿子 我今天非得弄死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在那时候 大哥的精神状态 有点不对劲 说白了 他就是压抑的太久爆发了 每个人的爆发点都不一样 有的人爆发是为了反抗压迫 有的人爆发则是为了报仇血恨 大哥他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恐怕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你要抓我 大哥紧紧捏住周队长的手腕 没让他的手掌落在自己脸上 他虎目圆瞪的看着他 你抓我 不抓他 有个公安喊了起来 你都吃血伤人了 我们还不抓你 当然 在他喊完这句话之后 他顿时觉着自己傻逼了 这个魁梧的壮汉 跟那群小年轻打的时候 压根没动家伙 赤手空拳 硬是放翻了十来个 这他们还是人吗 不说别的 就这群公安 在孤身一人的时候 想要对付十来个小年轻 还有拿着刀的小混混 根本不可能 那就是找死 刚才喊话那公安有点哆嗦 我告诉你啊 你别乱动 你乱动就是袭警 你知道吗 大哥举起了双手 我不动 我跟你们走 他如果不想去公安局的话 方法很多 直接说自己是小东北的哥哥就行了 或者说自己是李书记的人 但他没什么做 事后大哥曾经跟二哥解释过 自己为什么要跟那群公安走 大哥说呀 我就是想好好看看 现在的白道 黑成什么样了 既然他下定了决心要混黑道 也做足了给李书记 当牛做马的准备 那么他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引子 他是军人 起码他曾经是个真正正直的军人 只有当过兵的人才明白 一个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的军人 忽然要混黑道 做些丧尽天良的事 这种心理落差得有多大 能不能接受都是个问题 据在场的人说呀 大哥被押上警车的时候 手已经被人套上了两副手铐 没错 两副手铐啊 如果不是大哥那手腕太粗 恐怕那些公安还得继续往上掏 在他们眼里呀 大哥就是一只脱困的野兽 要是不把他给捆劳点 自己就得死 上了警车之后 大哥坐在后座 左右各有一个公安挤着他 车里的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 特别是大哥所在的后座 他就跟个熊瞎子一样坐在正中间 两边根本没有坐的位置 没办法 不安排点人盯着大哥 周队长不放心呢 于是在周队长的安排下 两个年轻公安 还是不情不愿的挤了进来 那种坐姿几乎就贴那车门上 看起来特别扭 不光如此啊 俩公安还在周队长的示意之下 把手枪拿了出来 打开保险对准大哥 周队长都放话了 只要大哥有点异动 直接开枪 用不着警告 大哥满脸平静 他笑了 你们没必要拿枪对着我 才这么近的距离开枪 你们自己也不好过 你想干啥 那个年轻公安 有点闹不住了 大哥的笑容 让他觉得有点害怕 大哥皱了皱眉 不想干啥呀 开车的司机啊 是个老警察 似乎他对周队长 办的事也有点看不惯 所以在大哥说话的时候 他特意多看了大哥两眼 问他 想抽烟吗 大哥没说话 要抽烟我这有 老警察把烟盒 丢到了大哥腿上 头也不回 一会儿回去啊 你得吃点苦头了 先抽根烟 做点心理准备 大哥埋着头 惆怅的看着烟盒 问旁边的警察 哎 能不能帮我点根烟呢 那些年轻的公安 有些没主意了 看了开车的老警察 也好像是 在询问他的意见 帮他点上 半分钟后 大哥嘴里叼着根烟 笑容再度出现在 他的脸上 大哥看着那开车的老警察 好奇的问他 我感觉你不像是坏人哪 怎么跟姓周的混上了 老警察也乐了 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呀 还我不像是坏人 你怎么说话呢 老警察估计 也是第一次有人 跟他这么说话 大哥不动声色 姓周的不是个好东西 听见大哥这话 老警察没接茬 似乎有点怕惹麻烦 没敢说话 过了一会儿啊 老警察说 看你西装革履的模样 身手还这么好 不像普通人呢 我就是个普通人呢 如果你有认识的人 或者有关系 我劝你赶紧打电话 叫人过来 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着 你得坐牢 老警察觉着自己 已经看见大哥的下场 愁眉不展 曾经有人呢 得罪过周队长 下场很难看 大哥有些纳闷 难道姓周的 就这么一直误法无天 我不知道中国其他城市 什么样 但我可以告诉你 在海城 有权力的人 比黑社会更可怕 老警察的眼神 有些沧桑 得罪了周队长这种人 你就得落得个 暗无天日的下场了 权力 大哥靠在椅背上 目光变得悠远 不再说话了 如果自己是初来乍到的 外地人 那么自己会有什么下场 会被这个姓周的 拿拳压死吗 哎 麻烦帮个忙 把我上衣兜里 那手机拿出来 我打个电话 文言除了开车的 老警察之外 其余的几个年轻公安 都有些犹豫了 要是这事 让周队长知道 他们可落不着好 虽然他们都看姓周的 可这事 这不有点冒险吗 老警察笑呵呵的说 帮帮他们 咱们装没看见就行 周队长能知道 坐在大哥身边 那警察犹豫了一下 还是帮大哥 把手机拿出来 放在大哥手心 不得不说 戴着手铐挺难受 拨号都有点不利索 大哥吃力的 拨通了二哥的电话 朝那年轻公安点点头 示意让他帮个忙 把手机放在大哥耳朵边上 很快电话接通了 二哥的笑声 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哥 咋的了 你想着给我打电话了 咋的 准备请我吃宵夜啊 我让公安给抓了 电话那边 二哥似乎下了一愣 好半天才喊出来 我操 咋回事啊 哥你咋被公安给抓了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然后给我抓了 事不大 好 那就好 我现在正在被人压着往警局走呢 哥 你没跟他们报你的名号 没有 一会儿到了警局再说 那我来接你吧 你两个小时之后再来警局 滨海区市局到那来接我 啊 太晚了 你要是不来接我 我估计我打不着车回去 一听这话二哥更疑惑了 你为啥不让我现在过去接你啊 我得去看看 没事 他们动不了我 行 这真要两个小时以后接你 大哥嗡了一声没说话 大哥属于稳中求胜的典型人物 他从来不打 无把握之仗 这一点二哥最清楚 所以二哥在犹豫片刻之后 还是相信了大哥的话 没立刻敢去接他 既然大哥都这么说了 必然是有事要办 否则他是不会说的这么含糊 开车的老警察 见大哥把电话挂了 很好奇的问了一句 哎 听你的口气好像挺牛逼的 还说我们动不了你 大哥笑了 姓周的终究只是个市局的小角色 上不了台面 在跟李书记一段时间之后 大哥的眼光变得高了许多 原来在他眼里的那些大任务 不少都忽然矮了一截 周队长连赵东阳的一半都比不上 他算是个屁 老警察叹了口气 希望你到时候还能这么硬气吧 姓周的呀 下手黑着呢 他能有我黑 老警察只是笑 确实他没你黑 我在海城当了这么多年警察呀 像你这样的人物 我就见过几次 哦 你都见过谁呀 东北帮王庆山算一个 还有东河贵的大傻子 听说大傻子的堂哥也挺厉害 就是那个小东北他亲哥哥 好像叫大东北 大哥笑着没插嘴 安安静静听着老警察往下说 我听几个同事说 那大东北好像不比王庆山弱呀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老同志 啊 怎么了 听见大哥喊他 老警察下意识回了回头 正巧看见了大哥脸上的笑容 大哥笑声浑厚 我就叫大东北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大哥被押送下车的时候 周队长只顾着发脾气了 不停的在旁边拿脚踹大哥 并没注意到与大哥同车那些公安的表情 有些不对劲 带他去审讯室 十分钟后 大哥被公安用几副手铐 死死的套在那张无法移动的固定椅子上 大哥眯着眼睛 如果你们把手铐往上靠一点 我会更难受 他看着坐在灯台后边的周队长笑了 你想怎么对付我呀 妈的你他们还敢笑是不 周队长有些忍不住脾气 连戏都不言了 很干脆的把桌边摆着的 警棍拿了起来 横着一下就抽在大哥脑袋上 普通人要是挨了这一下啊 那是很有很大可能会直接晕过去的 就算是不晕 脑震荡也跑不了 但大哥却没这些反应 当血顺着他脑袋上的伤口流下来的时候 他还在笑 大哥笑呵呵的看着周队长 你儿子犯罪了你不管 他们拿刀要捅我你也不管 你就得管我们这种好人是不是 周队长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啊 表情变得更正名了 妈的你他们还好人 周队长又是一紧棍抽过去 力度更大 他似乎是不怕打死人一样 每一下子都是冲着大哥的脑袋去的 被抽了两棍子之后 大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但也没再说话 就那么看着周队长 像你这种杂嘴还敢欺负我儿子 老子他们玩不死你 大哥闭上了眼睛 心里想着许多事 许多复杂的事 在这个时候啊 他又挨了两棍子 脑袋上的窝口多了两条 周队长见大哥挨打不出声 他也觉着奇怪 等到最后他都不敢打了 每当周队长看见大哥一脸平静的表情 他会觉着莫名的心慌 他倒不是怕弄死人呢 这时候大哥把眼睛睁开了 那种冰冷到极致的眼神 顿时就吓住了周队长 姓周的啊 哎呀 你还有心思当我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死到临头还有问题要问我呀 啊 是不是因为我揍了你儿子一顿 你就得弄死我 周队长不说话 只是一个劲儿的邓大哥 我觉得你儿子呀 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他们拽那小姑娘的时候 我就觉着吧 他们跟人贩子没什么两样 话音一落 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从大哥身上散发出来 姓周的 周队长 周同志 你可是人民的公仆啊 我就想问问你 如果你儿子带着那帮小崽子 把那姑娘给强奸了 你怎么处理你儿子 周队长咬牙切齿瞪着大哥 少他们跟我废话 作为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公安民警 你就这素质 跟人说起话来 我怎么感觉你还不如我弟弟呢 上不了台面的杂碎 周队长算是忍不住脾气了 举起警棍又要抽 但这次被人阻止了 毫不夸张的说 那个阻止周队长下毒手的人 一句话就能把姓周的下尿裤子 话就说 我没看错 陈海波推开门进来的时候还在笑 刚才我在楼上开会的时候 乘巧就看见你了 大东北 你这身材可有点醒目 当陈海波走到大哥身边 看见大哥脑袋上那几条窝口的时候 煞时就笑不出来了 怎么回事 陈海波的表情很难看 看着那几道还在往外流血的伤口 他知道这次的事麻烦了 周队长哆嗦个不停 陈队 他手里的警棍已经让他丢一边了 就是在他从陈海波嘴里听见 大东北这三个字的时候丢的 大东北 那不就是小东北他哥哥吗 怎么会是他呢 这回麻烦大了 白道得罪了小东北 那不是什么大事 毕竟黑道斗不过白道 可如果这个黑道的背后 又有更高的白道在保护他呢 海城黑白两道人都知道 小东北的亲哥哥大东北 让李书记看上了 直接被带在身边当保镖了 那是当之无愧的红人呢 陈海波冲那几个站在旁边的公安说 给他把手铐解开 陈队长周队长 两人的称呼你听着 看似是差不多 就差一个姓 但里边包含的东西可差了太多了 市局的局长在陈海波面前都不值一提 你可周队长算个屁呀 那些公安片刻都不敢耽误 听见陈海波吩咐之后 急匆匆过去帮大哥解开手铐 让他已经被勒得冲血的手臂 重新恢复了自由 大哥慢慢的站起来 揉了揉胳膊 没发怒的意思 请问厕所啊 洗手间在哪啊 出门左转就是厕所 陈海波说着皱了皱眉 大东北 变高雅了 厕所都改成洗手间了 大哥笑了笑 给陈海波道了声泄 一言不发的从审讯室走出去了 大概过了一分钟的样子 大哥回来了 脑袋上的血迹已经被他清洗干净 虽说有点伤口啊 还在往外流血 但并不严重 毕竟这不是被刀砍出来的伤口 那是被警棍抽出来的 大哥一笑 陈队长 谢谢了啊 陈海波有些纳闷 我不来你可就死了 你怎么被逮到审讯室来了 小东北他们不知道这事 知道 我特意让他们晚点来 陈海波更纳闷了 你是存心找死啊 他们弄不死我 大哥很自信 虽然说这话有点自负 但陈海波却不由自主地 相信了大哥的话 是啊 他可是跟王庆山一样的怪物 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栽在这种废物手里 陈海波给大哥发了根烟 自己也点上一根 从旁边拉过来一张椅子坐下来 为什么被他们抓进来啊 大哥一五一十的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随着大哥的讲述 陈海波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但大哥算是看出来了 那是标准的皮笑肉不笑 陈海波是真怒了 周队长 来来来来 坐这儿跟我聊聊 陈海波和蔼可亲地把周队长拽到自己身边 周队长吓得满头都是冷汗 不用了 您坐这就行 我站着 我站着 陈海波满脸不悦地看了周队长一眼 你这么说可就见外了 但我也不好勉强你 你不喜欢坐着 那你就跪着吧 您可别玩我了 我没玩你 怎么了 让你跪着不满意是不是啊 周队长不敢犹豫了 扑通一声直接就跪到了陈海波的面前 哎呦我就纳闷了 国家给你们的权力地位 感情就是让你们用来耀武扬威的 就是用来搞特殊化的 陈海波用手揉着周队长的头发 声音越来越冷 我觉着 我该好好调查调查你了 顺便 把你儿子也调查一下 听说你儿子 满十八岁了 成年了吧 周队长差点没哭出来 一边求饶一边抽着自己的嘴巴 陈队 我错了 我这一时糊涂啊 陈队 你没错 是我错了 我以为咱们市局被我清理了三次之后 应该干净了 但是啊 你们这帮蛀虫 怎么就死不完呢 大哥跟看戏似的坐在一边 一直没说话 见陈海波要爆发 大哥赶紧说 陈队 我先回去了啊 你现在就走了 陈海波刚要发出来的脾气 被他强行压了下去 你不给他来几下子出出气 不了 大政府人员 我还没那胆子 我给你一个揍他的机会 出了事我负责 陈海波似笑非笑 我都这么说了 你还没胆子动手 大哥耸了耸肩 站起身走到周队长身边 抬起腿 一脚踢在周队长下巴上 这一脚的力度啊 他控制得很好 如果是大哥不控制力度 全力踢出去 陈海波丝毫不怀疑 周队长会让大哥一脚给踢死 大哥看了一眼地上 那些沾着血的牙 他活着对你还有用 我先告辞了 陈海波挥了挥手 行 你先走吧 大哥走出去 顺手关上审讯室门的时候 他清楚地听见了审讯室里传来的惨叫声 以及殴打声 还有陈海波的怒吼声 陈海波是真怒了 权力啊 陈海波也有这种东西 大哥叼着烟 在许多警察诧异的目光下 漫步走出市局 这事过后 有一个画面 深深地印刻在大哥的脑海里 就是周队长被陈海波叫跪下 他扑通一声跪下去的时候 那个画面真的让大哥毕生难忘 权力在这个社会确实有用 有大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斌为您播讲 在回去的车上 二哥的表情很难看 他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把手枪 眼神里边就偷出一句话 我要杀人 大哥则表现得平静多了 一言不发地坐在二哥身边 用手掌死死摁住二哥的肩膀 二哥咬牙切齿 我得去弄死他 大哥摇了摇头 翻不着 陈海波已经在收拾他了 二哥气得浑身都直发抖啊 陈海波收拾他又不是我收拾他 我咽不下这口气 几分钟前 二哥他们的车刚到市局外边 还没停下 就看见蹲在路边抽烟的大哥 那时候二哥还庆幸点 看大哥那抽烟的潇洒样 一看就没啥大事 果然信大哥的话 没错 但当二哥把车开过去 借着路边的灯光 看见了大哥脑袋上那些祸口 二哥想都没想 直接把枪拔出来 就要往那公安局里边冲啊 当然之后的一切就很和谐 并没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 二哥没来得及下车 大哥就窜上来 坐在二哥身边了 然后死死的摁住他 没让他乱来 不管怎么说 这可不是能让二哥撒野的地方 哪怕是上边有李书记 跟陈海波罩着 如果说二哥拎着枪 进公安局里把人蹦了 他照样得死 市局里拿枪崩人 这几个意思 你这不是打政府的脸吗 大哥瞪了二哥一眼 我说了 陈海波在收拾他 按照陈海波的脾气 那孙子活不了 为了个死人 你要搭生自己的命 你是不是个傻逼一样 二哥最怕的事啊 就是大哥骂他 背好了这一嗓子 二哥顿时不敢出声了 埋着头不说话 咱们的命很值钱 别为了一些废物 丢了自己的命 不知道 二哥闷着声 知道了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二子 别怪哥啊 我不是故意吼你 我就怕你出声 哥我明白 你打小就这样 你一着急 你就跟我俩喊 但是都是为了我好 嗨 你这个犊子呀 哎哥 那姑娘咋样了 听完大哥的讲述 他就有点好奇 那姑娘不会又被那些小年轻 抓走了吧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 那些公安压根没带走 任何一个小年轻 就抓了大哥一个人 大哥皱了皱眉 我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二哥把手机拿了起来 他有些着急 我打电话问问 陈海波那边应该能查到 那姑娘的消息 都过去这么几个小时了 如果那姑娘啊 真被那群小年轻抓住了 还能唠着好啊 二哥在给陈海波打电话的时候 心里就在祈祷 千万别出事啊 虽然他跟自己非心非故 可大哥是因为他才出的这事 如果那姑娘被救之后又出事了 那大哥这顿毒打挨得得有多远 电话很快就通了 陈海波先开口 你找我有事啊 二哥皱着眉仔细听了听电话里传来的惨叫 哈 我哥不是建议勇为吗 那姑娘呢 没事吧 陈海波一愣 没事啊 我刚让人调查完 那姑娘早溜了 一看见你哥跟那群小崽子打起来 二话不说 那姑娘把腿就跑 现在正躲在家里呢 我还准备带人去看看 了解了解情况 你们这个干嘛呀 二哥明显松了口气 他没事就行 我还以为他又让那群小小崽子给逮住了 没有 这次的事啊 你们都别插手了 我得借着这机会 好好洗一洗市局里这些脏东西 陈海波话音落下的时候 只听电话里又响起了一阵怒吼声 会不会打人呢 都给老子使点劲 二哥挂断了电话 把手机放回口袋的时候 脸上还有些感慨 这陈海波发起脾气了 有点吓人呢 平常总是感觉这老警察挺好说话 对人也和蔼可亲 等他发起脾气了 还真是挺吓人 怎么样 确定那姑娘没事吧 没事 人家已经回家了 那就好 咱们吃宵夜去吧 好啊 就咱们去那家新开那大排浪 我跟你说呀 那家老好吃的 那天晚上 大哥睡得很踏实 来了海城这么久 他是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 一个有目标的人 跟一个没有目标的人 精神状态肯定是不一样 大哥 坚信这一点 在第二天的中午 白宝国带着老脖子 来了二哥他们探口 大哥把手里的账本 递给白宝国 老大 这是上去的账本 您看看 白宝国满脸惊讶地 翻动着账本 不停地点头 赚的不少啊 小东北 你们这堂口 可太厉害了 二哥笑着没说话 如果我说 咱们东河贵 一个月能赚一千万 那你们堂口 就得给社团赚五六百万呢 又继续努力 咱们东河贵 能不能崛起啊 就看你们了 二哥笑嘻嘻的 老大 说这话可见外了 为社团办事 光荣 妈的 你就给老子贫吧 你哥要回 咱们东河贵的事 你应该听说了吧 二哥嗡了一声 既然李书记开口 把他拉进来 那我也不好 不给李书记面子呀 白宝国搓了搓手掌 显得有些苦恼 但是咱们社团的规矩 你是知道的 啊 武功不上位 我懂 二哥拿出烟 封给了白宝国跟老脖子 自己慢悠悠点上一根 你想办谁 我哥就去办谁 办成了 就立功了 白宝国深深看了二哥一眼 你哥呢 怎么今天没见出他人呢 连大傻子都没看见 他们跑哪去了 昨天晚上喝多了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二哥说着说着 还打了个酒格 尴尬一笑 如果不是昨天晚上我装醉 估计现在我都起不来 文言老脖子 比喻的看着二哥 敢讲 你还有这本事呢 当初跟老子喝酒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装醉过 哪能啊 跟脖子哥喝酒 我敢装醉吗 昨天是意外 你们是没见着我哥 喝酒那是多不要命啊 一箱二锅头啊 让我们仨人全干完了 我要不是装醉 非得喂出血不可 我这身子骨 哪能跟我大哥 和那傻子比啊 白宝国摆了摆手 妈得说正事 行行行 您继续说 我听着 现在呀 跟咱们有明确利益 纠纷的人呢 无非是越南帮的刘忠明 还有盛严安的鬼容 至于湖南帮跟川帮 完全可以放在以后 再收拾他们 二哥听着白宝国的话 眼神越来越复杂 他好像是感觉到什么了 要不让你大哥去把鬼容给平了 要不就去废了刘忠明 这两个老大 这有点不合适吧 白宝国还是第一次遇见二哥顶嘴 往常都是他吩咐 二哥一言不发照做 可是现在二哥已经啊 有顶嘴的胆子了 当然他也有顶嘴的资本 不得不说 风水轮流转这五个字 真不是开玩笑 且不说鬼容有多难对付 他可是陈海波的人 动了他 咱们谁都吃不了兜着走 陈海波跟李书记的关系挺深 搞鬼容不合适 白宝国的眼神变得有些冰冷 搞刘忠明更不合适啊 他啥背景您也知道 我哥去办了他 以后还能活吗 老大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确实 如二哥所说 如果大哥真把刘忠明给弄死了 那甭管是李书记 是不是还照着大哥 那群外国的毒贩子肯定就得跟大哥拼了 他们可不怕死 那全都是亡命图啊 刘忠明的背景太大 这就注定了在海城想弄死刘忠明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刘忠明的背景有多硬 这已经没人能说清楚了 唯一清楚刘忠明底细的人就是李书记 这点咱们先暂且不提啊 白宝国笑眯眯眯的问 那你说搞谁何事啊 川伯儿没 他跟咱们可是有救援 趁这机会杀他们几个堂主 扬名立万多好啊 老大 你觉着我说的对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针锋相对 这四个字就足以形容当时的情景 如果放在几年前 二哥是万万不敢跟白宝国盯嘴 而且他也不会想到去顶嘴 只会想怎么去帮白宝国 办好他吩咐下来的事 但是现在二哥已经看明白了 白宝国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人都清楚了 老脖子有些生气了 他猛的站了起来 瞪着二哥 你的意思是 老大说的事你不办 老大怎么说你就怎么办 知道不 二哥往后退了一步 没有跟老脖子对着干的意思 我还以为老大开玩笑呢 脖子哥你别着急啊 我那也不 好了 白宝国忽然拽住了老脖子的胳膊 示意他别冲动 然后他自己站了起来 冲着二哥一笑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见白宝国开了口 老脖子也就没再继续说下去 沉默的点了点头 我先回去了 剩下的事就按照你说的办 你自己跟你哥说去 行 那您放心 这事一定办得漂漂亮亮的 白宝国看了二哥眼 咧开嘴笑了 点了点头 带着老脖子就走了 在回去的时候 老脖子是一路骂着街走的 他觉着现在的二哥 已经不把白宝国放在眼里了 这种行为跟七师灭祖 没什么两样 白宝国笑得很诡异 我也没想让大东北去碰那两个硬茬 就是想试试他 看看他是顺着我的意思走啊 还是会把我的话顶回来 老脖子有些纳闷 你要试试他 试出啥结果了 迟早有一天 小东北得反 白宝国脸上的笑容很快消失了 他抽了几口烟 面无表情的跟老脖子说 在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注意到了 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 何止是不对劲啊 那都是目中无人了 倒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感觉吧 他看我的时候 眼里没有以前那样的畏惧 反而有种看热闹的意思 我也说不清楚 老脖子眼中忽然涌出一股杀气 要不然 我找个时间 把他给做了 你不被他弄死就算好的了 你还想做了他 这孙子惊着呢 自从他从监狱出来之后 胆就变小了 随时随地带着一帮子枪手当保镖 陈九山跟大傻也经常跟着小东北 想干掉他 不容易 大傻能打有个屁用 老脖子说这话的时候 有些脸红 一枪的事罢了 听见这话 白宝国皱起眉 看了看老脖子 有些不敢相信 不玩光明正大了 老脖子没说话 白宝国 把手搭在老脖子肩头上 笑容有点发苦 现在还不能杀他 养狐为患啊 可当初我要是不养的话 我就死了 小东北确实帮了您不少忙 不说这个了 咱说点开心的事 白宝国露出一个极为猥琐的笑容 哎 听说你前段时间 跟几个老娘们打麻将 差点把哭茶子都输了 老脖子脸色一红 那天我去麻将馆的时候 没位置了 正好撒老娘们说三缺一 我就想着教育教育他们 咋的 结果反被教育了呗 一时失手 谁知道他们玩牌那么狠 三家联合起来打我一个 我能赢吗 操 我听说那几个老娘们 是那家麻将馆的长客啊 白宝国摸了摸胡子 搭着老脖子的肩膀就朝麻将馆的方向走 跟着老大去 给你报仇血恨 老大 要是你也输了 咱可就丢人了 哪能你尽给老子扯淡 白宝国跟老脖子没再去其他坛口收账 直奔那家给老脖子留下耻辱回忆的麻将馆 老脖子觉得吧 白宝国疯了 为了打麻将连账都不收了 这不是疯了是什么呀 刚才还搞得特深沉 还跟老子讨论小东北的事 这才过了几分钟啊 你这变化也太快了 当然了 白宝国的自我感觉很良好 他觉得吧 自己肯定是没问题 在这个麻烦越多的时候 那就应该放松一下 如果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那只会适得其反 就在白宝国跟老脖子 去了麻将馆大沙四方的时候 大哥他们也睡醒了 迷迷糊糊的找到了二哥 白宝国来了吗 他不说今天要来收账吗 已经走了 走了 他没说要见我呀 没有 我说你昨晚喝多了 睡觉呢 他就没说啥 二哥舒舒服服的伸了个懒腰 让我分配下来了 让我扮谁呀 二哥沉默了一下 认真地想了想现在的局势 这次你要办的人是穿帮的 但具体是办谁 我也没想好 哥 你也帮着参谋参谋呗 行 你说 自从孙帮死在咱手上之后 穿帮就有点一蹶不振的意思 刘罗光是个聪明人 他确实有运筹帷幄的本事 可惜的是他不能服众 傻哥忽然问了一句 哥 我记着孙帮死了不久 他好像提拔几个人上来 没错 这就是我要说的 武将不能离开军师 同理军师也离不开武将 刘罗光需要几个能够帮他办事的棋子 所以他把几个新人都给提拔上来了 这几个新人就是我的目标 对 就是他们 陈辣子是老人 这不多说了 你也多少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 另外两个堂主是新人 一个叫郭三子 一个叫郑的耳朵 大哥没插嘴 安安静静的听着二哥分析 郭三子这人吧 倒不是说不能打 但他够猛 一言不合就敢动枪 二哥说起这个人来 也觉着有些头疼 反正 他就跟福天海是一类人 不怕死 敢问了一口气就跟人玩命 难对付 郑的耳朵呢 他比郭三能打 也比郭三的有脑子 可他没有郭三的那股冲劲 二哥仔细的回忆了一下 无些跟他说的话 这人不爱惹是生非 喜欢待在自己一亩三分地 只要不踩到他头上 他不会随便跳出来咬人 二哥 这人耳朵挺大吗 肯定的 要不咋能叫郑的耳朵呢 哥 你想选哪个下手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如果我是你 我就选郭三子 二哥揉了揉眼睛 感觉有些发困 估计昨天晚上没睡好 选郑的耳朵不划算 怎么的呢 二哥端起茶杯 狠惯了一口 因为郭三子不怕我们 所以他得死 二哥哈哈大笑 聪明 你跟我想的一样 郑的耳朵 怕二哥他们 平常有什么矛盾 他也是选择退一步 而不是跟二哥他们硬碰硬 这种人可以活着 而郭三子呢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二哥他们真跟郭三子干上了 那么那孙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连死都不怕 还会怕二哥他们 但不得不说呀 二哥就怕这种亡命图 大哥也怕 惜命的人是拼不过亡命图的 这一直都是黑道的智力 今天晚上 咱们几个人过去干了他就完了 二哥说着 然后还掐指一算 很肯定 只要中途不出岔子 咱们还能赶上一波宵夜 傻哥在旁边 傻兮兮的问 谁请啊 肯定吴师爷呗 上次他欠我一顿饭钱 这次该他还了 我记得 那都是你欠他的呀 文言二哥没好气 踹了傻哥一脚 他请我那也是欠我的 你就说是不是吧 敢说个不字 你自己想想后果 你是我哥 你说啥就是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狗一样的江湖 作者姓易的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大兵为您播讲 郭三子这人没什么特别爱好 赌钱 嫖娼 喝酒 吸毒 这四个号称黑道最爱的项目 他都沾不了边 如果非得从他身上找出一个他的爱好 那就是六弯 这是真事啊 根据认识郭三子人说呀 他每天吃完饭就喜欢溜玩 特别喜欢在那种人少的地方溜达 说是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 达到一种喜新革面重新做人的境界 用大哥的话来说 这人有慧根 要误了 那天晚上啊 郭三子按照自己的习惯 吃完饭拿着枪找地方溜弯去了 他不爱带人出去晃悠 这点呢 跟福天海很像 跟二哥他们以前的性子也很相似 很自信 但也有点自负 郭三子在一条小巷子里边走着 看着不远处巷口的护城河 眼神变得幽远 心里边琢磨着 陈辣子已经老了 现在不是他能说了算的时候了 正的耳朵也没什么本事 除了流罗锅之外 社团里边应该没人比我更厉害了 郭三子想着掏出根烟 点了一根 这流罗锅就是个白纸扇呢 他凭什么能坐在画室人的位置 迟早又一天 那位置得是我的 郭三子一言不发朝着护城河走 心里边还不断的自言自语 在这时候啊 郭三子忽然发现前边的路 让人给挡上了 那人问 你就是郭三子吧 郭三子呀 话都懒得说 直接把五连发从报纸里抽出来 抬起枪口 对准那几个男人 那人笑呵呵的问郭三子 三子哥别动气啊 没必要一见面这么大火气 咱们好好聊聊呗 砰的一声枪响 那个跟郭三子说话的男人 直接倒在地上 直到他死的时候 他还是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 这就开枪了 黑道还有这么玩的 郭三子皱着眉 你谁呀 他看了眼那个还只有一口气的男人 眉头皱得更紧了 你躲我干啥呀 操郭三子 你他妈 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那个骂郭三子的人 也随了先前那男人的后尘 捂着血肉模糊的腹部 瞪着眼倒了下去 跟我说话注意点语气 跟我说话注意点语气 这句话就是郭三子的口头禅 在他们社团里 除了化身流罗锅没听见这句话 其余的堂主都被郭三子这么威胁过 与其说是威胁 不如说是善意的提醒 起码郭三子是这么认为的 平常被他说这话的那些堂主啊 反应都很平静 没有跟郭三子对着干的意思 他不把命当命看 自己还能不把命当命看吗 跟一个亡命徒拼命 那肯定不合适 瓷器怎么可能跟瓦罐碰呢 当然也有人跟他碰过 那就是陈辣子 那是郭三子上位后不久 陈辣子就因为他这口头禅的 跟郭三子碰上了 结局很惨 郭三子被陈辣子捅了两刀 陈辣子则被郭三子崩了一枪 总的来说还是平局 谁都不亏 但打那次之后 陈辣子算是怂了 陈辣子在事后跟瓦罗锅聊过 脸上满是后怕 说你可知道那郭三子有多厉害呀 那孙子肚子上还插着我捅过去的匕首呢 那血流的满地都是呀 但这孙子就是不倒 恶狠狠瞪着我就冲过来开了一枪 刘洛锅好奇的就问他 说就因为这个你怕他了 陈辣子这么回答的 倒不是因为这个 主要是因为他的眼神 说真的呀 那就不是人的眼神啊 好像他不觉得疼似的 那眼睛里边都是杀气 就那种眼神 就是一心要弄死我那种眼神了 郭三子确实不是个普通人 那种跟野兽一样的气势啊 足以吓住许多黑社会了 咱们言归正传 堵住郭三子那三个人已经倒下俩了 剩下一个站在原地直哆嗦 估计下的不清 三子哥 你们他妈是哪边的人呢 郭三子走过去 蹲在那个被他第一个绷的男人身边 用枪口戳了戳他的脸 唯一一个还能站着的混子 回答了郭三子的问题 我们是越南帮的 因为郭三子是背对着他蹲下去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他要是偷袭郭三子的话 那成功率很高 问题是他敢偷袭郭三子吗 郭三子点了点头 啊 越南帮的 那你们读我干啥呀 我们就是想看看 现在声明确起的三个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过程中 这混子一直都在盯着郭三子的后脑勺看 手也慢慢的伸到了背后 准备掏枪 郭三子还是头都没回 现在看够没 只不过他把手里的五连发搭在自己肩膀上 他这一搭在肩膀上那枪口 可正对着那混子 混子咽咽口唾沫 看够了 说着话他眼神可变得凶狠了 郭三子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既然自己都来赌他了 那他可万万不能放过自己了 那就算是不把自己弄死在这 也得给自己留点念想 断手断脚 那得看郭三子心情啊 都到这个地步了 那混子也没了认怂的意思 干脆一了白了吧 跟郭三子就拼了得了 从这一点能看得出来 越南帮里大多数混混素质都挺高 起码比海城本地的混子可厉害多了 心够狠 人也够拼 那混子手掌已经摸到枪柄 已经做好准备了 只要自己往旁边一闪 然后开枪 结果一声枪响落下 郭三子回头看了一眼 煞逼 你以为自己掏枪的时候没声啊 不过话说回来 我发现你这国语比大部分越南人强得多呀 那人压根没回答郭三子的话 也没回答的机会 郭三子那一枪不偏不倚 正打在他脸上 人当时就没气了 办完这个人后 郭三子站起身 重新用报纸把五连法给裹住 然后继续沿着护城河开始溜弯 杀人对郭三子这种亡命徒来说呀 不是什么大事 他都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 他能把别人的命当回事吗 走着走着 郭三子觉着有点不对劲 在护城河岸边的长椅上 坐着三个男人 他们都在隔着十来米远的地方望着自己 坐在中间的那个男人呢 还不停的朝着自己指手画脚 郭三子皱了皱眉 把裹着五连法的报纸夹在叶下 双手插在兜里 急步走了过去 提着报纸过去 那不就是在明摆着告诉别人 我这报纸里裹着的是家伙吗 郭三子是真有点怕把这三个人吓走了 他们走了自己朝谁发脾气呀 老子最恨的就是冲着我指手画脚 嘀嘀咕咕的人 这种人就该被收拾 冲着那几个人走过去 这是郭三子自己的决定 怨不得别人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仔细看看 坐在长椅上的人是谁 那他肯定不会傻乎乎的自己走过去 坐在长椅中间的人呢 朝郭三子招了招手 郭三子 你他妈搁着窝里加把枪 这怎么的啊 冒充打裂的啊 这一段路的光线比较暗 郭三子没看清楚 长椅上的人是谁 当时他也纳闷啊 心说这哪个 孙子这么找死呢 难道今天不易出门 一出门就接连碰见两匹找死的 这运气啊 郭三子哀声叹气 加快步伐 一边走一边 把枪从报纸里抽了出来 就在他准备把枪口 抬起来那一瞬间 就听砰的一声 郭三子手臂上 顺时多了个窟窿 看我这枪法 够硬不好 开枪跟说话的人 都是同一个人 就是坐在长椅中的二哥 大哥这时候有些不快 他站起身来 上下来交给我了 我不是说了你别拿枪崩他吗 现在再过去收拾他 这跟欺负人有啥区别 二哥嘟弄一句 你就算他不挨枪子 你去跟他单打独斗 那不还是欺负他你吗 大哥没再搭理二哥 直接快步走过去 郭三子 我给你个机会 让你两枪 打不中我就只能怪你倒霉了 二哥在旁边都击了 我大哥跟你疯了 你什么酒没醒啊 你放心吧 他打不着我 五连法有效射程太短 这距离想要打中我 老困难了 除非两米之内 没等大哥把话说完 郭三子那边就搂活了 卧槽 郭三子 你狗日子搞偷袭